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午夜 但月如沟 一只黑猫 凸得自屋头月下 金色的眼瞳 疏得一眯 发出诡异 而响亮的一声猫叫 小镇东头的一户人家 这时还点着白灯笼 隐约间 能听到女子的哀哀滴气 娘 娘 女儿不孝 来得太晚了 都没见到你最后一遍 娘 有个男人低声劝道 小 小妹呀 人死不能复生 你要节哀呀 女子抬起头 泪眼朦胧间 猛然扫见母亲的灵前 不知何时 多了一只树金眼瞳的黑猫 猫 黑猫 哥 哥 女子的声音 突然变得惊恐异常 出黑猫了 出黑猫了 田有福听了这话一惊 一扭头 正对上了黑猫细长的金毛 她顿时全身一个机梁 立马超过灵堂内的一柄扫帚 奋力地去感 走 快走 走 走啊你 黑猫啊 是绝对不能靠近棺木的 否则 十有八九 是要出事的 随着田有福的扫帚落下 黑猫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 许是殴打 激发了她的力气 黑猫竟从扫帚下一跃而起 随着又是一声尖利的猫叫 黑猫竟直接从棺木上越了过去 一瞬间 只见灵堂内本就微弱的灯火 开始不停地摇晃 在无风的房间内 却像是被风吹得 马上就要支撑不住了 这时 棺木中也传来了嘻嘻苏苏的响动 田小妹将直着身子 慢慢地挪了过来 刚要查看 突然蹭的一声 老太太的尸体竟一下子坐了起来 一张清白瘦削的脸 僵直着扭了过来 一双全白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面前的田小妹 田小妹吓得直接头皮发炸 尖叫声几乎要掀翻了整个屋 突然 叫声戛然而止 尸体的一双手紧紧地卡住了田小妹的脖子 田小妹吓得浑身哆嗦 一张脸憋得通红 双眼翻板 眼看就要不行了 田有福脸色煞白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吓得早就腿软地瘫在地上了 一边往外爬 一边崩溃地喊 来人呐 快来人呐 炸尸了 那尸体掐着田小妹 随着田有福的声音 僵硬地转过头来 他拖着田小妹 一步一步地向她走了过去 田有福简直要吓疯了 他不要命地使劲地砸门 来人 来人 炸尸了 炸尸了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主人 那双干枯的手 同样紧紧掐住了他的脖子 一边用力 一边喉咙里 发出了节节节的恐怖笑声 听到了喊声 赶来的亲友们 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都惊得四处逃窜 哎呀妈呀 炸尸了 鬼啊 鬼啊 弄鬼啊 弄鬼了 他鬼了 只有田有福的老婆 吓得摊在原地动不了 那炸起的尸体 看到这一幕 突然一声凄厉的猫脚 身子皱起 直接一口咬向了 儿媳妇的脖子 千军一发知己 一枚疯恐铜钱 突然破空而来 啪的一下 打在了老太太的嘴皮子上 瞬间 老太太的嘴上 就腾起了一股紫色的电光 直电了老太太 呲牙咧嘴 凄厉惨叫啊 紧接着 又是两枚铜钱 破空而来 一左一右 只打在老太太的两只手上 同样是腾起了两股紫色的电火花 老太太被垫得手指一僵 完全收扣不住 田家兄妹 这才从亲娘的掌心滑落 及时地缓了口气 可接连被袭击 老太太脸上的表情 愈发地扭曲了 左半张脸 更是直接化为了猫脸的形状 左眼呢 也变成了金色的树桶 她四下张望着 谨慎而急切地 寻找铜钱射来的方向 麦合尸体眼力有限 根本就看不清方位 她那一张猫脸扭曲着 猴尖更是发出了野兽暴怒之前的低声吼叫 就在这时 空中突然传来了清脆的铜铃声 像是晨光破晓 直接冲散了灵堂内弥漫的晦气 随着铃声靠近 一个娇俏的身影 踏着铃声而来 小姑娘看起来十五六岁的模样 一张小脸清理出尘 墨发及腰随意劈垂着 只在两侧编了细小的发辫 用丝带简单地扎于脑后 虽然身着不衣 但自有一股子一视独立的气场 她单手直剑 小姑娘直指的猫脸老太太 聂处 还不快从老人家的身体里出去 回应她的是更加凄厉的一声吼叫 不可能 拨唇经勾 小姑娘手腕微微的一抖 更是数张黄符托尺而飞 和之前的方孔铜钱一般 那些黄符一见人身便是贴哪儿烧哪儿 不多时 猫脸老太太身上的兽衣 变得烧得破破烂烂的 几乎不能遮体了 老太太四脚着地 打滚翻腾 可无论如何 也扑不灭身上的雷火 猛的她一声黎鸣张开血盆大头 直扑向了眼前的小姑娘 小姑娘飞一侧身 轻轻松松避开了攻击 且在避让之余啊 飞快地掐了个雷绝 殿母雷弓 速降神通 随我除痛 无奉太上老君 急急如沥沥 一连四道子雷劈下 直将个猫脸老太 一劈的四脚头寸 惨叫不止啊 眼看着第五道子雷又要劈下来 且这道子雷肉眼可见 有欢有乌 那个 短期已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二集 猫脸老太终于发出了一声不甘的嘶吼 这猫叫声啊 较之前明显要若气许多 紧跟着 一团小小的黑影 便与老太太的后背 咻地一下 窜逃而出 电光火石之间 小姑娘两指翻飞 一枚黄符 与她直接射出来 贴在了那团黑影之上 黄符吼地一下 燃烧起橙红色的火光 不小片刻 便将那黑影彻底地分化了 远处 那些逃走之后 又藏在各处暗中观察的 田家亲属们 又是害怕 又是激动的 哎 死了死了 那东西死了 哎 大师啊 这绝对是大师啊 你们看见没有 可太厉害了呀 哎呦 这看着是个小姑娘 没想到出手这么利索呀 这比虚中观那个 自称仙姑骗钱的 宁仙仙强多了吗 哎 怎么说话呢 怎么能拿那种 骗钱的废物跟大师比呢 这不是侮辱人吗 哎呀 是啊是啊 那宁仙仙啊 就是个靠故弄玄虚 骗吃骗喝长大的丫头骗子 她要是能有这本事 那虚中观祖坟都冒清烟了 还能穷成这样 众人还没吵扰完呢 小姑娘办完事转身过来 众人殷切地看了过去 这件小姑娘 花孤顿一般的脸上 有着一只漆黑无光的左眼 众人顿时奇奇地 倒抽了颗冷气 啊 鬼 鬼 鬼啊 鬼 鬼啊 鬼 鬼啊 听到众人的惊呼 小姑娘赶紧抬手捂了下左眼 在放开的时候 那只眼睛已如湖水般青头 与常人无异了 好了好了 别怕 这只是我驱邪的天眼 众人这才松了口气 田家长辈连忙向前了一步 弯腰拱手 恭敬地向小姑娘致血 哎呀 今日多亏了仙姑啊 不然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要丧命呢 敢问小仙姑尊姓大名 我们定要背上后礼去致谢 小姑娘听到这话 笑了一下 慢悠悠地说道 后礼就不必了 我叫宁仙仙 石城虚中灌 劳烦大家有时间啊 多替我灌宣传宣传 照顾照顾我灌终生意即可 众人无语 我还要回灌 告辞了 说吧 宁仙仙笑咪咪地 对众人挥了挥手 转身便走了 众人看着她轻快的背影 一个个只觉得脸好疼啊 哼 那个 今儿也不早了 大家就先回去吧 田家长辈发话了 众人善善地应下之后 都赶紧纷纷散去 只是远远地 传来粪粪的议论声 也不知道是谁在下船 那么厉害的小仙姑 给传成了骗子 是啊 那你想想 年纪轻轻的 这么大本事 那一定是有人嫉妒呗 坏人家小仙姑的名声 是啊 是啊 其实啊 宁仙仙名声有损 实在不是别人嫉妒 而是被她那个 不靠谱的师父坑的 宁仙仙 本是三井香的 宁园外的独生女 还是园外最宠爱的 十八姨太 原以娘生的 本该是 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 奈何她生下来 就有一只漆黑的左眼 着实是吓人啊 再加上 她出生的那天 宁园外家 来了个嘴欠的老道士 扔下了一句 是福不是祸 是祸 躲不过 她就跑了 以至于宁园外 视她为祸水灾星 非要掐死她 这原以娘 舍不得女儿死 便连夜抱着宁仙仙 逃回了娘家 原以娘的娘家人 当然也是嫌弃宁仙仙的 可又贪图原以娘 背回来的金银珠宝 只能勉强忍着 就这样 宁仙仙啊 便在那个小小的渔村 无病无灾的 平安长大了 先前三岁的时候 原以娘被水母遮了腿 要是无医 一命呜呼了 这娘家人呢 就趁机吞了 原以娘的所有银钱 还把宁仙仙 打包 送到了山上一个 没什么香火的道罐里 就是须中罐 须中罐里 只有一位道长 姓袁 这袁道长啊 虽然长眉极尖 却生得虎背熊腰的 半点都没有 先锋道骨的姿态 不过戴小丫头 却是极好的 她第一次见到宁仙仙 便深深地 看了她的左眼许久 后来又笑了 这双眼睛 何该是尺咒啊 你这左眼 能管一切废羊中 左管银 右看羊 以后捉个鬼 算个命 发败得很啊 不过你还小 不懂控制 那大学了 师父教你先 道家信法 以后便可以 数方自如了 却说这师父啊 在做人方面 很是带揽 可在教人方面 却意外的勤犯 驱邪捉腰 八字命理 风水秘术 筑器炼丹等等等等 他这乱七八糟的 叫了宁仙仙许多 宁仙仙都学了 哎 还都学会了 师父很是欣慰啊 他用一脸 剪刀宝的表情说 哎呀 哎呀 你已经是个成熟的小徒弟了 要学会自己 赚钱 去吧 以后师父的活 都理解了吗 师父躺了 从此过上了 闲鱼一般的生活 才六岁的宁仙仙 哪知道师父是在啃小啊 就稀里糊涂地 继承了师父的衣钵 不过这刚开始的时候啊 他年纪太小 众人看他不可靠 就一传十 十传百地 唠了个小骗子的名声 其实啊 他挺机灵的 且随着长大 真的是越来越灵 只是 轻易不再给人算罢了 今天晚上 宁仙仙是恰好路过这村子 大老远就看见 那家屋头 邪气冲天的 才顺手过来帮了一把 也不是人家 请他过来的 不便收取报酬 不过呢 也算趁机 为自己证明了一把 那个 本集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再下集的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 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 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三集 从小镇离开 宁仙仙爬了半夜的山啊 七明时分 才终于回到了旭中观 进门之后 他笑颜颜地叫道 师父 师父 突然回来了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这笑 这笑什么来着 这笑 好他料都是 好不了怪 一道尖酸的男音 突然响起 之后 宁仙仙眼前 突然跳出来一个 长得十分反派的胖男人 此人夺着 六亲不认的步伐 身后啊 还跟了十六七个打手 个个满脸横肉 杀气腾腾的 宁仙仙一脸 这是啥情况啊这是 情况很简单 师父跑了 他卷走了 罐里所有值钱的东西 只给他留了一张 按了手印的欠条 还有一只 连蛋都不会下的老母鸡 默默回想了一下 自己钱袋里 仅剩的几十个铜板 宁仙仙呢 先是客客气气地 冲人一笑 之后啊 拔腿就跑 一个纵身 他试图翻墙而出 可墙才翻到一半 却对上了墙带 一双漆黑的眼 那是一个年轻的侍卫 一席进山 长身玉力 至于面容嘛 这面容实在是有点平平 鼻头处啊 还长了一些小雀斑 侍卫神经莫然 但是那双眼睛 黑曲曲的 冷得好似海上月 山滇雪 他只是轻轻眨了一下眼 宁仙仙便一个哆嗦 直接从墙头栽了下来 许是条件反射 侍卫下意识地 伸手将人接住了 嗯 这力气好大呀 单手抱他 居然毫不费力 宁仙仙正于心中感叹着 这人不可貌相 这侍卫的长相和力道 竟是如此成反比时 突然 侍卫松了手 啪唧一下 宁仙仙就直接 摔了个屁股蹲 哎呦 哎呦 他痛呼一声 在抬眸的时候 望向对方的眼神里 写满了不解 你干什么松手啊你 哎呦 那人呢 却只冷冷清清地 吐出了六个字 男女受受不清 你抱都抱的 还受个屁的受不清啊 不过 这侍卫的声音 太好听了吧 像天池山的水般 轻烈烈的 宁仙仙刚想着 他长这样一双好眼睛 还有这样一副好嗓子 完全不该配这样一张 平平无奇的 雀斑脸的时候 却听着侍卫 又冷声地问他 你就是宁仙仙 仙仙冻住了 糟了 这人莫不是跟得 要债的是一伙了吧 人还趴在地上呢 宁仙仙装傻 我要是说 我是这儿的乡客 翻墙什么的 是因为 我在练轻功 你 信吗 侍卫不说话 只是一双轻抹淋淋 不声不响地瞧着他 一下子 宁仙仙就被他的眼神 给吸引了过去 虽然 他确实剩这一张 平平无奇 还长了雀斑的脸 可配上那双眼睛 就仿似整个人 都鲜活了起来 他的那双眼里啊 万千星辰汇聚 灿似银河 侍卫这时呢 也在认真打量着他 面前的小丫头 十五六岁的模样 五官精致 清零出尘 就算是一身束缚不一 也难掩他眉眼间 角角如月的灵气 就像是 误入凡尘的 小仙女 他无法劈锤 只在两侧 编了个小小的发辫 头肩唯一的发饰 竟是两根小骨头 年轻的侍卫 忍不住 盯正的形状 可爱的骨头好一阵 刚要再开口 突听的灌内 一阵嘈杂 紧跟着 并有十五六七八个打手 众星捧月般地 簇拥着一个胖子出来了 那胖子嘴里 还在骂骂咧咧的 诶 谁要头 你 你们 你们 给我逮住他 打断他的腿 我看他要我哪跑 我呢 宁仙仙仙 爬起来就要溜 却被那侍卫 一把子扯住了 怎么回事 那些是什么人 你 你快放手 你快放手 小丫头急得 小脸通红 他们是来讨债的 我再不跑 我真要被他们 打断腿了 侍卫一愣 宁仙仙趁机 挣脱了他 头一矮 就从他搁置窝下 钻了出去 可下一秒 小腿又被 什么东西抱住了 一个略显苍老的声音 突然就哭天枪地起来 二小姐 是老奴来晚了 叫您受苦了 您先先满脑的问号啊 天要王他呀 怎么又来了 一个拖后腿的 这大爷谁呀 还有 什么二小姐 他爹不是六十 才生了他吗 而且毒他一个啊 这怎么算 也该叫他大小姐吧 你再说了 现在谁有时间 跟他拜扯这个呀 宁仙仙拼命 朝外扯自己的腿 大爷 你认错人了吧 还有 十万火箭 你没拖着我 我赶着跑路呢 还敢跑 你还敢跑 都给我上 抓着忧伤 胖男人一声令下 十几个打手便一拥而上 情急之下 宁仙仙下一时地 就摸向了自己的铜钱键 可他还来不及出手 只听砰的一声 身后似有一股腰风急过 将他的长发掀扬起来的同时 那十几个打手 已经齐齐被那进风震飞了 之后 一个 两个 三个 最后十多个 叠罗汉一般 直接叠到了院墙边 哎呦 哎呦 的嚎了起来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 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 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四集 宁仙仙惊呆了 不是 这也太强了吧 是人吗 他扭头看着 还没收掌的 可能不是人的 雀斑脸侍卫 咕咚一声 咽咽口水 之后 机械而麻木地 伸出小手手 热烈地 啪啪啪地鼓掌 大家好身手 好身手 侍卫瞟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只冷腻着不远处 已然两股 沾沾的胖男人 你是何人 为何要捉他 那胖子看似凶寒 实则呀 是个吃软怕硬的 之前看宁仙仙 一个小丫头骗子 自己这边呢 又带了多个打手 自然嚣张得很 但现在呢 他怂得 十分的理直气壮 但嘴里 还在喊冤 大人饶命 大人饶命啊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小的只是来讨要 袁道长 所欠的银两的呀 侍卫闻生 低谋看了宁仙仙一眼 宁仙仙也冤枉啊 但师父欠的钱 又不是他欠的 但他被那个 可能不是人的侍卫一瞧 心里也有点发虚了 他清了清嗓子 问 我师父欠了你们多少钱 怎么欠的 胖子的 一万两 赌钱输的 宁仙仙当时就是两眼一黑 差点被这个一万两 给直接送走了 不是 怎么能输 怎么能输这么多 你们 你们做聋子骗他的吧 你们 胖子的 小姑娘 你可千万别信口自黄啊 是他自己喝高了 非要找人家好赌 一住就下了一万两 宁仙仙顿时心脚痛起来 虽然很想骂娘 但师父喝高了 什么德性 他是知道的 确实是他老人家 干得出来的事啊 而且 众所周知的 学门呢 多犯五必三缺 而他师父犯的 正是毒和钱这两样 简而言之就是 他师父啊 天生就是个无期无后 还得穷一辈子的倒霉命 就他老人家那双臭手 还敢去赌方 他输了钱 脚底一抹油跑了 这可坑惨了宁仙仙呢 他站在凄冷的山峰里 一脸抹了三回清凉油 这才勉强让自己 冷静了下来 好在这时 刚才抱着他腿豪的 老者说话了 二小姐莫慌 不就是一万两银钱吗 哥老大人还得起 这二小姐 跟小的上镜 这边自然有人打点 宁仙仙立马来了精神 他激动地回头 刚想说好啊好啊好啊 但随即又警惕了起来 大爷 您真的不是认错人了吗 没认错没认错 老奴怎么可能会认错呢 宁缘外的独女 宁仙仙小姐对吧 听着像是他没错 不过 生平还是头一回被人叫小姐 都怪不习惯的 他眨巴眨巴眼 那 那您 您又是谁啊 那老舍拱手一依 老奴海归 是宁阁老家的二管事 此番前来 正是接您进京 认祖归宗的 宁仙仙差点扑出声来 海归 这谁给取的名啊 忒缺得了吧 不过 我那个除了会娶怡太太 连儿子都生不出来的老爹 当上阁老了 皇上是疯了还是瞎了 怎么看上他的 哎呦 二小姐 可不敢这么说皇上啊 此乃大不敬 是要杀头的 宁仙仙并不怕这个 反正天高皇帝远嘛 海管事却拼命地 拿眼朝边上斜了斜 那小眼珠子斜的方向啊 正是方才那个 宁仙仙觉得 眼睛里装着星星的 年轻侍卫 但他呢 也没敢明说什么 只扯了扯宁仙仙的衣袖 总之 二小姐 要慎言 慎言 懂 哦 海管事的话 宁仙仙是左耳进右耳出 完全没有仔细听 他只关心一件事 您还没说呢 我爹是怎么当上阁老的 不是不是 海管事摆摆手 阁老大人 不是您那个原味的爹 是这样 二小姐 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和我们阁老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是亲兄弟来着 只不过 我们阁老的先祖是嫡出长子 你们家那位是树出的 您知道的 数次成年后 得分家出来担过 后来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行走经商 慢慢的便在此地定居了 后来就有了您爹 再后来就是您了 什么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您先先被他给绕得头晕 可是 你为什么一直叫我二小姐 是这样的 阁老大人 膝下尚有一子 大公子年长于您 因此 把您认回去后 自然就是二小姐了 您先先掰着手指头算了半天 说 可是 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和阁老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不是亲兄弟吗 那我算起来 应该是阁老的妹妹吧 结果 他 想做我爹 看官似的 这个嘛 反正都磕了这么多倍了 问题 问题也不大吧 问题哪里不大 大得很好嘛 不过 您先先要好奇地问道 那 为什么是我 那族里没有旁的小姐了 虽然但是 确实如此 还管是叹了口气 您家磁死凋零 到了您这一辈 出了阁老府上的大公子 就只剩您这一位钱金了 这么惨的 对心说 那要是阁老府上的大公子 也凋零了 那您家岂不是就绝后了吗 不过 这话呀 他还是咽回了肚子里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再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五集 只是啊 这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就算真有 哪里轮得到他呢 这里面啊 指定有什么阴谋 大阴谋 他才不要答应呢 可这个念头 才刚在明显仙的脑子里打了个转 他一歇眼 又看到刚才那个讨债的胖子 算了 识时务者为俊杰 宁仙仙立刻什么原则都没有了 他小指头勾勾勾海管式的衣袖 那 我要是答应了 是不是 马上帮我还钱 那是当然了 老奴来此 可不就是来接二小姐进京的吗 行 那我跟你走 废话不多说 宁仙仙痛快地点了头 说起来啊 这海管式呢 也是个能干的人 也不知道他跟那赌方的打手 偷偷说了什么话 总之 事情很快就解决了 宁仙仙一边在心里感叹着 有钱真好啊 一边默默地收拾行装 另外一边 海管式请走了那些讨债人之后 他身边伺候的小石头 小心地问道 海管式 我瞧着咱们家这位二小姐 好像不太有礼数的样子嘛 嗨 他一个生在山里 长在山里的小锅子 能指望谁叫他礼数啊 不是 我是说他 像是不太好拿捏的性子呀 就这么带他回去 能行吗 你小声点 别叫那两位将军府上 跟来的侍卫听见 小石头赶紧闭了嘴 眼睛却不自觉地 窥向了不远处 那两个身姿挺拔的年轻侍卫 一个身高腿长 一个长了张娃娃脸 此刻 那张娃娃脸的侍卫 正一脸嫌弃地吐槽呢 十三哥 我瞧着他不丑 有那样一个师父 如何能做好咱们将军府的当家夫人 被唤十三哥的侍卫冷冷的 执一双冰壶般的毛子 忧尘深远 身手不错 翻墙利索 不是 这娶媳妇又不是带兵 身手好顶什么用啊 不得身胶提软才好吗 十三想了想之前抱过的手感 中肯的评价 平日 娃娃脸满脸震惊啊 十三哥也是会说这种婚话的人吗 娃娃脸内心正惊涛骇浪呢 宁仙仙这箱 也收拾好行李出来了 先头他说着去收拾行李 大家就想 大概最多也就是带几个包袱什么的 结果一看 哇 好家伙啊 大家齐生一个好家伙 什么行李啊 只见宁仙仙 左手抱着一只五彩斑斓的老母鸡 右手缠着一条手指头粗细的小青蛇 那肩膀上还趴着个巴掌大的小绿毛龟 哎 那脚边还蹦蹦跳跳的跟着一只白色的虎文猫 他黑黑干笑的 嗯 这些是我为私的财产 不能让他 还管是别的也不说了 只很是郁闷的盯着小丫头肩膀上的一只乌龟 还有乌龟背上的丛丛的绿毛 他莫名地觉得好像被内涵了 下了山 山脚停着一辆华丽的马车 正是海管室带来的 二小姐 请 这马车是特意为您背的 您在车上歇着会儿 咱们马上就上路 这么急啊 哎呀 这不是阁老 他急着见您吗 您也体谅一下 他老人家认女心切的心情 宁仙仙心中呵呵 吹得跟真的似的 我活了十六年 连我亲爹都嫌弃我 堂堂阁老大人倒是不嫌弃了 当我傻 还别说 海管室还真没当宁仙仙是个傻的 只是 他有他的算计 所以当车行上路 小石头又来狗腿地拍他马屁的时候 他是这么说的 哎 一个道观里长大的爷丫头 能指望他有多正常啊 不闯祸就行 小石头又说了 哎 可是他那般野性难逊 要是知道咱们接他回去 不是为了认祖归宗 是要骗他嫁人 他 他会不会不乐意啊 哼 不乐意 也得乐意 海管室这时一改之前的谄媚 说话间 带着游刃有余的从容 要债的都逃上山了 他不嫁 是想被卖去青楼抵栈吗 也是 还是海管室宁厉 算无一漏啊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的 完全没有发现 身边不知何时 多了一只白色的猫 听完了墙角 大喵回去了 在宁仙仙面前 就是一通喵喵的叫啊 宁仙仙听完了 又开始心脚痛了 原来如此 不过 他很快的 又自我劝慰他 那就算是这样 我也不能跑 一万两呢 真把我卖去青楼 那也不值这个家吧 你少替他说话 师父那个傻千刀的 但凡有一粒花生米 他就不能醉成那个样子 总之 我就是踏破铁鞋 我要找到他 然后就着他的胡子 狠狠地问 这么康托他开不开心啊 那还能怎么办 反正都这样了 且就先去京城看看再说呗 说不定 我那个阁老大哥 是个大善人呢 是啊 他是将军 肯定有钱吧 好呀 那等我当了将军夫人 以后就再也不用担心 吃了上队没下队了 天天在家躺着睡 马车外面 娃娃脸将这一切 全都听在了耳朵里 他气得浑身发抖啊 十三哥 你听听 你听听 这个臭婆娘 居然在跟一只猫说话 是不是有毛病啊 还有还有 他居然想天天在家躺着睡 可见那样的师父 真教不出什么好徒弟 他的话才刚刚说完 马车的帘子 突然地被掀了起来 一颗小脑袋冒了出来 咦 原来你们两个 是将军府的人呢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 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六集 你 看着突然冒出头的小姑娘 娃娃脸一时惊恶 你怎么能偷听我们说话 那也是你先偷听我和大喵说话的 娃娃脸一音 您先先趁机又问 所以 先跟我说说呗 你们来接我 真的是因为我要嫁给你们家将军吗 将军怎么样啊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还有还有 反正你们都听到了 那你们告诉我吧 将军府上 钱多吗 娃娃脸 不想理他 十三则很平淡的开口 没钱 骗鬼呢 他都当上将军了 怎么会没有钱 十三语气更加肯定了 没有 娃娃脸去怒道 你还没嫁进我们将军府呢 就想着我们将军府的钱 我告诉你 你 巴拉巴拉巴拉的 娃娃脸那张嘴啊 就跟这讨人闲的巴哥一样 张了嘴就停不下来 宁仙仙刚想打帘子回马车 不理他了 这时 他突然感觉到了一丝异样 宁仙仙一抬纸 制止了娃娃脸 别说话 娃娃脸怎么肯听他的呀 可他明明嘴还在开开合合 突然发现 自己发不出声音来了 他正大惊失色呢 托听宁仙仙摇声唤道 海管师 前面走不得 绕一下道吧 前头正骑在马上的海管师 回头看了他一眼 又看看四周 没错呀 就是这么走 老奴纪的路 二小姐放心吧 不是 前面再走就鬼打墙了 出不去的 海管师一听 愣了一下 这条路他们来的时候 可走得好好的呀 回去就遇上鬼打墙了 那再说了 鬼不是晚上才出来吗 这晴天白日的 肯定是二小姐瞎说的 海管师不信 坚持道 二小姐 我醒得到 你就放心坐车里吧 最多 再有一炷香的时辰 咱们就出山了 宁仙仙还想说些什么 可海管师已经扭过头去 根本就不打算 再听他说话的意思了 宁仙仙责了一声 干脆便闭了嘴 一炷香之后 他们一行人果然出了山 但也仅仅只是出山而已 那之后的两个时辰里 他们就真的跟遇到了 鬼打墙一般 怎么走 都似乎在原地打转 明明看着 就四五百米便能上官道 可就是怎么走都走不到 终于 海管师的脸上 冒出了细细蜜蜜的汗 他想起之前宁仙仙的提醒 想回去再细细地问一问 又不大好意思 就这么地硬着头皮 又走了一个时辰 眼看着天都黑了 再这么绕下去啊 夜间还不一定会遇上什么呢 海管师 还是只能丧头大脑地 过来请教宁仙仙 他到了马车前 先是装模作样地咳嗽了一声 那个 二小姐 您刚才是说我要绕一下道是吧 那个 要怎么绕啊 马车里面没有动静 海管师以为 二小姐是气他不听他的劝 所以不想理人 只能硬着头皮又问 二小姐 方才是老奴太过武断了 您别生我气啊 您看 现在天都要黑了 那是不是 可他话音未尽 却听马车边上 传来一道清清冷冷的男生 他睡着了 啊 明星先是真的睡着了 虽然没打小呼噜 却是坐着睡着的 他被海管师 小心翼翼地摇醒的时候 还咪咪地揉了把眼 嗯 到了吗 啊 那个 二小姐啊 是这样的 刚才您说要绕个道是吧 您为什么会这么说呀 是不是 您先先一下坐直了 现在什么时辰了 叙使了 完了完了 我睡过头了 哎呦 你怎么不早点叫醒我啊 要是再早一个时辰 我还能想办法带你们出去 现在没办法了 他说完 左手还飞快地掐了绝 说道 这山中夜里冷 露天休息可不成 这样 只能先去前面的义庄 凑合一夜了 义 什么义 义庄啊 我们在这绕了好几圈了 没见着有义庄啊 那不就是吗 您先先随手一指 海管师一回头 却只看到了一片漆黑 他刚想说那什么也没有啊 然后就发现原本漆黑的地方突然就亮起了一盏灯 有个六七十岁的勾搂小老头正在点灯笼呢 红色的灯笼先是亮了一个之后又亮了一个 一左一右地挂好 这才硬亮了小老头的那张脸 众人一看又是大惊 只见那老者瘦骨临寻 一身束缚 只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 头发花白稀疏 一双眼睛 不 那根本就不是眼睛 就是两个黑洞啊 小老头是个瞎子 可他刚才却熟练地点燃了门口的红灯笼 还端端正正地挂了上去 这怎么可能呢 大家顿感一股良意上头 正惶惶不安呢 那小老头似是有所感应 一偏头冲着海管师看了一眼 对 就算他根本没有眼睛 但大家都知道他看了过来 海管师瞬间似被冻住了 大气也不敢出一声 他瑟瑟缩缩地收回目光 再也不敢与之对视 那小老头这时也收回了目光 之后仿佛什么人也没看见一般 转身便进了庄子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再下集等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七集 碰的一声 一桩的大门被重重地关上了 海管是头皮发麻 只觉得刚才那一幕剩人的紧 他不敢在此逗留 拍马就要继续赶路 结果 马儿怎么也不肯走 这畜生是怎么了 快走 快走啊 海管是急得满头大汗呢 一边一边抽在马匹的身上 可无论他怎么抽 那马儿就是不肯再向前一步 只烦躁地来回夺着步 别的随从还没看出什么 但十三和娃娃脸看得分明 那马儿是在害怕 他们沙场征战多年 很清楚马儿的脾性 娃娃脸这时已经说话了 十三哥 前面应该有东西 你看那马的反应 就跟遇到了洪水猛兽似的 十三点头 但并不言语 这时 旁边马车里 又传出来凝鲜鲜的声音 腰下雨了 这山里凉 要是不经意装的话 淋一晚上雨 大家都会冻死的 娃娃脸刚想说 淋个雨而已 他们在战场淋得多了 三天三夜都不会冻死 可他话还没出口呢 天空中突然变闪雷鸣 暴雨倾盆 只在一刻 甚至没给他们任何反应机会 所有的人都被淋成了个落汤机 而合着雨水砸下来的 还有指头大小的冰疙瘩 冰雹 这不是刚刚才入下吗 不过很快的 大家就顾不上想这些有的没的了 因为是真的冷啊 等到他们绝对相信 不用一个晚上 只要临半夜 大家都能在这山脚下被冻成人棍 管事啊 不能走了 先进一桩躲躲雨吧 还管事冻得牙关直打架 一边哆嗦 一边点头 小石头其实也有点怕 但实在是冷的受不了了 但他去了又回了 然后也牙关打架的说 阿管事 那手庄人 说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小石头继续哆嗦 他说 一桩里 不留外人 还说是 是为了我们好好 这话 已经很明显了 毕竟 一桩是什么地方 说白了吧 就是专门停放死的不明不白 或者是含冤之死人棺木的房子 正常的人 肯定是不会来这儿结束的 但他们现在 还有别的选择吗 所以 海管事只能硬着头皮 亲自出马 可惜 他去了也是一样的 手庄人 只有一句话 不行就是不行 你们赶紧走 不然 就算我放了你们进来 晚上要是出了什么事 我可不负责 不要你负责 不行 就在这时 一个清清甜甜的女生 突然插了进来 可是大爷 你要是再不开门 隔日 这一桩里 可就要多天拾起副棺木了 我瞧着您这地方也不算大 还撞得下吗 手庄人和其他人都无语了 不是 在这种气氛下 就别说这么吓人的话了 好吧 可宁仙仙呢 无视这四周 几近凝固的空气 自顾的诱导 大爷 我们不白计 给银子的 你要多少 开个价吧 手庄人不说话 宁仙仙变成海管事 挫了挫手指 比划了一下 能给多少银子的意思 海管事果断的道 五两银子 不 十两 只要你放我们进去 我出十两银子 不用银子 但是 我小老二有言在先 趁你们进来也可以 后果自负 生死自乱 后果自负还好说呀 生死自乱 确实实实在在的 吓到了不少人 海管事正要犯怂 却听宁仙仙果断的 好好好 付付 我们自己付 开门吧 大爷 四十没想到 他都这么说了 也没吓走宁仙仙 那手庄人犹豫了几句 最后 长长的叹了口气 随你们吧 紧跟着 只听吱鸦一声 一桩的门 终于开了 但只开了半事 从那半开的门缝里 透出来里面 有微红的光亮照出来 可一时间 确实谁也不敢 再向前一步 海管事推了把 身边的小石头 你 你先 海 海管事 我 哎呦 他怕字一声 还不及出口 屁股上就挨了一脚 人也站不稳地 向前一扑 直接扑开了 异状的门 小石头没站稳 直接趴到了地上 他正要抬头呢 却听身后的一个 家丁骇人叫道 眼睛 眼睛 有红红的眼睛 看着小石头 此言一出 所有的人都惊得寒毛直立 小石头 更是跟块真石头一般 死死地贴在地上 浑身发抖 再也不敢抬头 这里面有关 我不要拒绝 我不要 那家丁被吓得失了痴 一边叫 一边发足狂奔 几乎在同时 宁仙仙瘦小的山羊 突然飞窜而出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冲向了那个家丁 别跑 你别危险 可他越是这样 那家丁跑得越快 眼看着马上就要奔入黑暗了 彻底消失在众人眼前 宁仙仙急得一把砖 就直接扔了出去 收起砖落 那家丁啊的一声惨叫 接下来就直接扑死在地上 只有静气没有啥出气了 宁仙仙轻呼了一口气后 还抹了一把额头上 本就没有的汗 好险好险 再晚一点 可就拉不及了 众人刚想说 你都快把人一砖头送走了 怎么还敢说这样的话呀 却见那家丁倒地的正前方 突然闪过了五六只 闪着绿光的小顶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再下期的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 八点 转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八集 眼镜 绿色的眼镜 又有人惨叫一声 但也只是叫了一声 嘴上就被宁仙仙塞了个土豆 他误语的 他误语的 叫什么叫 柴狼而已又不是鬼 众人奇迹沉默了 但谁也没有觉得 在这样的黑暗雨夜 遇到三头柴狼 能比遇到鬼要好多少 这有宁仙仙仙一脸淡定 还伸手扯扯身边的人 十位大哥 你眼睛这么好看 想来伸手也是极好的 能不能拜托你 帮我把那个人给带回来 十三并不说话 只一双轻目淋淋 静静落在宁仙仙 抓着他衣袖的小手上 他身边的娃娃脸 却抗议道 你怎么自己不去 我扛不动啊 再说了 男女受受不轻 是为大哥说的 十三还是没有说话 但却给身边的娃娃脸 递了个眼神 娃娃脸百般不怨 但还是在责了一声之后 飞快地 把那家丁给扛了回来 而最让娃娃脸 世卫感到惊奇的是 他在靠近了家丁之后 确实看到 有三头豺狼 守在了黑暗里 可那些畜生 却像是在害怕着什么一般 只安静等待 他们的猎物走入黑暗 并没有主动进入光亮处 吃掉垂涎已久的猎物的意思 那真的是豺狼吗 为什么没咬我 把人扔给海管师之后 娃娃脸 似是在对十三说话 实则呢 是在问宁仙仙 是啊 不过都是死狼 所以他们呢 不敢靠近光亮 只能等活人走进黑暗 自投罗网 什么 他轻飘飘的一句话 吓得海管师 直接跳了起来 你说死 死的 死的 为什么还能动啊 还能吃人呢 这个等会再跟你解释 先进一桩吧 这雨势越来越大了 动病了可不好 还有他 宁仙仙 指了指 被自己一板砖杂晕之后 脑瓜子一直在冒血的家丁 得先给他止血 不然真死了 会变鬼的 海管师心想 不是 你在这样的夜里 说这样的话 真的不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妥吗 想吓死谁啊 宁仙仙是真的冤 他谁也不想吓唬 只是实话实说罢了 但是 他的实话下的所有的人 都机灵灵的打起了抖 这其中抖得最厉害的 就是一直趴在地上 头也不敢抬的小石头 从刚才被海管师 踢进门之后啊 小石头啊 就一直保持着 这个趴地的姿势 依附我什么也看不见 什么也听不见 什么也没有做的态度 也是个狠人 喂 起来吧 小石头 没有眼睛在看你 宁仙仙叫他 小石头把脸埋得更深了 不不不 我不信 那行吧 你继续趴 我先进去了 说近就近 宁仙仙直接推开了 另外板上门 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 海管师虽然心里也害怕呀 但见主子都进门了 也指的跟了进去 不过 他这一进门啊 立刻又开始抖 那 那 那是什么呀 哎 别大惊小怪的 看不出来吗 那就是两个红灯了 门口也挂着两个不是吗 海管师指了指令外一遍 不是 不是 我是说 中庭摆放的那些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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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棺材吗 是啊 宁仙仙却的 可这不是益庄吗 本就是寄放棺旧的地方 没有棺材才奇怪吧 海管师一烟 竟有些无言以对了 他不是不知道益庄 是什么地方 但在他的认知里 一般来说 益庄里停放的 大多是死得不明不白 又无亲无故 还无人打理的尸身呢 一下子看到这么多 他能不害怕吗 但怎么说呢 这原本应该是一个很吓人的情况 可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听宁仙仙这么对了几句之后啊 海管师竟也真的觉得 自己是有些大惊小怪了 可益庄他也算见识过不少了 这么破旧的 到处漏风的 连瓦都掉了一半的 还到处截着蜘蛛网的 他还真是头一回见的 而且 这里的氛围也很是诡异 那两个红灯笼上面的花纹 像是人的眼睛就罢了 十几幅棺墨的摆放位置 也很奇怪 明明有手装人 又跟个没人管的破庙似的 此时还下着雨 更显得一桩内 更加的阴风阵阵了 有人下意识地抱紧了双臂 哎呀 我怎么觉得 这里头比外头还冷啊 还真不是错觉 大家都这么觉得 只有十三和慕容宇 也就是娃娃脸 身态自若 毕竟都是从战场上下来的人 那要是怕鬼 也别再上阵杀敌了 不过 慕容宇也压低了声音档 十三哥 这确实有点不对劲 十三不语 一双锐利的眸瞳轻转 又淡淡冷冷地 落在宁仙仙的身上 几乎在她目光 触及小丫头的后背的时候 她突然似有感应地 扭过头来 小丫头冲她弯眸笑了笑 那一笑 宛如天上飘来的云朵 又如黑暗中 绽放的一缕明光 美好如弯月 似雪荣于青川 竟是甜极了 对上她纯真无害的目光 十三微微一正 竟看得有些出了神 那个 短期已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九集 宁仙仙却在灿然一笑之后 十分干脆地回过头去 就在这一时 一桩内某个还亮着的灯火房门 突然吱压一声 打开了一道缝 大家寻着声音忘了过去 就听手中人 根本不露脸 只用沙哑如破裸的嗓子等 是你们自己要进来的 要睡就赶紧睡 万一不要睁眼 听到什么也不要睁眼 否则出了什么事 别怨我小老二没有提醒你们 不要敲我门 不要来烦我 什么也别问 住一晚上就走吧 我 最好现在就走 马上走 大爷 我们 宁仙仙才刚开了个口 砰的一声 手装人已经狠狠地甩上了门 那砰的一声门响 还抖得墙皮都落了一尘灰 碰了一鼻子灰的宁仙仙 只好尴尬地众大家笑 那咱们就自便吧 自便 小石头都快哭了 他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 从地上爬起来的 兴许是看着人多 觉得自己一人趴在那更害怕 可他刚一过来 就听到手装人这么说 顿时又给吓尿了 他抖着腿 雨带哭腔 哎呦 自什么便呢 二小姐 我看这不安全 还是出去吧 大不了 咱们今晚不睡了 二小姐 你还可以睡在马车上啊 宁仙仙点头 然后说 可是外面有豺狼 小石头 又有人说了 豺狼也不怕了 总比鬼好吧 鬼吃不吃人不好说 那柴狼肯定是吃的 这人野牙活了 总之 最后就是大家哆哆嗦嗦的 但还是决定留下来凑合一碗 那之后啊 明星先从他包袱里 掏出一瓶药粉 给那个一板砖杂运的家丁上了药 不远处 十三一直在看他 也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药 但见那药粉 只是撒上去薄薄的一层 那家丁的头上就立马不流血了 这个在十三看来是基本不可能的 还有什么伤药能比军用的要好啊 他还注意到了 明星先似乎一直在念叨着什么 他声音极小 听不太清楚 但十三听起来却感觉是什么咒语 先先给那家丁上好的药 还一直下着的雨 这时也停了 他收好药粉 抬头看脸天空 又竖尔听了听一桩外的动静 十三看着他 也下意识地做了一样的动作 他的五感敏锐于常人 所以 普通人听不分明的东西 他却能听得清清楚楚 他听到门外依旧狂宫暴雨 门内这一方小小的天地 竟出奇的安静 这地方确实是有问题的 与十三不同 明星先毕竟是个神棍嘛 在这方面的知识呢 自然懂得比普通人要多 他轻连连的目光 在一桩内缩了一转 最后停在那十几口 又旧又破的棺材上 他站了起来 海管是立刻惊恐 这个 二小姐 你 你又我要干嘛 这个又字 就用得很是灵性啊 明星先不以为意 随口道 哦 没事 你们休息吧 我去看看他们 哎 他 他们是谁啊 海管是都下街巴了 明星先直直走向那十几幅棺材 很好 海管是现在是一点都不想知道 他们是谁了 十三的目光这时又投了过来 他脸上还是一副冷冷淡淡的表情 只是眼底的波光 见而锐利 雨停了 地上有些积水 明星先走得不快 一路还避开了好几处大滩积水的地方 总算走到棺木前的时候 他左眼一黑 就发现了这些棺木的异样 棺木破久自是不提的 有好几幅还破了洞 正往地上滴着 也不知道混了什么不明液体的水 那污水粒粒 很快在地面上 积成了一个小水洼 此刻 若是有人能自上而下地 看看那水洼里的倒影 就能清楚地看见 那里面倒映着的是一双双眼睛 纯黑色的 完全没有眼白的眼睛 明星先其实看见了 他左眼天生异常 打小啊 就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但他全当没看见 也仿佛完全没有察觉到危险 他先是对着棺木 规规矩矩地拜了拜 直起身来的时候 又软乎乎地道 各位居士 此地山师雨多 你们的棺木破旧 想是支撑不了多久 若是不嫌弃的话 我来帮你们修一修吧 这居士的叫法 一般是出家人 对在家信道 或者信佛之人的范称 亦是有德才 而隐居不适 或者未适的隐士 以及文人雅士的自称 宁仙先不认识这些棺木里的人 也不知道如何称呼才算是客气 干脆呢 就统一叫了居士 可能要费时一些 各位居士耐心点 带我去取工具 宁仙先说吧 又叫了一声 小白 喵的一声 就见那只平时总是神出鬼没的白猫 这时居然极为懂事地 吊着宁仙先那个青蓝色的小包袱 朝它跑了过去 小石头惊了 我去 这猫是沉浸了呀 居然还能听懂人话 其他的家丁也跟着嘖嘖称奇 难道不应该惊叹 他咬着个比自个儿还大的包袱 还能连蹦带跳吗 只有十三 略略闪了闪眸光 他下意识地看向了宁仙先之前放包袱的地方 那只和白猫总是在一起的花母鸡 不见了 他眉头微微一动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十集 那边 宁仙仙园打开了包袱 熟练地从里头取出了鲁班驰 磨豆 锤子 鞘子 豹子 钻子 总之就是一整套的木匠行头 然后呢 他就开始整活了 海管是一行都傻了 真的 就很离谱 他在来接人之前呢 就听说了这位仙仙小姐出生之后 寂予不凡 养在道观 所以也没学到什么好本事 从小就跟着师傅到处的招摇撞骗 是个半吊子的小神棍 可是 这木工活儿什么时候成了神棍的技能之一了 海管是茫然呢 宁府跟来的家丁们也跟着他一起茫然 十三这时的目光已经重新聚集在宁仙仙的身上 看了他一会儿之后 他突然轻声对身边的娃娃脸吩咐到 外面那三只狼 去处理一下 慕容于撇了撇嘴 不大乐意的样子 不过 既是十三哥的吩咐 他不情不愿 却还是老老实实的去了 他身手极好 只轻轻一愿 便纵身消失在了驿庄中 出了驿庄 慕容于先是正了正 一讲之隔 驿庄内安宁平和 驿庄外竟是风雨大作 他不要望了望漆黑的天幕 又回头望了望驿庄 就在这时 他耳畔传了一阵奇怪的声音 咯唧咯唧的 就像是骨头被嚼碎的声音 要说慕容于虽然年纪小 那胆子其实是极大的 平时也不怕鬼 但这样的夜晚里 听到这样的声音 还是令他毛骨悚然 强忍着内心的恐惧 慕容于寻声找去 雨夜没有月光 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中 他却依稀看见了一团 花花绿绿的光影 碰碰是心跳到急速的声音 慕容于咽了咽口水 一边默念着阿弥陀佛 一边小步小步的 向那团光影挪了过去 终于 他看见了那团 花绿胡哨的发光雾 居然是一只 长着无彩羽毛的巨鸟 之前听到的 咯唧咯唧的声音 就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 真的是在嚼骨头 巨鸟一边嚼着 还一边说 嗯 真想 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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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鸟还是人 还是鸟人呢 慕容于的脑子里 混乱的闪过多个念头 他想跑 也真的这么做了 只是转身时 脚底一沉 咔嚓一声 直接踩断了树枝 巨鸟纹身扭头 长长的绘部 外露出柴狼血肉 模糊的半边身子 慕容于双眸俱张 他拔腿就跑 发足狂奔 然后他绊到了树根 重重铺跌在地的时候 额头直接磕到块大石头 然后磕晕了 巨鸟嚼弯的豺狼 肚子已经饱了 打了个宝根 他顺手扯下根藤条 剃着牙 懒洋洋的 朝着慕容于走了过去 走得近了 吃笑一声 小样 居然给吓晕了 真没用 说吧 还伸脚踢了踢慕容于的屁股 没反应 弱小的烦人 反正他叫过了 叫不醒可不关他的事啊 巨鸟一扭身 拖着长长的五彩尾羽 就朝义庄走了过去 只是每走一步 他巨大的身形就缩小一寸 直到走至义庄的门口 先前的五彩巨鸟 已是彻底缩成了母鸡般大响 之后 他扑乱着翅膀 笨拙地从墙头飞了进去 这一幕 刚好又被十三看见了 他目光警惕地 在那只花母鸡身上定了定 不知为何 心头突生异样 慕容于那小子怎么还没回来 我会出事了 我知语 以他的身手 三头狼都打不过 还要他何用 但是那丫头说过 那些都是死物 难道 十三坐不住了 起身 趁着无人注意 飞快走至墙角 只一跃 便轻轻松松地翻出了一桩 花母鸡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懒洋洋地看了一眼 之后就地一蹲 鸡头一点一点地 直接打起了瞌水 十三跃出墙外 身形如电 熏如猎豹 很快就彻底引入了夜色之中 慕容于摔晕的地方 离一桩不远 十三并没有飞多长时间 就把人找到了 只不过 外头一直下着雨 此刻的慕容于全身上下 没有一块地方是干的 十三试图叫醒他 让他自己敢走回去 奈何怎么叫都叫不醒 只好亲自把晕得死死的慕容于 给扛了回来 这会儿 宁仙仙呢 已经修补好 艺壮里所有的棺材了 没人知道他是打哪儿 变出一只香炉来的 还顺手摸了三炷香 在那里虔诚地祭拜呢 各位居士 棺木虽然修好了 但也不能长久 但请各位居士放心 相逢极是缘分 只要各位高抬贵手 待我顺利抵经 就让我的阁老大哥出银子 将各位好上安葬 再办个法事 祝各位早登极乐 说吧 他闭眼三拜 几乎在他拜完的同时 棺木下方的小水洼里 那倒映着的漆黑眼瞳 便缓缓地消失了 这时 冷口传来开门的动静 所有的人 都下意识地扭头看了过去 仙仙也侧头望了一眼 竟看见十三 扛着一身试水的娃娃脸回来了 他立刻收好工具 抱着包袱就飞奔了过来 怎么了怎么了 他怎么了 他怎么了 没事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期等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十一集 十三不欲多做解释 宁仙仙却一伸手 搭向了慕容宇 十三不知他意欲何为 下意识地伸手一挡 仙仙本该搭在慕容宇 卖上的小手 就直接搭在了 十三的手背上 他愣了愣 下意识地就来了一句 你手好大呀 十三面皮发烧 恶狠狠地瞪着 他一眼 小丫头立刻感觉 他身周杀气暴涨 吓得他赶紧收回了 自己的小爪状 那个 我又不是故意摸你的 就是想帮他好好卖 是你自己伸手过来挡的 十三挑眉 你还会治病 没办法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 为了讨生活 什么本事都得会打不睡 十三并非不信任 他的医术 毕竟方才已经亲眼看见 他帮那个家丁止血 但浩迈这种事 必须要摸到手腕啊 他一个姑娘家家的 如何能随意摸男人的手啊 十三冷脸拒绝 不必了 他只是淋了些雨 睡一觉便好 哦 行吧 宁仙仙也不抢人所难 转身就去撸他的猫了 十三则在这时 一掌拍在慕容宇的后背上 只用内力 就在请客间 睁干了他身上的湿衣上 宁仙仙在一边都看傻了 虽然吧 他花里胡哨的本事学了一堆 但这个真不会呀 他一脸惊艳 还情不自禁地伸出了小手 用力地拍着 好棒 好厉害 十三哥哥 你好厉害啊 十三很无语啊 普通操作而已 大可不必如此夸张啊 这时 海管师也凑了过来 他虽然和十三并不怎么熟悉 但对方毕竟是将军府派来的人呢 他也担心会出事 必然得过来关心两句 哎呀 慕容师妹 怎么会搞成这样啊 不过 他好好的为何会在艺庄外面啊 十三冷漠 出宫 十三哥 你怎么能这样 会败坏我名声的 海管师尴尬地微笑 嘴里一边说着 哦 原来如此 哎 原来如此啊 目光却不由瞥向了不远处 艺庄内的茅房 鬼才细腻了 艺庄内明明有茅房 却非要跑到大雨里出宫 脑子是有那个大病嘛 可是 等等 海管师突然发现了一个惊恐的事实 雨不是停了吗 慕容师妹为何一身是水呢 不敢再声响了 海管师瞬间又是面如菜色 之后 他什么也不敢再问 什么也不敢再说 就油魂一般地飘回了家丁最多的地方 听说呀 人多的地方阳气旺 鬼呢 就不太敢近身了 夜里 慕容宇发起了高烧 发烧不说 他还说胡话 嘴里一直嚷嚷着 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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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一只鸟 吃狼了 吃狼了 别追我 他还磨牙 磨得唧唧唧地响 那一会儿十三还没睡着 他这一吵 就更加不用睡了 偏偏慕容宇呢 平时身体好的 更能打老虎似的 但这一次却烧得全身都在发抖 十三拧了眉头 正犹豫着 是不是找点干草 给他盖上的时候 宁仙仙又款着 他的小包袱过来了 多快了吧 十三不说话 只默默地看着 面前的小丫头 宁仙仙像是没有注意到 他的目光 顺手从包袱里 摸出了一黑乌乌的丸子 那丸子有鸡蛋大小 直接就要朝 慕容宇的嘴里塞 十三下意识地 又要伸手去挡 欣欣就跟后脑 长了眼睛似的说 他烧得太厉害了 不吃药会烧成傻子的 傻子 战场的条件轻苦 就算有军医跟随着 也不是没有士兵重伤之后 高烧而烧坏脑子 虽不至于全都烧成傻子吧 但烧哑了 烧瞎了 甚至是烧成瘫痪的 都有不少 别人就算了 慕容宇的话 不管是傻了 还是残了 十三都不愿看见 他一愣神的功夫 宁仙仙就趁机将药丸 朝前一送 飞快地塞进了 慕容宇的嘴里 他那丸子太大了下不去 他还用力地拍了一巴掌 硬是强行给拍下去了 十三 算了 吃都吃了 还能抠出来咋的 但十三还是小心地观察了一下 慕容宇的脸色 主要是怕他没烧死 倒给噎死 好在 慕容宇还是命大的 没噎死 还悠然转醒了 他睁眼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伸着舌头 呸呸呸地吐了半天 呸呸呸呸 什么呀 我嘴里这是什么味儿啊 仙仙直接跳开了老远 生怕他真吐出来什么 弄脏他的鞋子 好在呢 慕容宇真的只是干呕 什么也没吐出来 不过 十三却注意到 他脸色明显好了许多 看起来啊 似乎也不烧了 这么有效果吗 仙仙看了他一眼 嗯 烧退了 那我就睡了 你 十三突然开口问他 你睡哪儿 仙仙抬手一指 一桩架着棺材的空地上 不知何时多了个草垛子 边上还生了火 火堆边上蹲着一只花母鸡 还有那只眯着眼 正在打顿的猫 你睡那儿 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 男女受受不轻啊 不是你说的吗 十三先是沉默 默了又问 你 不怕 怕什么 鬼妈 小丫头毫不忌讳地说出了这个字 几乎在同时 他立刻听到了鹰的一声 是小石头的声音 他本就胆小 这会儿更是怕得要死啊 根本不敢闭眼睡 结果醒着 就听到了仙仙跟十三的对话 顿时又抖了起来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再下集的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十二集 鲜线的目光在小石头身上打了一转 这才扭回来笑着对十三说 怕什么 我可是在道观里长大的 那些东西见多了 他们也没什么好怕的 死掉之前不都是人吗 十三无语 虽然觉得他说的都是歪理吧 但又觉得这个歪理很有道理是做魔非三 总之 仙仙说完一笑 款着小包袱又要走 这时慕容宇又叫住了他 等等 外面的狼是怎么回事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嗯 仙仙装作听不懂的样子 慕容宇还很难受 他脸色白白的 说话都没什么力气 我刚才想出去 解决那几头狼 却看到了一只巨大的五彩斑斓的巨鸟 他把那些狼都吃了 嚼着骨头嘎嘎的响 嗯 慕容宇立刻追问 啊什么啊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的 对不对 宁仙仙索性就认了 是啊 我知道你中了瘴气嘛 啥玩意儿啊 宁仙仙一本正经的 然后开始胡说八道 山中瘴气重啊 出太阳的时候还好 空气好 瘴气淡 可下雨起雾的时候 瘴气不散就容易让人中毒 所以啊 你是中了毒 看到的全部都是幻觉 慕容宇激动的直垂地啊 不可能 是不是幻觉我分得清楚 宁仙仙一脸无辜 可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看 你中了瘴气之后 就晕倒了不是 晕完了还发高烧 说胡话 要不是我刚才给你吃了解毒的丸子 你现在早就烧成傻子了 不信 你问他 十三不说话 这一双脖唇 紧紧抿成了一条线 你才烧成傻子 啊 不对 原来是你 慕容宇急得又要跳起来 可他两条腿呢 现在软得跟棉花似的 使不上劲 只能蠕动了一下 继续垂地 我说我嘴里的味道怪怪的 原来是你给我吃了奇怪的东西 什么奇怪的东西啊 那就清毒丸 白给你吃都没收钱 你还敢嫌弃 有没有良心啊你 我不信 我肯定没产生幻觉 宁仙仙一指门外 那你敢不敢再出去趟 再淋一次雨 再晕一次 回来看你发不发烧 说不说胡话 慕容宇立刻就跟被掐了嗓子的鸡似的 不打名了 他不敢 见着炸毛的娃娃脸 终于老实了 宁仙仙摆摆手 行了 好好休息吧 我去睡了 说吧 他转身就回到了草垛处 然后慕容宇就眼睁睁地看着他 在一堆棺材中央 大大方方地躺了下去 顿时 他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十三哥 你看他 他疯了吗 什么多地方不睡 还要睡在那些棺材中央 十三依旧闽唇不语 只是那双漂亮的黑眸 却沉了又沉 上半夜的时候 大家全都没睡着 主要是怕的 毕竟睡在这样的地方 就算是人多 心里也是犯处啊 可下半夜的时候 一阵冷风突地刮了过来 抚面般一个个卷过大家的脸 扑多时 所有的人都陆陆续续地 打起了呼噜 十三睡得不沉 常年的行军生涯 让他养成了随时随地 都保持警惕的习惯 他闭着眼睛 长长的雨节飞颤 看似熟睡了 实则还是比一般人睡得要浅 就在这时 那股凉风 也轻轻卷过他的脸 风中传来一个女子 淒淒淒淡 幽怨无比的哭声 哭声中 一桩内的火光 疏然尽灭 至于那两个 长得像人眼的红灯笼 还在微弱地照亮着夜空 十三雨节微颤 人也是彻底惊醒了 黑暗中 他借着暗色睁眼 肉眼就是正前方 棺木间熟睡的宁仙仙 而他身周 此刻高高矮矮地 站着许多的人 每一个都衣着蓝绿 脸色清白 一看 就是鬼呀 十三的毛头猛地一缩 手刚扶在腰侧的佩刀之上 却听那群鬼的中央 一个好听的女生 笑着问道 就是他吗 小鸭的手还挺巧 对 是他 刚才我亲眼看见他 手脚麻利得很 修得可快了 是修得不错啊 那你们看怎么着啊 哎呀 好久没吓人了 本想吓吓他们的 不过 看在这丫头 给咱们修了房子的份上 要不 算了吧 啊 哎 可是 咱们都好久没吓人了 错过了这一次 下回还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也是啊 要不 咱们吓吓其他人去 就不吓他了 啊 那也 也行吧 众鬼像是商议出了结果 正要各自散开去吓人 其中那个说 看着宁仙仙修棺材的女鬼又当 等等 这丫头刚才还说了 要是我们高抬贵手 放他们顺利底精 就让他的阁老大哥出银子 将我们好生安葬了 还会办个法事 祝我们早登极乐 真的 他这么说了 我亲耳听到的 不能错 对对对 我也听到了 所以啊 咱们要不别吓他们了 要是吓完了 他觉得我们没有高抬贵手 不找人帮咱们下葬怎么办啊 那个 短期已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期等你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的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十三集 众鬼还在犹豫 这时一只小鬼笑嘻嘻地拱了进来 牵过其中一个女鬼的手 娘 您看 海儿有新衣裳了 女鬼一看 可不嘛 大家都穿着破烂衣衫 只有这个小女娃穿着一件漂亮的粉色衣裙 可爱极了 二牙 你哪来的新衣裳啊 那还有好多呢 海儿数了数 大家每人都有呢 还有金元宝 小女娃鬼笑眯眯地从怀里摸出一个大元宝 给大家看 好家伙 众鬼立刻转移了阵线 齐刷刷地飘向了方才被他们吹灭的火堆旁 果然 火堆之上 叠得整整齐齐的许多套新衣服 前每一套新衣上都放了一个大元宝 就像是特意为他们准备的一般 真有啊 是只小丫头烧给我们的 必须是 要不这可是纸衣 生人又穿不了 只能给鬼穿啊 我数了数 新衣刚好一人一套 不多也不少 连小娃娃也准备了 算她有心 还一人孝敬一个大元宝 真不错真不错啊 一水的赞叹声中 大家开心地换好了新衣服 每一套合身又得体 瞬间 那群叫花子般的野鬼们 就仿佛变回了他们生前体面的模样 哎呀 这十几年了 还以为这辈子就得这么野下去了呢 哟 这衣裳的料子 比我生前穿的还舒服啊 哎呀 这元宝也是啊 这小姑娘手巧啊 叠出来的元宝 又正又饱满 据说这样的元宝 在地府孝敬黑白无常 很是管用 众鬼又是你一言我一语 多是感慨 也是感激 后来一堆花花绿绿的鬼 围着宁仙仙指指点点 现在这么一看呢 咱们好服务相够 是啊 你看他长得真俊 这以后啊 一定能嫁个好人家 哎呦 心还好 好人又好抱 那 要不咱 不吓他们了 不吓了吧 十好几年也没遇上一个冤大头 又给咱们修房子 又给咱们烧礼衣服送元宝的 万一他真的说话算话 等到了京城 还给咱们下奏办法事的话 咱们也算是熬到头了 行吧 那就不吓他了吧 之后 众鬼就散了 各回各关 各找各骂 十三 他是谁 他看见了什么 莫不是他也装了山中瘴气 产生幻觉了 十三一晚上都没能再睡 不是不敢 是完全睡不着啊 他时不时地闭着眼睛 时不时地偷看眼宁仙仙 小姑娘这会儿 已经从之前正正经经地平躺 然后滚成了侧卧 然后是趴睡 到现在呢 趴睡着还不算 两条腿还反勾着翘起 那个睡姿啊 简直绝了 十三盯着他销魂的睡姿好一会儿 突然又看见小姑娘身边的草垛 冻了一下 那只花母鸡 从草垛里钻了出来 之后抖了抖身上的杂草 迈着从容不迫的步子 行之一桩的正中央 然后提气挺胸 十三一脸问号 那不是是母鸡吗 聘鸡私沉 关键 他那名打得还真像那么回事 十三就在那魔幻的心情里 看着大家陆续起来 宁仙仙也醒了 不过不是鸡叫醒的 而是他那只白猫 突然一遇而起 直接自由落体 砸在了他脸上 这很窒息啊 十三惊地坐着起来 宁仙仙闷哼一声 一把将脸上的猫 给撕了下来 跟你说了多少回来 小白 能不能不要这么砸我的脸 我鼻子都被你砸得快跟眼睛一般平了 好不好 他从草垛里坐起 脸蛋上留着一个粉红的猫爪印 头顶上还顶着几根枯草 形象就跟那卖身脏腹的插不离 不行 明天就给你减肺 不给吃小鱼干 白猫像是不服气 翻了他一个大大的白眼 十三此刻也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了 慕容宇则是嫌弃的泽了一声 十三哥 他不行 真不行 我想象不出来咱们府上 怎么能要这么一个当家主母 会让人瞧不起的了 十三闭唇不语 像是心情也极其复杂的样子 这时 手装然睡的屋子 吱压一声清响 门 又被拉开了一条缝 手装然姓丁 合称丁老儿 他出门的时候 本能地私下看了一眼 其实他是个瞎子 根本什么也看不见 可也不知道是不是守着一桩多年 自己本身也和旁的人不一样了 所以 他眼睛看不见了 心却能看见一些 只是 他原以为会像以往那般 看到一地吓破胆的路过之人 不曾想 却见大家都还好好的 分毫未伤的模样 丁老儿心头疑了一声 不对呀 装理这些厉鬼凶的很 好不容易遇到这么一伙人 怎么没下手啊 疑惑间 他缓缓拉开了门 那时 天已大亮 丁老儿出来的时候 众人皆都看清了他的脸 是一个干枯瘦小的小老头 头发花白又稀疏 只随意地在头上盘了个计 发丝都是凌乱不堪的 两眼处 确实是两个空空的洞 那个 本集已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十四集 一把扔开手里的猫 宁仙仙顶着一头枯草 就奔向了手装人 丁爷爷 您起床了 丁老儿愣了呢 你 你怎知 小老儿我姓丁啊 仙仙甜甜一笑 我猜的 没想到一猜就猜对了 丁老儿 当他是个老傻子吗 不过 若说昨夜 他们坚持竞装的行为 在丁老儿看来 是执意作死的话 那么今日 丁老儿对这群人的印象 已然改观了 这群人里 必有高手 丁老儿空洞了双眼 在所有人身上转了一圈 最后落在了 气宇轩昂的十三身上 没办法 他太显眼了 丁老儿从未想过 就算他没了双眼 也能如此清楚地感受到 什么叫做 鹤立鸡群 越过宁仙仙 丁老儿直直走向了 十三的方向 他恭恭敬敬地一拱手 大人 既然昨夜 您与他们和平共处 相安无事 那尽早 还是尽早离去吧 你为何与我说这些 他们 又指何人 大人 大人 您不是昨夜 与他们私斗一夜 怎的 还要问我 他们是何人 他这一问 所有人的视线 都转向了十三 包括慕容宇 他震惊地看着他的 十三哥 你昨晚干什么了 我怎么不知道 并没有 十三很诚实地 看向丁老儿 我什么也没做 丁老儿拿空洞的 双眼对着他 不可能 他们怎么可能 什么也不做 就放过你们 以往哪一次 不是闹得翻天覆地的 丁老儿说漏了嘴 赶紧停了口 但后来想想 事已至此 索性啊 也就不瞒了 他直接一指那些 横七竖八排列的棺材的 其实啊 他们都没走 一直在这 毕竟 这庄子原本就是 他们生前的家 只这一句 十三倒是面色无波 无甚反应 海管师和那些家丁们 则全都吓坏了 什么 这真有鬼啊 还这么多 海管师自己也是怕的 但还是吼的 吵吵什么呀 天都亮了 你还怕个懒呀 那咱们还等什么 赶紧走吧 海管师 要不然到时候晚上 他们出来了 昨夜不害我们 不代表今夜不害吧 我好怕怕 你给我正常点啊 是不是个爷们了 我是爷们 我也怕鬼啊 不只是小石头 大家都在怕 丁老儿看着众人的反应 心知 昨夜应当是真的 无事发生的 他嘴里南南 不敢置信 不能啊 真的不能啊 有他们闹腾的可狠了 哪一次来接送的 不是被吓掉了魂 就是活光被吓死 这会单单对你们例外 他说着 又试探性的问 大人 您身上是有法器法宝吗 证魂驱鬼的那种 没有 那为何 这时 小石头又弱弱地举起了手 有没有可能 是因为我们二小姐 帮着修了他们的破棺材 什么 修什么棺材 丁老儿震惊之余 空洞的双目 下意识地看向了百观之处 果然 他感应到所有的破损棺材 全都修好了 啊 这 丁老儿无目地双眼 这时总算从十三的身上 挪到了宁仙仙的身上 这会儿 宁仙仙正拿这个小铜镜 在罩着摘头上的草 总之 他那个模样 完全和大师高人什么的 扇不上半点边 但丁老儿看不见了 虽然也不会以貌取人 他小心翼翼地问他 小姐 敢问昨夜 可是您出的手 有草根 缠在头发丝里 宁仙仙半天摘不下 正在纠缠中呢 听到丁老儿的话 他只随意地摆了摆手 没啥没啥 我就是帮着修了个棺材 烧了点元宝和新衣裳给他们 想来啊 他们当时极满意的 所以昨夜就没再闹我们了 就这样 丁老儿还是不敢相信 可是以往那些 想再次留宿的路人 也不是没有人这么做过 还是被吓得不轻啊 那兴许是因为 我还对他们许诺了吧 只这一句 丁老儿吓了一大跳 啊 这怎么敢啊 小姐 这鬼神许诺 可是大忌 您到底对他们说什么了 也没什么了 就是跟他们说 若我们能顺利抵经 就让我的老大哥出银子 将他们全都下葬了 然后呢 再热热闹闹的 给他们办个法事 祝他们早日偷胎转世 一听只是许诺了 这些好办的事 丁老头总算是 长长地输了口气 哎哟 这 这样啊 他们不是什么坏人 您刚才也说了 这本就是他们的家 他们呢 只是守在这 也没有出去 胡乱作恶 吓唬外人 都算是凉鬼 小姐 您似乎 很懂这方面的事情啊 那是因为我师父是 宁仙仙刚想 报出他师父的名号 袁洪 但转眼又想起 那欠了一万两的银钱 这万一师父 还欠了别家的钱呢 他赶紧咽了回去 只含糊地说 我师父是个道士 我从很小就跟着他长大 这些东西 也不敢说很懂 就烈烈地呲等一些 哦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丁老儿说着 语气已经全然变了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 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 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十五集 这时 先先又到 师父说过 十几年前 这儿闹过一阵子匪乱 他们一家 都是那时候死的吧 一家人都没了 连个帮着收尸的都没有 才被安放在此 是也不是 是 是的 可是 他们这样的情况 就算没了后人 地方的官老爷 不也该想着 反而安顿的吗 怎会就将官墓 在此一放 就是十几年 任其腐朽破烂 都不来管 小姐 你有所不知啊 这丁云万 也就是这个家的主人 他年轻的时候 和前任县太爷 结了仇 死后啊 县太爷公报 不不不 不是 反正就是 两个人关系 常年不好 哎 官府啊 也就没给帮着 安排丁家人的 身后之事了 不对吧 以鬼的鬼性而言 若他真是如此 公私不分 他们铁定是要 报复回去的 他这么一说 丁老儿明显表情一僵 之后才神秘兮兮的道 几年前 前任县太爷 突然横死暴毙 七孔流血 大家都说是 是被丁员外 给吓死他 但这事谁也没个证据 说不清楚 丁老儿言至此处 众人都倒吸了口冷气 心中皆都明白 没证据 也只是表面没证据罢了 事实上 那县太爷 肯定就是被这家鬼魂 给害了 但是 大家也不觉得 他有多冤枉 毕竟 那干的 就不叫人事啊 只不过 那新上人的县太爷 为何也不安排 下葬事宜 因为 因为 新任县太爷 他 丁老儿犹豫了一番 最后还是咬咬牙 说了实话 他 他 他啥也不干 成天只知道 吃喝玩乐 不管这些 我猜 他压根不知道 前任县太爷 还给他留了 这么个烂摊子 就没人跟他 提起过这事啊 那谁知道呢 我小老儿啊 也不是官府里 当差的 就是守着这庄子 丁老儿唏嘘着 一脸他就算是知道 也不方便说的样子 哎呀 这几年呐 奇怪的传说多了 大家都不敢靠近这儿 我能守在这儿 十几年 也是因为当年得了丁缘外的恩惠 以心报答他 他们也不会害我 这才能坚持下来 所谓入土为安 他们没有下葬 又无人供奉 常年挨饿受冻的 自然不甘心 不闹腾才怪了 是 是是是 丁老头连连称事 又问他 那 小姐 您说话可得算话呀 小老儿 我是指 您若是能顺利回京 还请一定要派人来 将他们好生安葬 不然 不然我怕他们 闹上京城啊 一定一定 我若不是现在 手头上没有银子 哪还要等到我上京啊 现在就可以 不过 他话还没说完 海管事 已经弱弱地举了手 二小姐 银子 老怒这儿还有 您仙仙立刻眼睛一亮 是吗 还有多少 能够帮他们安葬 和办法式的吗 哎 应该是够的 那感情好啊 你快把银子给丁爷爷 此地我们不便久留 一干事宜 让他看着安排即可 一百两 够了吧 够是够 但不厚 下葬本也要不了多少银子 主要还是做法式什么的 可不敢短了那些大师的好处 说吧 宁仙仙还很专业地转向丁老头 丁爷爷 我给您二百两 您看着用 余下的若还有多的 您就自己收好 全当您手装十多年的酬老 哎哟 可不敢 可不敢啊 使不得 使不得呀 宁仙仙十分豪横啊 没事 我大哥有钱 海管事 感情花的不是您自个儿的钱 就可劲走是吧 不过 一万两都花了 也不多这二百两啊 全当是买个平安吧 若不然 来一趟此地 带回去十几个怨鬼 还不得把人给吓死啊 事情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之后 宁仙仙一行人要走 临走之前 丁老儿主动送了他一把旧蒜盘 那蒜盘不大 只手可握 盘身呢 乃怀目所致 蒜子磕磕如玉石 十分的精巧 仙仙的左眼 生来就与人不同 他只瞥了一眼 他就知道 那算盘里有东西 还不止一个 他微笑拒绝道 这个就不必了 我反正也不会算账 小姐 相逢即使有缘 您还是收下吧 这东西呢 是丁元外家的镇家之宝 说是到了有缘人手中啊 可保富贵盈余 您瓶水相逢 却能这般待他们 想来 我将此物托付于您 丁元外也是愿意的 原本宁仙仙是真的不想要啊 可富贵盈余这四个字 对他来说太有吸引力了 毕竟还欠着一万两银子呢 不是 于是他假意推子不得 最后还是收了 一行人重新上路 仲家丁劫后余生 纷纷凑在一起八卦 宁仙仙坐在马车里听不清楚 就使了个眼色给那只白猫 白猫似是不大情愿 但还是在伸了懒腰之后 咻地一下 窜住了马车 家丁们跟在车后 一边赶路 一边问海管事 管事啊 昨晚的事 您怎么看呢 那个 本集已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再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十六集 海管事这会儿脑子仍旧有点麻 他其实也一直在回味着昨夜的事 起初啊 只是害怕 现在倒是越想越心安了 我能怎么看呀 二小姐是有大本事的人 咱们跟着她 定能顺顺利利回到京城 小石头狗腿地凑了上来 海管事都这么说了 那接下来的行程 定会顺顺利利的 也有的人附和说 是啊是啊 昨夜那般凶险 都能迎刃而及 接下来就算再遇上什么 应该也能逢凶化吉 那人话才刚刚说完 小石头就他头上呼了一下 你这个崽子 什么接下来再遇上什么 就不会说句 接下来什么都遇不上嘛 那人捂着头一脸的委屈 我一想啊 但是 住口 不许说不吉利的话 不说就不说 不过 二小姐真的很厉害啊 先头我还以为 在这种地方长大 爹不养娘不娇的 肯定是个野丫头 万一嫁去了将军府 搞不好 要丢咱们阁老府的人 现在看来 当是不会了 是啊 虽然二小姐啊 看着势不够京城的小姐 文静婉约 但能力出众啊 而且性子也是很好相处的样子 一点也没有架子 小石头心说 二小姐从小就被扔在罐里 从来就没当过主子 当然也不知道怎么断架子了 但这话她知道冒犯 就憋在心里没有说 当是有一个家丁担忧道 只有我担心的是 二小姐就算跟咱们回了京 也会看不上这门亲事吗 怎么能看不上呢 那可是咱 大跃皇城第一战士 当了起一人之下 犯人之上 他一个乡野丫 一时最快 小石头差点又说走了嘴 赶紧改口道 我是说 二小姐能嫁给明将军 那绝对是高攀了 可明将军要是真的吗 京城那么多 达官贵客家的千金 为啥不肯嫁 这 我倒是听说了一些 小石头啊 果然还是最八卦的那一个 什么都知道点 不过 接下来要说的 实在不是什么好话 所以说话之前 他先是瞥脸不远处的马车 这才压地的声音 明将军啊 今年二十有六 却连个通房都没有 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难道 那家丁脑洞大开 惊道 他不行 什么不行啊 你能不能想点震惊的 小石头气得又想 捶他的头了 但最后没有下手 只神秘兮兮地道 我听茶馆里的叔叔先生说 明将军啊 身高八尺 五大三粗的 站起来如同黑熊 他面貌奇丑 可指小儿液体 杀人无数 还喜欢吃人呢 这 吃人 胡扯吧你 明将军为什么要吃人呢 因为他一叉附体 是个天下孤星 好像还长了三个脑袋子 有人不信了 真的假的 这莫不是那些说书先生 夸大其词 小石头却反分 那你说过年的时候 京城的百姓门身贴的都是什么呀 秦琼玉池宫啊 另外一个家丁却道 不不不 我家那边贴的都是明将军 左边是明将军策马杀敌的画像 右边画的 却是明将军 斩妖除魔的模样 而且啊 右边的明将军不是人脸 是鬼脸 不不不 是叶叉脸 啊 那这么说 传闻是真的 那咱这二小姐 这不是良配啊 哎呀 那可不是 若不然这么好的姻缘 怎会落在一个旁之家的树女身上 那家丁嘖嘖的 哎 不是说 这是因为咱们阁老府上 没有其他侍灵的小姐 所以才只能分家一个过计过来 那都是借口 你还真信啊 哪 所以 咱二小姐这算是被 当成炮灰了 家丁们你一言我一语 聊得好不热乎 倒是还管是 这事来了一句 哎 也没你们受的那么玄乎 就算明将军真的丑了些 脾气不好 还可能无法人道 但终归 也不可能吃了新婚妻子吧 这可是皇上赐的婚 他就算是看在皇上的面子上 也是会 也是会忍忍的吧 那是那是 众家丁们纷纷点头 这事也有人瞥见那只白猫 还伸脚赶了赶 白猫冷冷地斜了个眼 之后一甩长尾 跑了 这一头 明仙仙听完白猫的喵喵之后啊 脸如菜色 怪不得 怪不得了呢 我就说这几百年都没有听说过的 葛老大哥为何来接我 原来是想让我去送菜 这个怎么搞 我现在跳车 还来不来得及啊 也是啊 就算跳得了车 一万两银子也能压死我 所以 再来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这时 骑马在侧的十三 听见车内的动静 心想 他哭了 十三毕竟是个闷骚 心里担心呢 嘴上还是无话 然而 车帘子这时猛地被打开 宁仙仙顶着一张哭哭脸 钻出来问 我都哭了 你们怎么都不安慰安慰我 慕容宇翻他一击白眼 并不想安慰他 倒是十三问了一句 你怎么了 你 我的葛老大哥坏得很 他骗我 你说明将军很凶的 连人都吃 全京城的明门归宿 全都不敢嫁他 所以 他到了二十六岁 还在打光喝儿呢 那个 本集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绝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十七集 慕容宇这可听不下去了 他飞快地瞥了十三一眼 即便他 胡说 我们将军都不吃人 你是他的兵 当然帮他说话了 我就算不是他的兵 也知道没有人会吃人 又不是鬼怪 说的也是 仙仙终于淡定下来 他抹去了脸上 本就没有的泪 一抬头 很是真诚地发问 那 明将军到底长什么样 伸得伸得 跟头大黑熊似的 还长了三个脑袋 十三无语了 慕容宇气得血 直往头上涌了 你怎么不说将军 还长了六条手臂呢 他是脸偶脱胎 哪吒转世吗 呃 嗯 宁仙仙一时也感觉到了心虚 于是对手指道 好吧 人肯定是不长三个头的 但是 他肯定很丑 慕容宇气得想抱粗口 但他飞快地瞥了十三眼 才倔强地嘶吼 相军他才不丑 英俊的喊 你不用骗我了 他就是丑 宁仙仙一副心如死灰 不作指望的模样 我都听说了 京城的百姓 过年都不贴门神的 家家都贴明将军 说是驱邪避鬼 听说 他还能指小儿液体 可见 他长得有多吓人 十三不说话 只不自觉地摸了摸自己的脸 这个动作落在慕容宇眼中 他顿时又是一阵心痛啊 你不要道听途说 我们将军好看得很 全京城没有一家的公子 有他好看 他比你 慕容于本想说 比你还好看 但宁仙仙撇开其他的不谈 那张脸倒确实是人间一绝 就现在这身不衣 就十分除尘了 要稍作打扮 估计啊 连宫里的娘娘都不及他好颜色 他咽回了那句话 改口道 总之 我家将军好看的 你看他 就跟他一样好看 慕容于指的是十三 林仙仙盯着十三的脸 下意识地数了数他鼻子上的雀斑 叹了口气 慕容小哥 要不 我再给你一粒碗吃吃吧 你看起来还在发烧呢 竟然说出这样的胡话 我才没有发烧 说的也不是胡话 慕容于还要再变 十三却冷冷地当 够了 可是 别说了 慕容于一脸不甘 但最后还是将那些脏话粗话骂人的话 全都咽回了肚子里 倒是十三 在闷了许久之后 突然问宁仙仙 你 不想嫁的 当然了 听说他有二十六岁 我才十六岁 都能当我爹了 我怎么可能想嫁 十三被扎了心呢 慕容于却又起仇了 什么二十六都能当你爹了 谁十岁就能生出孩子 你爹不是六十才生的你吗 我就是打个比方 打个比方你懂不懂 这 没学问真可怕 侍卫大哥就跟你不一样 他一看就是很有学问的 你看 他都不对我 十三不说话 继续冷脸沉默着 你看你看 我就说了吧 侍卫大哥都默认了 所以啊 那个明将军 果然很丑 十三没有否认 将军很丑这一说 只继续问道 你既不想嫁 为何要答应跟海管事走 那当然是因为 我还不起 那一万两银子的债啊 所以 仙仙只能干笑 且表情十分的心虚 那当然是因为 丑也不是将军乐意的呀 对不对 我也不能因为他长相 就轻视他嫌弃他 而且 明将军保家卫国 是个大英雄 能做英雄的妻子 是我一辈子的 福分啊 是不是 慕容与恶狠狠地瞪着他 你为什么说到福分时 要停顿那么久 还咬牙切齿 那当然是因为我 好开心啊 不过 长得丑可以忍 痴人就有点 都说了他不痴人 你是不是想气死我 慕容与气得差点跳下马打他 但不能打 只能告状 十三哥 你快骂他 快 快骂死他 宁仙仙实在是不太能理解 这个小元脸 为什么要气成这样 还一本正经地说教导 你气什么气啊 我又没说你 还有 你怎么老叫侍卫大哥骂人 你不许教坏他 慕容与 两人吵吵闹闹一路 终于在五十一刻前 离开了那座 昨夜他们怎么走 都走不出的大山 出了山 前方便是关道 关道上车马明显多了起来 几乎每走一段距离 就能遇上一队人马 有行商的 有过路的 最显眼的是一对 身着官服的捕快 他们走得很快 策马而过时 带头的捕快头子 注意到宁仙仙所乘的马车 十分的奢华 还有侍卫护送 一看就是官家女权 捕快头子微犹豫 还是掉头迎了上去 海管师见状 立刻拱手前来招呼 对方疑问之下 方知车内竟是宁阁老家的小姐 捕快头子问他 这么说 海管师 您是奉了阁老之命 来接您家二小姐回京的 正是 捕快头子没头 顿时您的更紧了些 前方再行一个都时辰 便是三井乡的长寿村了 敢问 今夜您一行 是否要在那处落脚 对方这神情 海管师的心里 不由得一阵疙瘩 可是有何不妥 实不相瞒 那阵子最近有些邪乎 出了大半 晚上在那边落脚 恐是会生事端呢 说真的 海管师现在听不得这种话 他立刻急了 可前往京城 这是必经之路啊 而且 这天意马上也要黑了 我等不在阵上落脚 就得在荒郊野地露宿啊 那岂非更加不安全 这倒也是 那捕快头子也点头附和 但也说了 要是能白日过村就好了 晚上的话 实在 晚上 怎么了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期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 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十八集 那捕快头子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说了 原来啊 三井乡 有个远近文明的长寿村 据闻 这村子里过百岁的老人 就有五十八个 可中元节那夜 突生变故 那些百岁老人一夜死绝了 然而 这还仅仅只是开始 中元节之后 长寿村又开始死人了 而这次死的 全都是男人 一夜一个 至今报官的 死了至少也有七八个了 且个个都是吓死的 捕快头子说着 又压低了声音道 我等正是复命前来查案的 如今正要回去复命呢 还管是听到这儿 脸都白了 那 您查到什么了 什么也没查到 捕快头子眉头紧簇 又说道 村里的女人说 是鬼怪作弯 虽得请大师出马风可花景 可十里八乡的大师 却在听闻此案后 纷纷闭门不进 只有须中观那位 原道长 愿意一事 可他最近却无故失踪 也不知是不是也不愿来呢 这 还管是深吸了口冷气 心脏跳得飞快 双眼却也是不自觉地 放向了宁仙仙所乘的马车 虚中观的原道长 那不正是二小姐那位 欠债跑路的坑货师傅吗 宁仙仙当然也听到了 他们的对话 虽然离得远 可他的耳力 向来比一般人要灵敏许多 这时一听 又是师父欠下的债 不由得也深深地一叹 打起帘子 他对海管似的 咱们该怎么走 就怎么走 可是 二小姐 宁仙仙吓咪咪地表示 无碍 我心里有数 您心里是有数了 可我们没数啊 但想想之前在山下不听劝 最后遇上鬼打墙 以至于不得不在深更半夜 入住驿庄的事情 海管师又莫名地觉得 他最好还是乖乖地听小姐的话才好啊 虽然 前方明显可能会有高能 不过 他们家这位二小姐 显然比高能还高能啊 就这样 海管师和一杆家丁 虽然坠坠不安 但 还是在谢国那月捕快头子之后 按原计划 进入了长寿村的地界 方行至村口 一只动物凸得自树头月下 黑豆瓣的眼瞳 望向他们一行人的时候 疏得一眯 之后 全身的白毛都炸了起来 黄皮子 居然是白色的黄皮子 不知是谁惊恐地叫了一声 那通体雪白的黄皮子 立刻急寸而逃 明显仙这时也听到了动静 她再度打脸而望 原本漂亮的左眼 摸得变得漆黑 一眼望去竟看不到半分眼白 遍地白翻 此地果然大凶啊 她心中这般思量 左手已不自觉地掐动着算了起来 只是 越算 她眉头便凝得越深 怨气竟比煞气还要重 莫非是有谁受了天大的委屈 算出来什么了 一个好听的声音 自她身色传来 不必回头 她也听得出来是示威十三 宁仙先回看过去 转头时 左眼已经恢复如初 只能算出个大概来 不过 死的那些人 大约也不算缘 什么叫不算缘 慕容宇现在还是横竖看她不顺眼 因此 得这个机会就要对她 方才那位捕快大哥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这村里至少死了六十多好人 五十八个都是百岁寿星 死于中原节 劫后又死了七八个 还全都是男人 对啊 那你觉得 为什么女人都没事 只有男人有事啊 那 那我怎么知道 慕容宇一时被问住了 但很快的她又反驳 对了 人家说的是 中原节之后 死的七八个都是男人 又没说过那五十八位百岁寿星都是男人 肯定有女的吧 宁仙先肯定地说 没有 慕容宇又是一了 怎么可能 再说了 你又如何都知 宁仙先举起手指 掐了掐 算出来的呀 你刚才不是看到了吗 我信你个鬼啊 婚言 宁仙先立刻竖起食指 在唇边轻轻地一须 嘘 天要黑了 那个字 可不是能在半夜随意说出来的 慎言啊 慕容宇一听 冷不丁打了个颤 若在昨夜之前 有人跟她说这世间有鬼 还有赤狼的大鸟 慕容宇一定会 骂对方胡说八道 但她之前毕竟是亲眼所见的 这时也不敢再不信 十三这时却问道 你既算出这村子有问题 为何还让我们进村 因为你是女的 对啊 你可真聪明 十三的表情顿时阴沉无比 她这个人虽然长相平平 但有时候的眼神却贼辣的吓人 宁仙先好 女不吃眼前亏 立刻白手解释 逗你玩的 你还真信啊 放心吧 这村子虽然有危险 但危险的应该只是村里的人 咱们不是本村人 又只是借住一晚 不打紧的 你就这么肯定 那当然了 她说着 又笑眯眯地掐了掐手指 那意思已经再明显不过 她算出来的 十三望着她那轻松如玉的手指 久久没再说话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十九集 眼看着天马上要黑了 也不适合再继续废话 宁仙仙换了海管室过来 让她去找村长谈借宿之事 好在 之前海管室来接宁仙仙时 途经此村时 也曾在此住过一晚 也算是与村长打过一次交道 此番再来 对方虽有犹豫 最后还是应允了 不过 同意他们住下的要求 和之前的议装时差不了太多 村长也是神神秘秘地 留下了一句话 借宿归借宿 但老夫有异语提醒各位 闭眼一觉到天亮最好 千万不要夜里出门 听到任何声音 也不要管 更不要应声 这话说的 顿时大家又不安了起来 以至于入了夜之后 所有的人都不敢闭眼 唯一睡得香甜的 应该还是宁仙仙 毕竟啊 她自打进了礼物之后 就没再出来 且屋内还传出了 很清晰的小呼噜声 都是要做格老府千金的人了 这呼噜打的 海管室都想无脸呢 但也正因为听见 宁仙仙的呼噜声 反而使大家从恐惧中 平静了下来 渐渐的一个个的 也都安心入了睡 可十三依旧睡不着 一来使他身为军人 警觉性比普通人要高 二来呢 是因为这个村子 从里到外都透着古怪 他确实是有些不放心 他身边的慕容宇 这时也会入眠 见他一直睁着眼 便问道 十三哥 你怎么不睡啊 再等等 慕容宇本想问一句 等什么 可就在此时 他耳边突然传来一串 清脆的铃声 那铃声像是 既在竹林间的风铃 清脆又好听 慕容宇听着听着 就入了迷 之后啊 就跟被催眠了似的 眼皮一搭 直接睡了过去 几乎在他闭眼的同时 十三反而惊醒地 坐了起来 其实 刚才他也差点被催眠了 但就在意识迷离之际 他脑中突然 像是被什么东西 垫了一下 只那一下 他人便彻底地清醒了 此刻 铃声依旧 但他却能听得出来 声音是从隔壁传来的 而隔壁住的 正是宁仙仙 猛地翻身下地 十三猫着脚步 探向了门口 手才刚刚扶到门把上 方才一直响个不停的铃声 突然戛然而止 吱鸦一声 有开门的声音传了出来 他立刻意识到 有人出了门 之前村长的话 还阴犹在耳 十三微微醋眉 但身体的本能 先于大脑 他还未及仔细地思量 却已是打开了房门 追了出去 月光之下 十三模糊地 瞧见前方急行之人 身量娇小 头戴皇冠 正是大家都以为熟睡的 宁仙仙 但他身上的衣着已换 不再是之前那豆芽绿色的 长服 换了身青色的道袍 他想干什么呢 十三正这么想着 眼前凸得一花 方才还在 树不知遥的宁仙仙 却已不知怎的 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十三心中一惊 便是在军中 能这般无声无息 进他之身的人 几乎也没有啊 先问话的 竟是宁仙仙 他同样一脸震惊地 看着十三 你怎么没睡着 你不也没睡着 那怎么能一样 我原本就没睡 但是你 刚才没有听到铃声吗 十三谋色一沉 果然是你 对 是我 但我都对你们试过催眠术了 你为什么还能追出来 宁仙仙一脸不解地 抓了抓自己的头冠 他原本劈垂的长发 这时被挽了个发际于头顶 用皇冠所述 虽然脸蛋还是稚嫩 但看起来 已经不像是位 寻常人家的姑娘 更像是位女道长 虽说 他原本就出身虚中怪 但本质上 确实是位女官 女官 译称女皇官 坤道女道士 大越皇朝的女道士 接待皇官 因俗家女子本无官 为女道士有官 顾名女官 这时啊 宁仙仙双手抱毙 一副打商量的口吻 侍卫大哥 我要是劝你现在 就回房睡觉 你会听我的吗 不会 十三拒绝的 还有 我要叫我侍卫大哥 好的 十三哥 他一声毫无犹豫的 十三哥 直接给他叫猛了 十三望着他 你叫我什么 不是你说 不让叫侍卫大哥的吗 那我叫你什么 又不知道你的名字 叫我十三就好 但这话都涌上猴头了 最终 十三还是沉了沉生 算了 随你吧 好 那我就随便叫了 切斑大哥 十三瞪他 眼神很凶 宁仙仙也不怕 还笑嘻嘻地摆手 好了好了 知道了 不逗你了 十三哥 但是 你真的不可以 回房睡觉吗 不可以 宁仙仙露出 果然如此的失望脸 但他向来想得开啊 很快就到 要我戴上你也可以 不过先说好 不许碍事 十三俊廷的眉头 向上一挑 你嫌我碍事 不然呢 宁仙仙探了探手 上阵杀敌我不辱你 可若论中夭驱鬼 你行 你上啊 十三不吭气了 没办法 这个呀 他真不行 但同时 他也奋斗 所以 你到底算出什么来了 方向 吉凶 还有 姓便 那个 本集已拨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再下集的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 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 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 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 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二十集 性别是什么鬼 十三位一蹴眉 但很快就猜到了 女鬼 你怎么知道 猜的 毕竟你之前提醒过我们 这个村里死的全都是男人 不错不错 如此可教啊 十三哥 我看你很有天分呢 要不要入我道门 随我休息 不要 为何不要 十三冷哼 你竟那么会算 难道算不出理由 你当我是神仙啊 一不止你生辰八字 二没有你天生之物 怎么可能算得出来 这些东西啊 不过 宁仙仙嘴上虽然这么说着 可手指却自动自发地掐了起来 本只想随便算算 他是不是与道有缘 结果什么都算不出来 他不甘心 又算了一次 咦 怎么回事 然而 他话音未落 眼睛却突然直了 因为长身欲力的男子 虽然还立在他跟前 但身形皆已然看不清楚 十三的身上 不知何时 绕了一圈又一圈的黑线 且那黑线缠得太密 将他整个人都彻底包袱住了 就连五官也被黑线挡死 露出一双锐利冰冷的眼 他听师傅讲过这种情况 这叫满身业障 每一条黑线 应该都代表着一条人命 十三身上缠了这么多圈 足以证明他杀人无数 孤多欲生 宁仙仙后怕的艳恋口水 他赶紧摆了摆手的 怕了怕了 如此满身杀念 我到门怕是真的受你不起 说吧 他又思想起来什么 还不怕死得嘀咕了一句 你们将近果然会吃人的吧 不然 怎么镇得住你这等凶残的士兵 十三更冷地瞧了他一眼 他不吃人 这是杀人 哭咚一声 宁仙仙再度咽咽口水 这时又在心中低污道 又想回婚了 不过 再硬硬硬 他也得带着十三去打鬼啊 但宁仙仙绕着村子走了大半圈之后 心里的疑惑却越来越重了 这村子里的人反应不太正常 怎么说 你看 村里明显闹鬼 还是凶傻 可是村子才刚刚入夜 却一户都没有亮灯 不奇怪吗 众所周知 鬼咒服夜出 怕光怕亮 他们这样 不知道的还以为 是在主动等着鬼找着门来呢 谁说村里没有灯的 前面不就是 十三抬手一指 宁仙仙果然发现 很远的地方 隐约有灯光透过夜色照了出来 那么偏的地方 偏只有那儿亮着灯 就更不对劲了吧 宁仙仙说吧 又掐着手指飞快地算了算 这时又不知道他算出来什么 他手一勾朝十三招了着 走 咱去那边看看 但看着不远的地方 走 却足足走了半盏茶的时间 当宁仙仙带着十三 站定于村内唯一还点着灯笼的地方 才发现 这地方是个祠堂 阿儒祠堂 这长寿村的本名 正是阿儒村 宁仙仙抬手 轻敲珠红的大门 门内传来一个 为苏而惶恐的声音 谁 谁在外面 我们乃虚中冠袁红之徒 奉施命 特来为阿儒村虚邪的 屋内这才稀稀疏疏地 有了些动静 过来开门的 是一位两病斑白的老者 他正是阿儒村的村长 村长的目光 在宁仙仙税嫩的小脸上 转了一圈 又朝他身后看看 没看到期待的原道长本人 倒是看到了一位 正气十足的黑衣经年 村长隐约觉得 这年轻人有些眼熟 但一时也想不起 在哪儿见过 他又望了望他俩身后 问他 原道长怎的未来 师父另有要事 来不及赶到 又恐问了贵村大事 先先派我 我们过来看看 宁仙仙一边回话 一边无声地 打亮起祠堂内的动静 躲在里面的 全都是男人 一个黑皮的汉子 这时上前 看到宁仙仙的脸的时候 原本还惊艳了一把 但很快就开始发起了飙 嘿 怎么来的是个黄毛丫头 他能干什么 爹 那位原道长 可是收了咱们银子的 他这不是 坑咱们吗 秀得无力 黑皮汉子四海有话说 但他才刚开个头 吐得一阵阴风吹过 黑暗中 有稀稀疏疏的声响 自远处传来 像是有什么东西 在急速地靠近 很快 那声音又变了 像是那东西到了近前 正用尖利的长长的指甲 抠挠着篱笆墙 发出咯滋咯滋的 令人头皮发麻的声音 黑皮汉子当场色变 他猛地一把 推开了正站在门口的宁仙仙 速度提防 仙仙撞上伤后的十三 十三的手 还是那样的快而有力 紧一只手臂 就轻轻松松地 拖住了他的身体 而这时 黑皮的汉子 飞快地关了门 然则还是晚了一步 一只清白的鬼手 从地底钻了出来 正紧紧地 抠在了门上 那明显是个女人的手 白到毫无血色 还长着长长的 尖利的黑色的指甲 鬼气森森的笑声 有点好听 却虚弱地 仿佛要马上断气一碗 可扒在门上的手指 却未见半分的虚弱 黑色的指甲 更是生生地 掐进了门里 那个 本集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再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 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21集 女鬼一点一点地 从地底钻出来 她扒开门缝 露出一张双目青黑 且白森森的脸 她的嘴角 似被力气所割开 一笑 便直接裂开到了耳机 看清女人面容的时候 那黑皮汉子 一下子软了腿 三 那个名字 急于脱口 却在最后 生生地咽回了肚子里 这时 门内的村长 却大喝一声 雷神帮着关门啊 若是让她进来了 大家今晚都得死 男人们一听 蜂拥而至 可是 十几个男人 竟敌不过一只 女鬼的力道 门缝 越拉越大 女鬼那张 带着笑的 裂口的脸 正一点一点地 自门缝挤入 眼看着她半边身子 都进了屋 千军一发之际 一枚风口筒前 凸得自女鬼后风 急射而来 啪的一下 打在了女鬼的后背上 她背后 呲得疼起一股 紫色的电光 直电得女鬼 啊啊地惨叫 可即便如此 她还是死死 扣着祠堂的大门 一副誓不罢休的家事 宁仙仙见她 不肯收手 弹指又是两枚铜钱 破空飞来 一左一右 只打在女鬼 两只 八门的手背上 同样是 疼起两股 紫色的电火花 女鬼被电得 手指一僵 完全收扣不住五指 她手指一心 门终于被 砰得 重重关上了 女鬼愤怒地大叫 扭头 恶狠狠地 瞪了宁仙仙一眼 但见她一双眼眸 漆黑不见底 在月光之下 隐约还能看见 她脸上 有两道血痕 看起来 像是哭出来的血泪 但奇怪的是 女鬼虽然凶恶 却在看清 宁仙仙是个女人时 没再冲她怒吼 只警告地 刺压咧嘴了一阵 转头 又攻击起了 祠堂的大门 她用自己 尖长的指甲 在上面疯狂地 抠脑着 试图暴力 抓烂大门 但就在此刻 她身后突然 飞来两张黄服 一左一右地 贴在了 珠宏的大门上 几乎在同时 女鬼的双手 便似微泼了滚油 滋滋地 冒起了黑烟 女鬼翻滚着 咆哮着 煎火还夹杂着 时而漆碗 时而悲凉的哭泣声 那哭声于夜晚的 祠堂外 缥缥回荡着 只叫祠堂内的男人们 听得寒毛之力 又是清脆的铃声响起 宁仙仙破夜而出 铃声正来自 她剑碎上 所挂的三清灵 左手黄服 右手直剑 小丫头剑尖指指女鬼 还不速速退去 女鬼并不肯退 又愤怒地 冲她呲牙咧嘴 可她大张的嘴里 竟空无一物 她的舌头被拔了 只能自喉管间 发出类似于野兽般的 呜呜的嘶吼声 不肯 宁仙仙薄唇清澈 手腕再是一动 便是数张黄服 拖翅而飞 但那黄服 只逼近鬼身 她顺手又掐了个雷卷 雷公殿母 速将神通 随我驱痛 哄哄哄哄 我奉太山老君 急急如律令 雷果鬼拙 似烈油烹心 女鬼痛苦地哀嚎着 翻腾打滚 她食指的指甲 突然开始疯涨 四肢更是如面筋一般 弯曲着 从四个方向 分别抓向了宁仙仙 可仙仙只是足间清净一点 便侧身避开了对方的攻击 鞋碎上身 弟子来收 奉请四方天兵天将 念咒声中 仙仙再撒一把铜钱 那铜钱似生了天眼 一眉眉地 都精准无误地 袭向了女鬼 收一千 划一千 收一万 划一万 武奉太山老君 急急如律令 咒罢 那女鬼已被铜钱 盯在了墙面上 女鬼不停地挣扎着 口中发出既疯狂又不甘 既愤怒又委屈的乌声 而盯住她的墙面上 此刻金光引线 竟是须须地浮出一个 太极八卦的形状 鲜鲜两指翻飞 一枚黄符再度于她指甲射出 贴在女鬼身上的时候 黄符吞了一下 燃烧起橙红色的火光 不孝片刻 便将女鬼身上 代表着凶煞之气的血红衣裙 彻底焚化了 便是化为厉鬼 女鬼尚且知羞 她这时呜的一声 发出难看的乌叶声 但紧跟着身体一凉 竟是有柔软的心衫 罩住她外露的身体 那是仙仙刚刚为她 烧去的一套新衣服 女鬼诧异地抬头 正对上宁仙仙那只 漆黑如鬼的左眸 她的左眼天生异于常人 能过阴 所谓的过阴呢 便是她师父以前说过的 左眼观阴 右眼看阳 能看破生死 洞悉冤仇 此刻 宁仙仙用左眼 淡扫过那女鬼裂口 只一眼 她脑中便已闪过一些 细碎的画面 而那些画面里 女鬼的嘴 是死前被人活生生割开的 而对她下次毒手的人 仙仙目光微转 落在那扇紧闭的大门之上 女鬼没有舌头 她说不了话 只能发出 一一呜呜的控诉之声 这时她双眸如火 仿佛在质问宁仙仙 为何要帮那些畜生 宁仙仙伸手 女鬼吓得惊恐后缩 但她的手 却只是温柔地 按在女鬼头顶上 轻轻地揉了揉 几乎在同时 她的左眼顺黑 很快的 她眼前一幕幕的画面 便像是走马灯一般 尽数显现在 宁仙仙的左眼之内 原来 三娘是村长 花八药筒钱 替儿子黑皮买来的妻子 才十三岁 就给黑皮生了孩子 可这个村的人呢 都只要儿子 三娘的头胎 生了个女儿 村长父子 就将孩子活生生地 溺死在三娘的眼前 就用一个盆装上水 将新生的婴孩 浸到那水里面 那个 本集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 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 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 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二十二集 三娘挣扎着 想救下自己的女儿 可女儿没救下来 她却被毒打了一顿 那之后 三娘又生下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女儿 许是她的命不太好 一连四个 都是与村长说的陪情活 于是乎 也都一个个的 全都被溺死在她眼前 后来 黑皮嫌三娘 生不住儿子 就想再买一房新媳妇 但家中没有 多余的银钱 他们就逼着三娘 跟村里 所有没钱 讨老婆的光棍睡 再用三娘 赚回来的钱 买了房新媳妇 可怜哪 那买来的女孩 才八岁 她就强行要圆房 三娘听着那孩子 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心有不忍 便在事后 偷偷放跑的 那个孩子 黑皮气急败坏 几乎将三娘 给打死 她用火钳子烙它 用开水浇它 还用菜刀 割开了三娘的嘴 三娘是因为 嘴烂了 吃不了饭 被活活饿死的 三娘死后 黑皮派人报官 就让村长 到处说三娘偷汉子 还将三娘的尸体 假意进了猪笼 三娘死后 怨气孤化 才在中元节 化为了红衣凶尸 一切都是村长 父子之国 三娘才是受害者 虽然 她在怨气化煞之后 也害了村里的许多人 但 您鲜鲜鲜眼眶红红的 还是对她说 是你受委屈了 只这一句 女鬼的双眸间 突然滚下两行血泪来 你可愿信我 她虽然看着像个小丫头 但也许是 身夺道袍的原因 女鬼感觉 她身上自带一股 能感化人的温柔 她说话的语调也很慢 软软糯糯的 温柔的 能叫人落泪 你愿解成杀 残杀六十多条人命 无论他们是否该死 你都有罪 所以 我放不过你 但你既信我 我必然替你讨回一个公道 可好 三娘闻声 血泪又流了一脸 几乎在同时 宁仙仙随手掏出了一个小葫芦 进来吧 三娘有些犹豫 但最后 还是主动化为一股黑烟 钻进了葫芦里 十三这时走了过来 看着她手里的小葫芦 醋没当 到底怎么回事 然而 话音方落 她又看见了 仙仙的左眼 那黑漆漆的眼睛 全无眼白 和女鬼的眼睛 一般无二 你的眼睛 仙仙后知后觉 这才想起来 自己忘了观左眼 她赶紧此地 无音三百两地 抬手捂住 我不是 我没有 我眼睛很正常 实在敏唇不语 但一双冷眸 却仿佛在无声地 对她说 我还没有瞎呢 好吧 我的眼睛 确实和普通人 不太一样 这叫过阴之眼 师父说了 我这个眼睛 天生就适合干这一行 因为能看见 很多你们 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你看见什么了 宁仙仙放下手来 这时十三发现 她的左眼 已经恢复如常 正在惊奇呢 仙仙也将 方才所看到的 三娘的过往 全都告诉了她 十三听完 更沉默了 她有点无法理解 一个人的眼睛 说说能看到鬼怪 那可能是有阴阳眼 这种人呢 世上虽然不多 但她也是听说过的 但宁仙仙的眼睛 据她所言 便不只是能观阴阳 还能看到人的生平过往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忍不住 她又看脸仙仙的左眼 但此时 她的眼睛 已然恢复如常 看不出异状 再让我看一次 啊 变黑 你想看就让你看 那我多没面子 宁仙仙一脸委屈 但 十三毕竟是一个杀人辱麻的 一身业障的 连她见了那些 缠满她全身的黑线 都头皮发麻呢 所以 还能咋的 人家要看 就给她看呗 宁仙仙一闭眼 再睁眼时 左眼 已然彻底漆黑了 无法形容的感觉 那像是一汪死水 能将人深深地吸进去 十三的心 猛得一致 像是被什么东西 紧紧掘住了心脏 带着一股窒息般的疼 但这样的感觉 她并不陌生 每当在战场上 她因狂化 而变身修罗的时候 都会有这样 如临深渊的感觉 她其实不太明白 自己为何会这样 因为此刻并不在战场 她却还是产生了一种 危险的错觉 就仿佛眼前的小姑娘 比那战场上 万千敌军还要可怕 大抵视她 看她的眼神 有些异常 宁仙仙很快 又闭上了眼睛 再再睁开 已然又恢复如常 好了 看一眼就可以的吧 怎么变成这样的 天生的 一出生就这样 她说完 还奇怪地看了她一眼 你不是将军府的侍卫吗 都跟海管师 一起来接我了 难道一点都 没有打听过我的事 什么事 我爹 是说我那个亲爹 当年就是因为 我生了这样一只左眼 才不管我死活 任我在外面 自生自灭的 说吧 她还怀疑地 看了十三一眼 你不会真的不知道 装的吧 我 没装 宁仙仙定定地 看了她一眼 最后说 好吧 我相信你 不过 你胆子可真大呀 一点都不太害怕的 你一个姑娘嫁得都不怕 我一个大男人怕什么 好像是这么个理啊 但又好像她说的 完全没道理 但十三是个 胆大的侍卫这件事 想来也是毋庸置疑了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的 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二十三集 再度敲响祠堂的大门 开门的 仍是之前那位老者 阿如村的村长 但此刻 村长再看向 宁仙仙的眼神 已经不若之前 那般轻视了 反是透这些 欣喜若狂的味道 两位大师 方才是我等 有眼不识探山 还望不要见惯 快请进 快请进 宁仙仙和十三 被恭恭敬敬地 引入了祠堂 所有的人 都对他俩面露谄媚 鲜鲜谋色无波 只淡扫眼屋内 惊讶地发现 这一屋子的男人 居然全都是 面向六级之人 所谓面向六级啊 一级为身大头小 这种面向 男主防腹 女主防腹 二级为鹅窄面小 这种面向呢 言人多 不得父母之力 三级为木小 言小之人 主无见识 不得朋友之力 四级为口小 这种人呢 主鸡寒 五级为耳小 此类人 主寿短 生命不长久之相 这些人里 之前那位毫不犹豫 便将宁仙仙推出 门外挡 女鬼的黑皮汉子 便是此类长相 至于六级为比小 这一类人 主无绝路 这一级的人 在财运和仕途上 都有所欠佳 方才那位老者 便是比小之相 所以他至多 也就是当个村长 再如何 也是前进不得了 人人都知 阿如村 是个长寿村 且村里的百岁老者 皆都是男子 可若全村的男人 都长这般模样 又何来长寿一说啊 宁仙仙眉头飞醋 这时村长就问了 敢问大师 方才那个女鬼 您是将其诛杀了吗 没有 说完 宁仙仙轻轻巧巧地 拿出一只小葫芦来 这儿呢 村长一见 下意识地 后退了好几步 避开那只葫芦的同时 惊怕道 哎呀 此等兄弟扼杀 何不杀他个灰飞烟灭 留着作甚 仙仙并未回答 只反问村长 冤有头栈有主 鬼行恶 我自是要主 但是 人若行了 比鬼还恶之事 村长您说 该当如何啊 大师 您这是何意 他说他有冤情 而我呢 答应还他一个公道 村长闻之 勃然变色 谈何公道 这女鬼残杀 我村66条人命 满手血腥 您怎么还要帮他说话 您仙仙眨眨眨眨眼 一脸单纯地问 这么说来 他不是被你儿子害死的 只这么一句 莫说是村长 其他人脸色 也皆都变了 村长这时 撇脸仙仙手中的小葫芦 似乎是判断出女鬼 虽然被打得灰飞烟灭 但也无法再出来伤人的时候 他脸上的惊惧之色 箭而退去了 村长一拱手 冲仙仙和十三做了个一 大师还请明察 这可是天大的冤枉啊 况且 那女鬼口不能言 如何能告知您她有冤情 哦 宁仙仙微笑 您怎知那女鬼口不能言 您认识她呀 村长神情再度大变 这一次已然不再多话了 宁仙仙耐心等了一阵 确定村长并不打算说实话 她点了点头 也罢 既然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那不若我去报官吧 将三娘所冤 沉进官府 让官老爷 亲自派人过来查办 他说吧 起身就要走 这时 祠堂的门 却砰的一声 被关上了 不能让他们走 黑皮的汉子 也就是村长的儿子 这时正满脸 力气地挡在了门口 他寒声道 他们都知道那女鬼是三娘了 所以 不能留活口 只这一句 屋内的其他人也纷纷动了 有的人拿起了菜刀 有人拿起了锄头 还有人直接拿了把斧头 且那动作呀 都熟练得很 显然是以前都干过无数回来 宁仙仙面色无波 声音还是那般温温诺诺的 不会吧 你们想杀人灭口啊 是又如何 黑皮汉子面色争鸣 再不负之前 谄媚讨好的模样 三娘口不能言 不可能告诉你 她有缘情 我不知你从何处辙知真相 但若让你离开 我们就算逃得了三娘 也逃不过官府 还不如 一不做 二不休 劝你们回头试爱 否则 她话音未尽 那黑皮汉子 已超过了一把锄头 向她狠狠地挖了过来 十三健壮 方要伸手阻拦 可就在她抬手之际 一股阴风 呼地从仙仙的葫芦里 急卷而出 原来 装女鬼的葫芦 宁仙仙根本就没有封盖 刹那之间 黑皮汉子手上的锄头 便愣生生地偏了方向 避开宁仙仙的身体 反而狠狠地 发向了自家的老爹 除起头破 村长的脑袋 顿时吸管一般地 直接被挖开成了两半 温热的脑花红白相间的 直接见了黑皮一头一脸 她瞅然一松 爹 我没想杀您的 我只要 但她余下的话 却在看清 宁仙仙身后的鬼影的时候 已彻底化为了 喉尖的一声惨嚎 啊 鬼啊 黑皮汉子跌坐在地 手脚并用地朝后退着 她 她不是被收了吗 大师 大师 她声音里带着颤 整个人都不太好的样子 别 别过来 别过来 三娘 三娘我错了 求你别杀我 别杀我 大师 大师救我 刚才我是猪油蒙了心 我再也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了 大师 你不能见死不救我 可惜了 这时的宁仙仙 却已被转过身去 不但自己被过身 还拉着十三要走 别看了 别看了 咱们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呢 这边就交给三娘吧 可是 十三顿了顿 意思相当的明显 这边就当真不管了 那个 本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再下期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 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二十四集 任由身后不时的传来杀猪般的惨叫声 闲闲的 我与三娘有过约定 再给这对父子最后一次机会 若他们能契恶从善 还三娘一个清白 并亲自向他磕头请罪 就饶他们不死 可惜啊 他们显然不配 至于祠堂里的其他人 三娘最多吓吓他们 不会真的要了他们的命 你就放心吧 这也是你与三娘的约定 对啊 缘有头战有主 除了村长父子 他不会再烂杀无辜了 至此 十三亿不再多言 他全程都和宁仙仙在一起 最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于村长父子 还有这一祠堂的男人 他都不想通缉 毕竟 这个村子所发生的恶心事 连他一个常年征战沙场的人 都闻之不忍 确实 祠堂内又传出了一声惨叫 听声音 还不像是村长儿子黑皮 不过 宁仙仙仍旧神容未动 只轻声道 来都来了 三娘的悲剧不能再重演 这个村子的问题 干脆一并帮他们解决掉吧 十三看了他一眼 似乎是想问他打算怎么解决 就在这时 宁仙仙突然大叫了一声 哎 那一代姐 你别跑 正好有事问你 十三回头 但见一个妇人 正慌慌张张地夺路而逃 宁仙仙在身后越是叫唤 那妇人就跑得越快 但她再快 也没可能快过宁仙仙呢 小辣的脚下 跟撞了两个风火轮似的 呼啦啦就卷了过去 她张开双臂 挡死了那妇人逃跑的路 妇人大惊失色 双手合十举过了头顶 一直讨饶 那是一个看起来十分普通的妇人 穿一身洗得发白 还打着补丁的乳裙 身形瘦小 蜜色蜡黄 一看就是营养不良的长相 只是那双眼睛 躲躲闪闪 分明就是心虚啊 宁仙仙直接问她 认识三娘吗 那妇人明显一愣 之后抬起头来 这才算是正正经经的 看了宁仙仙一眼 只是这一眼 她眼圈就红透了 这个反应 认识的是吧 也是 若不认识她 今夜 你也不会出现在这儿了 宁仙仙自己点点头 又道 嗯 既然你认识她 当也知道她受了天大的委屈 所以 要不要跟我说说看 这个村子到底还有什么古怪 妇人一惊 这时反而受了方才的凄苦之色 没 没有古怪 什么也没有 真的 哎 你这么说明显是假话 我又不傻 怎么可能信 似乎没想到 宁仙仙说话会这般直接 那妇人惶恐地后退 无助地求饶 相姑饶命 求你放我走吧 不饶 不放 那妇人一听这话 越是害怕 最后竟樱樱地哭了起来 她这一哭 宁仙仙倒是急了 哎 嫂子你别哭啊 你这一哭 不知道她还以为是我们欺负了你呢 我们真的不是坏人 你看我这事 我可是须中观的人 是来帮你们村解决问题的 你是 须中观的人 你就是那个元岛长 那倒不是 那是我师父 不过 你认识家师就再好不过了 所以 现在能跟我说说这儿的情况吗 夫人思还是有些犹豫 不肯说 宁仙仙就给她下离记猛药 你要真的不说 我也没法子逼你 但是吧 这个村子的事情一日不解决 后患就一日不能跟除 你们以后的日子 说不定会过得连三娘都不如 嫂子 三娘是怎么死的 你很清楚 你 就真的不怕吗 夫人脸色一时煞白 她又想哭了 我 我怕 我怕的 可是我能怎么着 我一个弱智女流 什么也做不了啊 宁仙仙一听 立刻将小胸脯派得砰砰直响 哎 交给我呀 我不是乱智女流 你们不能做的事 我可以呀 夫人泪眼婆娑 忘了她好一会儿 才色索着道 我 我可以告诉你一点 但你不能把我说出去 要不然 我的下场会比三娘还要惨 我不怕死 可我不想那样死 放心吧 保证不连累你 那夫人这才放下心来 之后如实地将阿如村的情况 全都告诉了宁仙仙 原来 三娘化煞之后 第一个寻仇的人 不是村长父子 而是阿如村所有长寿的老者 为何呢 我们村啊 有一口井 叫女儿井 说起那口井 夫人神情立刻变了 听说 井里有只不知来历的水鬼 每年都要吃人 还挑嘴 只吃香嫩嫩的女孩 村里的老人 会给水鬼上供 等上完供 再喝下井里的水 他们便可长命百岁 但只有男人能喝女儿井的水 女人喝了会生病 所以长寿的 也只有男人 这个村里没有女孩 因为生下来 全都溺死了 他们把死掉的孩子 扔到井里 也就是给那水鬼上的供 女孩们都死了 男人们就只能到外村 讨媳妇 早些年 外村也是有女人 嫁进村的 可后来 发现嫁过来的女人 全部都莫名其妙地死掉了 也就没有好人家的女儿 愿意再嫁过来 外村的女人不愿嫁来 村里的男人 又只能靠买 我就是这样被买进村的 三娘也是 村里的女人 都是 这个村里的女人 活着的时候 就得不停地生儿子 生不出儿子的 就是三娘那样的下场了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巨 算命嘛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 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二十五集 那夫人说到这儿 哭了起来 我们 我们也都说够了 这样的日子 可谁也不敢反抗 一反抗就是 毒打 打死为止 直到三娘死后 失变 她虽然化为了厉鬼 却没动村里的 任何女人和孩子 我猜 她是想杀光 这个村的男人 等男人们都死绝了 以后就不会再 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听完这沉重的一切 宁仙仙沉默了好一会儿 但很快她就果断问她 那口井在哪儿 带我去看看 那夫人又是不敢 怂怂的直摇头 您先先催她 你说都说了 现在怕也来不及了好吗 再说了 你不带我去 我也能找到地方 只不过想省点时间罢了 但是 你男人也在那间 祠堂内吧 怕是我等得 她也等不得了 仿佛是为了 验证她的话 这时祠堂内 又传来一声 男人的惨叫 虽然不知 是不是夫人的男人 但她还是 吓得全身一抖 仙姑 仙姑您救救她 虽然这个村的男人 都不算好 但我男人还算老实 而且 而且家里 还有四个娃 她要是死了 我们娘几个 可怎么活下去啊 仙姑 夫人终于抓紧了 宁仙仙的手 我带您去 我现在就带您去 跟着夫人 宁仙仙和十三 很快就到了村子里处 看起来 闲置许久的旧房子前 那是一个表面上 看起来 再普通不过的 农家小院 院中 种有一棵老槐树 树下 有一个同样的 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 圆口井 井身就是砖石锁器 看起来 有些粘头了 井口能看到 明显的苔藓 但是井边 有一条很粗 很邪气的 黑色铁链 垂坠着 直通井下 就 就那个 就是那口井 那夫人站在院内 却不敢上前半步 直直了直井的方向 提醒他们 那根铁链不能拉的 一拉就响 里面会发出 很吓人的声音 像是 人在哭 又 又像是鬼在叫 还会翻出 绿色的 让人头晕 想吐的毒气 一出毒气 就必须认女孩 没有女孩 就得认女人 不然毒气就一直发散 村里所有人都会生病 有的还会死 这说法倒确实诡异啊 明显先眯了眯眼睛 再睁大 昨眼所见 便完全与之前不一样了 井 还是那口井 只是井口处 隐约能看到 绿色的如雾一般的东西 但是很淡 淡倒能用肉眼 完全看不见的程度 这兴许便是 夫人所说的 绿色毒气了 井里确实有东西 虽然不清楚是什么 但和这个村的异状 绝对是有直接关系的 明显先虽然被师父坑了 但师父的教诲 并不敢忘啊 更何况 降妖除魔 本就乃盗门中人 分内之事 她急碰上了 肯定得好好处理啊 只是怎么处理呢 她绕着井口走了一圈 最后 目光落在那 粗黑的铁链上 刚要伸手 那夫人立刻惊恐地大叫 不能躲那个 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 不能拉 可是 不拉怎么知道 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宁显先冲她微笑 她生得漂亮 又穿着一身 先锋倒谷的道袍 在月光之下 确实给人一种 仙气缥缈之感 那夫人定定地 望着她半上 之后 虽不多言 但人却下意识地 朝后退了两大步 对此 宁显先并不觉得冒犯 仍是好脾气地微笑 嫂子 你若是害怕 就到院子外头等着吧 这儿交给我便是 那夫人犹豫半赏 最后竟坚定地摇了摇头 我 我不出去了 就在这儿看着吧 但她说着这样的话 人却又是朝后悄悄地挪了挪 宁显先将这一切 看在了眼里 亦不再多言 只抬手就扯了那根铁链 却也没有向上拉 只是用力地搅动一下 几乎在同时 井内便传出来一阵尖锐之声 那声音确实如夫人所言 像是有人在哭 又像是有人在叫 且还是扭曲着的 听之令人头皮发麻的强调 夫人一听到这个声音 吓得立刻跑出了院子 宁显先没有动 十三也没有 在这所有嘈杂而恐怖的声音里 宁显先好像辨别出了一个特殊的声音 那是一个沙哑的女声 像是女人干坏的嗓子 只能发出破罗般的声响 但她却一直在轻唱着什么 她竖起耳朵 却怎么都听不清 对方在唱些什么 倒是十三突然开了口 有个女人 一直在唱曲 宁显立刻扭头看她 你也听见了 我不该听见 不是 我以为只有我能听见她的声音 毕竟 她指了指自己那只漆黑的左眼 十三似乎有些不太习惯 有两只不同眼睛的她 她避开直视她双眼的视角 才到 我能听到 听得很清楚 是吗 那 她唱的什么 你也能听得清楚 十三老是作答 然后复述的 一个小人吃饭了 憋死了什么 那个 短期已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的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二十六集 几乎在十三说完的同时 那个原本在宁仙仙听来 还很模糊的女声 终于也在她耳边清晰了起来 之后 仙仙便听到了 那个女人的吟唱版 用一种十分恐怖的怪僵怪调 一个 小人 吃饭了 憋死了 一个小人睡觉觉 睡死了 一个小人失柴柴 啃死了 一个小人玩风风 折死了 一个小人赶海海 淹死了 一个小人作井井 被吃了 一个大人 好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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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她呀 也冷不丁打了个抖 这唱的什么玩意儿 这也太瘆人了吧 十三不动声色 但向来平静的脸上 也飞飞醋了眉 而与此同时 井口涌出的绿色雾气 也越来越浓郁了 浓到了普通人眼 都能看得清的程度 这也正如妇人所言 不动了铁链就还好 一动 就有绿色的毒气涌出来 糟了 这玩意儿有毒 别试 说完 明仙仙赶紧从怀里 套出两个鸡蛋大小的黑丸子 先塞了一个进自己嘴里 艰难吞咽着 再喂了一个到十三的嘴边 快吃 吃完就不会中毒了 我不怕毒 十三扭头拒绝 但他更紧张的是 从未有女子这般亲近于他 还喂 喂食 你别闹 会死人的 十三脸色微红 语气却十分正气 我天生百毒不侵 你顾好自己就行 咸咸本想说他扯呢 他师父都不敢说百毒不侵 他一个普通人凭什么行啊 然而 十三并没有说谎 他是真的不怕毒 从一出生就百毒不侵 虽然没人知道他为何如此 但这副天生的好体魄 也确实给他带来了许多便利 真不怕 宁仙仙观察了他一阵 发现自己都有些发晕 出现虫影了 十三竟真的毫无反应 他立刻对他竖了个大拇指 妞 真男人 真下事 被夸了真男人的十三 并不觉得有多高兴 只目光绝愁 又落在那翻腾不止的井口边上 那里的情况又不一样了 绿色的雾气 像是薄烟一般 突然滚涌了起来 顿时 那井口看起来 就跟一口烧开的锅一般 当然了 冒着绿烟的锅 看起来就十分诡异 仙仙一把子扯住了十三的手 将人带着连退了几步之后 才急声道 小心点 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了 他幻音方落 井口处便冒出来一团黑色的东西 圆圆的 一点点的往上冒出 趁着那不停翻滚的绿色雾气 像是煮在毒锅里的一颗人头 人头的长发盖在脸上 完全看不到五官 他扭曲着 从井口爬了出来 姿势异常 感觉手脚折弯成了一个 无法形容的角度 像一只断了腿的蜘蛛一般 但他一边爬 一边黑黑地笑着 嘿嘿嘿嘿嘿 哪里来的女娃娃 看起来很柔 很香啊 是我的公平吗 嘿嘿嘿嘿嘿嘿 女鬼吸了下口水 又发出黑黑黑的怪笑声 她抬起头 透过重重黑发望向宁仙仙的方向 刚要发出更恐怖的笑声 她的笑突然僵在了鬼脸上 然后她开始急速后退 仿佛看到了什么极为可怕之物 女鬼意图逃回井中 仙仙见状 手腕快速一抖 并有四枚铜钱射了出去 蒸蒸蒸地盯在了井口的四周 女鬼刚一扑上去 井口便浮光一闪 女鬼发出了一声惨叫 被她碰触的井口处 正式以绕着铜钱的四周 步出了一个小型的八卦阵 那八卦阵发出阵阵泛红带尖的光芒 刺得女鬼几乎不能睁眼 现状 她自然不敢再回井中了 只能夺身朝外逃 但仙仙哪里肯放她走啊 羞羞又是两枚铜钱射出 这一次 铜钱打在她两条扭曲的细腿上 女鬼的腿骨发出清脆的声响 咔嚓两声直接断掉了 女鬼啊的又一声惨叫 爹趴在地的同时也不挣扎了 直接瑟瑟发抖的猛的磕头 哎呀大声饶命 大声饶命 刚拔出配件的宁仙仙满脑门的问候 不 这就认怂了 她还没有正式开打呢 明明这女鬼吃了这么多人 都能放出毒气嗨一村的人了 结果胆子竟比老鼠还要小 但旁观者清的十三却发现了异常 她有种女鬼求得虽是宁仙仙 但又不是她的感觉 十三眸光悠悠一沉 下意识地又瞥了仙仙一眼 就是那一眼 她突然发现她的衣袖处 有条黑色的发带在扭曲摆动 且发带的前端 还有根细细的红色丝线 若隐若现的 等等 那不是红色丝线 是 是蛇性子 十三的双眸灿然一亮 这时方才又记了起来 宁仙仙在下山的时候 确实是带了条小蛇下山的 当时那条蛇就缠在她手臂上 大多时候会缩进衣服里 但此刻 那蛇头落在外面 时不时地会吐出红色的蛇性子 而那只黑发盖面的女鬼 明显是看都不敢多看 眼那条蛇的 鬼也会怕蛇吗 而且 还是根指头粗细的小蛇 那个 短期已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期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二十七集 说 你是何方妖孽 为何要在此村害人 女鬼忙的 我 我不是妖孽 而且 我也从来没有害过人 新鲜冷哼 哼 你每年吃下那么多女童 还说没有害人 可是小江姑 那些女童 在被扔下来 是就是死的呀 我若是不吃 她们也是腐烂生蛆 我这样 都算是帮她们 精化水源了都 想辞夺理 仙仙手中同仙剑 一指对方 只看得见长发的脑门 赤子的 若不是你 弄了这么一个长寿警 村里的人 哪会这般泯灭人性 你虽没有亲自 杀掉那些女童 但定是你诱导村民 可就算是这样 我也没逼着 她们一定要做呀 还是她们自己 贪心不足 非要供我 不是我的错 你还敢狡辩 女鬼不敢再说话了 但抓在地上的手指 却一直在挠啊挠的 虽然她长发 全都盖在脸上 看不清楚表情 但宁仙仙 还是能看得出来 她才不服气 不过 就算再不服气 女鬼也不敢再放肆 甚至都不敢多抬头 因为她只要一抬头 就会对上一双金色的树铜 虽然外表是条小蛇 但女鬼还是能感觉到 铺天盖地的沉沉的威压 仿佛在对她说 吃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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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鬼简直要怕死了 一直在瑟瑟发抖 宁仙仙还纳了闷了 你明明这般胆小 怎就敢做出这等恶事 说 是不是你背后 还有什么靠山鬼 没有没有 真的没有 而且 我真的没做什么恶事啊 是这个村里的人不好 是他们 女鬼抽气着 又絮絮叨叨地 说了一段 关于自己的往事 还有 她因何被困在这口井里 最后 还吃上了孩子的理由 原来呀 一开始 她也并不是这么 穷凶极恶的鬼 我真的不是什么妖魔 本来 是村长家的家神呢 关于家神 仙仙以前 也是听师父提起过的 比如 东北地区 多是供养宝家仙的 而有些地方 供的则是家神 传统的家神 也叫家堂神 一般供的 都是造军神 门军神 清水神 侧神 还有中流神 这个女鬼说她是家神 大约是指家宅神 这种家宅神呢 许多其实都是 本家的祖先 但是 宁鲜鲜牙酸的 就你 还家神 你别侮辱 这两个字了好不好 人家的家神 是保家平安的 你倒好 天天吃人家孩子 我真的是 真的 以前是 那时候很早了 也不是现在这个村长 快两百多年了吧 大抵是心虚的 他自己就越说越小声 到最后 几乎就跟蚊子音似的 那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 我就 就 你大人鸟听不清楚 女鬼立刻大声道 村长的儿子得病死了 他 他怪我护家无力 就把我的牌位 扔到了井里 这口井的打井人 应当是学过风水之术的 所以 我的牌位 被扔到井底之后 不知怎么的 就再也出不去了 后来 我在里头又冷又饿 还投不了胎 这 这才 就生了怨念 言至此处 女鬼声带委屈 但是一开始 我也没想吃孩子的 真是他们自己扔的 这个村里的风气 本来就不好 种男轻女 只想要儿子 谁家生了女儿啊 都当是赔钱货 不会好好养活的 后来 有一户人家 连生了五个女儿 第六胎 结果还是个女儿 他一气之下 就把孩子溺死了 溺死之后呢 许是怕人发现 就偷偷扔到了井里 我当时也没吃那孩子 守了十几天呢 都臭了才吃的 后来 我就给那家人托梦 说我吃了他家的女儿 会保他生个儿子 他一开始是不信的 后来再怀上 就真的是儿子 这才信了 他生了儿子的荡业啊 就来给我上了贡 我以为他最多 买些猪头肉什么的 谁知 谁知他 他又扔了 最小的女儿 下来给我 那孩子 当时有四岁了吧 扔下来的时候 还没有咽气呢 我不忍心 拖着他浮在水面上 这孩子就一直哭 一直哭 井里冷啊 就一天不到 孩子就冻死了 他死了也没见人来捞尸 我 我只好就 又吃了 再后来 村里就传说 只要供我就能冤枉成真 一开始只是这么传 后来不知道怎么的 就传成了只要喝了井里的水 就能长命百岁 但这个事真正与我无关啊 我不能让谁长命百岁的 时不时会放一放氯气 也就是想吓唬吓唬人 真的 小仙姑 你信我 宁仙仙半点都不信他 只哼了一声 之后拿出一只小葫芦 对着那女鬼道 进来 那是什么呀 你要收了我吗 可我不想 女鬼话才说到一半 兔子又发现宁仙仙的衣袖内 有红红的蛇性子吐出来 重新对上那双金色树桶的时候 他立刻啥屁也不敢多放了 麻溜的一窜 变化为一缕黑烟 直接钻进了瓶子里 收了就收了吧 总比被吃了强啊 女鬼如是想到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二十八集 院子外 那名妇人其实一直都没有走 她虽然害怕 但也好奇啊 于是 她就一直趴在那偷看 看到女鬼出来的时候 她吓得差点尖叫出声 可腿软了 跑都跑不了 只能继续在那看 然后 她就看见宁仙仙 不费吹灰之力 就收了那只女恶鬼 这是女神仙吧 一定是女神仙吧 妇人正激动呢 却见宁仙仙又在做法 具体在干什么呢 她不知道 只隐约瞧见 她从怀里掏出 朱砂笔和黄符 然后 就坐在井边 画起了符来 妇人的眼珠子 都快掉出来了 不怪她震惊 实在是宁仙仙 过于不讲究了 毕竟 妇人以前 也是见过 其他道长画符的 哪个不是画之前 还要静手更衣 在坟箱祷告啊 总之 画符一注箱 准备俩时辰 就是很正式很正式 结果宁仙仙倒好 啥准备工作都不做就算了 居然直接坐在井口画符 这符画出来 真能管用啊 带着这样的疑惑 那夫人又仔细地 定了宁仙仙一阵子 但见她很快地 就画好了一把符 没错 不是两张啊 是厚厚的一把 她把那把符 绕着那井口贴了一圈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反正就也没见 她用什么浆糊 甚至口水都没沾一点 那符纸就老老实实地 贴在井口不掉了 那之后 宁仙仙立于井边 双手摆了个像兰花 又像莲花的手势 嘴里开始念念有词 隔得远 那夫人也听不清 她究竟念了什么 就听她念到一半的时候 井边便有了动静 像是井底有什么巨物一般 整个井都在震动 夫人被吓了一跳 以为是地震 立刻抱头蹲在地上 等那剧烈的震动 总像平静了 她再在意抬头 人呐 宁仙仙不见了 和她一起的 高个子侍卫也不见了 夫人一下子站了起来 想上前去看看 又不太敢 但不去看呢 又实在是不放心 只好捏手捏脚地过去 等她终于 战战兢兢地走到井边 只一眼 她就吓傻了 因为 那口祸害人的井 被填平了 可是 这么多的土 哪里来的 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啊 那个小仙姑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天呐 那真的是女神仙 夫人眼口惊呼 激动之余 又开始扭头四下寻找 可哪里还能找到 半点宁仙仙的身影啊 这时候的仙仙 在干什么呢 她正拖着十三往回走呢 一边走 还一边跟她谈条件 十三哥 咱俩商量个事呗 就 今天晚上发生的事 你答应我 谁都不要说 就烂在你肚子里好不好 我为何要答应你 这样的要求 因为咱俩是一伙的呀 我什么时候和你是一伙的了 我是 我是将军的人 那你就得更听我的了 为何 等我做了将军夫人 以后将军都得听我的 你还不听我的吗 十三本还前行了脚步一迟 你 你不是不愿嫁她吗 愿意啊 我挺愿意的 宁仙仙十分真诚的 虽然她长得不行 脾气还不好 但嫁了她 应该就能过上 吃香的喝辣的生活了 这年头 能当个咸鱼 谁又愿意努力啊 反正我不想努力了 十三沉默 且对这个答案 相当的不满意 她臭着一张脸 别指望了 吃不了香 也喝不了辣 不是 你们将军那么小气啊 他不小气 只是很穷 都当将军了 还穷 我不信 信不信她也是穷 算了 就来 我不管她穷不穷吧 只管你答不答应 帮我网密 明仙仙一跺脚 追上了她 挡在她面前 十三不语 她就用那可怜兮兮的目光望着她 且一步一步 直将她逼退到大树边上 十三背底上树干的同时 小丫头已经凑到她胸前了 两人的身高差 十三必须低头才能看清她的脸 但才看了一眼 她就不自觉地别开脸去 宁仙仙长得太好看了 比十三见过的所有的女人都要好看 可宁仙仙不许她逃避 还伸出一双手捧着她的脸 强行将她扭了回来 小丫头直勾勾地看着她 十三哥 你看着我的眼睛 几乎在说完的同时 她的左眼已全数化黑 十三的呼吸陡然一致 方才所有的隐匿气氛 已净数化在她纯净的黑眼睛里 十三哥 你跟着我念 你什么都没有听见 你什么都没有看见 你什么都不记得 听到这句话 十三的目光才从她左眼 移到她脸上 不得不说呀 这丫头生这一张 足以令所有男人 为之倾倒的脸 但是她居然想催眠她 十三的眼神渐而冷却 你是不是当我是傻子 不是 明显仙凝眉 疑惑自己的催眠 为何不起作用 你念啊 为什么不跟着我一起念 十三与生渐寒 跟着你念 然后中你的幻术 什么都忘记掉 也就什么都说不了了 是吗 嗯 你那些术法 对我没用的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期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二十九集 宁仙仙眨眨眨眨眼 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失手了 又像是不敢相信 这世上有十三这样的人 他突然跳了起来 你到底是什么 你真的是人吗 当然 十三突然顿住了 之后才冷冷的当 不是 他这样说了 宁仙仙反而不信了 骗人 你就是人 你肯定是真的人 这好奇怪啊 你一个普通人怎么这么厉害 我跟你说 自打我出山 还是第一次放不到普通人 谁跟你说我是普通人呢 宁仙仙突然一捶手心 是啊 你本来就不一般啊 毕竟身上有那么多的黑 十三挑眉 黑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 仙仙拼命摆着小手 黑黑傻笑着 不过 十三哥 你为什么这么厉害 怎么做到的 十三冷着脸 不肯回答他 宁仙仙就一直缠着他问 最后还干脆耍起了赖 你不回答我也可以 反正我会一直问 一直问 一直一直 一直问 你一个姑娘家的 怎么如此赖皮 就赖了 赖定你 十三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最后只能闷闷地回答 没有为什么 天生的 哇 天生的就更厉害了 哎 你都这么厉害了 那你们将军 一定更厉害吧 十三不答 宁仙仙就又挨了一声 哎 怎么不说话了 你们将军不行啊 谁说他不行了 他 他很行 很行这两个字 十三咬得极重 像是在强调什么重点 宁仙仙一个山里的小丫头 哪里听得懂这个 很行就很行嘛 这么大声干什么 他嘟了嘟嘴 刚要再追问几句 就听一阵鬼哭狼嚎的声音 由远而近 紧跟着 是黑皮吓到面目扭曲的身影 黑皮瞪着大眼 张着大嘴 跑顿的速度 快地拖出了一道残影 像是身后有鬼在追他 嗯 也不能说是像是 应该说 确实是有鬼在追他 是三娘 三娘 三娘无法说话 只能发出诡异的笑声 这样的笑声 于黑夜中回荡着 却足够令所有人 听到头皮发麻 她就那么嬉笑着 飘荡着 追了黑皮一路啊 如同猫捉到老鼠之后 并不会马上将其吞吃入腹 而是一直耍弄着老鼠 直到玩死之后呢 才会慢慢地将美味吃掉 但三娘 并没有杀了她的黑皮丈夫 她觉得生不如死 可能比死更加配她 于是那一晚 黑皮经历了人生之中 最惊恐的一夜 没人知道 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只知 一日她浑身是血 一脸疯癫地 出现在县衙的大门口 疯狂地击鼓 黑皮头按自首 亲自招任了 自己所犯下的所有罪行 还有阿如村的种种罪孽 后来官府一查到底 便由村长父子的 自相残杀的凶案 顺藤摸瓜 间接查出了 阿如村的长寿真相 可当官差去 寻那口井的时候 却发现 那口井一夜之间被填了 井边还贴了一圈 用朱砂画的镇鞋浮印 村里有个妇人说 是须中观 那个叫 明仙仙的小仙姑填的井 还说啊 曾亲眼看到他 受了警中的女鬼 可谁都不信 但信或不信 宁仙仙并不关心 第二天清晨 他就跟着海管室 启程回京了 至于阿如村的后续 他不用听别人说 也能算出个大概来 他还算出 三娘在大仇得报之后 便守信与他的承诺 主动找到黑白无常 下地府 领他该领的 九九八十一发去了 半个月后 海管室一行人 终于抵达了京郊 海管室欣喜地 向宁仙仙汇报道 二小姐 明日便能进京了 但今天天色一晚 城门已宽 就只能暂住别庄一晚了 不过您放心 这是宁府自家的庄子 房间也是提前备好的 住在这儿 跟住在府上是一样的 宁仙仙对此不甚在意 只点点头硬了 他们到时已是入夜 庄子里四下都点了灯笼 庄子里的管室 上前微笑相迎 终于到了 这位就是二小姐吧 快 快请进 那管室看着比海管室 年纪大一些 个子很高 很瘦 老奴 宁长生 您叫老奴 老宁就好 二小姐 饿了吧 庄子里 也没什么好东西 只是备了些 粗茶淡饭 还请二小姐 先将就着用 明日进了府 便好了 仙仙在山上的时候 有时候一个馒头 就能打发一天 粗茶淡饭什么的 自然也不会嫌弃 但是当他真正进了里屋 看到一桌子的 美味真凶 心说 这还叫粗茶淡饭呢 你们有钱人 对于粗茶淡饭 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不过 想来人家说的 也是客套话 他便什么也不多讲 只微笑道 很好 您辛苦了 不辛苦不辛苦 应该的 二小姐 请上座 明仙仙完全没有客气 马上就上了座 不过 想着自己 毕竟是要进阁老府 当小姐的人 行为上 也不能过于粗笔 便假装矜持地 没有动筷 直到所有的人 都落了座 他这才慢条 撕里地 拿起了筷子 然后 夹了盘子里 最大的那块红烧肉 直接塞进了嘴里 嗯 真香啊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 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 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三十集 几人正吃着饭呢 但间门口不知何时 多了个小孩 那小孩看起来不大 三四岁的样子 头发几乎都剃光了 只在中央留了一个 桃子形的形状 憨态可居的 小孩身上 穿着一件蓝色的短打 胸口能看到 那里的红肚兜 这样的穿着 一看呢 就是庄子里吓人的孩子 小孩的眼睛 这时直勾勾地 盯着桌上的菜肴 口水都快流到地上了 凝鲜鲜又塞了 一大块肉进嘴里 才含糊不清地说 嗯 看把孩子给馋了 反正咱们吃不完 要不 让他坐过来 一起吃点 不可 下人的孩子 如何能上桌 海管是一个眼神试下 马上便有粗食丫头 过来拉着那孩子要走 可那孩子却 挖了一下哭了起来 哭得老大声了 这边的动静 惊动了宁管事 他一过来 看到是这孩子 立刻脸色变了 还不会把孩子 带下去关着 嗯 别啊 你关他干什么 那孩子就是饿了 给口吃这就行 宁仙仙说着 人便直接下了桌 他手里拿着一碗饭 饭上堆着一个 大大的鸡腿 他将饭碗塞进 小孩子的手中 微笑着摸了摸 他头上的小桃子 吃吧 小孩子立刻抱着碗 便狼吞虎咽起来 那吃相虽然难看 宁仙仙却半点没有嫌弃 只是 刚才摸那孩子头的时候 倒是觉出异常来了 他醋没问 他今天吃第几顿了 这老奴也不知道啊 春香 人呐 啊 死哪儿去了 二小姐问话呢 还不赶紧过来 来了来了 一个看起来 老实巴交的妇人 慌慌张张地奔了进来 见到宁仙仙 就直接跪下 咚咚地磕了两个响头 对不起啊 二小姐 是奴家的小子冲撞了您 奴家这就把他带走 求您别生气 别罚他 就饶过他这一回吧 他只是还不懂事而已 那妇人战战兢兢地说完 咚咚地又磕了两个响头 这在别人看来 也许是正常的 可宁仙仙却不习惯极了 他从小长在穷人堆里 从未觉得 自己比这些人高贵多少 所以也受不了 他们这样跪拜 先先去扶那妇人 宽慰道 你别这样 我没打算罚你的孩子 只是问他今天吃第几顿饭了 夫人一听这话 脸色顿时大变 这 就是正常吃的呀 奴家吃几顿 他吃几顿 啊 不过您给的这一碗 算上的话 是第四顿了 其实他说的是实话 这孩子确实今天 才吃了第四顿 但 之前的两顿且不提 第三顿足足 吃了四个大人的量了 但他不知宁仙仙为何要问他这些 还以为是怪他孩子吃的太多了 顿时更加惶恐了 不可能 你看他那肚子都快撑破了 仙仙指出事实 那夫人顿时又眼泪汪汪的 二小姐恕罪 是奴家心疼孩子 就给他多吃了一些 但是奴家向您保证 奴家给吃的是自己的饭菜 没有贪吃庄子的粮食 真的没有 求您不要赶奴家母子离庄 求求您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有那么吓人吗 你别总是这样啊 他感觉自己说不清楚了 不过 算了 你带孩子下去吧 但是今天晚上 无论如何 不能再给孩子吃东西了 要生病的 夫人忙不迭地倒 是是 二小姐放心 奴家定会好生看管她的 绝不再给她吃东西 您先先觉得 这夫人怕是又误会她的意思了 不过 这一时半会儿的说不清楚 而且呢 人家明显没有跟她说实话 她也就不多事了 只是 有些事情到底是避不过的 半夜里 那孩子还是出事了 憨儿 憨儿 你在哪儿啊 别吓娘啊 快出来吧 你出来啊 憨儿 憨儿 夫人带着哭腔的声音 由远及近 终于还是吵醒了 正睡得像的宁仙仙 她没什么起床气 被叫醒了也没生气 只揉了揉眼睛 迷糊她 什么事啊 这么晚了还这么吵 不过 她迷糊归迷糊 还是穿鞋下了床 推开房门的时候 夫人的声音 就听得更清楚了 憨儿 你快出来吧 别吓娘了 憨儿 憨儿 娘错了 娘不捆着你了 再也不捆你了 你快出来呀 她一下子就明白 是之前那个孩子不见了 想起之前摸那孩子 头时的一撞 仙仙立刻转身回房 随便撇了件衣裳 就出了门 跳出房门的时候 面前突然多了堵墙 仙仙避之不及 直接撞上了十三的背 要不是她底盘完 站得直 这一撞啊 两人能直接摔个嘴肯倪 这时 看到一切的慕容宇 又开始酸她了 哟 下午不是吃了两大海碗饭吗 怎么 走个路还脚软了 不得不说 慕容宇这张嘴呀 宁仙仙真想给她撕了 不过这会儿 她心里装着事 懒得搭理她 她站好了 先对十三说了声抱歉 之后 转头就朝院门口跑 十三见状 毫不犹豫地追了上去 不是 你们都跑什么呀 等等我呀 然而并没有人等她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期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三十一集 后来 孩子最终被找到了 但是大半夜的 就见那孩子小小的一个 坐在一个小土坡那 背着身子 小肩膀一动一动的 像是在挖土 那妇人立刻哭着扑了上去 凯儿 你可吓死娘了 这大半夜的 后面的话 妇人吓得说不出来 因为 她看到孩子 痴痴傻傻地抬头 看了她一眼 之后呢 又低头下去 继续挖土 但她挖了土 却不是用来玩 而是全都塞进了嘴巴里 孩子在吃土 那妇人当即吓得要晕倒 还是宁管事件的事多 立刻叫人将那孩子按下 不许她再吃那些泥土 但孩子这诡异的行为 到底还是吓坏了所有的人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你们看见了吗 她在吃土啊 那怎么咽得下去啊 是啊 你们再看看这憨儿的肚子 这是要胀破了吗 下午啊 我就觉出些不对了 那孩子平时虽然吃的也多 但今个下午吃的尤其多 一个人就把他爹娘的饭菜 都吃了还不够 一个劲的还要吃 最后我到厨房里把锅里的锅巴都给他了 他吃了 还要 这么小的孩子 怎么能吃那么多啊 可不说呢 汉儿娘见了也是害怕 不敢给他吃 结果 他不就跑去二小姐那边了吗 结果又是吃了一碗饭 后来 汉儿娘瞅着不对 把孩子带回家后 就捆了手脚让他睡觉 哪里知道 他竟自己咬断了绳索跑出来了 可是 这 这是咋回事啊 汉儿怎么了 莫不是疯了 我看啊 是中邪了 就在这时 宁仙仙终于赶到了 他一看这孩子的情况 心里便有了数 有心要问问孩子他娘 可想到之前人家对他的防备啊 一时间又不知该不该上前 倒是宁管事一看他过来了 立刻拱手 二小姐 惊扰到您了吗 实在对不住啊 但是 但是您既然来了 能不能给孩子看看呢 你是说我吗 您先先指着自己 确认般的分道 您管事立刻说 方才老奴和海管事聊了一会儿 您这一路上 风功伟绩 老奴也是听说了一些 所以 您看 我看是可以给看的 不过 你拿主意行吗 要不要问问孩子他娘 要是他不乐意 我就不好出手了 您管事一听 立刻叫那妇人 春香 还不快过来求求二小姐 你家小子 还想不想活呀 那妇人其实也不知道 宁仙仙有什么本事 但她却很是相信宁管事 见她都这么说了 立刻跪地 西行着宁仙仙身边 小姐 您大人有大量 您是活菩萨 求您救救孩子吧 富人哭得伤心 宁仙仙也不是真的不愿帮人 便道 你别哭了 我又没说不帮你 你先把孩子带回去再说吧 回了庄子 哈尔一直在挣扎哭闹 苗 我我 算了 可她嘴里叫着饿 肚子却撑得所有人看着都替她疼 哈尔娘一直在哭着替她揉肚子 尔啊 不能再吃了 再吃就撑坏了 可哈尔不听啊 一直不停地哭闹着 您管是听着太吵 狠狠心 让人堵了孩子的嘴 哈尔娘看得直心疼 但也不敢上前阻止 只能由这您管事的人 将哈尔绑在床上 用布巾塞着嘴 这时的宁仙仙 正观察着哈尔母子的屋子 她仔细瞧过了 屋子里没什么 唯一不对劲的 只有哈尔这孩子本身 她想了想 问道 她白天 是去了什么不干不净的地方吗 哈尔娘认真想了想 摇头 没有啊 就是在庄子附近玩 也不是她一个 庄子里的孩子们 每天都在一块玩的 就那几个地方 没什么不干净的呀 宁仙仙想说 她指的不干不净啊 可不是表面能看出来的 不过 这种事呢 跟普通人解释还要半天 索性又问 那就把其他孩子也叫过来 问问看 她们白天都去了什么地方玩 说不定啊 能问出些什么来 宁管是一听 立刻吩咐手下去带孩子们过来 手下带回来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这几个孩子呢 都比哈尔看起来大一些 男孩们应该有七八岁的样子 只有那个女孩 看着小一点 五六岁的模样 妾生生的模样 看到生人就想躲 被一个年轻的妇人扯了不让 想来 那应该是孩子娘 宁仙仙的目光 很快在那四个孩子身上转了一圈 这一转 就发现 孩子身上 好像都沾了些不干净的东西 这便证明啊 他们白天玩的地方 确实有问题 不过 孩子们明明都不大 却都一脸警惕地看着她 防备心极重的样子 她觉得这里面指定是有事的 但也没开口 只看了宁馆事一眼 那个 短期已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再下集的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 中学出品的 报效灵异 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 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三十二集 男孩子中看着个子最高的那个老实的开口 另外一个胖 另外一个胖点的补充 还有后面的甜脸 这两个地方听起来都没什么问题 但宁馆事还是多问了一嘴 那你们有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事啊 或者是奇怪的人啊 特别是憨儿 他干了什么呀 还是那个高个儿男孩说 挖秋饮 周小元 扔 扔石头 这听起来 也都很普通啊 见问呢 也问不出来什么 宁馆事转头 又去看宁仙仙 却见这位新近的二小姐 正盯着那三个男孩 认真看着 这庄子里的人呢 都是头一回见宁仙仙 自是不知她的本事的 不过 大家都是阁老府的下人 有些八卦从主宅也传到过庄子里 大家便交头接耳 哎哟 这二小姐 真能看好哈吗 我瞧着她年纪也不大呀 哦 是不大 就十五六岁吧 不过 我听说这位二小姐 从小就长在山里 住在冠里 是个修行的姑子 既然是惯例长大的 说不定 真能看出什么来呢 怎么可能 外头的大师 每个四五师 都不敢说有本事 咱们二小姐 这才多大点 肯定不行 嗯 我也觉得 哎呀 算了算了 司马当成活马医吧 大家也都配合点 捧捧二小姐的场 怎么说也是未来 阁老府小姐 下人们 一个个完全不期待地 看着宁仙仙 她却正在问那三个孩子话呢 嗯 你们再好好想想 有没有忘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没有说 三个男孩互忘了一眼 眼中似乎闪过了什么 只有他们自己 才看得懂的东西 最后 琪琪摇头 这有那女孩 也不知是不是被吓到了 一直低着头 缩在娘亲的身后 像是在害怕着什么 宁仙仙盯着的女孩一阵 呼得道 既然孩子们什么都不知道 就送他们回去吧 就 就这样 嗯 我原以为啊 他们是知道些什么的 所以才叫他们过来问 问完了 就把他们身上的问题 也一并解决了 可既然他们不肯说 不是 我是说 既然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那可能只有汉儿有事吧 我呢 就把汉儿治好即可 至于其他的人 余下的话 宁仙仙没有说透 但谁都能听得出来 这话里有话 那个小丫头的娘亲 立刻紧张了起来 二小姐 您的话是什么意思呀 奴婢的女儿 不会有事吧 应该 您先先说的十分不肯定啊 若真如方才所言 他们只是到了河边 在田里玩了一会儿 那自然是不会有事的 除非他们也做了 与汉儿同样的事情 或者 与汉儿所做的事情有关 那样的话 那样的话会怎样 那当然是汉儿现在怎么样 他们以后就会怎么样了 这话一出 那夫人顿时抽了口凉气 几个孩子 也终于把这小脸看向了 正被捆在床上 不停抽搐的汉儿 三个男孩又一次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虽然还是没开口 可表情明显有些松动了 倒是那个小女孩 吓得哭了起来 她声音弱弱的带着借意 还踢了球 汉儿踢了球 踢到河里了 孩子娘立刻追问了 什么球 白白的球 小姑娘怯声声的 声音极小 还吞吞吐吐的 可把孩子娘给急的 哪来的球 霓儿 你倒是说清楚呀 状子哥他们捡来的 赔给汉儿的 小姑娘虽然胆小 但也感觉得出来 事情很严重了 也不敢隐瞒 便带着哭腔全都说了 哈尔的心意上被 庄子哥他们扯坏了 哈尔哭了 说要回家告诉他娘 好叫他娘打他们 庄子哥他们怕挨打 就给哈尔找了个球 玩 还让 还让哈尔别告诉他娘亲 哈尔很喜欢那个球 可是 球后来掉到河里 就不见了 小姑娘越说越怕 抽抽掖掖个不停 但大家呢 也一息听得出来 他说了个什么事 且别的不说吧 就说一个球玩了 也不是什么大事 明显仙却在这时 收了脸上的笑 问他 那个白球上面 是不是有两个洞 还有牙 小丫头一听 又缩了缩脑袋 不说话了 只是哭 这时 不知是谁嘀咕了一句 白色的球 有两个洞 还有牙 那 那该不会是个人头吧 这大胆的猜测 吓得众人全都深吸了口气 那三个男孩的父母 这时也总算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了 二话不说 直接掀起 自家孩子的耳朵 追问他 哎呀 你们还敢不说实话 快说 不然要出大事的 孩子们毕竟也不大 这一打一骂的 便什么都交代了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再下期等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三十三集 原来 真叫宁仙仙给说中了 当时他们给汉儿玩的球 就是一个人头骨 说是在河边看见的 至于为什么要把人头 给汉儿这傻孩子当球体 据最大的那个男孩 就是小丫头换他撞子哥的孩子说 我们又不是故意弄坏他的心意上的 他就哭着吵着要告状 我们怕挨打 就求他不要输 他不肯 还一直闹 那男孩说着也委屈上了 孩儿本来就很讨厌 他仗着自己最小 动不动就哭 他一回家告状 他娘就找爹娘闹 爹娘回家就打我 有时候明明我没错 还要打 说什么我是打哥哥 就该让着他 可是凭什么让着呀 他又不是我金弟弟 而且他老告状 真是烦死了 我们都不想带他玩 他非要跟着 跟着玩不了一玩 又要哭闹 什么都得让着他 不让他就又告状 我们就又挨打 孩子说着 一台袖子抹了下眼睛 这一次也是 我们说了让他自己玩 他非要跟来 才把衣裳弄破的 我们又不是故意的 小妹都说会帮他补了 他还是不意 要回家告状 让我们陪 小胖才出了个主意 我们陪他一样别的东西 哄他开心了 他就不告状 后来 我们就带他去看了那个 他自己认成是球的 还说很好玩 都是他自己玩的 不关我们的事 事情说到这个份上 基本上就什么都明白了 原来呢 是孩子们早就有了矛盾 这哈尔呢 又是个喜欢哭闹的 他娘应该是护短 得理就不饶人 这时间久了呀 三个大胆的孩子都烦他 最后决定小小的报复他一下 但毕竟都是小孩子 也不知道事情轻重 这才惹出了大事来 好在 宁仙仙今天晚上刚好到这 几家孩子们 家长里短的鸡毛碎皮事 他管不了 但那颗人头骨的事 他却不得不帮着处理 既然事情都清楚了 宁管事 你赶紧找人去 把那头骨捞起来 对逝去之人如此大不敬 也难怪人家要发火 可是那个 您管事欲言幼稚 表情难为极了 您先先像是什么都明白 放心吧 那位也不是什么厉鬼 只是被冲撞之后 发发脾气罢了 你们去捞他 本就是一番好意 下水之前 记得焚个香 再烧点黄纸 说明一下 是捞他起来好好安葬的 他自然就不会为难大家了 这样啊 那老奴 这便去安排人手 宁管事说罢要走 宁仙仙却给了他一张平安符 这个您戴上 若真有事 能护你平安 宁管事立刻震而众之地 将平安符揣进了怀里 宁管事一走 汉儿娘就哭哭啼啼地过来了 二小姐 那奴婢家的汉儿 给我准备半碗米 一碗水 三煮香 汉儿娘一听 立刻抹着眼泪的 二小姐 你稍等 我马上就准备去 汉儿娘匆匆去了 很快又回来 手里拿着宁仙仙要的三样东西 宁仙仙接过之后 先一一摆放好 这才并止为剑 轻轻朝指尖吹了口气 便立刻有橙红色的火焰 与他指尖跳远 这一招啊 立刻又晃下了大家的眼 众人纷纷发出惊叹之声 我着 我着了 我着了 可那不烫嘛 那可是火 你的人家是你吗 这二小姐是山上下来的 那肯定是有大本事的仙姑 仙姑啊 她就不怕烫 众人叽叽咕咕的声音 露入宁仙仙的耳中 她恍若未闻 只用那指尖火点了香 再插到那半碗米里 随身常待千金方 妙衣妙药紧随身 赐入弟子一碗水 一切灾难永离身 无奉太上老君 急急如律律 宁仙仙剑指对着那碗凉水 于空气中不知化了什么 化完之后 她将水递给汉儿娘 给孩子喂下 喝吧便可大好 汉儿娘不宜有她 忙千万谢地接了那碗水 那水是真灵啊 给孩子灌下之后 汉儿便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娘 肚肚肚 汉儿娘一见 立刻抱着儿子 就嗷嗷直哭 儿啊 你可吓死娘了 眼瞅着汉儿醒了过来 这时已无人再怀疑 宁仙仙的本事了 不过 这事吧 虽然算是告一段落 但大家的心里 却各有计较 特别是另外几个孩子的 爹和娘 刚才那瘦瘦的孩子 哭着说出那番话的样子 也让他们心里 多少起了些波澜 毕竟是小孩子间的打闹 他们之前呢 也真是没想太多 可现在想想 孩子再小 也是会委屈的 他们顿时一通反思 但反思过后 对汉儿一家人 也是心有非词的 可毕竟都是在 庄子里讨饭吃的人呢 大家也不会因为 这么点事 就撕破脸皮 只一个个案子决定 以后绝不逼 自家孩子 带着那个告状金玩了 惹不起 还躲不起吗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期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 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 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 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三十四集 宁仙仙自是不知 别人在想些什么的 他把汉儿救醒之后 又叮嘱了汉儿娘几句 孩子受惊不小 这几天呢 要卧床休息 别给他吃太多 他肚子冲坏了 得养上半个月呢 不然 以后啊 是要落下大冰根的 汉儿娘一边抹肋 一边道歉 真是太谢谢您了 二小姐 今晚要是没有您 我们和汉儿怕是就 总之就是 谢谢 谢谢你 您先先摆了摆手 不用不用 就是举手之劳罢了 不过 娘子养孩子很辛苦 以后还是不要太溺爱的好 小孩子什么都不懂 都是大人怎么教 他就怎么做 虽然都是些小事吧 但长延道 三岁看八十 要是根都歪了 以后还怎么长成 参天大树啊 汉儿娘这时也不哭了 她一抹鼻子 二小姐 奴婢也没读过书 不懂这些大道理 但二小姐这般菩萨心肠 说的肯定是好话 奴婢愿意听 以后 奴婢一定好好教孩子 再不教她那般任性了 看来啊 这汉儿娘呢 也不是什么不讲道理的妇人 大约就是太宠孩子了些 您先先便微笑着说 娘子你明白就好 谢谢二小姐 真的谢谢您 宁先先又摆摆手 微笑道 你们都是给宁府当差的 就是自己人 不必这般客气 以后啊 好好给哥老当差便是 好的好的 奴婢以后一定做牛做马 以报二小姐救命之恩 汉儿娘千恩万谢的 又说了许多感激的好话 宁先先一个脸皮厚的 最后都被夸得脸皮发红 干脆以困了为由 借机跑了 她逃回房间前 一眼瞧着门口立着一个人 那人身高腿长 面容冷峻 不是十三又是谁啊 你怎么在这儿 等我啊 有事吗 你 好像很灵 一听这话 宁先先立刻明白 刚才自己救孩子的事情 应该是让她看见了 不过 更离谱的 都跟她一起经历过了 这又算个啥呀 她也没假意谦虚 只说 一般般吧 十三低头看着她那张如玉的小脸 月光下 小丫头的皮肤吹弹可破 细弱流光 她心尖 似生出了某种如丝的弦 轻轻一拨 弦丝就颤动着 令她无法不动容 于是 声音都更低了些 带着些连她自己 都不曾察觉到的温柔 明日你入阁老府后 我们便该走了 宁先先立刻的 所以 你这是提前来跟我道别的吗 那 以后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十三点头 末了 又补了一句 如果你 还是愿意嫁与将军的话 愿不愿意也得嫁呀 我又没有一万两 可以还给我的哥老大哥 十三沉默了 你怎么了 不高兴啊 因为 我说不愿意嫁给你们家将军吗 可是 我要是愿意才奇怪的吧 我们面都没见过 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人品怎么样 脾气怎么样 好不好项羽 总好就说我愿意啊 那才叫微信吧 他的脾气 和我差不多吧 真的吗 那就好 那就好 宁仙仙立刻无比庆幸 转而又问 不如 你多跟我说说你们将军的事吧 我知道他多一些 说不定就能喜欢上他了 十三一正 那莫如山坛般的谋桶里 顿时如洒满了星光一般 喜欢上他 对啊 宁仙仙理所当然的 嫁的人当然要喜欢啊 要不然 要不然不得一辈子受罪嘛 不过 要是将军大人的性子像你的话 我觉得 我可以 十三不语 只是面皮一下子发红 还好天是黑的 宁仙仙没能看清他脸上的红韵 可等在一边的慕容宇 人都傻了 不是 这懒婆娘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居然敢调戏他们家十三哥 更重要的是 说好的冷面言罗呢 十三哥 您脸红个什么劲呢 再说说另外一边吧 宁仙是带着那名叫壮子 但偏偏生的很瘦的孩子到了河边 壮子 韩尔把人家头踢到哪去了 快给指个地方 我们才好下去捞啊 壮子还是很怕宁管事的 伸手一指 就那儿 确定是那儿 不要再看看 是这儿 我记得很清楚 宁管事便不再多问 改而对手底下的人说 你们下去吧 这里水不深 把这一片都摸摸看 有人抱怨的 可是宁管事 天太黑了 看不清啊 就不能明早再来吗 倒也不是这人想偷懒 他说的都是实话 毕竟下水的是他们 而且找的还是人头骨 这大半夜的谁能不害怕呀 宁管事也不是想为难谁 只是想想头骨主人那天大的怨气 还是觉得早点过来捞人更有诚意呀 再说了 事情要不处理好 这一晚上谁又能睡得着啊 但这条河 与其说是河 不如说是溪 所以确实不深 宁管事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但此刻四下漆黑一片 只有月亮照在水面上 宁管事心里也开始打起了果 他不敢大意 命而生了好几堆火 照得那一片亮堂堂的 这才放心让他们下水捞东西 可下人们在水里捞了半天 却一无所获 有人这时站起来问 壮子 你再想想 是不是指错地方了 我们可来回摸了十多遍了 每个石头都摸到了 没有啊 那个叫壮子的孩子 抓了抓头 可是 这里的河水浅 我们不敢上水深的地方玩 平时就在这里扔石头的 不会错的 那个 短期已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三十五集 壮子不敢撒谎 都是实话 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就算谁都没有说谎 可那位本就在气头之上 又岂肯让他们轻易找着了事啊 就这样的 他们在水里摸了一夜 天都快摸亮了 可头骨还是没找见 您管是想想 这样不行啊 突然灵机一动 牵起手在嘴边 就冲着水里喊 鬼神大人 我们是诚心诚意来道歉的 之前孩子们不懂事 冲撞了您 还请恕罪啊 但您放心 孩子们已经教训过了 再把您从水里捞起来后 我等定会好好的安葬 所以 请您快快现身吧 说了也是奇了 您管是这么一喊 水里头终于有了动静 有人突然叫了一声 你什么东西啊 你别一惊一乍的 兴许是鱼吧 我刚才就踩到一个 差点摔了 不是 它 它咬我 鱼是不会咬人的吧 顿时 在水里的其他人都吓得蹦了起来 而这时呢 借着微微发亮的晨曦 所有人都看见 水里头有个白色的影子 在飞快地游动着 那儿 那儿 在那儿 哎 那什么 白色的 游得还挺坏 没见过这么白的鱼啊 鱼 什么鱼啊 好像是那个头啊 只这一句 又有人吓到破音呢 你快别吓人了 头怎么会有水 可当话音方落 突听了一声惨叫 紧跟着 便有人直接翻倒在了河里 不停地扑的 我的腿 我的腿 他要咬我 他要咬我 救命啊 救命啊 宁管是在岸边 看不清楚情况 这时间有人落水 一时急得不行 水明明那么浅 那人却扑腾着 不停地呛水 眼看着就要沉下去了 他终于管不了那么多了 宁管是也下了水 蹚着水去拉人 就在他手指 接触到那人的手指的时候 突然他感觉 自己怀中一热 紧跟着 惨叫的家丁 终于不叫了 那白色的东西呢 也终于撒开了嘴 宁管是立刻将家丁 拖起来 之后 带着人伸一脚 浅一脚地 回到了岸上 这时 水里的其他人 也纷纷上了岸 大家围拢在 那个被咬的家丁身边 捡起他的裤子一看 哇 好家伙 那小腿上一圈牙印 特别明显 腰胎很深 还出了血 哎呀 这真是人的牙印啊 所以 刚才托你下水的 真是那颗头骨 他是不是 不想被咱们捞起来啊 可是 二小姐不是说 她不是什么厉鬼吗 不会伤人的 这怎么说 是还没消气 那也是 毕竟 咱们也还什么都没做 人家怎么可能消气呢 大家你一嘴我一嘴地说着 宁管是这时 也赶紧伸手朝怀里 这么一掏 当他把之前揣好的平安符掏出来一看 这才发现 原本叠好的三角符 这时已直接烧成了灰呀 怪不得他刚才感觉到怀里烫 原来就是这个起了效用 有家丁也看到化成会的符 这不是二小姐给的平安符吗 怎么成这样了 这还用问 肯定是刚才起效果了 要不然 阿典被拖下水 估计就上不来了 那这就是说 二小姐还是很灵的 那 咱们要不要回去请二小姐过来呀 要是没有他镇着 那个东西 怕是捞不上来的吧 这么一说 宁管是也动了心思 之前呢 他本是信心满满 可现在也不敢确信没事了 于是 刚打算睡个回笼觉的宁仙仙 又被请到了小河边上 我看看啊 这时天以微量 借着晨曦的薄光 他认真检查起被咬的家丁 咬得这么深啊 他跟你有仇啊 那家丁被问得脸色一白 没有啊二小姐 小的怎么会认识他 可您先先去看着他 你知道他是谁吗 就说不认识 被这么一反问 那个叫阿典的家丁也愣了愣 他抓了抓自己的头 很是纠结的样子 二小姐说的好像也有些道理 但是小的真的不知道他是谁 也不晓得认不认识 但小的平时从不与人结怨 当时没有仇家的 你再好好看看这个牙印 宁仙仙定定地望着他 左眼微微一暗 有一瞬间几乎变成了全黑色 但速度很快 马上就恢复了正常 阿典这时正低头看着自己腿上的牙印 所以完全没有注意到宁仙仙的变化 那牙印咬的其实并不算很深 所以这会儿啊已经止了血 不过止血之后的牙印周边 看起来有一些轻子肿胀 就更为明显些 于是他很快就发现 那一圈牙印是不太整齐的 牙印的上面一圈明显缺了两颗牙 而下面一圈的牙印则是歪歪扭扭的 显然是牙口不整齐 很多孩子在患乳牙的时候 喜欢用舌头去舔牙根 这时间长了 就会导致新长出来的牙齿不整齐 这本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因为许多人的牙都不是整齐的 差别只是不整齐的程度严重不严重罢了 而这个咬了阿典的人头骨 那牙口啊可是太不整齐了些 但也正因如此 阿典越瞧那牙印就越发觉熟悉 像是在哪看到过似的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三十六集 可阿典想啊想的 想了半天 还是抓了抓头 二小姐 小的可能真的认识这个人 他 但小的就是记不起来他是谁了 毕竟 这也就是一圈牙印啊 他像是真的在着急 但眼神也并没有说谎 宁仙先用左眼看过阿典 知道他本性纯良 是个老实人 不会在这方面撒谎 于是道 行吧 我帮你想个办法请他出来 让他自己跟你说 不过得有人帮个忙 让他赴个身 不然的话 现在天都亮了 他是出不来的 这话一出 所有围观的人 皆都一闪一退 这出来看热闹是一回事 可戒身赴鬼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会损阳兽的 那再说了 谁又敢保证 被鬼上身之后 会不会被夺了身体呢 大家都不愿意啊 这时有人弱弱地问 只能上人的身吗 其他活物的行不行 比如那个 大家顺着那家丁手指的方向一看 才发现 他指的是正在河边有水的一群鸭子 大家齐齐沉默了 这 宁仙先起先也觉得 这人是不是故意的 这不坑鬼的吗 但仔细琢磨了一下 又觉得这主意 其实还不错 毕竟阴阳有别 鬼上人参 多少啊 还是有损身体的 但鸭子那就不要紧了嘛 哪怕是死了 也能炖得吃 不浪费啊 于是 他虽然觉得 有点对不住那只鬼 但还是爽快的 那就凑合凑合 付身那个吧 可这会儿 却是那只人头骨不乐意了 他知道宁仙先 要他上个鸭子身 就开始在水里挣扎 就见河心 有一处正不停地冒出水泡 而水泡发出的声响 竟好像在说 我不 我不 我就不 可宁仙先 哪里管他是什么意见 只一张黄符 扔进了水里 马上 冒泡的那处 便翻滚了起来 像是那儿 放了一口烧开水的锅 很快的 锅里冒出一缕青烟来 那青烟不情不愿 扭扭捏捏 极力抗拒 但最后 还是被强行 扯进了某只 大麻鸭的身体里 大麻鸭全身一个机灵 之后 痘痘眼里 就写满了哀怨 可哀怨归哀怨吧 那都已经这样了 还能咋地啊 只好自己游过来了呗 然后 在场所有人 都见证了奇迹 大麻鸭张嘴了 先是嘎嘎了两声 之后 就用他的公鸭嗓 中气十足地骂道 你这个不小子 看老子咬不死你 阿点一听 这熟悉骂人的调调 突然从那张鸭脸上 仿佛看到了 一个熟悉的身影 他抖了抖嘴唇 趁声问 爹 这声爹叫的 庄子里的其他人 变得变脸 猛地发猛 笑得更是笑出了声来 不过 那个没长心到笑出声的 立马被自家老爹 一巴掌给扇闭了嘴 庄子里的老人们 都是认识阿点爹的 知道是他回来 居然就没那么怕了 毕竟 阿点他爹 虽然脾气不好 他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老好人 而这时 那只大麻鸭 居然还哭了起来 你这个不小子 你就让我死在外头 不管的 我那一把老骨头了 就这么烂在山里水底 现在就省一个脑袋了 还要被几个臭小子到球里 我 哎呀 我是死也不能瞑目呀 你是个不小子啊 你是个不小子啊 大麻鸭似乎是哭伤心了 一边哭 一边要压嘴 捉儿子的头 阿点被啄得脑门疼 但却顾不上党 只惊喜道 爹啊 真的是您啊 是真的吗 您回来了 可是 我哪里让您落到山里了 不是好好的后葬了吗 你葬个屁呀你葬 你连你爹的师骨都能认错 你这个不小子 我真是白生了你 啊 认错了 这怎么可能呢 还有什么不可能 老子现在还暴时荒谈呢 我能不知道自己在哪 你这个不小子啊 让你瞎了眼睛 让你瞎了眼睛 本来他还哭得挺苦情的 但这突然蹦出来的一声嘎嘎 顿时让明仙仙都想笑了 可这时候发笑 着实是有点不厚的 他忍了忍 说的 那个 大爷 您快别哭了 有什么委屈 您趁这个机会赶紧说清楚 这样咱们也好找回您的尸骨 好帮您入土为安呢 大麻呀听了这话 又嘎嘎两声 猜到 小姐 小的没别的要求 修着恨着眼下的儿子不成气 我咬的两口 不能结气 说吧 他又狠狠地啄了儿子的头几下 这才算是气顺了 那 现在您气解了 就赶紧说吧 您的尸骨到底在哪呢 说清楚了 也好叫阿典去捡回来收敛吧 您先先这么一问 大麻呀又哭了 窦大的黑眼睛里 巴达巴达地朝下唐眼泪 捡个屁的鞋 可是这辈子啊 都捞不起来了 小的那把老骨头啊 在山上的寒探底呢 他儿子一听 压抑道 可您怎么会在那儿啊 陈掌柜不是说 您是上山挖山 无幸滑下山坡 最后被狼吃了吗 他说什么你就信啊 你是杀区啊 二愣子 阿典被这大麻呀 骂得一愣一愣的 但同时心里也打起了骨 那要是他爹不是那么死的 那掌柜为什么要骗他呢 一个可怕的想法 顿时在脑中成形 阿典的脸色都变了 那里的头怎么在这儿啊 那是因为 口都说干了 先等我喝口水 大麻呀说完 就真的扎头在河里 咕咚咕咚地喝了好几口 喝过瘾了 这才将事情的始末原尾 全都说得出来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三十七集 原来呀 阿典他爹的死 是意外 也非意外 十年前 阿典他爹 到山里采草药的时候 意外寻得了一颗野山深 而且 是被人系了红绳的那种 采人参呢 素有系红绳的说法 传说呀 人参是妖精 会跑 但系了红绳之后呢 人参就被打了标记 跑不掉了 可当年阿典爹寻的那颗人参 虽然是被系了红绳 还是跑了 发现人参跑了之后啊 阿典爹十分遗憾 但也并不意外 毕竟 那颗人参被他遇见时 已经系了红绳 这便证明 他不是第一个 发现这颗绳的人 想来 上一次 也是被这人参给跑了 所以才会被自己发现 但 能跑的人参 一定是极品 所以 药铺的陈掌柜 听说这事之后啊 就主动找到阿典他爹 想请他带他上山 再寻一寻这颗身 还承诺他 若是寻得了 就给他重金买下 寻不到呢 也给他一两银子 做跑路费 这年头 穷苦人家一年 也不过大几两银钱的开销 就带个路 便能赚上一两银子 谁不干呢 阿典爹就这么 欢欢喜喜地 带着陈掌柜上了山 只是 这一上 他就再也没命下山来了 因为有了头一回的失败经验 陈掌柜让我带他上山前 现在我去拜了山 又是烧纸 又是焚香的 说是祈求保护 我反正也不懂 就是什么都听了 也照做了 还别说呀 这么拜了后 进山的路走得特别的顺畅 比平时上山时容易多了 到了山上 我们拿着锁宝棍压草寻宝 谁都不敢出声 生怕惊动了他 又叫他跑路 这样 寻了大半天的功夫 快天黑的时候 终于叫我找着了他 他身上还记着那 那颗红绳呢 不过看着啊 比之前旧了许多 我当时就大喊一声 放水 听说这样人身 就能被定位呢 我也不知道管不管用 反正就这么喊了 然后拿草帽啊 给他盖住了 哎 哎 别说呀 这么做了后 他真的没跑了 陈掌柜这事也过来了 他说怕这样还是不够 毕竟之前那根红绳啊 明显就拴不住他 所以想再给他 记一根咱们自己带来的 我想想也是有道理 就拿开了草帽 可就是那一拿 他变了 大家都以为 阿典他爹会说人身又跑了 没想到 他说的是变了 这时 故事正讲到紧要关头 大家都急着听下去 可大麻牙又渴了 于是埋头又咕咕咕的喝起了水 待他喝够了 嘎嘎两声之后 才继续的 他变成了一个小娃娃 就跟刚出生差不多大小那种娃娃 白白胖胖的 身上没穿衣服 就头上顶着一片叶子和一串红红的身果 那身果下边 还记得那根旧红绳呢 有人惊呼 哎呀 这是曾经的呀 哦 曾经了 那不就是人身娃了吗 天哪 那得长了多少年的人身 才能成精成娃呀 这至少得长个千八百年吧 大家的议论声中 阿典他爹又嘎嘎的说道 呃 我也是这么想的 立刻就追了上去 那后来呢 有人急着听下去便催促他 阿典他爹摇摇头 还是让他跑了 当时我们追到山顶那个寒潭片上 他死溜一下 就钻进了那个寒潭里 然后呢 大家齐声又问 然后 陈掌柜就把我推进了水里 还说 只要我把那个人身娃给他捞上来 就给我一百两银子 一百两啊 大家齐齐吃了一惊 纷纷惊叹于陈掌柜的大手笔 这有亲儿子阿典 激动地叫了起来 可您不会水啊 他把您推到水里 不是让您死吗 这一说 大麻鸭的痘痘眼里 顿时又饮满了泪 可不说呢 他个老混蛋 也不问问情况就推我 我一下水啊 就跟个石心的秤妥似的 一直往下沉 落到水底下时啊 我倒是真见着了那个人身娃 可也就是最后一言了 事情说到这儿 基本上也就真相大白了 当年 这陈掌柜想是也不知 阿典他爹一个大男人 居然还不会水 结果 他就那么不明不白地淹死了 人死之后呢 陈掌柜应该是心虚的 所以才搞了句 被朗肯的面目全非的假尸体 给了阿典他们 还赔了好些银子 当时阿典年纪也不大 娘又是个老师的 于是事情就这么稀里糊涂地 被盖了过去 直到如今 他爹的头骨 不知怎么地 从山上冲到了这条河里 又被孩子们捡到 再撞上宁仙仙 刚好在这儿住了一眼 这才解了这桩十年的冤案 那之后自然就是报官了 听说陈掌柜直接被拘了 事后要怎么判怎么罚 宁仙仙也不会多问 那是官家的事了 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女官 驱她的鬼 捉她的腰便好 不过 她可以不把这个事当事 阿典一家却不行啊 他们千恩万谢地 纷纷表示 日后要为她做牛做马 宁仙仙表示 没必要 真的没有必要 但阿典怀里抱的大麻鸭去说 而小姐摘心人后 又有神仙手法 若是日后啊 又用得着的之处 但行吩咐 宁仙仙也没有什么 好吩咐一只鸭子的 只伸手摸了摸大麻鸭的背 就是那么一摸 她左眼突然暗光一沉 很快的 又是一幅幅陌生的画面 接在她眼前展开 宁仙仙出了会儿神 直到耳畔 响起大麻鸭略带羞涩的声音 二小姐 原来你喜欢鸭子啊 你才喜欢鸭子 你全家都喜欢鸭子 那个 本集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三十八集 大麻鸭不明白自己怎么就说错话了 喜欢鸭子有什么问题啊 鸭子多好啊 但 这位二小姐只是看着好说话 其实一点就着 是个火药桶子 她呢 也不敢得罪 只能闭嘴 不嘎嘎了 而这时 稍微来回些理智的宁仙仙 突的将按在鸭背上的手 用力的一抓 大麻鸭一个激烈 然后就听到宁仙仙 用魔鬼般的声音问道 那么现在 你的冤情也解了 咱们是不是 也该来算一算别的 比如 把你交给鸭差 带下去什么的 大麻鸭立刻吓得嘎嘎大叫啊 不 我不 我就不 大麻鸭叫着叫着 还扑腾着翅膀要逃走 却被宁仙仙揪着翅膀 直接给抓了回来 你别跑 想去哪 我不投胎 我不去地府 我怕 大麻鸭的声音原本就低啊 这时甚至还带了些哭腔 整得好像宁仙仙在欺负鬼似的 可他能有什么坏心思 只是想送他下去重新做人罢了 但大麻鸭却有自己的想法 就说 我是十年漂来党去的 也过得挺好的 为什么要去投胎呀 谁知道会投到什么人家 又要过什么早新日子 我还不如就这么混着得了 这不合规矩 规定是死的 人是活的 宁仙仙指出事实 可你是死的 但麻鸭不管 还撒泼的 我不管 不管 我就不投胎 不投 不投 你要是逼我 我就算下了地府 也要天天画圈圈俗咒你 你咒一个试试 宁仙仙脸色一沉 那大麻鸭立马就怂了 他怂怂地继续嘎嘎 还委屈无比 从前活着的时候 每日都要下地 干工 一年干到头 满打满算 也不过挣那几两银子 到了今年 想吃块布给媳妇做身新衣裳 都没有多余的 我自个儿更是 自大成亲以后啊 再也没有裁过一身新衣服 睡过一天懒觉 吃上一顿好饭 可我死后啊 每天不是水就是糖 虽然是无聊了些 可都不用干活了 还嫌什么无聊啊 而且 不吃东西也不会感觉饿 只要逢年过节 回家吃吃香火 房子也是 以前再怎么 也得搭个窝棚住着 现在我哪儿不是水啊 都不用我存钱改房子 这样的日子 我很喜欢 不想改变呢 再说了 我偷了胎 就看不见我老婆孩子了 但你会有新的老婆和孩子啊 我不要 不要新的 不要 于是乎 那天庄子里的很多人都看见 阁老府上新接回来的二小姐 满庄子抓鸭子不说 还和鸭子吵嘴 吵到最后 一人一压都累贪了 您先先撑着膝盖 坐在块石头上 头上还顶着一片黑鸭毛 你 你别跑 二小姐 您就不能放过我吗 我又不会害人 我只想好好过我的鬼日子 你那还不叫害人呢 那个汉儿 要不是我正好在这儿 昨晚上他就撑死了 不会的 不会的 我也就是吓吓他 不会真的叫他撑死的 大麻雅连连摆着翅膀 还笨拙地做出了座衣的动作 二小姐 求您成全 我真的不会再害人了 您就让我留在庄子里吧 以后白日游着他们照看 晚上游我来巡逻 保证给你把庄子 看护得稳稳妥妥 您先先想说的是 关我屁事啊 这又不是我的庄子 不过 他是真的抓鸭子抓累了 虽说他若动了真格的 是不可能抓不住一只鸭子的 不过 一如他之前所言 阿典他爹呢 也确实不是什么恶鬼 他想了想 从怀里掏出一个土黄色的小本 本本上书 加粗加黑的五个大字 仙仙鬼戚账 账本翻开 里面装定的竟全都是黄纸 前面似乎已经用了树叶 他一一翻过 翻至一片空白处才到 来 花鸭 不然我不信你 我 我不会呀 大麻鸭实话实说 不只是不会画鸭子 其实 我大字不识 什么都不会画呀 您先先拍桌子 不是让你画鸭子 我是让你画鸭 画鸭 你听不懂吗 懂了 可是我不会写字啊 按手印行吗 大麻鸭说着 举起了他的鸭脚掌 您先先一看 脸都清了 不过 他倒也没发火了 只是很快又掏出一只笔来 沾上朱砂 飞快地在本本上 写了两串鬼画符一般的字 字是分一左一右写完的 写完 他从中间折了一下 再一把将大麻鸭 薅了过来 捏着他的脚 在朱砂上踩了一下 之后呢 又一左一右 分别在本本上印了两个鸭脚掌 成啊 这便算是画好鸭了 这 这也行啊 不然你亲自出来 摁手印啊 不 不要了 别看人这是个小畜生 身子骨还蛮结实的 我住里边蛮好的 他不肯出来 主要是担心 在宁仙仙面前出来 不知道会遭遇什么 所以 他宁愿狗在这鸭身子里 宁仙仙也不逼他 只将右边这份撕下来 塞进了鸭嘴里 行 这份 你的 那份是我的 咱这就算是牵下死器了 以后 你若敢行凶迟恶 我会在第一时间知道 知道了 我就来收了你 大麻雅吓得肥肥的身子一抖 再也不敢瞎嘎嘎了 事情 这便算是彻底了结了 那个 短期已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再下期等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 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三十九集 完事后 宁仙仙跟着海管室 要回阁老府了 临走时 庄子里所有下人 都出来送她了 包括昨夜称坏的汉儿 也被她娘抱在了怀里 在那里挥手相送 宁仙仙还听见她娘 指着她对汉儿说 汉儿 快认认人 二小姐是你的救命恩人 你要一辈子 记着她的模样 长大了 做牛做马 也得报答她 其实 宁仙仙只是顺手一帮罢了 没费什么功夫 但汉儿娘的话 还是让她心头一热 庄子里的大家 其实都是好人哪 宁仙仙走后 阿典终于拿出 她爹的那份死气 想让宁管室 帮着看看上面 写了些什么 可宁管室展开那张黄纸 看见的 只是一个红红的鸭掌印 宁管室的脸色 有些古怪 你这是让我看什么 叔儿 您也看不见吗 看得见呢 这么大一只鸭掌印 我怎么看不见呢 不是啊叔儿 我是说上面的字 您也看不见吗 我爹说了 这是他和二小姐定的死气 是他亲眼看着二小姐 用猪杀笔写的 还说死气迁了 他就再也不能做坏事了 只要做了 二小姐就能知道 就会来收了他 宁管室一听 立刻认认真真的 又看了眼那张纸 可他真的只能看到 一个红红的鸭掌印 他有点不甘心 又让庄子里的其他人 都过来看看 就连字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憨儿也没有犯过 可惜 谁都看不见上面有什么 至此 宁管室却眼中金光大亮 仿佛亏得了什么 不得了的天机 觉得这应该是和五字天书 一个原理的 所以二小姐果非凡人 一定是个仙人 至少那也是个半仙 他立刻郑重地叮嘱大家 既然大家都在 那我也说一句 这张死期的事 老典的事 还有咱们家二小姐 绝对是个半仙的事 大家自己知道就好 一个字 也不许泄露出去 不然 宁管室晃了晃那只 带着鸭掌咽的黄指 冷声威胁 这就是下场 虽然谁也没有听明白 宁管室说的下场 是什么下场 可这并不妨碍 大家对此感到害怕呀 毕竟 二小姐的手段 昨夜大家可都是见识过的 于是 众人纷纷应诺 承诺将一切都烂在肚子里 然而 人最难管住的 可不就是一张嘴吗 更何况是这么新鲜 又奇异的八卦 于是 装子里的大家 虽然都表示 谁也不会说 但是一转头 立刻便将自家二小姐 是个半仙的事 给神乎其神的传了出去 传的那叫一个奇妙无比 精彩绝论啊 而这时 什么都还不知道的宁仙仙 已经跟着海管室 走了很远了 路上无聊 她并又像之前一样 趴在车窗边上 跟十三和慕容宇 唠着磕 被问到那张死器的时候 她摆了摆手笑道 假的假的 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女官 怎么可能牵得了那样的东西啊 那就是吓唬那个老点 她反正什么也看不见 也不知道上面有什么东西 虽然就不敢乱来了 毕竟 未知的 才是最可怕的嘛 慕容宇一听 立刻又嫌弃地吐槽她 你个大骗子 十三对此默不发言 但看着宁鲜鲜的眼神里 却多了几分更深的探究 那张死器真是假的吗 她心里本想这般愤态 但话到了嘴边 却唤了一句 你确定这就是真相 你不觉得奇怪吗 烟死也是死 被狼咬的面目全非也是死 有什么区别吗 为何陈掌柜不直接告诉阿爹 说她爹 就是师祖滑到潭里死的 非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 宁鲜鲜也不瞒她 因为后面还发生了一件事 但阿点她爹当时是个心死之鬼 应该还处于一种 半迷糊的状态 找不找北呢 毕竟有些人死之后 魂魄飘出来看到自己的尸体 那时又害怕又绝望 还得躲阴差 应该就错过了那一段 哪一段 仙仙看了眼慕容宇 对十三招招手 十三哥 你过来 干嘛 你过来啊 我要跟你说悄悄话 不给别人听 这个别人还能是指谁啊 慕容宇立马又要爆炸了 结果 就见她家的面摊冰山十三哥 竟乖乖地把头凑了过去 真去听人家讲悄悄话了 慕容宇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幻觉 这塔玛一定是她的幻觉 她的十三哥不可能这么听话 然而 事实证明 她的十三哥对上宁仙仙 是会破例的 宁仙仙这时哪管慕容宇 在那边磨什么牙 只乖乖软软地凑上前去 小小声了她 你知道我的眼睛和旁人不一样 所以 我刚才摸她压背的时候 顺带看了看她过去的一些片段 看得不全 刚好就看到了一些她忘记的事情 少女的体相悠悠 直窜实散的鼻腔 她虽方才行动时喂过大脑 但此刻 已然感觉不妥了 可凑都凑过来了 再退回去 有些刻意 只能强忍着 没再退 但小丫头 在她耳边说话的时候 热热的呼吸 轻喷在她脸侧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四十集 十三的脸慢慢地就热了起来 一开始还只是面颊 到后来 耳根子都几乎红透了 这一幕看在慕容鱼眼中 又是好大一阵急喘气啊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一定是瞎了 不然怎么可能看见十三哥脸红呢 但这假神棍的小骗子 到底都跟十三哥说了什么呀 他怎么会如此 可惜 这回还真是慕容鱼冤枉仙仙了 他也没说什么不该说的话 就告诉十三 那个人参娃是个好娃娃 他见自己躲进水里 害得阿顶爹淹死了 很是内疚 就努力用自己的小身子 将尸体顶出了水面 可当陈掌柜看到人参娃娃 重新出现的时候 却只想抓住他这个小宝贝 于是最后 人参娃娃被抓了 阿顶爹的尸体又沉下了坛里 那寒坛很深很深 陈掌柜自己不敢下去捞尸 也不敢请人过来捞 本想着等几天尸体就自己扶上来了 可他足足等了三天 尸体还是没起来 他害怕了 才找了具假尸骗人 他认出来 才叫狼咬成了面目全非的样子 又赔给了阿顶家许多银子 算是了结了此事 只不过 人在做 天在看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如今陈掌柜终归还是自食恶果 得了报应 虽然宁新鲜不知道 最终官府会如何判陈掌柜的罪行 但一命抵一命 是跑不了的 就是可惜了那颗人参娃娃 也不知道最终被陈掌柜怎么祸祸了 千年老身哪 一定很值钱 这嘀嘀咕咕地说着 以为没人听见 但十三耳力极佳 将他的小遗憾 尽收耳中不说 唇角还不自觉地带了丝笑 很浅 很淡 一闪而逝的笑容 却还是落入意志盯着他的慕容雨的眼中 以前十三哥从来都不笑的 从来 所以 十三哥真的不正常 莫不是叫这小神棍下了咒 迷魂咒的那种 宁新鲜这时仿佛感觉到了什么 下意识的一侧头 碰向马车前方 几乎在同时 马车一个急银 差点把他从车窗里抖出去 这时 驾车的家丁惊呼道 哎 路上有东西 大家立刻上前查看 这一看 所有人又惊了 那竟是一只白色的刺猬 白色的刺猬呢 虽然说不常见 但也不是什么绝对稀有的品种 但这只不一样啊 这只刺猬的个头大呀 跟头小猪仔似的 还管是看着面前一大坨 心里仿佛有万千奔马 在来回的急奔着 不得不说呀 自打他接到这位二小姐 那怪事啊 就跟着一锣又一筐的 仿佛哪天不见着点稀罕事 才是不对劲的 这么多天 在这方面呢 他也算是有经验了 二话不说 便直接问 二小姐 要不 你来看看 这东西 咱们是怎么处置才好 还管是如此上当 宁仙仙自然呢 也不摆那个架子了 他很快下了马车 走过来看连马车下白白的一大团 就见那刺猬真的把自己团成了一个球 团得紧紧的 但就是挡着那车轮不让过 他这一看就明白了 车夫啊 你下来吧 车上的重箱子 重行李也都卸下来 这是为何呀 二小姐 车子太重了 怕压死他 所以让你们捡捡重啊 捡完再压 兴许他还受得住 啊 那为何 为何非得压他呀 咱绕过去不行吗 行是行 但他怕是不太肯 不信 你让车夫试试 还管是虽然觉得 这种时候吧 就该无条件地相信宁仙仙 但还是架不住心中好奇呀 便真让那车夫 把车子朝后退了退 打算绕过那只刺猬 走旁边 然而 马车动了 刺猬也动了 白白的那么一大驼 眼睛也没露在外头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看见的 总之 车轮子上哪 他就滚哪 车轮子停了呢 他也停 他还不是随便停 就停在车轮子的正前方 也就是说呀 这马车只要向前 就一定会碾过他的身子 这一幕看的众人 是目瞪狗呆呀 看吧 我就说了 他不让咱们走 海管事这时呢 也完全陷入了迷茫 这 为啥呀 他就想咱们压压他 就算不死 也会受伤吧 所以我才让你 把车上东西卸下了一些 减减重 然后赶紧压完赶紧走 海管事 不过 这一路下来 他对宁仙仙的看法 早已不再是山里来的野鸭的骗子了 所以 二小姐怎么说 那就怎么做吧 于是接下来 就命人赶紧将车上的香笼 都抬了下来 又叫赶车的家丁牵着马匹杆 这才小心翼翼地压过了那只白刺猬 吱的一声 白白的一团发出痛苦的声音 之后 团成的球就压扁了 一张尖尖的小脸露了出来 黑痘痘的眼里还包着两泡泪 但还是倔强地坚挺着 直到马车整个从他身上碾了过去 他才四肢一松 哇地吐出了一口血水来 哎呦 吐血了吐血了 这怕不是要压死了 咱们府上的马车 就算什么也不装 其实也不轻啊 家丁们不敢大声 只挤在一起 窃窃私语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四十一集 宁仙仙完全没管他们在说些什么 只是赶紧想上前查看一下那只刺猬的伤势 不过 到处都是刺 实在是有点难以下手啊 没办法了 宁仙仙只好从怀里摸出一颗丹药来 递到那刺猬嘴边 然后用只有他俩才能听到的声音说 我知道你是在讨风 挨过这一招 你便是白仙了吧 虽然白仙管的就是治病疗伤 但你现在还不能自治 先吃我一粒丹药 嘘上这口气 那刺猬听了他的话 一脸差异地望向他 对 明明是只刺猬 小小的尖脸上 居然也能看出来惊讶的表情 不过 大抵是宁仙仙身上那股子清和力 太让人安心了 那刺猬倒是真的伸鼻子 到他手中嗅了嗅 前面说了 白仙原本就是保家仙中保人治病疗伤的 他当然也能闻得出来丹药的好坏呀 于是就这么一闻 胖刺猬的痘痘眼里立刻闪动起光芒来 他一张嘴直接吃了那粒药丸 几乎在丹药入肚的时候 他便感觉到有股暖意 从肚腹直窜而上 紧跟着 全身上下都暖洋洋的 舒服极了 不一会儿 之前还吐血的胖刺猬 已经可以四脚站立了 宁仙仙一看 笑了 看来是恢复了 那么 他双手一拱 竟对着那白白胖胖的刺猬 微微一拜 偶遇极为圆 封你为人参 不求既苍生 但求不获释 若行不义事 天打五雷轰 声乐 那白胖刺猬的脸上 隐约献出些喜色来 之前的忐忑焦虑 也在瞬间一扫而空 仿佛是了却了一桩大心事 宁仙仙剑霸 又是一白手 去吧 我们也该走了 白胖刺猬点了点小脑袋 转身离开了 不过 他腿短跑得慢 跑了一小段 也没多远 但见他跑着跑着 突然又回过头来 之后 他两条后族分开 就跟个孩子似的站了起来 前族却交握在一起 摇摇地 给宁仙仙做了个一 做完 他才加快步伐 呲溜一声跑了 这一幕落在海管 是和一干家丁眼中 众人只觉得 哦 这又是惊代的一天呢 但是 总感觉 只要是发生在二小姐身上的事啊 大家现在什么都不觉得奇怪了 都可以接受 只有慕容宇 什么都喜欢酸一句 哼 没见识 有什么好指的大惊小怪的 十三瞥了他一眼 他立刻闭了嘴 仙仙却解释道 是没什么好奇怪的 不过 日后大家 若真的在遇到这种情况 也记着要注意帮他一把 白仙相较于其他四位 性质温和羞涩 也更懂得感恩 你们要是帮了他呀 日后他有机会 也会回报你们的 但仙仙这个说法 却叫海管是诧异了 压他还是帮他呀 是啊 他在讨风嘛 动物修行不易 带得修炼到一定静静 突破了 就能画出人身来 但是这个过程呢 是相当艰难的 往往都是九死一生 比如大家都知道的 骄蛇画龙 必须经历雷劫一般 劈死了就是一架白骨 那劈不死 就画龙飞升了 那只白仙呢 也是一样的 他要突破画形 所以也得立结 这五大仙家里啊 白仙的情况要特殊一点 讨风的时候 除了需得有人承认 他是个人以外 还得有车马压过 能活下来的 就是成功突破 要是活不下来的 要么死 要么再修五百年 海管师瞪大了眼睛 讨风 所以二小姐的意思是 刚才那只 不是那位 是那位大仙吗 对 五大家仙中的白仙 可仙家讨风 不是画为人形 拦着便问他像不像人吗 看你说的 要是他都能画为人形了 还要讨什么风啊 正是为了正正经经的 画形为人 才要讨风的嘛 海管师一听 觉得好有道理哦 然后他便忍不住 又忘了 往白仙离开的方向 那 方才二小姐帮了他 日后他 是不是会来报恩呢 应该吧 宁仙仙 不是很确定的样子 但就在此刻 吭哧吭哧的声音 又传了过来 众人回头一看 竟是那只白仙 又回来了 但他这回呢 不是空手而归的 背上 扎了一堆奇形怪状的果子 他腿短跑得慢 再加上背上负重 所以被压得一歪一倒的 还发出吭哧吭哧的声音 仙仙见他回来 连忙迎了上去 可还有事 那白仙摇摇头 又转过身子 将身子上的果子 都对着宁仙仙 你是来给我送果子的 谢谢你啊 那 我就不客气了 宁仙仙并没有跟他客气 大大方方的 将他背上的果子 都摘了下来 白仙这才眯了眯眼 笑着迈动他的小短腿 重新跑回山里去了 仙仙目送白仙离开 这才捧着一堆果子 问大家 难得他一片心意 大家要吃吗 众人 实在不是他们不给面子呀 只是那果子长得丑极了 表面很糙 跟树皮似的 这剥开之后呢 果肉的颜色 还是子中带黑的 那怎么看都像是 吃了会死的毒果子呀 那个 本集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再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四十二集 大家都不敢伸手机 只有十三拿了一个过来 随口问道 这是什么果子 我也不知道 但是既然是白仙送过来的 定是好东西 刚要下口的十三 突然就感觉张不开嘴了 他低头看着宁仙仙 被他瞧得心虚 宁仙仙缩了缩小脑袋 你别那么看着我呀 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 不过 白仙是五大家仙中 最擅长治疗各种疾病的家仙 他给的果子 要不是治病的 应该就是强身健体的 总之 吃了肯定是没坏处 你确定 仙仙看了手中的果子 眨了眨眼 实诚道 不是很确定 不过 我可是帮了他好大的忙呢 他总不能害我吧 十三不说话了 这是慕容宇一把 抢过他手里的果子 别吃了 十三哥 听听他说的 一点都不靠谱 万一真吃出事来了 怎么办 十三没有去回想慕容宇 拿走的果子 只伸手 又从仙仙手里 重新拿了一个 认真地看了半晌之后 还是拨开咬了一口 慕容宇来不及阻止 只得低叫了一声 十三哥 你 然后 他就看见 十三的表情复杂起来 一开始 像是震惊 之后是疑惑 他甚至看见 十三哥 一边认真的搅果子 一边盯着那果子瞧 慕容宇更着急了 快吐出来啊 十三哥 你怎么这么冲动呢 啥你都敢吃 十三并没有吐出来 也没有回应慕容宇 只是看着宁仙仙的 肉味的 啊 宁仙仙也呆住了 忍不住自己也拿了枚果子 吃了一口 咬下去的那一刻 他双眼都发起了光 哇 好好吃啊 还是鸡腿味的 怎么可能 果子还能吃出鸡腿味 慕容宇不信 鸡得自己也吃了一个 然后 他就呆滞了 嗯 不是 怎么真的有点像 在吃鸡腿啊 可这不是果子吗 宁仙仙又咬了一口 一边美滋滋地嚼着 一边含糊地说 是果子 可能 嗯 这个就是鸡腿果 哎呀 什么鬼名字 难听死了 心里吐槽归吐槽吧 不过 慕容宇也不知道 是出自什么心理 竟又伸向宁仙仙 那个 再来一个 还挺好吃的 不贵 然后 他反手就塞了好几个 给十三 十三哥 好吃你就多吃点 对这种明晃晃的区别对待 气得慕容宇 差点又跟他打起来 还是十三拦下的人 分他两个果子 他这才消停 没再跟宁仙仙继续闹 不过 接下来慕容宇就发现 自从他吃了那鸡腿果 走路感觉都不费劲了 就是双腿充满了力量 感觉再行军个五万里 都不会喊一声泪的那种 他忍不住 又默默默怀里 揣着两个丑果子 心想 原来真是宝贝啊 别的不说 要是能在行军打仗的时候 给将士们一人吃一个 那简直就是有如神柱了不是 要是能知道 这果子是什么树上切的 再想办法移植几颗道边关去 慕容宇心里盘算着这些 又不好当面说出来 谁让他刚才嘴欠 吐槽过这果子呢 现在要是再说想要 颇有些打脸呢 他便随便找了个出宫的理由 让格劳府的马车先行 自己回山上找果子去了 很快 明仙仙一行人 就到了城门口 守门的高阁侍卫 认出是格劳府的马车 立刻表情都变得恭敬了些 几乎没怎么办 就放他们一行入了城 只带马车行远了些 他才对身边的另外一个 长相憨厚的侍卫道 哎 瞧见了没有 车里坐的 就是那位格劳府的二小姐呢 韩侍卫反问 宁阁老府上 不是只有一位大公子吗 什么时候有个二小姐了 哎呀 你这二愣子 咋啥都不知道呢 京城都快传遍了 是说咱们皇上 连心明将军战功赫赫 却连个枕边人都没有 实在气凉 就想给他指个 门当户对的婚事 这是好事啊 可坏就坏在 说这话的那日 皇上心得了一滩梅子酿 本以为是裹酒不醉人 没想到几杯下肚 风一吹 皇上就上了头 啊 据说 皇上的意思是 以明将军的为人和战绩 唯有一品大员府上的 嫡女方可佩德 可你知道的呀 京城里权贵人家的女儿 都是金枝玉叶 谁愿意嫁入民府 吃糠烟菜啊 于是个个推托 这家说 女儿早就定了亲 那家说 只有庶女 没有嫡女 还有的甚至 抬出了家中老人过世 要守孝三年的名头 总之 大家理由多多 就是没有一家英语 哎 这皇上一听啊 就知道他们是在找借口了 气得怒骂群臣 都是些眼皮子浅 没远见的东西 还说 这诺大一个大越皇朝 不幸寻不到 明将军的良配 然后他随手一指 就指了咱们 德高望重的宁阁了 说 救你了 文臣武将 明将军行武 你家女儿饱独诗书 定是天生一对 宁阁老一听啊 哎呦 给吓得哟 毕竟他家不但没有嫡女 连个庶女都没有的好吗 只有一位大公子 这 总不能让大公子 配给了明将军 做个男妻吧 可这宁阁老 想跟皇上讲道理 皇上却久一上头睡过去了 但皇上就醒 发觉自个儿干了件天大的蠢 不是 那个乌龙事 自然得想办法圆回来 于是 便下令宁阁了 不管是收养还是任养 反正啊 一定得给养一个姑娘 给他嫁去冥府 那个 本集已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 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四十三集 话说到这里 韩侍卫总算是明白了 哦 所以刚才那位 就是宁阁老马上又认的闺女 对 不过 皇上可以活悉你 宁阁老确实不能啊 毕竟是要嫁入将军府的人 再怎么也得弄个知根知底的 所以 这姑娘应该也是宁家的女儿吧 只不过 不知是宁家旁之哪个兄弟家的女儿 那这姑娘命还不错 能嫁入将军府 怎样也是好的 好个屁 别的将军府咱是不知道 可明将军府上就 哎呀 那个瘦高歌的侍卫说着这话 真是连连摇起头来 明将军府上如何 宁心心暂且不知 但宁阁老府上如何 今儿个他倒是大开了一会眼界呀 之前他们住在庄子上 但海管室呢 也派人提前送信回来 说二小姐今日就回府了 可阁老府上 此刻却大门紧闭着 不说是大门 那二门都闭着 且站在门口的总管室宁路还表示 一切都是宁夫人的吩咐 因为大公子生病了 从这门走人会冲撞到他 所以啊 要宁仙仙只能从侧门 或者后门进府 海管室一听 顿时脸色大变 他压低了声音 说话的时候 还不自觉地看脸身后宁仙仙 所乘的马车 老陆 你不知道我接回来的是谁吗 知道 咱们府上未来的二小姐嘛 但是 宁路一副小人嘴脸 那语气里带这些明显的轻视 毕竟在他看来啊 宁仙仙就是一个山里来的野丫头 就算会被任养为格拉夫的千金 那也是任养的 和嫡出的小姐 那是不同的 所以态度上自然也就怠慢了许多 不过 他既能在格老府上当差 什么话当说 什么话不当说 宁路很清楚 他便表面恭敬 实则不屑地道 咱们虽称一声管事 但也只是个管事 主人家的吩咐是什么 那便是什么 至于二小姐 也不过换个门禁而已 也不算多委屈吧 更何况 这还是为了大公子的身体着想 难不成 二小姐是不想大公子的病好了吗 这大帽子给扣的 就仿佛宁仙仙要走了大门 宁府大公子的病就全来他身上似的 海管事是越听脸色越难看啊 他现在虽然不说 是为宁仙仙马首是瞻吧 但也知道二小姐是有大能耐的人 不是这些人能轻易低瞧的 宁路这只有眼不识泰山的老狗 以后有他后悔的 可以后归以后吧 眼前这情况总得先解决呀 海管事是忍了诱人 又好言相劝的 老海啊 这阵子你不在府上 自是不知大公子的情况 大公子真的病得很重 每一碗都高烧一鱼 京中大夫都瞧了个遍 皇上甚至还遣了月衣过来 真是什么药都吃了 却毫无起色 夫人这才请了大师过来 大师有言 最近几日 若有生人从正门而入 那便会冲撞大公子 病情就会加重 甚至移民 相师说到一半 又怕犯了忌讳 宁路顿了一顿 这才似笑非笑地看着海管事 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 要是老海你觉得 冲撞了大公子的病气 不要紧的话 你自可以强行带着二小姐 从这门闯进去 但是啊 我这可得把丑话说在前头 要是大公子因此有个什么 或者日后他追究起来 那这个事 你得自个儿担着 和我没关系啊 你 你 海管事气得说不出话来 但又无可奈何 这时 马车的帘子 被一只肉白的小手掀起一脚 宁仙仙那张轻力出尘的小脸 露了出来 怎么了 二小姐 海管事不知如何开口 毕竟这个说法听起来 再像是合行合理 那情理上也是说不过去的 但宁露有句话是没说错的 她呢 也只是个管事 这主人家的事情 她做不得主 也不敢强出这个头 所以 她也只能一五一十地 把事情经过都跟宁仙仙说了 一说完 她自己都先低下了头 感觉没脸面对二小姐 倒是宁仙仙的反应 不骄不躁 也不气不脑的样子 哦 原来是会冲撞大公子啊 那是不能从这门走的 宁露在一旁听着 立刻眉开眼笑 还是二小姐通情达理 那就 二小姐 不可呀 按理说 海管事若想明哲保身 接下来呢 本事不该多言 可她见宁仙仙这般被欺辱了 却还不明白 顿时有些着了急 她走进宁仙仙 小小声地提醒她 二小姐 你一直住在山里 可能不太明白 侧门虽然也是个门 但那个意义 不一样的 正门只有身份平等 甚至身份更高的人 才能走 以示尊重 走侧门 那是地位低于家主 比如我们这些下人 或者 那家府里的妾室才走的 至于后门 那都是小贩过来送货 送菜菜走的门 更是万万走不得的呀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 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 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四十四集 还有这规矩啊 宁仙仙眨眨眨漂亮的大眼睛 一脸天真 却很大声地烦 那这位管师让我走侧门的意思就是 我虽然是格老府的二小姐 但第一位 只有这个家的下人一样的意思吗 啊 这 虽然确实是这么个意思吧 但海管师也没想到 宁仙仙眨能这么直接说出来 顿时一张老脸也挂不住了 但宁仙仙仿佛是真的不懂这些 又补力局 且声音哪 比方才的还要大 原来格老府的二小姐算是下人哪 我竟都不知道 这说完 又点了点头 自语道 嗯 不过也没办法了 毕竟我是第一次来京城 不懂京城的规矩 但我们乡下地方是不一样的 在我们那儿啊 小姐才是主子 管师见了不说跪下相迎吧 至少得好好说话 那一个说的不好啊 是要抽大嘴巴子的 用鞋底子抽 抽出鞋的那种 只这一句 陆管师的脸直接就绿了 一边的海管师呢 也是听了嘴角直抽抽 但他是想笑 但还得忍住才这样的 方才他还担心二小姐太单纯会吃亏呢 现在看来 二小姐心里明白着呢 只是这二小姐的嘴呀 真跟刀子似的 也不怕得罪人 不过很痛快那就是了 虽然只有各八月的相处 但海管师现在啊 已经是一心向着宁仙仙了 所以他立刻道 不是这样的 二小姐 你怎么能是吓人呢 而且京城也没有这样的规矩 小姐就是主子 在哪里也是 说吧 海管师瞪了陆管师一眼 老陆 你可都听到了 让不让开 宁禄不让 还有点恼羞成怒的样子 我封的是夫人的命令 让是让不了的 老海 你要真有意见 寻夫人说理去呀 找我干什么 见他一副油烟不尽的样子 海管师气得要跳脚 他纵然不是府里的大管师 也是二管师级别的 哪里不懂宁禄的行为 就是夫人 要给宁仙仙一个下马威罢了 虽然府里的大小事物 确实是归夫人说了算 但这么做 也实在是过分呢 但海管师 毕竟只是个管师 他又能怎么样呢 就在他愁眉苦脸 不知要如何 安顿宁仙仙的时候 宁仙仙却主动开了口 海管师 你说 夫人是不是不欢迎我 这 这还要问吗 那当然就是啊 但海管师不能说呀 只能抓了这头 硬着头皮否认的 不是的 这中间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误会 我只是没什么见识 我又不是傻子 宁仙仙看了路管师一眼 又看了看格老府那紧闭的珠红大门 哼得一声冷笑 既然格老府上不欢迎我 这个二小姐 我不当便是了 只这一句 海管师傻眼了 这 这怎么成啊 怎么不成 反正夫人既然这样做了 肯定是有她的理由 说不得呀 都找好新的二小姐了 那我呢 也是不跟人争的 从哪里来 我就回哪去吧 说吧 您先先转身就走 半点留恋的意思都没有 门口的路管师傻眼了 不会吧 真走啊 夫人只让我给个下马威 没说真要逼人走啊 而且她要是走了 格老府又上哪儿去找一个嫡系的二小姐出来 路管师当机立断 抬手就想叫住人 二小姐留步啊 留个屁的步啊 您先先不但不肯留步 还越走越快 只不过眨眼的功夫 人就跑没影了 路管师这时心里一割哒 哎呦 我独自了 真把人气跑了 这可咋整啊 还能咋整啊 当然是报夫人了 这您夫人哪里还要路管师过来通报啊 既是她下的命令 自然是有人在门口探听情况的 要说她本意呢 也不是要拦着您先先进门 只是想着无端端的要认个闺女回来 还是那般上不来台面的野丫头 那心里呀就老大的不乐意 总觉得这么一任 以后只会给她丢脸 但拂命难为 再不乐意也得做呀 便想趁着这个野丫头出来乍到 好好的给立立规矩 等拿捏住了 以后就还不是任她想怎么调教 就怎么调教吗 可谁曾想 野丫头脾气还挺大 您夫人黑着一张脸 对近来汇报的管师妈妈说 让她走 这京城地儿大人多 却没有一处是她的容身之所 我看她一个野丫头还能上哪儿 管师妈妈一脸谄媚 也附和说 夫人说得是 更何况 这一般手段 咱们可是见得多了 一个山野丫头 能入咱们阁老府做小姐 那是她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她求都求不来 哪里肯就这么走了 并是故意做做样子给您看 好叫您着人再把她请回来 请回来 还真当自己是个玩意儿了 您夫人说着 又是一声冷哼 等着瞧吧 过不了一会儿 就自己求着回来了 求着要回来 怎么可能啊 想她先前之所以肯来京城 不过是因为阁老府上 替她还了一万两银子 她还不起 只能把自己给赔上 但现在这个情况 可就不怪她了 又不是她不愿意回来 帮忙解燃没知急 那是人家不离她去啊 那她不走 还要等着过年吗 至于那一万两银子嘛 待日后她一日发达了 还是会回来还的 至于现在嘛 只能心欠着了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期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 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 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四十五集 然而 宁仙仙才刚溜到街角拐了个弯 前面就多了两个人高马大的人 十三和慕容宇 一左一右地挡在那处 仙仙下一时地朝他俩身后左右望了 确定没有其他人的时候 才乐乐颠颠地小跑了过去 他现身问慕容宇 你不是去山里找果子了吗 怎么回来了 没找着啊 当然就 话到一半 慕容宇突然愣住了 我当时明明找的理由是去出宫 他怎么知道我是去找果子的 宁仙仙却仿佛并不打算 听他找别的借口 否认事实 已将目光转到了十三那边 只有你们俩 格老府的人没跟过来吗 你走那么快 以他们的脚程 怎么可能追得上 宁仙仙一听乐了 那倒也是啊 我刚才生怕他们追上来 快得捡上一阵风了对不对 十三不已 只静静地盯着他的小脸 一见他这个表情啊 宁仙仙便知他有话要讲 怎么 你要跟我说什么 十三眸光一动 似是没想到 他竟这样了解自己 以前在军中 他但凡不说话 那些兵士将领都会躲得远远的 生怕要哀训呢 没有一个能像宁仙仙一般 只看他一眼 就知道他心思的 不过也正因如此 他也就不拐弯抹角了 你是因为他如你才离开 还是因为 战可尼 那当然是因为他们先不做人 我才离开的呀 对此 宁仙仙理直气壮 他们缺个小姐嫁去将军府 才会接我回来 可我顺着他们的意来了 他们又将我拒之门外 还让我走小门 后门 呵呵 我不是走不得 是不惯他们那些臭毛病 不错 确实是格老府帮我师父还了债 我欠他们的 但一码归一码 难道不是格老府先有求于我 才会替我还银子吗 那谁也不傻呀 来的路上我都已经打听清楚了 这是皇上赐婚 他毁都毁不成 没有我嫁 也要有其他的女儿去嫁 可但凡他们还能找到其他的女儿 也就没我什么事了不是 他们竟然连个备用的人选都没有 就敢这么为难我 哼 那就对不起了 我凭什么要让他们欺负啊 跟他们又不熟 脾气不好 不惯祖宗 虽说慕容宇一开始呢 就不太喜欢她 但今天这个事吧 她哪怕没有亲眼所见 只听说了也觉得奇葩呀 而且 比起那些矫情 又故作姿态的大家小姐 她其实更喜欢宁仙仙 这样的真性情 虽然嘴是毒了些 但这事 确实是格老府上做得过分了 别的不提 就说宁仙仙未来的身份 必是他们将军府的夫人 却在格老府上走侧门后门 酿个嬉皮的 那打狗也得看主人呢 他们这是要置将军府的颜面于何地呀 所以这次 她很痛快地倒 说得没错 我占你 十三没有表态 只眼神略有些复杂 她倒也不觉得宁仙仙做得不对 其实刚才啊 要不是宁仙仙自己先反击了 她会直接站出来 替她出这个头 然而 当宁仙仙果断逃走 她脑子里浮起的第一个念头就是 她跑了 不嫁了 她其实也不知自己 为何会这般在意宁仙仙的选择 但就是 这心里有些不舒服 宁仙仙好像总能很快发现 她的情绪不对 十三哥 你又再不高兴啊 哦 我知道了 你是觉得 我其实还是嫌弃你们家将军 才会趁机逃跑的吧 难道不是 那当然不是了 我谁都不想嫁得好吧 之前嘛 那是硬着头皮没得选 但现在我那个老大哥 不对 是老大嫂都那么欺负人了 我干嘛给他面子啊 至于你们家将军 其实我也是为了他好啊 你看 我这个样子 也不像是能做得好人家老婆的人 更何况还是将军府的夫人呢 那肯定更加做不来 所以 这婚事如果就能这么算了 当然是最好的 但如果算不了 那我肯定还是乖乖架头 不会嫌弃的 不会嫌弃吗 十三心童莫名地松了口气 这时又听林仙仙道 不过啊 进城之前其实我不过一挂 画像显示 回家的过程虽然波折 但结果是顺利的 也就是说 无论中间发生了什么 我最终还是会回到格老府 可是啊 我对老大嫂这么对我 我不可能开心的吧 所以呢 就算最后还是得回去 那我也不要让他 那么轻易就得手 不用八抬大轿来抬 我是断不回去 还八抬大轿了 你知道那种轿子 是什么人做的吗 我管他是什么人做的 您先简单粗暴 他怎么对我 我就怎么对他 至于丢不丢人 没不没面子 都是他要操心的事 我师父说了 人活一世 短短几十年 能委屈别人的时候 那为什么要委屈自己呢 这人说法 慕容宇竟无言以对 不过心里 对他那个师父的印象 确实更差了 这什么大师啊 人间独流吧他 听听 这教的都什么玩意儿啊 那个 本集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再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 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 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四十六集 宁仙仙可不觉得 他师父教的 不是什么好东西 对他来说呀 师父的道理 虽然听起来有点歪 但却能让他不吃亏 而且 原本就是先撩者见 即使别人要下他面子 他为何还要顾全 别人的面子呢 以德抱怨 他可不敢 行了行了 咱不说这个了行吗 我都饿了 不是说过 京城有好多好吃的吗 带我去吃吃呗 虽然慕容宇 还是有一肚子的抱怨 想吐槽他 不过 眼见他家十三哥 钱袋子都已经掏出来了 他还能说什么呀 哎 这就叫 嫁出去的将军 泼出去的水吗 突然 好心酸呢 京城最大的酒楼 叫登仙楼 站定在酒楼大门口的时候 明星星睁着圆溜溜的 大眼睛 嘖嘖不已 看看人家酒楼这名字起的 登仙楼啊 一听就是好地方 这里面的东西 肯定好吃到能登天了吧 不知道啊 您先像眨巴眨巴漂亮的大眼睛 你不知道你还带我来这吃饭 那万一花了银子 饭就不好吃 不是快大饭了 谁跟你说 我是带你来这儿吃饭的 那 就见十三抬手一指登仙楼隔壁的隔壁的小巷子里的最里面的一个拐角处 那儿有一个推着板车在卖小吃的老大眼 十三脸不红气不喘地说 他家的牛杂汤不错 料好分量足 价格实惠 一五管保 您先先好半天都没坑气 最后还是气不过 哪有你这么小气的人呢 我都来京城了 这不是你们的地盘吗 请我吃个饭 就算不去登仙楼 那起码也得是个像样子的馆子吧 那算什么 他也不是真嫌弃人家老大爷 别说 这儿还有个像模像样的小把车摊 就算没有 只搭个土灶在里头烤红薯 他也不是吃不得 但他就是觉得 十三哥看起来不像这么小气的人呢 咋突然就这样呢 一定是慕容宇带坏的 宁仙仙正小人之心 却听十三很是坦然的道 没钱啊 宁仙仙一下子哑了火 虽然他觉得 作为大越皇朝第一战神明将军的侍卫 不至于连请个吃饭的银子都没有吧 但他具体也不知道 侍卫一个月到底能拿多少月钱 说不得人家真的收入不高呢 那说不得人家的月钱用到别地了呢 行吧 牛杂汤 就牛杂汤 这话说得很是勉强 但很快他就真香了 哇 这个味道真好 嗯 牛杂肉口气化 好吃 坐在摊前的小板凳上 宁仙仙一边大口吃着牛肉 一边对老板竖起大拇指 说 这口味真好 再来一碗 其实宁仙仙一碗就饱了 可以想到这是他们请客 而且十三哥还疑似坑自己 故意带他来灯仙楼边上的边上的边上吃小吃摊 怎么想都觉得一碗不够本 当然得再来一碗了 然而 这老板呢 是个食证人 分量是真的足 一大碗下肚之后 宁仙仙就撑得走不动道了 他将第二碗推到十三面前 十三哥 你吃吧 说好了请你 宁仙仙心虚的假笑 对 是你请我的 但这碗本来就是给你点的呀 十三明显愣了一下 看向他 给我点的 为何 当然是因为你给自己点的太少了 你看看 你这么大块头 才吃这么一点怎么行啊 所以 这碗你吃了吧 多吃点 不然哪有力气给将军当差啊 虽然说这是宁仙仙自己吃不完 随口找的借口 但说完他才发现 不只是十三哥呀 就连慕容宇面前 也只放着两个大馒头 加一碗清汤 所谓的清汤不是素汤 而是牛杂汤里面没有内容 只有汤水 他这时才意识到 十三哥说没钱 可能是真的 他更不好意思了 赶紧将那碗多点的牛杂汤 又往十三的跟前推了推 吃吧 十三哥 要是你先多 分一点给慕容宇也行 一听说要分给慕容宇 十三立刻一言不发地 将碗给接了过去 他当然不是缺这口吃的了 只是 小丫头特意给自己留的吃食 分给谁 他都有些不乐意 所以 他闷不吭声 风卷残云 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坐在对面的慕容宇 瞬间就觉得手里馒头 有点 也 不是 十三哥这什么意思呀 还怕自己跟他抢不成 他失宠了 他有小情绪了 他马上就要玻璃心了 慕容宇 偶得将馒头全都塞进了嘴里 结果馒头太干 差点被淹死 就很衰啊 吃饱喝足 十三本要送宁仙仙去客栈投诉 宁仙仙把这小手 算了算了 你不是手上没钱吗 住什么客栈呢 我随便找个道观 挂个单就行 不用浪费钱 挂单 这是道士与道观之间的一种相处形式 简单来说 就是云游四处的道士 在当地道观里借住的意思 道观如果接了单 就会给挂单的道士安排食宿 挂单有长有短 有住个几天就走的 也有在那常住修行的 而且挂单不要钱 只需要付出同等的劳动力 或者帮忙参与道观的法事等等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四十七集 可十三却坚定地摇头 皇上众佛倾道 所以京城周边 只有一个乘风观 但那里头全是男道士 你去挂单不合适 也没什么不合适的吧 修行中人不分男女 腾腾话一说完 又马上反应过来了 是啊 要认真来算的话 他并没有正式出家 只是记在师父的名下 跟着修行学了些本事 而且 他此番来经啊 是要作为格老府千金 嫁去将军府的 哪怕他不顾及格老府的名声 也得顾及将军府的颜面呢 十三是将军府的侍卫 肯定是要为他们家将军考虑的 宁仙仙发自内心地想 以后真嫁了过去啊 定要好好在将军面前 帮十三夭夭公才行 多么忠心护主的侍卫啊 必须给他掌月钱 不能让他连喝碗牛杂汤 都只能喝汤 吃不到肉啊 但现实的问题 也摆在了眼前 可是 住客栈很贵的 你有钱吗 有 有什么有啊 你刚才喝碗牛杂汤 都不敢要肉 就别再打脸充胖子了 十三一时无言以对 但耳朵尖却隐约地 有些泛红 虽然他确实有银子 帮仙仙支付客栈的费用 但 方才喝汤不要肉 也确实是为了省钱呢 慕容宇倒是没想他那么多 直接道 要不去我家吧 十三立刻看了慕容宇一眼 仿佛在用眼神警告他 不许泄露他的身份 你不是住在将军府上吗 哪里有家 十三哥你忘了吗 上一次我离光 你 我是说 将军赏了我一座 二进的宅子 平时我也不常回来 就一直空着没住人 但这一次回来 不是得多待一阵子吗 所以我就提前让人 过来打扫了一下 该置办的东西也都置办了 住人没有问题的 十三认真的回忆 其实想不太起 有这么回事 毕竟他的心里 只垫着边防国室 这些小事 是素来不挂心的 不过慕容宇却不敢骗他 他便默许了 反而是宁仙仙不好意思了 我住你家 那你自己呢 我当然还是住将军府了 这么久没回来 怎么也得去跟将军大人 汇报一下情况吧 啊 是吧 十三哥 十三面无表情 点头 林仙仙觉得他俩的反应 有点奇怪 不过也并未放在心上 只乖乖跟着去了 城北的那间空宅子 相较于城西的热闹 城洞的繁华 城北和城南则相对冷清了些 城南的冷清不太一样 那一带住的都是达官显贵 所以一家的宅子比一家大 而达官显贵的家门前 平时啊都是不许喧话的 所以 这样的冷清 与其说是冷清 不如说是清静 当然了 这样的清静 也只在平时 逢年过节时 东家送礼 西家还礼的 那也是另外一番 车水马龙的景象 只有在城北 才是真正的贫民之地 城北挨着城中近一点的地方 住的都是一些普通的老百姓 再靠边一点 便是穷苦人家 慕容与那个二进的宅子 就在出了城中不远 刚入城北之处的地方 那一带住的都是一些小商小贩 生活无忧 但也并没有多富的小户人家 而慕容与的那个宅子 又格外的与众不同些 不同住在于 他的房子说是个二进的宅子 但其实呢 比人家三进的宅子 还要更大一些 所以 打扫这边要的时间呢 也就更久一些 连这在里面干了三天 终于将里里外外 都收拾妥当之后 明昆这才领着一干匍匐 从屋子里出来 前几日 老夫人收到慕容小将军的信之后啊 就安排了他过来这边 帮着收拾屋子 本打算一天就收拾亭当的 可没想到 最后却足足扫了三天 这倒不是说他们干活偷懒 或是有谁不卖力 而是这宅子呢 空的时间久了 收拾起来很费时 而且 在这干活 他们只赶白天来 这才耗了三天才干完 但总算是干完了 明昆磨了磨额头上的汗 终于将提在心口的那团气 给长长地吐了出来 回吧 其他仆妇们一听 也跟着松了口气 这有明昆媳妇 悄悄地走到他身边 问了一句 那慕容小将军回来之后 真要住这儿吗 不是说这里 这里面闹鬼吗 别瞎说 这好好的宅子 什么闹鬼不闹鬼的 在我面前你就别装 我还不知道你呀 你要是觉得这里真没问题 为何每一次夕阳还未落 就赶紧让我们回去 第二天非得天亮透了 才敢让我们过来做活啊 明昆不说话了 但一双眉头却拧得死紧 他媳妇见他不说话 又压着声音道 这两日啊 我也打听了一下 听说啊 这宅子每到半夜就有哭声 有的时候是女人的 有的时候是孩子的 可吓人了 虽然这几日没听到什么动作 但您还是提醒一下 慕容小将军吧 这屋子住了 怕是要不好 你看咱们白天干活 都觉得阴森森的吧 那万一慕容小将军 住在这儿以后生病了 或者是有什么意外 老妇人怕是要责怪 我们当下人的做事不上心呢 你当我不想说吗 可慕容小将军那般人物 岂是我一个小小管事 能说得上话的 唉 不过你说得也对 这宅子有问题 咱们肯定得报上去 至于今后 这慕容小将军 住室不住 那就该是老夫人 操心的事了 老夫人 应该不会让她来住的 反正咱们将军府 别的没用 空宅子那倒是多了 明昆媳妇说着 下意识地 又回头看了眼 那间宅子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再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 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 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四十八集 也不知是不是眼花 明昆媳妇居然看到门口 站着一个年轻的女子 那女子一身素带衣袍 看不清脸色 只觉得呀 是一个绝美的女子 但 明昆媳妇 对上那女人的视线之后 心口却凸得一跳 之后 便慌里慌张地扭过头去 再不敢多看那边一眼 他们走后没多久 慕容宇就带着十三 和宁仙仙拐进了这边胡同 他自己的家 当然是他带路啊 宁仙仙跟在他身后 并肩和十三一起走着 方行至那间宅子百米之外 十三突然止住了脚步 他眉头紧皱 不自觉地看向了屋宅的方向 确实是一间很普通的宅子 而且左右右邻居 但 他就是感觉宅子周围 阴气有些重 他虽非悬问中人 但从小呢 就对这些东西比较敏感 于是 他当下便改了主意 还是回客栈住吧 为什么 来都来了 十三看着他 你感觉不出来吗 这宅子 有点不对劲 一听这话 宁仙仙反倒比他 还差异的样子 我是感觉到了 但有什么关系啊 反正我就是干这行的 也不怕那个 但是 你怎么会有感觉 你不是个普通的侍卫吗 我 他该怎么解释呢 说他其实是个官生子吗 官生子 顾名思义啊 就是在棺材里出生的 二十多年前 他母亲被敌国奸细所擒 意图威胁他父亲 打开边关的大门 放敌军入境 可父亲呢 忠心耿耿 当然不能同意啊 于是 母亲被害 据说 他母亲下葬三日之后 有人听到坟墓里 传出婴孩的哭声 后来 是父亲亲手 挖开了心坟 将他从母亲身下 抱了出来的 一个死去三日的女人 生下的孩子 他是人 但也没人敢说 他只是个人 这样的他 天生就是与众不同的 只不过 以前还小的时候 没什么感觉 后来上了战场 杀的人多了 他才发现 他好像天生 就能与这些阴暗之物 产生共鸣 但 他并不想告诉 宁仙仙这些 不是怕他吓到 只是担心说了 他的身份就瞒不住了 而他现在 还不能是 宁玄业 好在 慕容与这事也挤了过来 他一脸震惊地问 这宅子怎么了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个鬼宅罢了 宁仙仙不以为意地 随口一提 慕容与却含毛地竖了起来 不是 什么叫就是个鬼宅罢了 这还不叫大事 什么叫大事啊 虽然慕容与从来没有住过 这个宅子 可只是想一想 便厚薄耿生粮啊 鬼宅啊 而且 这是皇上赐予将军的 众多赏赐之意啊 皇上就是这么对待 有功之臣的嘛 将鬼宅 赐给大越皇朝的 第一战神 就算皇上身在宫城 不知这宅子的底细 那礼部的官员也能不知道 那些人 他到底安得什么心呢 慕容与脸色阴沉 拳头都硬了 他虽然年纪不大 但出身的原因 这些勾心斗角的事啊 从小也没少看 但从未想过 那些狗官 竟敢如此对一门中烈的将军府 有一就有二 皇上的赏赐那么多 宅子出了问题 其他的东西就能没问题吗 那是不可能的呀 慕容与暗下决心 一会儿定得跟十三哥好好讲讲 功力来的赏赐 全都得好好地查一查才行 慕容与能想到的 十三又岂会想不到 只不过 他向来呢 喜怒不形于色 再加上脸上 还戴着雀斑的人皮面具 慕容与也变不出 他的真实情绪 只能低声道 那就听十三哥的 回客站住吧 宁仙仙却白手说不用 不用不用 这就挺好的 可你不是说 这儿是个鬼宅吗 那也没什么呀 我又不怕鬼 宁仙仙说着 还俏皮地 对他们眨了下左眼 该他们怕我才对 是哦 这小神棍虽然没有 真正出家 但也是从道观里出来了 说鬼这种事情 本就是他最拿手的呀 慕容与瞬间安心了 另一边的十三 却被宁仙仙 那个俏皮的眨眼 给眨猛了 他刚才做什么了 那个眼神 是在对他暗诵秋波吗 不 不对 那都不叫暗诵了 是明诵啊 他 他难不成是 喜欢上自己了 只这么一想 十三突厥心中烦躁 虽然他知道自己是谁 可这丫头不知道啊 所以 他怎么能喜欢上 一个并非自己夫君的男人呢 虽然 他们本质上是一个人 可他就是有种隐约的 一不小心 自己略了自己的心情 宁仙仙完全不知道 就这么点时间内 十三的心里 转了多少个弯弯绕 他的注意力啊 全都在这间宅子上 除了里面有脏东西之外 其实这个宅子的地理位置 那是相当不错的 风水格局也好 就是不知 明明该是个 忘家忘子的宅子 他怎么就成了鬼宅呢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再下期等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 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四十九集 里面死过人 还是横死的 带着这样的疑问 宁仙仙率先迈过了门口 只一进门 便有一股子阴寒之气 直扑他面门 好重的殷勤 他叹了一声 猜测 这前屋主可能死得很惨 或者 很冤 听着他若无其事地 说出这种话来 就算是大白天的 慕容宇的寒毛 也根根地立了起来 上阵杀敌 他从不曾露窃 但对于鬼魂这种 神秘未知的生物 慕容宇却是极怕的 那鬼啊 谁不怕呀 宁仙仙就不怕 他一脸平静地 向前走 一边走 一边说 你们回去吧 不是还得跟将军大人 汇报情况吗 那怎么行 慕容宇虽然怕鬼 但也不是那种 不负责任的人 他立刻表示 我今晚不走了 就住这儿陪你 此言一出 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 出阁 十三单边的眉头 已经轻轻地跳了一下 宁仙仙也是 一脸的境界不眠 别 别别别 我才不要呢 这孤男寡女的 我怎好与你同居一室 谁跟你同居一室了 我住外院 你住里面的那一间 那也不行 会坏了我名上的 虽然我也不是很在意那个 可怎么的 也得顾着你们家将军的颜面呢 我毕竟是他为过门的妻子 不能让他还没有娶我 就因为我被别人说闲话吧 他这话说的自然 不但任何矫情的色彩 但未过门的妻子几个字 听在十三的耳中 却别有一番意味 他看着小丫头 轻力出尘那张脸 虽一语不发 但眼底却波光连连 宁仙仙这时 恰好回过头来 正撞上他那灼灼的目光 十三面上一红 下意识地避开了 宁仙仙却眨了眨眼睛 十三哥 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你脸怎么这么红 要不要我帮你看看 他说着就要学耗他的脉 吓得十三立刻将手背在身后 不让他摸 没有 我没病 只是有点热罢了 热吗 阴气这么重的地方 他都觉得有些冷啊 不过 既然他说没病 宁仙仙也不再多说 知道 那你们回去吧 马上就要天黑了 听说将军府在城东呢 离这儿 很是有些远 慕容宇虽然平时 总爱和宁仙仙吵架 但其实 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 他不放心 你一个人真的行吗 当然行了 那再说了 我也不是一个人呢 说吧 宁仙仙下巴轻轻一抬 指着着院子的围墙处 慕容宇一回头 就看到围墙下 有只正在伸懒腰的 虎纹大白猫 看到他的视线投了过来 还挤给面子的喵了一声 至于墙头嘛 立着那只宁仙仙 从须中罐里 抱下山的花母鸡 也不知是不是错觉 慕容已经觉得 那只花母鸡 看向他的眼神 带着一种 看不上的轻蔑意味 他脑中立刻就闪过了 一阵脚骨头的声音 不知为何呀 竟想起了那只 一边吃狼 一边说着真香的巨鸟 他打了个寒颤 再不敢多看一眼 只是一回头 人呢 慕容宇大惊不失色 他那么大一个十三哥 和那么气的一个小神棍呢 怎么就不见了 这时 天还没有完全黑透 正是日暮时分 夕阳的余晖 打在慕容宇的身上 他却抖感背后一冷 头皮发麻的感觉 让他想立刻逃走 但如果他走了 十三哥和那个小神棍 翻译真出事了怎么办 不行 他不能走 慕容宇立刻绕着屋子 找了起来 一边找 一边叫 十三哥 明星见 你们到底在哪啊 他们在哪呢 其实啊 哪儿也没去 还在这个屋子里 之所以慕容宇看不见他们 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是因为此时此刻 他们三人虽然同在一处 但却并不在一个维度空间里 慕容宇尚在原地 而宁仙仙和十三 却被拉入了屋主的心笼里面 只是碰了下院子里的石窗 宁仙仙眼前一黑 便到了此处 好在啊 他算是见多识广的 所以半点不见慌张 倒是瞧着 跟他被一起带进来的十三 让他着实愣了一把 你怎么也在 不止 十三十分坦然 但心中有个模糊的答案 方才他看见宁仙仙碰那石桌 突然感觉有些不对 便下意识地拉了他一把 本想将他拉出来 不曾想的是 自己反被拖了进来 宁仙仙觉得他很倒霉啊 但也不忍心 让他知道这个残忍的事实 只抬眼看了看天空 黑沉沉的天幕上 只有一轮圆月 但月亮的颜色 却是血红血红的 可见 这龙主的内心 不只是暗无天日 还很是血 这个龙主很危险 他做出判断的同时 已经提醒十三了 敬龙了 小心些 什么敬龙 心龙 也称执念 人的执念各自不一 有的是不甘 有的是怨恨 有的呢 是为了的心愿 而这些执念不散 最终要么怨气化煞 成为凶灵到处害人 要么执念成龙 将自己困在幻境之龙中 徘徊不止 永生永世 都无法解脱 那个 本集已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五十集 十三威宁着眉头 反犯了一句 你是指地腹灵 你还知道地腹灵啊 宁仙仙又很惊讶地 看了他一眼 然后才给他解释道 虽然差不多吧 但是也不完全一样 地腹灵其实是 东营那边的叫法 不过胡伦来讲的话 都是被自己的内心所困 只能待在一个地方 离不开也转不了市 那要怎么出去 不是能不能出去 而是要怎么出去 可见 十三是对宁仙仙有信心的 知道他一定有办法 宁仙仙也没跟他卖关子 告诉他 解龙即可 也就是帮这个龙主 了结他的遗愿 待他心愿了结 新龙就会不攻自破 咱们呢也就出去了 你会解吗 会啊 宁仙仙很肯定地表示 解龙本不难 难的在于 得找到龙主的心结所在 方可想办法帮他化解 还有就是啊 龙主虽然离不开 自己知初的幻境 但这算是他的底盘 所以 他在这里想怎么来 就能怎么来 甚至可以说 在这新龙的世界里 只要龙主愿意 他们就会无所不能 而且 龙主哪怕死前是个大善人 可经年累月地 被关在新龙里面 也会扭曲他们的心情 让他们变得暴虐 残忍 毫无人性 所以 一旦被拉入新龙 其实是很危险的事情 你待会记得 一定要跟紧我 一步也不能离开 知道吗 十三想说 我一个男人 并不需要女人的保护 但 紧跟他 一步也别离开这个说法 他竟有些不想拒绝 于是 十三抿了嘴 什么也没说 只朝着宁仙仙的方向走了两步 用行动表示 他会跟进他 宁仙仙见他这般听话 很是欣慰 正大要夸上他一句 突然 他们身后的屋子内 亮起了一盏油灯 油灯映亮了纸壶的窗帘 那上面 映着一个身姿曼妙的女子 只看那身影 便仿佛能想象其美貌 十三眉头一挑 仙仙也是飞快得到 来了 待会儿无论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都不要轻易相信 心龙里的一切都是假象 除了 龙珠本身 这时 屋内传来吱压一声 门 开了 一个身姿曼妙的女子 缓步而出 那女子一身素淡华服 做妇人打扮 盘了发 但头上朱钗发石都极少 只有耳朵上的一对脆欲耳坠 看起来价值连城的 而那女人的脸 就算是宁仙仙看了 也要赞一声端方美丽 不是那种精致的妖眼 这女子神情婉约 一看就是大家闺秀的模样 想来呀 生前当是哪家的高门贵妇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一个高门贵妇 即便是死 也该死在深宅内院里 可为何会出现在此呢 还执念重隆 她生前到底经历了什么呀 宁仙仙在打量的女子的同时 那女子也同样在打量着她 她的目光扫过仙仙小脸的时候 似乎也是惊艳了一把 但之后 目光却定格在了十三的脸上 更确切地说 女人看的 好像是十三鼻舟那圈雀斑 且那眼神浓烈而热气 像是还加裹着几分怨仇 端得是复杂到 宁仙仙完全看不懂 毕竟她鬼怪见识的太多 人情世故还是经历的少 哪怕听说了一些 也只是听说啊 未曾经历过 就无法带入 更无法完全理解 而那女子竟一直都在看十三 眼中有隐约的情绪在翻滚 但很快就被压制了下去 女子终而露出和缓之色 却是微笑着对十三问 这雨天落滑 郎君可是来借宿的 十三的眉头隐约一跳 这个女人的眼神 让她感觉极为的不好 而且今夜根本就没有下雨 何来雨天落滑一说呀 然而 就在女人声音落下的时候 原本还挂着红月的天空 突然一下暗沉 紧跟着 电闪美临 大雨 一瞬间 倾盆而至 十三心中一临 这实在意识到 之前宁仙仙跟她说的 在心龙的世界里 龙主可以无所不能 是什么意思了 她没有犹豫 果断回应 途经此处偶遇大雨 娘子可否行个方便 十三府一开口 那女人脸上的微笑 变淡了许多 她仿佛确认般的 又认认真真地 看了十三几眼 但也只是看着 什么也没有多说 十三大大方方地由她看 那女人 像是从十三脸上 找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微微叹了口气 看来 切身是又认错人了 说吧 女子退开两步 二位 请进 十三没有犹豫 大步朝着门口走去 手指这时 却被另外一只小手 轻轻地勾了一下 宁仙仙几眉弄眼 还飞快地 在她手信里写字 让你跟着我 没让你抢我线 要不要命了 十三心中意暖 但却连侧目 看宁仙仙一眼都不曾 她坚定地脚步不停 只反手勾了下手指 轻轻地应了声 放心吧 那个 本期已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 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 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五十一集 仙仙哪里敢放心呢 十三哥再厉害 那也是个普通人呢 龙主可不是啊 且问题在于 新龙与外界 几乎是两个平行的世界 若是女鬼有事 他们俩可能 就会被困死在这里 永远都出不去了 因此 暴打一顿 手撕厉鬼什么的法子 完全不行 对待龙主 只能来软他 也就是得哄着 奈何 宁仙仙骗人很在行 哄人很不行啊 只好走一步 看一步了 先跟着十三进了屋 屋内 一灯如豆 昏黄的灯光 照在那些 朴素的摆设上 显得愈加陈旧 而这样的陈旧 又与女子 那一身精致的华服 完全不相陈 一日他之前所讲 龙主在自己的世界里 可以无所不能 只要这个女子 愿意 她完全可以 幻化出一个 精致又豪华的宅子 而不是这样 普普通通的一间 小院子 宁仙仙 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头 她不常做这个动作 因为平素里 打鬼都不用思考 干就完了 但入了新龙 便不可掉以轻心呢 她漂亮的大眼睛 微微一翻 随即露出一个 娇憨无害的笑 娘子 家中只要你一人吗 那女子偏头看了她一眼 但也只是一眼 之后就回转头去 继续看着十三 仿佛这时她发现 十三的尖头 不知怎么打湿了一片 当然是极小的一片 但她还是掩了口 哀压一声惊呼的 诶 郎君 你的衣裳都湿透了 冷吗 要不要换一身 也就巴掌大小的位置 也就湿透了 宁仙仙无言以对 十三则是面无表情 不冷 不化 那女人脸上的热情 这时淡了一些 不冷吗 想是那雨下得不够大呀 她语气里 满满的都是遗憾 但仍是转身打开了衣柜 宁仙仙看着她从里面 拿出一套干净的华服 面料和她身上的很像 是素敬的 但却十分考究的华贵料子 一般人家 根本就穿不起的那种 来 还是换套干爽的吧 女子温柔地笑着 又将那华服双手奉上 郎君大可以放心 这是新衫 是妾身给外甥新做的 没有穿过呢 不脏的 十三不见 那女子便一直瞧着她 笑容里满是皮笑肉不笑的纷柔 十三不去 仍是不解 女人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 五官也渐渐染上了些黑气 就在这时 宁仙仙的声音 清清亮亮地传了过来 不好吧 那上面好多血呢 女人神经一僵 下一时地低头看到华服 可上面 哪有宁仙仙所说的血迹啊 女人不愿 回头瞪她 哪里有血 干净得很呢 是吗 没有吗 一改之前笑咪咪的模样 宁仙仙懒洋洋地走了过来 又不着痕迹地将十三哥挡在了身后 这才直视向女鬼 她的左眼骤然变黑 有没有血 她也不穿别人的兽衣 一句兽衣 女子的神情又是一变 且宁仙仙猜得不错呀 女子手捧的 确实不是什么真正的华服 而是只做的兽衣 只要十三换上了 必死无疑 事已败露 女子却并不见慌张 这是她的心龙 没人能逃得出她的手掌心 这位姑娘 想说误会了什么 这真的是 妾身给外甥做的心衫 并非兽衣 宁仙仙用黑漆漆的左眼盯着她 那就留给你的好外甥穿吧 提到那个外甥 女人脸上的笑容骤然消失了 她深黑的眼睛死死盯着宁仙仙 一字一顿 我是让她穿 不是让你穿 宁仙仙丝毫不退 我不让她穿 她就不会穿 那你 你鬼顿了顿 突然欺击宁仙仙 要去死吗 声落 女人那张脸上的精致婉约 全然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 是一张森白的 忧怨的 愤怒的 委屈的 还蹊跷流血的脸 这要是一般的人呢 非被吓出个好歹来不可 但 那宁仙仙是二般的呀 是不是 她一出声 左眼就能看见鬼 从小到大看得太多的早就麻木了 于是 她不但不怕她 还嫌弃地将面前的脸推开了一线 一副被落到眼睛的表情 你别离我这么近 你不知道自己脸很丑吗 她说丑 女鬼还留着血泪的一张脸 瞬间变得漆黑 又知道 她生前可是精中泼妇盛名的美女 未出阁之前 上门提亲的权贵公子 几乎要将她家的门槛给踏破了 可这死丫头居然说她丑 女鬼大怒 她一双手 秃得软得像是面条 之后 一圈一圈地绕着宁仙仙的脖子 越缠越紧 你敢嫌我丑 你再说一遍 就在她宁笑着 试图用双手将宁仙仙脖子脚断的时候 突然 女鬼感觉自己的手臂 针扎一般的疼痛 起初她还以为是错觉 但很快她就发现 自己手臂上出现了黑色花纹般的图腾 那图腾似燃烧的火苗 顺着她的手指一点一点地进人上来 眨眼之间 她半条手臂都黑了 怎么会如此呢 女鬼大惊失色 吓得立刻收回了双手 而几乎在她松手的同时 她手臂上的图腾 便也潮水般地退了下去 那个 短期已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期等你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五十二集 女鬼瞪大了双眼 惶恐地望向宁仙仙 可就是这一看 她发现 宁仙仙还是那个宁仙仙 可她身后站着的十三 却不知何时 戴上了一张青面獠牙的鬼面具 不 与其说是戴 不如说是 有一张黑雾所画的鬼面 浮空挡在了十三的脸前 鬼面乃烟雾所画 时刻变换着各种各样的可怖的鬼脸 而她的周身 有一道一道的黑线缠绕着 将她整个人都裹成了一个人形的剑 这 这是什么 魔物吗 女鬼被吓得无法动感 突然感受到了无上的恐惧 仿佛只要她稍微动一下 就会被那些黑线索淹没撕碎 她抖了起来 正想要逃 一只古朴的铜镜 却突然出现在她眼前 宁仙仙清亮的声音 不大不响 你自己看 你这张脸到底丑不丑 恶心不恶心啊 那女鬼原本就被吓到了 这是由对上自己一张 蹊跷流血的脸 竟慌得一声惨叫 啊 鬼啊 就很无语 宁仙仙呵呵 可不就是有鬼吗 那个鬼就是你自己呗 听着这话 瑟瑟发抖的女鬼 才终于反应了过来 原来方才静忠之人 真是她自己 啊 不可能 她的声音尖锐了起来 难以接受地捂着自己的脸 那不是我 我不可能变成那种鬼样子 那不是我 不是我 被刺激的太大了 女鬼不由又想对宁仙仙动手 可这个念头 才刚在心里转了一个圈 很快 一股无形的压迫感 再次向她涌了过来 感应到危险 女鬼脑中再度闪现出 一圈又一圈的黑险 她不敢抬头 连多看一眼都不敢 妾 妾身错了 再也不敢 郎君 不是 请大人放过妾身吧 妾身再也不敢了 这话一听啊 就是对着十三说的 宁仙仙眨眨眨眼 有些不明白 她怎么就突然怕成这样了 扭头回头看了十三一眼 但见她面沉如水 一脸的杀气腾腾 她立刻恍然 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 杀气 师父说过的 鬼呢 都是欺软怕硬的 遇到胆小的 他们就凶 遇到胆大的 他们就怂 而遇上 治刚治阳的体质 或者是满身杀气的人 鬼魂别说是近身了 那遇见了都得躲呀 十三哥这体质 他真好用啊 宁仙眨好生在心里 羡慕了一番 这才转脸 又对上那只女鬼 废话不多说 我是来帮你的 想出去吗 听到出去两个字 女鬼黑童 剧烈地震动了一下 但她始终保持着 镇定并冷笑 啊 出去 你知道要怎么做吗 就敢问我想不想出去 知道啊 把我的身体 借给你不用行了 可以 只要你告诉我 你的遗愿是什么 我就把我的身体 暂时借你一用 但是 在我见你之前 你得先跟我牵个死器 说吧 宁仙仙就掏出 她那本土黄色的小本本 朝女鬼面前一拍 呐 花牙 女鬼身头看了一眼 算书上面 写着五个大字 仙仙鬼记账 一看 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女鬼自是不愿的 但 她渴望地看着 宁仙仙的身体 你 真的愿意把身体给我 宁仙仙纠正她 那 不是给你 是暂时借你一用 不过 什么时候借 借多久 那都得听我的 那我不干 宁仙仙冷笑 你爱干不干 于晏未了的又不是我 我才不着急呢 女鬼 妈蛋 这好想捶死这个死丫头啊 但她不能 也不敢 女鬼偏脸仙仙身后的十三 不过眨眼的功夫 但见她脸上的鬼面具 早也不见了 深周的黑线 也全都消失了 眨了眨眼 她一时竟难以分清 刚才是不是自己看花脸 可是 被死亡凝视的感觉 是不会错的 哪怕现在的十三 看起来再像个普通人 可在女鬼眼中 她却哪哪都不像个人 不敢再多看十三 女鬼弱弱地 跟宁仙仙谈起了条件 那个 时间太短了不成 我要做的事情很麻烦的 几天根本就做不完 你想多了吧你 宁仙仙直言道 我能把身体借你几个时辰 就不错了 你还想借几天 你做梦吧你 女鬼一听说 只能借几个时辰 立刻急眼了 啊 几个时辰怎么行 你以为是怪家家吗 然而 她声音才大了那么一丢丢 之前明明感觉 褪去的强大威压 便又铺天盖地地压了而来 不必抬头 她也知道发生了什么 女鬼立刻怂了 连忙低下头大声道 哎 好 好好好 行行行 几个时辰就几个时辰 但是 但是几个时辰 真的不够我报仇啊 这仇一定要亲手报吗 让她自食其果 或者借别人的手报 不行吗 明仙仙反问她 这倒把女鬼问住了 其实呢 她也不是一定要亲手报仇 才觉得痛快 只是觉得 委屈了这么些年 那些愤怒 无以疏解 总得有个出口啊 是啊 可要是只有几个时辰 能顶什么用 我什么也做不了 就算找帮手 也要时间呢 女鬼哭了 漆黑的眼睛里 流出的眼泪 都是黑漆漆的 这时 屋外的天空也下起了雨 不是狂风暴雨 但历历的下个不止 亦如女鬼 现在的情绪 那个 本集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 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 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五十三集 宁仙仙并不想欺负一只弱女鬼 但身体借给鬼魂 是有损元气的 她不能多借 不过 朝着对方的委屈巴巴的模样 想是生前 也受了许多的委屈 她也不矫情 直接朝屋内的土炕上一坐 还伸手拍了拍身边的位置 过来过来 坐下说 她这自来熟道的极致的行为 让女鬼很是不能理解 不是 到底谁才是屋主啊 宁仙仙见她不动 又拍了拍 过来啊 过来过来 那女鬼明明不想去的 但也不知为什么 身体却陷于大脑行动 她才走到炕边 就被宁仙仙一把子拉上了炕 来来来 先跟我说说 你的遗愿是什么呗 女鬼的遗愿自然是报仇啊 但这个仇 还得从很多很多年前说起 这个女鬼姓苏 归名苏月威 福一听到女鬼的名字 十三便诧异地瞧了她一眼 她是知道这个女子的 还小的时候 她曾听父亲提过一次 母亲未出阁的时候啊 曾有一个手帕交 正是苏家次女 苏月威 据问当年 此女得知母亲的死讯 明明大婚在即 却还是不顾一容 痛哭了好几日 后来 十三随父回京 又听祖母提起 苏二小姐即便是嫁了人 也常在清明的时候 带着身边的丫鬟 仆夫 前去祭拜母亲 是个难得 有情有义的女子 但 红颜薄命 她在嫁入郑国公府 做续贤后的第三年 便死了丈夫 丈夫死后 国公府上下 怪责她是个客夫之名 她受不住这样的指责 因此 郁郁而终了 若十三记得不错 苏月威死的那年 她才六岁 去京 刚好是二十个年头 京中从未有人怀疑过 苏月威的死因 一个弱智女流 哪怕是大家闺秀 被扣上了客夫的罪名之后 在婆家 可想是会过上什么样的日子 她郁郁而终 大家都只是唏嘘 毕竟 曾是那般美好的一个女子 可如今看来 苏月威的死 应当还有隐情 十三一见男儿 本不是喜欢听着内宅之事的人 但事关郑国公府 她不免竖起了耳朵 苏月威此刻 正因往事陷入了悲愤 她磨了磨牙 很声道 是苏世家 我的亲爱上 她毒杀了国公爷 还软弃了我 最后 最后的话 她没有多讲 但十三却从她尴尬又羞愤的神情中 品出了些许端倪 她马上想起了 之前这女人看见她时的眼神 苏世家此刻已官拜三品 上朝时 十三曾见过此人几面 一身风骨的清贵文人 回鼻周 有一圈不算显眼的雀斑 所以 这女鬼方才看到的不是她 是她脸上的雀斑吗 不过 苏世家毒杀了老国公爷 这可真是一个惊天大雷呀 别怪我 当年瞎了眼 错把豺狼当中全 这才引火上身 给国公府带去了灾火 说这些的时候 苏月为神情艳艳的 一脸的自测 我虽是苏府的二小姐 但与长姐相隔却又十四 她嫁人时 我哭得比娘亲还要惨 我长姐 是那般温柔的一个好女神 可偏生命苦嫁了一个薄青郎 她替夫家生下一儿一女 只因不愿替夫那妾 竟得了一纸修书 她不甘收辱 也恐被修后会影响儿女的未来 竟一条白领 自已了 张姐死后 母亲所主 将张姐的儿女接回了娘家 让她们改了姓苏 待在身边亲自教育 可母亲毕竟年慢 多数时候 是我在带为教导 张姐的一双儿女 对我很是亲近 我也当她们是亲生儿女的爱 怕她们被家中其他孩子欺负 我甚至将婚期一拖再拖 只想再多护她们一些时日 可是我的这种行为 却惹来了各种闲祸 最终 我被推了弃 成了嫁不出去的姑娘 直到我临死之前 才从那畜生口中得知 那些闲言碎语 都是她有意放出去的 她就是故意要我嫁不出去 才能留在府中 照顾他们兄妹 可是她不想我嫁 苏府却是容不得一个 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恰巧那一年 郑国公夫人阴兵去了 年仅死寻的国公爷要去嫌了 父亲便想方设法 将我嫁给了郑国公 起初 我誓愿 毕竟国公爷的年纪和父亲相仿 我觉得自个儿受了天大的委屈 可是为了家族 我不得不嫁 好在 国公爷不是那没用的男子 也不是无情无义之人 他待我很好 甚至在父亲惹恼皇上 或追流放后 同意将长姐的一双儿女 偷偷接回国公府教育 可谁知 就是这一劫 竟接回了一只白眼狼 国公爷待他那般好 我待他更是失落几处 可他竟然 竟然肖像于我 甚至为此毒杀了国公爷 言至此处 素月为双眼通红 我自知罪有应得 但苏世甲的罪行不公于事 我死不瞑目啊 听到这里 宁仙仙也懂了 所以 你的遗愿 是要弄死那只白眼狼 我 我要他身败名裂 我要他精心谋得的一切 全都付出流水 我要他到国公爷的 分头磕头谢罪 我要他 行了 宁仙仙及时阻止了他 你不觉得你的要求太多了吗 素月为委屈 那样忘恩负义之人 只叫他死了 他是不会知错的 宁仙仙也跟着点头 那倒也是 但你要求这么多 我很难办的呀 苏月为趁机诱挡 所以我才说 几个时辰根本就不够啊 不如 够了 是十三开口打断 他一出生 那女鬼 哪里还敢再提半个不字 那个 本集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五十四集 十三呢 并非好管闲事的人 但这个苏月威是母亲的手帕交 也算是有情有义的 不帮她一把的话 母亲群下有知 也会怪她的吧 横眼一扫过来 十三定定地望着那女鬼道 有些事 即便是夫人亲自动手 也未必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但是 只要她当年所作之事被人揭发 不必你动手 郑国公府的那些人 就饶不过她 可事情都已经过去二十年了 谁还能揭发她 我 苏月威正正地看着她 一时间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她有点不敢相信地问 可是 你为何帮我 还要理由吗 苏世甲那般无情无义 狼心拱沸之人 人人得而诛之 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 苏月威是不信的 但如果 真的可以揭发 那个畜生的恶行 女鬼黑眸灿灿 好 我愿意换养 只要能给国公爷报仇 让那畜生毁不当初 我什么都愿意做 就等着这个话 宁仙仙毫不犹豫 直接将自己的小本本 朝她面前一送 苏月威此时正激动不止 哪里还能想到其他的呀 当下便痛快地一掌按了上去 当红红的珠砂掌印 按上黄指 她突然醒过神来 嗨吗 她连上面写了什么都没仔细看呢 怎么就按了手印了 就是后悔呀 不过 宁仙仙也不是什么坑鬼的小女官 她鬼气账上面 其实没写什么特别苛刻的条款 唯一的要求只是 是不许违约 唯立斩 吹了吹上面按好的手印 宁仙仙心满意足地将小本本朝华里一揣 好了 那咱们现在出去吧 出去 十三跳眉 怎么出去 回答她的 是屋外突然就响起的慕容雨的声音 十三哥 宁仙仙 你们到底在哪儿啊 回答我 十三诧异 心龙解了 嗯 对啊 解了 宁仙仙咪咪一笑 指的指苏月威 心结解了 执念就没了嘛 虽然说她大仇还未得报 但咱们呢 若是出不来 又怎么帮她报仇啊 她心里 自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所以 在与我牵下鬼气之时 心龙便自动产生了裂缝 顺着这个缝 咱们就自然而然地出来了 她说着 又拍了拍怀里的小本本 不过啊 就算心龙破了 咱们答应过她的事 还是得好好办完的 毕竟牵了鬼气嘛 不守约便是违约 十三不由多看了 那个小本本几眼 突然有些想翻翻 这里面到底都写了什么内容 就在这时 门突然吱压一声 开了 慕容雨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猫 狗狗碎碎地颠脚走了进来 看到完好无损的十三的时候 她差点就哭了 十三哥 你到底上哪儿了 吓死我了 她话还没说完 突然瞥见屋内还有一名绝色的妇人 慕容雨下意识地就止入了脚步 一脸的警惕 她是谁 为何在我家 鲜鲜鲜实话实说 她 她是这个家的鬼 什么 这不是我家吗 她 慕容雨话说的一半竟一蹦三尺高 屋子 鬼 鬼啊 她窜得太高了 脑袋直接撞到了屋顶的房楼上 顿时又一声AO地掉了下来 然后鸡也飞了 猫也跑了 她呢 四仰八叉地躺在地板上 呲牙咧嘴了好一会儿 终于疼得连怕鬼都忘了 但 本就已是下半夜 她那惨叫声啊 又十分地响亮 四周许多邻居都被吵醒了 周边的房子里 陆陆续续地亮起了灯 但也只是亮了灯 竟无一人敢过来这边桥上一眼 就仿佛那亮着的油灯之所以亮了 只是给家中人壮壮胆 毕竟 谁都知道 鬼 怕光啊 只不过到了第二日 有关于这个宅子闹鬼的传闻 便又多贴了许多钱 哎呀 昨天那声惨叫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听见了 不只是惨叫声 我还听到了 女人的声音 这何止是女人的声音啊 我好像还听到了 像鸡又不像鸡 这像猫又不像猫的叫声 哎呀那声音 哎呀 可吓人了 可吓人了 我当时就蒙着被子 我都不敢把头身到被窝外面来 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也听到了那个怪叫声 还以为自己产生了幻听了 真的是很吓人啊 哎呀 更吓人的是 昨夜那个宅子 昨夜那个宅子 进了人了 我瞧着呀 是二男一女 看打扮吧 不像是金钟人士 而且 他们进去后 就再也没出来 哎呀呀呀 这怕是出不来了吧 哎呦 那还用说 真可怜啊 在大家不遗余力的传播中 最开始的一个版本 慢慢地传成了数个版本 且越传越邪乎 越传越吓人 这邪乎的传闻 后来当然也是传入了格老府的 不过 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 当前的格老府内 宁夫人还什么都没有听说呢 她 正在哭呢 因为宁府大公子的病 似乎是又中了 那个 本集已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夜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 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五十五集 宁书之 婊子思冤 宁哥老唯一的儿子 之前呢 还只是精神不济 食不下宴 昨儿后半夜 竟突然口吐鲜血 昏迷不醒 宫里的御医都来了两波了 全都束手无策呀 看着儿子人是不知的模样 宁夫人一边哭 一边暴躁 甚至还砸了好几个茶碗 什么御医 我看是拥医还差不多 待御医一离开 宁夫人立刻哭骂道 房里的丫鬟们都静若寒蝉 只有跟在宁夫人身边的容嬷嬷 这时还敢上前劝个几句 夫人默契呀 默契 伤了身子可怎么好 伤了就伤了呗 宁夫人拿着帕子抹眼泪 要是阿淑有个好歹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夫人啊 可莫要这样说 大公子定会没事的 御医方才不也说了吗 大公子虽然醒不过来 但身体无恙 没有性命之忧的 没有性命之忧 却又醒不过来 哥哥活死人有什么分别 容嬷嬷心说呀 那当然还是有区别的 一个要埋 一个不要埋 但这样的话 容嬷嬷可不敢直接说出来 她思绪一转又惊言道 不若 再叫那雪山道长过来看看 有什么用 她上回来 也就是让府里不要开大门 不要开二门 我们都照做了 可阿淑 现在没见半点好 这越来越严重了不是 容嬷嬷听了 心头也是沉甸甸的 她是看着宁淑枝长大的 现在见她病成如此模样 还要是无一 心里看着着急 也不比宁夫人少啊 但确实也是 什么法子都试过了 容嬷嬷也不知道 还能再怎么劝她 恰在这时 有小思来报宁仙仙的消息 说她不但没有回来的打算 反而在城北一个院子里 住下的时候 宁夫人便更加气不顺了 若不是怕葛老回府之后责怪 她才不管宁仙仙死活呢 她磨了磨牙 仍只能传来海管事 过来问话 外院那边 海管事已经跟陆管事 吵了好几轮架了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 阴阳怪气的各种互讽 虽然说最后吧 到底是没分出来胜负 但陆管事显然也没想到 在宁仙仙的事情上 海管事竟能这般激动啊 吵到后头 她居然松了劲 忠仙海管事在嘴上 沾了几句上风 她不服要来再沾 容嬷嬷却到了 她逆了眼陆管事 陆管事便退职一侧 静后吩咐 哪知 人家容嬷嬷就不是来找她的 海管事 夫人要你过去问话 海管事一愣 找她 不是宁禄 不自觉地看脸陆管事那方 见她一时满脸震惊 深受打击 且不敢相信的样子 海管事这心啊 就舒坦了 甭管夫人为何换她吧 能气死这狗眼看人低的老东西 那也是极好的呀 于是 海管事便得意洋洋 大摇大摆 趾高气洋地跟着容嬷嬷去了 她一走 陆管事果然气了个道羊 且心中还在坠坠着 莫不是自己要在夫人这边失宠了 与陆管事的忐忑不安不同 海管事心下那是疑惑的 她本以为是要去宁夫人的院子里问话 不曾想 容嬷嬷居然领着她去了大公子处 方才啊 她跟陆管事吵架的时候 也间接听了些有关于大公子的病 其实依她来看 大公子这怕不是什么病者 而是被什么脏东西给缠上了 夫人找她 难不成是听说了二小姐的本事 想叫她给大公子瞧瞧病 也不怪海管事会这样误会啊 毕竟 宁夫人虽然眼皮子浅了些 可在护子心切这件事上 是做不得假的 大公子病成了这样 御医看了都束手无策 那可不就是只能找大师了吗 就是不知夫人之前 是从哪里找来的水货大师 非说什么大门不进 二门不让的 那一听啊 就是个假神棍真骗子 但二小姐的本事 海管事乃亲眼所见的 不只是她 所有随行的家丁 还有庄子上的人都清楚 说不得 夫人正是听说了这些 才叫自己过来问话 想通了这些之后啊 海管事心下略定 又想 若夫人真是这盘打算 倒也是个不错的台阶 那到时候二小姐 顺理成章地接回来 再与夫人兵释前衔 这嫌隙啊 说不得就这么抹没了呀 她一脸乐观地 走进大公子的院落 见到宁夫人就直接跪下 小的见过夫人 起来说话 宁夫人没什么精神头的样子 儿子的怪病让她心里憔悴 但宁仙仙的事情也不能再耽搁 赶在阁老回来之前 必须得料理好 她使了个眼色给容嬷嬷 容嬷嬷立刻断了张椅子过来 示意海管事坐 她哪里敢坐呀 只双手一弓 小的 还是习惯站着说话 宁夫人也就是意思意思 欠她不坐 也不勉强 知道 这一路上 辛苦你了 不辛苦 小的分内之事 她这个反应 宁夫人倒是满意的 不过 宁仙仙的态度嘛 就不是那么令她满意了 那个 本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再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的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五十六集 那丫头 一直就是这般没教养的吗 宁夫人一开口 还管事就绝出不对劲了 哎 夫人难道不是 请二小姐 回来给大公子看病吗 怎么这个态度啊 回忆夫人 其实二小姐 平时挺好说话的 脾气也不错 但下人们也算是亲和 你倒是对他评价高 可他若是那般懂事 又怎会闹这一出 那还不是您在作妖吗 关二小姐什么事喽 海管事心里不乐意 但他也只能强忍着 要翻白眼的冲动 恭恭敬敬地道 夫人 请恕小的直言 二小姐的身份 走后门和侧门 确实不妥 您夫人并不想听这些 眉头马上一皱 海管事赶紧诱荡 打狗还得看主人 您不看僧面看佛面 想想二小姐之后 要叫的夫家是什么人 假如 二小姐头一次回府 就从侧门或者后门进了 此事一旦传扬出去 被将军府得知了 那边怕是要责怪 怎么没有把诺大一个 将军府放在眼里 这一点 您夫人自然是想到过的 她冷笑着 逆了海管事一眼 你不说 大家不说 将军府的人如何能得知 当然能了 海管事急到 夫人有所不知 将军府那边 担心二小姐路上遇险 特意派了两个侍卫 跟着我们去了那边 刚才那侍卫 就站在二小姐车旁呢 什么 你怎么不早说 我就是想说 也得给我个机会开口啊 再说了 我怎么知 夫人您这般刁难 一个小姑娘 您夫人脸色变了又变 可到底还是拉不下面子 瞎着对方的来来回回 夺着的步子 海管事知道 再不给个台阶下呀 这事怕是没办法善了 他索性深深地一败 夫人 小的有话要讲 说 大公子的病 不然让二小姐看看如何 您夫人柳梅一树 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 你说什么 给她看 她能看什么 夫人 这您又有所不知了 二小姐乃是在道观中长大的 有一个很厉害的师父 她自己也学了不少的本事 小的回京这一路上遇见许多奇奇怪怪的事 都是二小姐化解的 夫人 您若不信 可传此次与小的同网的那些家丁过来问问 一问便知 您夫人不说话了 但也没有传那些人过来问的意思 这时海管事诱导 夫人若不信他们 也可传郊区庄司上的您管事过来一问 那边我们只留宿了一宿 刚好也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 也是二小姐处理的 听到这里 您夫人那有如煎兵般的神情 终于有了些许松动 她又是一个眼神递给的容嬷嬷 容嬷嬷心下了然 也不多说 扶了扶身子便直接去了 一住香之后 容嬷嬷回来 她复耳于您夫人耳边 神秘兮兮地说了许多的话 夫人 奴婢问过那些随从的家丁了 他们一个个说的 那是神乎其神的 都说二小姐呀 是个仙人转世 还说 今儿个回来的路上 他们遇见了一只白仙 那白仙 竟是跟二小姐讨疯的 那讨完了 还跟孩儿童似的 站着对二小姐作医呢 此话当真 当真 宁夫人想了想 想了又想 那烦躁不安的步伐 终于停了下来 寻了张椅子坐下 她两手死死地 搅着帕子 眉头紧簇 像是一时拿不定主意 容嬷嬷见状 又劝了一句 夫人 二小姐本就不可能不入府 不如趁着这个机会 把她接回来 那至于大公子的病 依奴婢所见 不如请雪山道长 也一起过来 到时候 她有无真本事 咱们看不出来 那雪山道长 还能看不出来吗 但若她真能把大公子的病 看好喽 不也很好吗 一个十五六岁的野丫头 怎么能看得好阿淑的病 若她真的看不好 您不也更有由头 拿捏她了吗 夫人 这叫一箭双雕 宁夫人眸光煞时又是一动 不过 毕竟之前两厢闹得 很是有些不愉快 即便现在要去接人回来 宁夫人也不想 下了自己个儿的面子 她扬亮下巴 问海管事 那丫头 在哪儿呢 小的不知 容嬷嬷这时却道 夫人 奴婢确实知道一些的 方才跟出去的家丁来报 说二小姐去了城北 宁夫人疑惑 她在城北还有房舍 据说 是将军府上的 一个侍卫的宅子 只这一句 宁夫人的脸色立马就变了 她用力地拍了下桌子 想什么话 即便她与将军有了婚约 那也还是未出阁的姑娘家 怎么能住在其他外男的宅子里 更何况 男女授受不亲 就算是将军本人 她也不敢与对方这般亲近 何况 那还不是将军 这是她的侍卫 一边的海管师听了这话 心内又是直吐槽啊 还不是托了您的福 您不让二小姐进门 还不许别人收留她吗 那她露宿缺头就像话了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再下期等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您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五十七集 您夫人这时还在发作呢 成何体统 简直成何体统 果然是乡下来的 又没规矩 也不识礼数 去 海管师 你现在就去把他给我带回来 海管师刚要应下 陆管师从外面进来 主动抢起了差事 夫人 还是小的去吧 海管师这一路周车劳顿的 回来水都没好好喝上一口 不如让他歇一歇 小的替他跑一趟 就你昨天那个态度 还想把二小姐接回来 只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这么想去找打脸 行 成全你 海管师在心中冷哼 他不争也不抢 由着宁路将这差事要了去 陆管师本就是宁夫人的亲信 由他去接人 宁夫人自然也没什么不放心的 行吧 那就你跑一趟吧 是 夫人 宁路不知海管师 根本不愿烫这趟浑水 还以为自己又压了他一头 心中得意 便冲着海管师扬凉眉 那眼神仿佛在说 老子还没有失宠 仍是府上最得夫人重用的 大管师 海管师皮笑肉无效 只在背后竖终止 傻屁 却说宁路要去接人 但也知道 宁仙仙不可能就这么老实地 跟他回来 为了壮大声势 他便亲手挑了二十个护院 跟着一起去了城北的那间宅子 他到的时候 宁仙仙刚刚送走了 街道重要军务 要回将军府的十三和慕容宇 一回头 就看见宁路气势十足地 带着一群狗腿子向他奔了过来 这哪里是来接人的 根本是要来拿人的架势 宁仙仙转身 砰的一声关门 门栓一插 拴死了 身为格劳府的大管师之一 宁路何曾受过这种意外 当时便砰砰砰地 把那院门拍得直响 然而 无论他怎么拍 里面的人就跟聋了似的 怎么都不应声 不开门 宁路发了狠 给我把门砸了 他这一说 马上就有狗腿子上前要砸门 其中一个清醒点地提醒他 陆管师 使不得呀 听说这是将军府侍卫的宅子 要真砸了 日后如何跟将军府交代 宁路原本还上头的热血 一听这话 总算是冷静了下来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 挤出一个皮笑肉不笑的笑 二小姐 小的宁路 是奉夫人之命 来接您回府的 他想拿宁夫人来压人 可宁仙仙呢 却完全不吃他这套 只从门缝里喊出一句话来 不作下人 不责后门 关 宁路清楚 这二小姐是记恨上他了 他心里憋着气 脸上却还得带着笑 二小姐 之前那都是误会 后来夫人也已经训过小的话了 小的也知错了 此番是诚心诚意 来接您回府的 而且夫人也说了 不走后门 咱们从正门进 那也不回 除非啊 他亲自来接我 宁路心中冷笑着 觉得这二小姐莫不是个傻子 夫人都表现得这么明显了 不哄他出门 都算是客气的了 怎么可能亲自来接他呀 二小姐 您还是想开点吧 小的能亲自来接 已经是夫人的抬举了 可别 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虽然 他话还没说完 但完全不妨碍 宁仙仙理解这话的身影 区区一个管事 居然如此嚣张 宁仙仙不爱惹事 但也绝不怕事啊 他不慌也不忙 掏出了一支朱砂笔 直接在黄纸上飞快地写了起来 然后顺着门缝塞了出去 宁路等了半天没反应 突然看见一张纸条塞了出来 他下意识地接惯一看 就见那黄纸上 用朱砂画着一只丑丑的赖皮狗 身后呢 还潦草地画着一个 双手插腰的凶恶妇人 旁边写着四个大字 狗 赵 人 是 宁路一张老脸顿时气的通红啊 他再也顾不得别人怎么劝阻 恶狠狠地道 给我砸 他一声令下 那些等待一侧的狗腿子们 立刻抄起了家伙 然而 他们不知道的是 门的对面 宁仙仙随手又套出来一张符纸 贴紧在门背后 很快 狗腿子发现了问题 无论他们多么用力地砸 那看似普通的木门 居然半分不曾损坏 而与此同时的 格朗府的桌红大门上 却凭空出现了许多坑 且还在一个一个不停地增加着 这看门的护员还以为是怎么了呢 一路小跑着过来 边跑边呵斥 何人敢敢砸门 这可是格朗府 我们是吃着雄心豹子打吗 可无论他怎么叫 门外乒乒乓乓乓的声音 却不绝于耳 那看门的护员再也不敢含糊 赶紧打开侧门出来查看 却惊恐地发现 门外明明空无一人 可门上的坑 却还在一个落一个地增加着 那护员吓得跌坐在地上 嘴里还在喃喃不信 怎么回事 是到白天的 你才不成 害到鬼了吗 那个 短期已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五十八集 这大白天的当然闹不了鬼 但宁鲜鲜的转移服 却能将本该出现在那边大门上的痕迹 统统转移到阁老府的大门上 而这边呢 因为始终砸不烂一个破木门 陆管事的脸更臭了 他不信邪的倒 那些狗腿子一听 立刻来了精神 于是个个摩拳擦掌 砸一下就大喊一声 但这个时候 宁鲜鲜在干什么呢 他不理门外 乒乒乓乓的声响 跟正缩在壳子里的绿毛龟 好声好气的打商量 你去帮我送个信呗 因为天亮了不能现身 只好躲在影子下的苏月威无语了 你让一只乌龟送血 那等他爬到了 年也过了吧 别看不起我家小玄子 他爬得可快了 您先先戳了一下绿毛龟的头 来 抬个给夫人瞧瞧 还别说 小玄子还是很给面子的 立刻抬起了他的左前腿 然后 然后苏月威就看见那只绿毛龟 以肉眼几乎难以分辨的速度 慢慢地向前爬着 爬到一半 头一歪 然后整个龟 不动了 喂 喂 你这个时候睡什么觉 我让你送信 宁先先怒而又戳他的龟背 可小玄子呢竟急不给面子的打起了呼噜 就 苏月威听着这比人还响的呼噜声 又看着从龟鼻子里吹出来的一个大泡泡 顿时很想大笑啊 说乌龟爬得快 这丫头是不是有点刮 刮丫头这时叹了口气 扭头问苏月威 郑夫人 你有银子吗 借我一些 之后还你 你问一个鬼界银子 是在开玩笑吗 我又用不着银子 用的是纸钱呢 苏月威又是一眼难尽地瞧着 不过他还真有 是当初苏世家留在此处的 后来也不知是忘了 还是不敢再来 便一直留在了此处 有是有 不过不多 一两银子就成 虽然不知他要来何用 但苏月威也不是那么小气的鬼 他指了指屋子里的咸菜坛子 宁仙仙也不意外 上手就翻 很快的 他从里头翻出了一个 绣了骨子的钱袋 顿时也明白这银子的来处了 他呢 也不是多么八卦的人 也不瞎问 就取了一钉银子 摆在那只绿毛龟的眼前 几乎在同时 那只原本还在打着呼噜 吹着泡的龟 直接便睁开了眼 苏月威又一次被惊到了 这看不出来啊 这还是个见钱眼开的龟啊 而这时呢 宁仙仙却一把抓回那银子 才跟绿毛龟慢慢地讲条件 那 你乖乖地替我送信 这银子呢 就是你的 不然我就 他话还没说完 那只刚才动作还慢得像只树懒的绿毛龟 居然直接窜了起来 他短短的两条后腿发力 身子一弹 整个龟身就如利剑一般 直射向宁仙仙的手 钟的银子 咬死了不撒嘴 可宁仙仙也不是吃素的 想抢他手里的银子 做梦 就在此刻 只听咔嚓一声 那只巴掌大的绿毛龟居然一口咬下了半块银子 然后嘎嘣嘎嘣地嚼了起来 在一旁的苏月威都看傻了 真是人死久了 什么都能见到啊 这只绿毛龟见前眼开也就罢了 他居然还吃银子 就见他嚼巴嚼巴 很快就吃完咽下 然后又渴望地看着宁仙仙手里还剩了半两银子 不给 小玄子点点头 又点点头 像是急切地在表达着什么 当然 苏月威是完全没看懂的 宁仙仙却笑着问他 那我这信 送吗 小玄子用力地点头 宁仙仙也点点头 掏出一张字条就塞进他嘴里 去吧 送去格朗府 给我那位老大哥 记住啊 不可以假手于人 一定要亲自交给他哟 小玄子渴望地看着那半定银子 像是想吃了再走 可宁仙仙却的 若是现在就给你吃了 你不肯给我送信怎么搞 小玄子没办法 妥协地咬着那张纸条 自溜跑了 瞧着那快如闪电的绿色背影 苏月威终于开始怀疑鬼声了 他 他 苏月威塌了好半天 最后也只挤出这么一句来 跑得是挺快的哈 那当然 宁仙仙很是激动啊 我当初为了抓他 我可是满山遍野地追了他三天 最后还挖了陷阱呢 苏月威试着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 一只满背绿毛的乌龟在山上疯跑 一个瘦皮猴似的女孩在背后狂追 他逃他追他插翅南飞 可是开什么玩笑啊 绿毛龟拿的难道是兔子的剧本 被震惊到无以复加的苏月威 最后又深深地看了宁仙仙一眼 许多想问的话都被咽回了肚子里 他只问了一句最想知道的事 哦对了 那你让他给谁送信呢 刚下我不是跟他说了吗 我的哥老大哥问题就在这儿啊 那个本集已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再下集等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五十九集 苏月威都死了二十年了 且他执念成龙 一直被困在这个院子里 连外面变成了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哪里知道如今是谁当了阁老啊 好在宁仙仙 像是猜到他的想法一般 直接告诉他 宁贺年 您认识吗 这当然是认识的呀 他生前毕竟是正国公府的当家主母 金官他还是知道些的 但是 啊 宁大人居然是你哥 可他应该年过六十了呀 你才几岁 所以就不是轻生的嘛 据说啊 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和我这位格老大哥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是青兄弟来着 苏月威懂了 但他又不懂了 那你一个格老府的千姬 为何要跑到我的小院住啊 此事说来话长 他这么一说 苏月威当然以为 他要跟自己讲一个说来话长的故事 甚至还做好了洗耳宫厅的准备 结果 宁先先话头一转 所以呢 我就不跟你多讲了 总之啊 你知道他是我的格老大哥就行 不行 苏月威十分激动 哪有你这样的 八卦只说一半 你是想逼死谁啊 赶紧说清楚 为什么会来我这儿住 这国公夫人还挺八卦啊 不过算了 反正他是个 知道了也没什么 于是 宁先先就将自己是如何如何被接到京城 又如何如何被拦在门外 因为无处可去 最后才到了这里的过程 全都跟苏月威说了 而他们说着这些的时候 宁哥老的轿子 也恰好停在了格老府的大门口 宁哥老昨日与皇帝商议要务 谈得久了便在宫中留宿了一眼 陈启呢 又为皇上赵取问了些事情 此时方得以回府 不曾想 一回府啊 就遇上了这等怪事 看着自家大门上的坑坑洞洞 宁哥老胡子都快飞起来了 待问清缘由 其实也问不出什么缘由来 毕竟 没人清楚府里的大门为何会如此 就在这时 宁哥老突然感觉眼前有点绿 然后呢 他就看见了一只绿毛龟 以他难以想象的快速度 从一个蒲宗脚下 滋溜地窜到了人家头顶上 望着蒲宗头顶那一片青青小草原 宁哥老当下便瞪远了眼珠子 这 他正要说话 却见那只绿毛龟对着他甩了甩嘴巴 宁哥老这才发现 这只绿毛龟嘴里还掉这张字条 虽然 但是吧 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出于什么心理啊 就让那个蒲宗不要动 自己则伸手把那只龟给接了下来 小玄子在他手心里吐出那个字条 还上下点了点头 示意他赶紧看 这宁哥老是越看越惊奇 心的 这只绿龟成精了呀这是 而成了精的绿龟送的字条 这还能不看吗 颤着手指 宁哥老小心翼翼 真之重之地打开了字条 然后 他露出了一脸看不懂的迷茫之色 字条上写着 大哥 速速救门 妹 宁仙仙 救门什么鬼 妹又是谁啊 不过宁仙仙这个名字 宁哥老恍惚有点印象 哎呀 不 不是有点印象啊 他想起来了 海管师送回来的信里面就提到过 他马上要认养的那个便宜闺女 不就叫宁仙仙吗 宁哥老立刻正色道 海龟可在 回来没有 嘿 换曹操 曹操就到了 这个时候也没人通知海管师 他居然就风风火火地 从侧门里出来了 大人 小的在 其实 海管师也并非一直守在门口 他方才瞇了一脚 这梦里隐约听到有谁在跟他说话 说阁老要回来了 让他赶紧到门口候着 他迷迷糊糊地醒过来 想起梦里的提醒 便带着试探的心理到了门口 没想到 阁老果然已经回府 还在门口高声地问他何在 他哪里还敢含糊啊 立刻上前下跪 让你接到人呢 海管师将头埋得更低了 喂大人 二小姐昨日入京 却未曾入府 现如今 小的 小的也不知道去了何处 这一点海管师可没有说谎 他是真的不知道宁仙仙现在何处啊 虽说之前 夫人有意让他去找人 可那差事不是被宁禄抢去了吗 所以 现在知道宁仙仙在哪的只有宁禄 哦 对了 还有 夫人 但宁恶老一听这话 老脸立刻垮了下来 这顶小差事你都办不好 还留你何用 哎 大人息怒 小的 也没办法呀 是 海管师欲言又止啊 一双精明的小眼睛还不时地望向四周 像是在惧怕着什么 宁格老怎会看不出此中猫腻 他立刻沉声呵斥 看什么看 说 海管师看似勉强 却十分流畅地将昨日之事一一益道来 宁格老听完脸就黑了 想他昨日不过是入宫一宿 家中间还闹出了这么一出 他瞪时吹狐子又瞪眼地骂道 头发长见诗短 诚是不足 败是有余 谁骂的是谁 大家心中都很有数啊 但谁也不敢多说一个字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再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夜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六十集 秋在这时 宁格老突赶手心一痛 他太生气了 忘了手里还捏着一只龟呢 龟壳子太硬 把他的手都给握痛了 宁格老手松了些 下意识地问他 抱歉抱歉 没捏疼你吧 只这一句 在场所有的家庭和小厮 全都惊呆了 他们家大人 是在对一只乌龟说抱歉吗 不是 他们家大人在对一只乌龟说话 他他们家大人的脑子 后面的 大家不敢再想了 只是忍不住都拿眼 去瞅那只绿毛龟 只有海管事 反应最是不同 他失声唤道 小玄子 你怎么在这儿呀 嗯 宁格老立马看了他一眼 海管事马上回答 大人 我认识这只绿毛龟 它是二小姐 从山上带下来的 叫小玄子 宁格老一双老眼 又是一亮 果然是只非同寻常的鬼 居然还有名字 不过 你说这是谁的鬼 二小姐从山上带下来的 一起带的 还有一只花母鸡 一只大白猫 还有一条小青蛇 宁格老竟无言以对言 不过 海管事这番话 倒是提醒了宁格老 他立马想起了 小玄子送来的字条 自动忽略了那个妹子之后啊 宁格老的目光 沉沉地落在自家的大门上 这才发现 只这会儿说话的功夫 那朱虹的大门上 坑洞已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了 且还在不停地增加着 他老狐狸般的毛子 悠悠地隐秘 问海管事 海管 这门是怎么回事 小的不知 这个回答 显然不是宁格老想听到的 他目光锐利地 盯了海管事一眼 确定他应该 不敢骗自己的时候 直接把字条递给了他 你看看这个 海管事抬头 看清字条上面的留言之后 他立刻反应了过来 大人 这应当是二小姐 在提醒您什么呢 怎么说 大人 你有所不知 二小姐 是要些东西的 海管事说着 还压低了声音 用宁格老 才能听到的声音 对他小声地说 二小姐会抓鬼 好像是个半仙 还是很灵的那一种 只这一句 宁格老立刻又瞪远了一双老眼 看向海管事的眼神 也是说不出来的震惊 海管事猜到他就是这个反应 便继续压低了声音 大人 小的句句属实 且这一路上 我们遇到许多怪事 都是二小姐 一一化解的 那这个门 海管事用力地点头 神秘兮兮兮地道 这种事情 难道您觉得 是人能干得出来的吗 太有说服力了 那毕竟事实就摆在眼前呢 宁格老立刻沉声吩咐 你 立刻把人找回来 无论用什么办法 是大人 说着他便要走 但刚一转身 又折了回来 海管事指了指 宁格老手中的龟 大人 小的不知二小姐身在何处 可能还得小玄子给指个路 他 给你指路 海管事刚想说是啊 可还不等他开口呢 小玄子已经从 格老手心里窜了出去 自溜的一声 直接爬上了海管事的头顶 看着他头顶的一团绿 宁格老不忍直视地挥了挥手 速去速回 是大人 潜走的海管事 宁格老黑着一张脸入了府 宁夫人正好接到通报出来迎人 老爷 您终于回来了 阿淑他 可他话刚说到一半 就被宁格老狠狠狠地瞪了一眼 跟我进屋 有话要问你 宁夫人心头一疙瘩 隐约猜到了什么 他心内惶惶 但还是跟着进了内室 只是一进屋 就被劈头盖脸的一通讯呢 你怎么回事啊 为何不许先先进府 老爷 您说的什么话呀 我何时不许他进府了 只是让他换个门禁罢了 换通什么门 侧门 后门 还是脚门 宁夫人自知理亏 但还是嘴一撇 酷得梨花待雨 老爷 您当我是故意为难他呀 我还不是为了咱们儿子 阿淑都病成那样了 我也没有法子 才装人请了雪山大师回来 大师说了 阿淑是被妖物所缠 就是有那些个逼迹 想让他好起来 近三日 就不能让外人从大门进府呀 我能怎么办 要说这您夫人 也真算不上什么恶毒夫人 不过呢 是眼皮子浅了一些 心眼子小了一些 又耳根子软了些 且这些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的毛病 许多内宅夫人都有 宁格老的心思 本就放在朝堂之上 平时对老七的约束 自然也少 若非此次老七 惹出了这般大麻烦 他也不会多炫他一句的 可反过来讲吧 也正因宁格老平日里 就是个好项羽的 所以宁夫人偶尔被骂一次 就委屈得不行 他哭哭啼啼 一脸的委屈 老爷 你要认女儿 我自时也反对不得 可秦叔有别 再怎么 我也肯定是向着七生的呀 这要说宁格老 他不偏心自己儿子 也是不可能的呀 宁舒芝是格老府的嫡子 且是唯一的儿子 那地位可想而知啊 未接 宁格老连御医都请回家 三四趟了 但问题是 没有一位能治他儿子 所以 后来老七向他提及 说要请大师的时候 他也没能够反对 但 那个 本集已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的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六十一集 大师说外人不得从大门进入 可她是外人吗 仙仙是我马上要认的女儿 淑知的妹妹 明夫人就听不得这个话呀 她算什么妹妹 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罢了 闭嘴 你这无知妇人 当真我不知你心中所想 不就是想趁她出入京城 还未在府内站住脚竿 就给她来个下马尾把人震住 宁歌老就看不得她这份小家子气 哪还有半点当家主母的气度啊 可你也不想想看 你要震住她做事啊 她一个女娃娃又不是敌女 能爱着你什么事 即便是我认了回来 不也是马上就嫁出去了 你跟她计较这些做什么 宁夫人却哭着反问 可她尚未出嫁 不就只走了府上一万多两银子吗 接下来还要给她添价状 装子铺子银子哪一样能少 凭什么 凭什么我们口口声声 最后全得给她一个外人 外什么人 仙仙的名字那是上报了皇上的 无论她以前是什么 现在都是我阁老府的小姐 且是皇上亲旨的未来将军夫人 你这样拿捏她 万一她嫁去将军府后 在将军耳边吹枕头发 你是嫌我这个阁老当得太久了 要让我早早置事回乡吗 这话说的倒是真吓住了宁夫人 毕竟宁阁老虽非寒门子弟 但祖籍却并非京城 若她真的置事回乡啊 宁夫人自也是得跟着去外省的 宁夫人是正正经经的京城人士 哪里舍得离开这里啊 她当时就吓变了脸 啊 哪 哪有那么严重啊老爷 我 我即便做得过了些 可也没把她怎么样啊 而且 这不也马上派人去接她了吗 她若真是个有良心的 就不该嫉恨我 你看看你现在的小家子作派 人家就算不嫉恨 也念不着你的好 这倒也是事实 宁夫人老脸一苦又哭了 老爷 您怎么经说这样的话 我 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吗 宁哥现在不想看她这副模样 甩起袖子就要走 恰在这时 外面有小司机来通传 说是海管室身边的小石头回来了 不是刚让你去找人吗 这么快就回来了 大人 不是海管室回来了 是他身边跟着的小石头回来了 说是有关于二小姐的大事 一定要亲自跟您禀报 关于二小姐的还是大事呢 宁哥老这个人精啊 还是很会着重点的 她立刻的 让她进来 小石头拱着腰从外面进来 见到宁哥老便直接趴地一个大跪 大人 不好了 二小姐那边的门 被路感室给砸了 只这一句 别说是宁哥老 就算是宁夫人也坐不住了 她眼泪都忘了掉 站起来便呵斥的 胡说八道 我是让她去接人 她怎么会砸门呢 因为 因为二小姐不肯开门 还让路管室滚 路管室就让人砸了门 已经砸了好一会儿了 宁夫人一听 顿时气血腻咬 小石头这是诱导 但是 但是大人 小人要说的 还不止这些 还有一件怪事 二小姐那边的门 被砸了半天 封毫未损 倒是咱们府上的门 现在到处都是坑坑洼洼里 这话说的 宁哥老义士还没能听懂 但慢慢地回过味儿来 她一双老眼又登圆了 你再说一遍 你刚才那是什么意思 小石头还是头脸对地 但声音极大 大人 二小姐家的门 被砸了半天 什么痕迹都没有 而且那个门 小的看了 就是站普通的木门 原本应该随便 踹一踹就开了的 可是 路管室他们的斧子 凿子 榔头都用上了 甚至完全没能 在上面留下痕迹 可刚才 小的回来的时候 看了一眼咱们府上的门 那可是什么痕迹都有了呀 就仿佛 仿佛是路管室 砸在不是二小姐家的门 而是咱们府上的门 宁阁老的脸色 这事已是清黑一片 宁夫人却是奸声叫的 这 这怎么可能 你一派胡言 小的句句属实 还请夫人明鉴 而且 二小姐她本就不是什么普通人 是为很灵很灵的仙姑啊 所以砸她的门什么 那可不就是 遭 遭报应吗 她不提这个还好 一提 宁夫人还真想起来了 之前海管事也跟她提过 宁仙仙的那些本事 还说呀 指不定能治好她儿子 所以她才让宁路去接人的 可现在呢 宁夫人不敢再往下想了 脸色也是震震发白 她惶恐地看向宁阁老 想说什么 却只又换了一记瞪眼 宁夫人委屈不已 刚扁了嘴 就听宁阁老对小石头说 你去备车 我亲自去接人 老爷 这如何使得 您是什么身份 她是什么身份 怎能亲自去接 我不去你去 宁夫人一听 立刻识相地闭了嘴 不过 宁夫人虽不情不愿 但也还是亲送了宁阁老出门 只是 当阁老的马车离开 她才终于看清了 朱虹大门上的痕迹 只能一眼 顿时手脚冰冷啊 我这 她莫不是真惹了 不该惹的人 那还用说 她就是 舍上了呀 那个 本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期等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 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 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六十二集 只不过 宁夫人现在 已经后悔了 还带着身边的嬷嬷 偷偷地跟了上去 可有些人呢 却还是什么都不知道 且还在作死的路上 一往无前 急速狂奔啊 看着事到如今 仍旧明完不灵 继续指使护院门 疯狂砸门的陆管事 海管事已经不记得 自己在心里 翻了多少次白眼了 这人没了 该说的都说了 该劝的也都劝了 人家不听啊 那就怪不得他了不是 抄着手 海管事看戏 不嫌事大的 朝边上那么一站 就等着看这人接下来 要怎么倒大霉 差不多呢 也就一盏茶的功夫 路口那边 就传来了海管事 想要的动静 城北这边路窄 宁戈老的马车 跑起来 却半分秒减速 这不小的动静 引得邻居们 纷纷身头张望的同时 也终于引起了 路管事的注意 他一回头 认出是自家府上的马车 顿时神情一速 这辆车呀 可不是谁都能坐的 整个府上 除了葛老大人 也就是大公子 和宁夫人可乘了 葛老大人还在宫里 大公子还病着 难道是夫人来了 停 一抬手 路管事让那些护院 都停下砸门的手 自己呢 折狗腿子一般地 引了上去 然而 马车的帘子一拉开 居然是宁戈老本尊 路管事大惊失色呀 大人 您怎么过来了 宁戈老的目光 紧在他脸上扫了一下 便转向了那些 手里还提着家伙的护院 好家伙 大家手里果真什么都有啊 锤子 斧子 铁榔头 真是来接人的 他目光阴阴一沉 宁戈 这是怎么回事 路管事毕竟在 葛老府当差多年 一看宁戈老这表情 便这要糟啊 但他还是装傻的 回大人话 小的是奉了夫人之命 来接二小姐回府的 宁戈老一指 那些人手里提的家伙 眼如刀锋 就用这些东西接 路管事心脏狂跳 但脸上却仍旧面不改色 是这样的大人 小的来此之前 听说二小姐住的院子 比较破旧 就带了些下人过来 想替二小姐整修一下 那些 都是带的工具 你的意思 你是来修院子的 不是来砸院子的 路管事的头 垂得更低了些 大人明鉴 小得岂敢砸二小姐的院子 你就是敢 宁戈老进营官场数十载 可不是随便一个管事 就能糊弄的人 他冷哼一声 示意海管事 你带的人呢 把这池里爬外的狗东西 给我绑了 路管事一下子懵了 不是 怎么回事啊 怎么话还没说几句 就绑他呀 就因为他砸了二小姐的门 可夫人不是说 葛老大人从未见过 这位二小姐 也不会偏忽一个 乡野丫头吗 他终于意识到了不好 路管事大声喊冤呢 大人 小的冤枉啊 小的真的只是来 给二小姐修院子的呀 不信您看啊 这院子好端端的 没有那处有半分损坏 不是吗 见他到了这时 还在狡辩 宁哥老气得大骂 刁农士 他一把夺过车夫的鞭子 仰手便甩了过去 那一鞭 恰好甩在路管事脸上 只听路管事嗷了一声惨叫 之后 那半边的脸颊都肿了起来 还溅了血 宁哥老却仍旧难以怒火 又是一鞭子甩了下去 之后 便是劈劈啪啪啪的十几下 只把个路管事抽得满地打滚 惨叫不止 他这才缓了口气 鞭子一扔 对海管事的 你来说 也好叫他知道知道 他究竟犯了何错 海管事速来也不喜路管事 可亲眼见他被抽得皮开肉绽的 也不免心计呀 可他才刚投去同情的一眼 却恰对上路管事愤怒的眼神 且对方还一脸 好啊 果然是你这个老孙子又在背后坑我 我跟你没完的眼神 很好 海管事的同情心啊 立刻变成了虎狼之心 再也不心软了 他六亲不认地跟了一站 路管事 你就不好奇 为何你的人砸了半天门 吃奶的劲都快用上了 这门却没有半分痕迹吗 路管事一下子沉默了 他不是不好奇 只是方才在气头上 也顾不上想太多 可现在仔细地回味一下 这事啊 确实很诡异呀 路管事一下子心里没了底 他也不开口 只继续恶狠狠地瞪着海管事 海管事也不绕弯子 只愿道 因为那些痕迹 都在咱们阁老府的大门上呢 一派胡言 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 可他虽然嘴里这么否认着 但心里的骨 却越打越响 只是个木门 但怎么砸也砸不坏 那也是事实啊 他原本还在想呢 这到底是个什么材质的门啊 居然能这般结实 可现在仔细这么一声想 世上哪有什么木材 能够再遇到狼头斧子 这种东西时还不损坏的 所以 路管事一张老脸 霎白霎白的 心想 难道这次真在阴沟里 泛了船 灾了 不 还不到山穷水尽的时候 两扇门又不在一起 怎么能硬说那边的痕迹 是这边弄的呀 路管事不甘心 又大声地喊起了冤 可是大人 小的真的冤枉啊 就算小的砸了门 那也砸的是这边的门 和阁老府的门无关啊 大人 大人 让他闭嘴 那个 短期已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六十三集 宁格老一声令下 海管事立刻开开心心地 掏出一块臭汗筋 干脆地塞住了路管事的嘴 路管事口中呜呜 极度地不服 可就在这一时 只听吱压一声 那扇原本用锤子斧子 都砸不开的木门 终于自动打开了 众人的目光 刷地一下射了过去 却见那门 确实是开了 但门口却空无一人的 没有人 那谁开的门啊 有人立刻倒抽口冷气 有的人呢 却是吓得屏住了呼吸 只有司空见惯的海管事 一脸镇定 还恭恭敬敬地问宁格老 大人 要进去吗 宁格老其实是有些想后退的 那种前方危险的感觉 他进攻面胜的时候 都不曾这般强烈 但别人都能退 可他却退不得 进 说吧 他还一个眼色扫向了海管事 把他也带上 海管事应声 立刻扯了路管事的后脸 死狗般地将他拖进了院子里 这眼瞅着宁格老一行人进了宅子 那些引进张望的百姓们都沸腾了 一个个是你及我我及你的道 那位大人是谁呀 好大的气场啊 我瞧着 有点像是宁大人呐 哪个宁大人啊 还能有哪个 京城姓宁的本就不多 能有这般排场的权贵 可不就是格老府一家吗 什么 那边是当朝的宁格老 可他怎么会来咱们城北啊 而且 而且还当节打人 一看就是下人犯了错 主子打下人 也算不得什么 只是 宁格老进的可是那间宅子 对呀对呀 那不是个凶宅吗 闹鬼的呀 对对对 昨晚闹得尤其凶 可别是那一声惨叫 不像是人发出来的 可吓死我了 谁不喜欢凑热闹啊 百姓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聊得欢场 可躲在一边偷听的主仆俩 却一个面如菜色 一个老脸辣黄 明明还是青天白日艳阳高照的 他们主仆呢 也都带着兜帽挡着脸 但宁夫人仍旧感觉 后背生起了一股子冷意啊 他边上的容嬷嬷 却是牙齿都打起了叉 夫人 您都听到了吧 宁夫人白着脸点头 双手也紧紧揪着杖子 他们说 那个是凶宅 昨夜还惨叫了 那 那丫头 昨夜是住在里面的吧 不会 不会她已经 死了吧 应该不会吧 就算是凶宅 也没听说住一晚上 就死人的呀 可容嬷嬷自己说这个话 都感觉没底气 宁夫人深吸了口气 走 咱们过去看看 容嬷嬷不敢 扯住主子的手 哎 夫人哪 那还是别去了吧 那可是凶宅 那 弄鬼的 这又不是晚上 就算有鬼 这青天白日的 总不能出来吓人吧 其实 宁夫人也不是不怕的 但此事毕竟是她惹出来的 如果宁仙仙没出事还好 若真死在这宅子里 她不敢再往深想了 她只想赶紧进去看看情况 一个不对 也好早做打算呢 可宁夫人很快就发现 明明不过石步之遥的院子 可他们却怎么走 都走不到那大门口 容嬷嬷声音打颤 夫人 这这这不对劲啊 明明几步就到的地方 怎么就走不到了 莫不是遇到龟大墙了 您夫人呢 都快哭了 走不到就算了 回吧 结果往回也不行 他们竟是被困在了 这条巷子里 而且 之前巷子口 还是人挤人 人挨人的 现在看去 却是一个都没了 一阵冷风刮过来 打着旋的 卷起地上的树叶子 擦过您夫人耳边的时候 她只感觉全身的热度 都似被抽离了一般 冷得打了个颤 头皮一下子发紧 意识到自己 可能遭遇了什么之后 您夫人牙齿 也打起了颤 这 这不是大白天吗 说好了 那东西只能晚上出来的 他们怎么能这样 这是犯规 犯规吧 容嬷嬷也想哭啊 但不敢大声哭 只是哆嗦个不止 他们一主一仆 紧紧抱团 此刻心内只有两个字 后悔 不该偷偷跟着阁老过来 就算跟来 也该多带些下人啊 这想好了 他们不会这辈子 都困在这里 走不出去了吧 一墙之隔 您夫人在院外瑟瑟发抖 宁仙仙呢 则在院内给自己起了一挂 三枚铜钱随意一扔 他求问的是 能不能不回阁老府 挂项显示 不能 他不死心呢 又补了一次 这回问的是 能不能不认这个大哥 挂项仍旧显示 不能 宁仙仙闭了闭眼 行吧 这一万两银子的债 果然是赖不掉的 他刚叹了口气 宁哥老就进了院子 终于见到自己这位老大哥之后啊 宁仙仙条件反射 先替对方看脸面相 与文官的气质截然不同 宁哥老生着一张正气十足的国字脸 但见他发色健康 人中深长 眉毛浓淡适中 扇根平缓 不凹险 有这种长相的人 一般为人厚的 功训有理 人缘很好 有耐性 恒心和毅力 是一个中年发达 晚年吉祥 福禄双全 长寿安康的长相 这面相不错呀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再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六十四集 宁仙仙对这位老大哥的第一印象还不错 不过 他身上那层淡淡粉色的东西是什么呀 宁仙仙眯了眯一眼 仔细又看了看 这才发现 不只是宁格老 跟在他身后的海管室 以及海管室拖在手里那半死不活的 身上都有一层淡淡粉色的东西 宁仙仙也顾不上其他的了 主动开口 大哥 你们刚才可是去了什么奇怪的地方 为何身上都沾满了桃花杖 宁格老还没开口呢 就被他一声大哥给叫猛了 不过 比起弄错辈分这种事啊 先先之后的那句话 更让宁格老紧张 什么桃花杖 本官 我是说 我刚从宫里回来 回府也就待了一小会儿 就来这边接你了 并未去过什么奇怪的地方 啊 就是大哥你府上有问题啊 啊 你是从宫里回来的 可他们俩不是 但是你们身上都占了那种东西 就只能是在府里占上的吧 宁仙仙这时掐了掐下吧 你洗眼睛 府里是有谁生病了 呃 成天昏睡 有气无力 精气神全无 还时不时地吐上一口血的那种 宁格老一双老眼瞬间张到了最大 你怎知道 看出来的呀 你们身上不都沾了桃花杖吗 所以啊 定是府内有人 遇着桃花节了 此刻 宁格老已经完全忘记 自己是为什么来接宁仙仙的了 他激动得到 是你大哥 你吗 不像啊 你这面相 一生只有俩花 还倒霉的全是烂桃花 宁格老先是一正 之后竟是老脸占红 你为何总叫我大哥 我是你爹 爹什么爹 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和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是亲兄弟 对吧 那怎么算 我和你也是同辈啊 怎么你就是我爹了 差辈了 宁格老心想 这丫头怎么回事啊 让他认个爹 又不是要他的命 那再说了 他乃当朝阁老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那做他女儿 还能吃亏了是咋的 怎么就如此排斥呢 吃不吃亏的 宁仙仙倒是没多想 只是啊 宁夫人之前的态度 算是给他敲了个警钟 那位啊 虽不知发什么意证 非要拿捏死他 就算捏不住 可对方竟然存了这个心思 他就不得不为自己 打算打算了 做格老的妹子 那位呢 也就只是嫂子 可要是做了格老的女儿 他岂不是还得管 那位叫母亲啊 他再不要呢 宁格老也不要 还据理力争 别的且不提 就论我这岁数 怎么好认一个 比我儿还年幼的妹子啊 而且 你若做了我的女儿 我会更疼你 有什么不好 那难道做妹子 你就不疼我了 那自然也是会的 但皇上此婚之事 你也是知道的吧 那定的可是 格老府的千金 那妹子就不算 格老府的千金吗 说一句反驳一说 说一句再反驳一句 到最后啊 宁格老胡子 都快翘起来了 虽然认个妹子吧 和认个女儿 于她而言 其实也没什么 太大的差别 但她也不知道 为什么竟被激起了 胜负欲 死活也不愿点这个头 不行 我只认女儿 不行 我只认大哥 我只当爹 那你找别人去吧 反正我也不缺爹 你 你你你 宁格老气的话 都快说不顺了 海管是觉得 这一老一小 简直是有病啊 女儿又如何 妹子又如何呢 为何偏要在 这种小事上 浪费时间呢 想想家中的大公子 可还一口一口地 吐着血呢 还有 海管是低头看脸 半晕半死的陆管是 觉得 这人拖进来之后啊 半点没起到作用 真是浪费他力气 扔开 还嫌弃地踢了他一脚 这才心累地 去劝那一老一小 他先是劝小的 可嘴还没张呢 就被宁仙仙 一个眼神逼了回去 于是呢 他改着去劝宁格老 还是压低了 生意的那种 大人 大公子今儿又吐了血 到现在还昏迷不醒呢 不然 您先把二小姐 给哄回去 不管是女儿 还是妹子 反正先治好大公子 您说 是不是啊 这话倒是真真提醒了宁格老 是啊 儿子的病重要啊 这样吧 你先跟我回去 然后 宁仙仙摇头 不听不听就不听 没有 然后 先确定名分 是妹子 还是女儿 说清楚了再走 宁格老 那叫一个气 气得磨起了老牙根 那面目都快扭去了 我说 我说 先跟我回去 哎呀 大哥生气了 表情好争鸣啊 宁仙仙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给他气死了 只好一脸沉痛的忽悠他 其实啊 我也不是故意要气你的 可刚才你一进门吧 我就帮你看过相了 哥 你命中无女啊 啊 什么 那个 本集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六十五集 一看你这个表情就是不信我对吧 对吧 觉得我是不是不想让你当爹 才这么忽悠你的对吧 您跟我没说话 但眼神里明晃晃地写这一句 难道不是吗 那当然不是啊 我是真的算过 而且我算命超准的 不信 您问海管事 虽然 但是吧 别的方面呢 海管事不能保证 但这一点 他还得实事求是 大人 二小姐没说谎 她是真的准 她也帮小的算过 连小的老子娘 是哪一年顽固的 都说得半点不差 还有这回事 宁哥老不敢置信 但又不敢不信地看向了宁仙仙 宁仙仙也不着急 就用平时闲着聊小话的语调对她说 哥 其实嫂子不是你的原配吧 宁哥老双猛猛的一阵 在看向宁仙仙的时候 那表情都变了 宁仙仙呢 却不看她 还在继续 你呢生来多病 三岁才学会走路 五岁的时候 差点一命呜呼 后来啊 家中就给你订了一门 亲事冲喜 但那位冲喜的新娘 却大你十好几岁 是也不是 后来啊 你入京赶考 家中呢 想让你和新嫂子圆 听到这儿 宁哥一把子 捂死了宁仙仙的嘴 好 行 可以 妹子就妹子 这总行了吧 别再拆台了 再拆那底裤 都没得穿了 宁仙仙得逞的一笑 扒了下老大哥的手 早这样答应我不就好了 大哥 宁哥 就是气啊 他都快气死了他 他再气 也都答应了 于是 接下来 宁仙仙又开开心心地 宽起了他的小包袱 还是那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猫 袖里藏着蛇 肩膀上趴着龟的架势 海管身上是看久了 早就习惯了 宁哥老的眉毛 却又竖了起来 你还要带着 这些东西进服 哥 他们是我最后的家人了 宁哥老吹胡子 什么最后的家人 我才是你的家人 宁仙仙放下机 认开猫 只认真地看着宁哥了 一开始你是嫌弃那位 老嫂子的 可后来嫂子他 宁哥老听得血管都差点爆了 又是一把子捂死他那张要命的嘴 行行行 带吧带吧 想带什么都带吧 别说了 哦 好的 哥 你对我真好 嗯 宁哥老 终于要走了 裙子却被边上的小草给挂住 仙仙扯了扯还扯不动 一回头 发现是苏月威在拉着他不让走 苏月威哭道 你走了我怎么办 说好了解身体给我报仇的呢 唉 你哭什么 明仙仙安抚道 我又没说不回来 我走是不走 这院子不都在这吗 等我回去看看我那苦命的大侄子到底怎么了 会回来找你的 哦 放心放心 我绝对不会跑路 你信我 出哪 你看 我这真正的大眼睛 嗯 宁哥老震惊地看着他对空气自言自语 一开始还以为他脑子有病 可听到后面 这丫头到底在跟什么东西说话呢 鬼吗 可是这是什么品种的鬼啊 大白天的都能出来说话 宁哥老深深地吸了口气 刚想说话 突听宁仙仙这时对着空气又说了一句 什么 你也要跟我一起回格老府 嗯 不行不行 我带着鸡托着猫就算了 还搭个鬼去 那就不好了吧 宁哥老刚刚落回肚子里的心 直接又被提了起来 什么 带猫带鸡就算了 还要带个鬼 他气血直往上涌 之后 那一张老脸竟是胀得通红发紫 他捂着发疼的心口 像是实在撑着不住 之后 眼前一黑 人便直直地朝着地面栽了下去 还管是惊呼 大人 宁仙仙听到动静望了过来 正好瞧见他的格老大哥一头栽倒的画面 他当时便一脚踹飞了苏远温 扑过去 闲闲接住了他的老大哥 这才没让他直接把自己平地给摔死 这是怎么了这是 瞧他一脸的担忧 还管是却是一言难尽呢 二小姐 你还没问呢 不就是跟您吓着了吗 您 说您要跟那个什么说话 闭着点啊 格老大人又不是小的 他还不知道您的眼睛能见鬼呢 嗯 我没想到 他都这么一把年纪了 还这么胆小 宁仙仙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头 之后赶紧给他的老大哥试了是鼻息 还好还好 还有气呢 然后他从自己的包袱里掏出了一粒大黑丸子 直接啊就要往格老的嘴里塞 还管是知道这药极未管用 自然是不足不拦 但那些没见过世面的仆祖们 却一个个地被他行为给惊呆了 二小姐能拿的是什么呀 看起来像是药丸 可是婴儿拳头那么大 吃下去不会噎死人吗 爷爷爷爷爷爷 他真给阁老大人给吃了 塞不进去还往下垂呢 哎呀完了完了 大人都被噎得直翻白眼了 哎呀 这下肯定搞不死也噎死了 哎 哎 大人没死 哎 他醒了 他醒了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六十六集 宁哥确实是醒了 不过 真的是给爷醒的 且醒来之后呢 他张嘴 就是一口黑血吐了出去 一众仆从 立刻又纷纷按着心口 惊呼出声 哎呀天哪天哪 大人他吐血了 还吐的是黑血 那个大黑丸子 就是毒药吗 怎么办 要不要报官啊 不能报啊 报了咱们就完了 毕竟阁老大人 是在我们面前 活生生地 被别人毒死的 那我们 不就是从犯了吗 哎哟 完了完了完了 死了死了 大家都要没了 众人那个心情啊 那简直是 天上地下来回的窜囊 就在大家面色几变 心如死灰 如散烤笔地觉得 他们最好的下场 大约是一起给宁格老 做陪葬的时候 宁格老突的一下 跳了起来 然后 他龙精胡猛地 一抹嘴边的黑血 什么东西 你刚才给我吃了什么 我怎么感觉身体好多了 重仆肉 好多了 哦 给你吃的是包治百病单 宁格老瞬间失去了语言 就算是宫里的御医 也不敢取这么狂的药名吧 这丫头知道低调这两个字 怎么写吗 宁仙仙当然知道 可是 这个药就是包治百病啊 比如 你现在应该头不闷 腰不酸 背不紧 心窝子也不疼了吧 宁格老 他认真地感受了一番 哎 你别说 确实是好多了 之前的胸口 总像是压着块石头 有的时候啊 还会喘不上气来 但一口黑血吐出去之后啊 就感觉舒畅多了 但是 他怎么就这么不想承认 这个臭丫头的药 很管用呢 宁仙仙也不稀罕地承认 只明明白白地 冲他伸了伸手 干嘛 包治百病单 一两八一碗 宁格老满脸问号 好半天的才终于想明白 他这是在问自己要银子呢 宁格老又快气死了 胡子一吹一吹的 一两八你也问我要 我是你哥 居然就这么承认是他哥了 不过 宁仙仙却半点不应他这声 我是你哥而心软 还理直气壮得当 秦兄弟还明算账呢 何况咱俩还不是秦兄妹 你再说了 一两八这么便宜 哥你不会连这点银子都没有吧 这么穷啊 宁格老气得说不出话来 他是舍不得这一两八吗 他是想干脆一巴掌 把这臭丫头给扇死 但他不能下这个手 不但不能 还得好好地奉上那一两八银子 好在啊 得了银子的宁仙仙很好说话 马上就款起自己的小包袱 当然了 也没像之前放狠话时说的那样 非要什么八台大轿才肯回去 宁仙仙是坐着宁格老的马车回的 只是刚到府上 他看了眼格老府 那已经坏得没眼再瞧的门 忘了件大事 宁格老没好气得到 你又忘什么了 大哥 你让海管室再回去一趟吧 就在那宅子外面的巷子里 去把嫂子接回来 什么 你 你说接谁 我嫂子 你夫人呢 我夫人怎么会在那 同样带着这般疑惑的海管室 匆匆地又回了趟城北 就在宅子外摆布不到的地方 他果然看到了 已经快哭晕过去的戎嬷嬷和明夫人 海管室叫了一声 夫人 听到这声呼唤 已经在此绕了快两个时辰 绝望到几近崩溃的宁夫人 抬起头来 依稀看到海管室 带着好几个家丁 正抬着一顶软轿 向他跑过来 起初 他还以为自己是眼花了 直到确定海管室 真的突破了那无形的屏障 来到他面前的时候 他两眼一翁 直接便哭了出来 哎哟 你怎么才来呀 夫人 您别用这么永远的小口吻撒娇啊 别人会误会的 海管室大惊失色呀 他慌得私下看了看 果见 一同前来的家丁们都表情复杂 一副想看八卦吧 又不好意思当面八卦的样子 海管室立刻求生欲极强的道 夫人 是大人让我来接您回府的 一听说是老爷吩咐的 宁夫人心里一阵温暖 但同时也感觉到了惊慌 是老爷让你来的 可是老爷怎么会知道我在此 是二小姐说的 他 他又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小得不知 但二小姐那本神机妙算应当是算出来的吧 本来他都回府了 看到府里的大门 才说你好像在这儿 又让小得折回来接您呢 听到这话 宁夫人的脸色顿时更白了些 容嬷嬷呢 意识面如土色 她和宁夫人一直盯着那宅子的门 从未见到有任何人出来 可海管室却说 方才已经接了宁仙仙回府 且还是宁仙仙提醒她回来接他们的 容嬷嬷颤了一声 夫人 这 这二小姐好像有点邪乎啊 咱们被困在这儿的事情 该不会是她做的吧 只这一句 宁夫人立马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她走了快两个时辰 都绕不出来的鬼打墙 海管是因为得了宁仙仙的指示 直接就进来了 这已经是答案了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六十七集 回府的一路 宁夫人如坐针毡 她搅着帕子几度欲言 可最后还是暗戳戳地退了退容嬷嬷 示意她帮自己讲 跟了多年的主子了 容嬷嬷还能不知道夫人的心思吗 她立刻问了海管是一些事 比如 二小姐没什么事吧 心情怎么样 看到宁高老师什么反应 又是怎么答应恢复的 等等等等 海管是一一答了 后来呢 又想起什么一般补充道 对了 有件事 小的还得跟夫人您相交个底 虽然二小姐还是二小姐 不过 却不再是您的女儿了 宁夫人立刻误会了 她 她不想认我 虽然也是意料之中吧 但宁夫人又叫起了帕子 可我是正旗 是嫡母啊 她不认我 难道要认那些妾室吗 那我也是不能允的 海管是白手 哎 夫人莫要误会 不是这个意思 是说 二小姐身在认了 阁老大人做哥哥 所以 您不是她的嫡母 是长嫂了 什么 然而 让宁夫人惊讶的事 可还远不止这些呢 因为紧接着 海管是又输了一件 对了 夫人 您就放心吧 二小姐真的能救大公子 宁夫人原本还因为 当了长嫂之事 一脸都不能接受 一听说儿子有救 她立刻来了精神 她说的 她亲口说的 是 海管是肯定的当 二小姐说 大公子的身子不是染病 而是种了一种桃花结 桃花结这三个字 实在是太好理解了 宁夫人立刻意识到 儿子的病 应该是和女人有关的 可是 阿淑房里 别说是妾室了 一个通房丫头都没有 怎么会种什么桃花结 她莫不是搞错了 再详细的情况 小的也不知啊 还得是二小姐亲自看过大公子的情况后方知 不过夫人呢 小的还得劝您一句 就算您再不喜欢二小姐 也别轻视了她 二小姐 真的是有些东西的 不信 您回去看看便知 事关儿子的病情 这事也不容宁夫人 在这般怀疑 那般不信的 她立刻催着海管室 把轿子抬快些 只半炷香的功夫 一行人 便急急火火地回了府 宁夫人直奔 儿子所居的风铃院 一进门啊 她就看到宁仙仙手里 拿着一个像丸子 不像丸子的大黑球 正朝她儿子嘴里 狠命地塞呢 那丸子太大了 儿子的嘴 被撑得大大的 都快裂开了 宁夫人目自欲裂 你在干什么 她突然这么吼了一嗓子 宁仙仙就算胆子不小 手指也经不住抖了抖 这么一抖啊 那原本马上 就能塞进宁书 这嘴里的大黑丸子 直接就滑向了她的鼻孔 当然了 丸子那么大 是塞不进鼻孔的 可她这个行为 在别人看来就 就像她故意的 知道吧 宁夫人一看 顿时全身发抖啊 她哭天腔地地扑了上来 一把推开宁仙仙 扶在儿子身上 就开始仔仔细细地检查了 阿叔 阿叔你怎么样啊 你没事吧 你不要吓娘啊 她是没什么事 她憋将躺着呢 有什么事啊 但宁仙仙有事啊 爹坐在地上时 她愣了好一会儿 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居然被一个 弱不禁风的 内宅妇人给掀翻了 就 就很丢脸 这事一定不能让师父知道 不然会被她取消一百年的 不过 想起师父 宁仙仙的心情 就更加不好了 这要不是有她老人家 在前头作妖坑徒弟 她也吃不上这种亏啊 她挣扎着 从地上爬了起来 但手里的丸子 却在方材滚落了 至于宁夫人 还在那儿嚎啕呢 阿叔 阿叔你怎么了 阿叔啊 其实大公子也没怎么 至少还不到宁夫人 哭成这般的程度 可她一副死了儿子的表情 真是闻着伤心 见着落泪啊 当然了 宁仙仙是落不下这个泪来的 毕竟 那短暂的一接触 她对着宁大公子的情况 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 连解决的法子 她都想好了 就差刚才那一丸子 嗯 她丸子呢 丸子呢 她低头一看 满溜 滚床底下去了 这可怎么是好啊 她下山下得匆忙 身上没带多的药啊 宁仙仙看向宁哥老 一脸的欲言又止 但她这个表情 落在容嬷嬷的眼中 却是另外一种意味了 护主心切 她几乎是毫不犹豫地跪了下来 二小姐 还请您莫怪 夫人她只是太担心大公子了 不是故意要推您的 容嬷嬷的声音不小 虽然不能盖住宁夫人的哭泣声 但也足够提醒所有人 她刚才干了件什么蠢事 本还嚎啕的哭声 骤然一指 宁夫人猛猛地回转过头来 看着宁仙仙那身鹅黄衣衫都沾上了明显的灰尘石 一张脸瞬间又变得雪白雪白的 我 我 这人哪 一旦对别人产生了偏见 那便无法轻易被扭证 所以 方才宁夫人才会在看到宁仙仙为儿子吃丸子的时候 第一反应 那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可现在想想 如果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一屋子的人又不是死的 怎会无人阻止呢 特别是 老爷还在呢 那个 本期已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期等你 第六十八集 宁夫人手足无措地站在那 一会儿看看到现在仍旧毫无反应的儿子 一会儿呢 若看看已经气到脸都变了形的丈夫 此刻 如果有个地洞 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钻进去 然而 并没有 所以他只能尴尬地处在那 一张老脸上挂着泪 要哭不哭 委屈地直撇嘴 宁哥老又开始吹胡子了 你还有脸哭 宁哥老觉得 他上辈子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忧 这辈子才要他来承受这些 后脖梗筑 闷闷地疼 他感觉那儿的血管啊 都要爆了 鲜鲜鲜喂的是包制百病丹 你以为是什么呢 听听啊 听听这丹药的名 怎么听怎么像是假药啊 宁夫人下意识地就要反驳 可身边的容嬷嬷 却一把扯住她的裙子 直摇头 宁夫人终还是忍下那些质疑的话 只用帕子捂着嘴 又哀哀气气地哭了起来 说实话吧 宁仙仙挺看不得她这样子的 那再怎么说 她也是格老府的当家主母啊 怎好如此玻璃心啊 那再说了 被摔的人是她好吗 她都没哭 她哭什么呀 不过 她向来不是个小心眼的 再加上 她也看得出来 宁夫人是关心则乱 就不跟她一般见识 她还劝起了宁哥了 哥 算了算了 你也别骂嫂子了 她应该不是故意的 只不过嘛 宁仙仙终于把最紧要的一句 说了出来 我手里就是两碗丹药 一碗刚才给你吃了 另外一碗 她指了指床下 宁哥了立刻什么都明白了 顿时一张老脸更黑了 她恶狠狠地又瞪了妻子一眼 看看你干的好事 真是诚实不足 败事有余 宁夫人委屈得不行啊 可她敢去不敢言 只能捂了嘴在一边 又开始咽咽地哭 只是哭着哭着吧 她发现 宁仙仙伸手到床底下 又把那颗丸子给捡了出来 但原本漆黑的丸子 此刻沾满了灰尘 已经是个麻丸子了 宁仙仙问她们 那这个怎么办 还给她吃吗 宁夫人窒息了 当然不能了 这么脏怎么吃啊 宁仙仙点点头 但又问 嗯 那如果不吃就会死呢 瞳孔俱立地一缩 宁夫人一句宁死也不吃 都涌到喉咙口了 最后 还是被宁哥浪给压了回去 不就是沾了点灰吗 擦干净就喂吧 宁夫人简直不敢 相信自己的耳朵呀 老爷 您怎么能这样啊 这是您的亲骨肉啊 您就不怕吃坏了它 那你就不怕它死了吗 宁夫人一下子 又说不出话来了 只能死死地咬着嘴唇 再一次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哎 这苦包兴趣吧 宁仙仙真是没眼看 不过 虽然她很是不喜欢 自己这位大嫂 可大侄子还得救啊 于是 她拿了块布巾 认认真真的将丸子擦了个干干净净 这才精准无误地 塞进了宁淑枝的嘴里 那么大的丸子呀 宁夫人就眼睁睁地瞧着被捶了进去 她张大了嘴 只剩宁仙仙的手指都在颤抖 眼见她已经再忍不住 马上要翻脸拼命的时候 宁仙仙突然一泪声 大侄子才一个人 你们给她同时定五门亲事 不好吧 只这一句 屋内顿时鸦雀无声了 可我们大公子还未一亲呢 这话是容嬷嬷说的 她身为宁夫人的天身嬷嬷 这些事情自然是再清楚不过的 可宁哥老却从宁仙仙这句话里 品出了些别的意味 你是看出些什么了吗 她身上的姻缘线太乱了 混成一团 瞧都瞧不分明 我这理了半天吧 发现至少有五条交织着的线 分别对应着五个不同的女子 宁仙仙说着还真诚地发问 哥 你真的还没给大侄子一亲吗 确实不曾 他奇怪的 可大侄子至少二十一了吧 身为格老府的嫡张子 且还是唯一的男丁 为何这么大年纪还不给一亲啊 是他有什么毛病 还是一国亲 但是没有一桩一成过 不是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了 所以他是一国亲的 只是没有一成是吗 是 那 不会刚好一国五次吧 只这一句 别人且不提 宁仙仙夫妇的脸色 均已是赫爱然大变了 京中子弟 大多十二三岁都开始一亲了 晚一点的十五六岁 更早些的呀 不到十岁都有一亲的 而宁家虽非侯爵世家 可身为金官之首 宁格老之子 且是嫡长子的宁淑之 在那些家有千金的金官夫人眼中啊 那地位是可想而知的 无论是有心攀附 还是想给女儿找个好靠山的 又或者呢 是单纯的看中宁淑之的家事和人品 都比比皆是 只不过 宁淑之本人却是开窍的比较晚 十二三岁的时候 他在读书 十五六岁的时候呢 他还在读书 直到十七八岁了 他仍旧在读书 是宁夫人实在忍不了 天天在他房里哭啊哭啊哭的 他这才勉强松了口 同意母亲 帮他好好地相看相看 可谁知道 就是这一看 看出了大麻烦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再下集等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六十九集 正因为盯上宁书之的人太多了 所以 当格老府传出想要一亲的消息的时候 同一日 宁夫人就收到了五张拜帖 这可就难坏了宁夫人了 她一来不好选择 二来呢 也瞧不上这种上赶着的 毕竟 若真是那种守规则又本分的人家 不都是南方主动吗 或者 至少也是私下通过气的 两家人呢 都感觉满意 再找来合适的美人过名路 哪有这样直接女方登门 尚赶着要嫁的 可偏生这五家都不是好惹的 宁夫人拿不定主意 就找宁哥老商议 结果 宁哥老也犯难 去了这家不是 去了那家也不是 总之 选一家就可能会得罪另外一家 所以最好的办法 是一个都不选 单独再挑个满 满意的 可也不知道这事是怎么的 就走漏风上了 最后 传得满京城皆知 于是 那五家啊 便也全都给得罪了 至于第六家嘛 谁也不想冒着同时得罪 五位朝臣的风险 主动与格老府接亲 总之就是一句话 格老府不要这五家 那他家的儿子 那他家的儿子也别想再成家了 于是啊 宁叔之就这么一个年轻有为的大好青年 就这么的 从金圈一亲界的香波波 变成了烫手山羽 犯人贤 谁家都眼馋 可谁家呢 也都下不得手 此事对宁夫人来说 可谓打击不小啊 好在 宁叔之啊 是个看得开的 觉得这样很好 不一亲呢 也就没人打扰他读书了 宁夫人虽然为儿子的亲事着急 但也知道 此事啊 必须得从长计议 但这一个从长 就长了三年之久 如今 儿子都二事有一了 这要是旁的人家 快的都已经三年爆俩 宁夫人也不是不愁 但确实是没有合适的人家 也只能慢慢地等着 可谁曾想 时隔三年 儿子的亲事 居然又引出了什么桃花节来 宁夫人气得发抖 这是那些人要害我儿吗 他们怎么能如此 我儿优秀 哪不成还是我儿的错吗 这宁夫人真是 连生气都不忘夸儿子 不过 宁仙仙并不知那段过往 听的是一头雾水 好在 宁夫人这个反应 至少能证明一点 这五个桃花节 他是知道些底细的 那这就好办了 宁叔知醒了 就在宁夫人咬牙切齿地说 要将那五家人都挫骨扬灰的时候 只不过 当他一眼瞧见 从床上坐起来的儿子 他立刻便从 争宁模式 改成了 慈母模式 阿叔 阿叔你终于醒了 你可吓死娘了 你怎么样啊 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啊 宁叔知还有些发猛 但身体的炙色感已经消失了 不觉得疼 也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 他试着活动了下手脚 也很灵活 于是 他温和一笑 回母亲道 娘 都挺好的 比之前要舒服多了 就是 嘴里的味儿有点苦 娘 有蜜饯吗 没有的话水也行 让我先说个口 有 有有有 容嬷嬷闻言之哑 立刻端来了三大碗蜜饯 把个宁鲜鲜都看待了 也就压个苦味 至于这么夸张吗 事实证明 他觉得太夸张 完全是因为 他是个山里来的 纯纯一土包子 没见过什么世面 于是接下来 宁小土包仙仙 就开始正正经经的 见世面了 他看见那位大侄子 十分优雅的 捏了一粒蜜枣在手里 先是看一看 再是闻一闻 最后 秀秀气气的 放进了嘴里 就连咀嚼的动作 都十分的贵气 宁先生扎了一下嘴 觉得 他还是适合 做个小土包子 这边 宁淑芝吃了个蜜枣 这才化解嘴里的苦 然后他一转头 发现房里 除了本该都在的人 还多了个眼生的小姑娘 小姑娘看起来 十五六岁的样子 身穿一身鹅黄的裙衫 五官精致 神态娇憾 宁淑芝 暗暗地吃了一惊 哪里来的小丫头 这般不懂事啊 她可是男子 她怎能随意 进入她的房间 就不怕坏了明姐嘛 不过 这份担忧也只是在一瞬 很快 她就反应过来了 这位 难道是仙仙妹妹吗 她身体不好 但脑子转得很快 可谁知 她话才刚刚出口 宁淑芝却反驳了一句 错了 不是妹妹 是姑姑 宁淑芝整个一大写地问号脸 姑姑 她难以置信地 看向了自己的父亲 不敢置信地问 爹 祖父什么时候 说的外事 还给您生了个妹子 宁淑芝一言 一时尽有些 无言以对 这是脑子里 得有多大一天坑 才能想歪到 这个程度啊 别说 她的老父早已去世 那就算是还在吧 那也八时有余了 就算是想给她 生个妹子 怕也是心有余 而力不足利啊 宁淑芝倒是不慎在意 还摆了摆手 误会了误会了 我就是宁淑芝 和你祖父没关系 别随便冤枉老人家 只不过呢 论辈夫啊 我就是找你一辈 所以是你姑姑 不是妹妹 宁淑芝仍是有点猛 仙仙见她听不懂 只好又解释说 是这样的 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和你 宁淑芝不想再听这个了 直接打断了她 无必多言 阿淑她清楚的 那个 本集已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 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 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七十集 宁淑芝确实清楚 毕竟 她是身体病了 不是脑子病了 马上就明白 是怎么回事了 毕竟啊 当初皇上醉酒赐婚 闹出这等大乌龙事件之后啊 还是他给他爹出的主意 说是 让寻一个旁之的嫡女 过季回来 嫁去将军府即可 可挑来选去的 好吧 其实也没什么可挑的 毕竟 他们宁氏一族 也不知是受了什么诅咒 人丁凋零的程度 简直是一代不如一代啊 不只是嫡之 连旁之家的儿女也不多 这不 宁仙仙的亲爹 不就是娶了十几房姨太太 也只得他这么一根毒苗苗吗 反正 也就是歪瓜里头挑烈枣 最后呢 就挑中了宁仙仙 至于备份问题嘛 宁叔这也是知晓的 只不过 他以为都隔了这么多带了 宁仙仙不会在意的 重点是 以宁仙仙现在的家世 能入阁老府做小姐 那得是他八辈子修来的福分啊 所以他想都没想过 他虽然答应了 但竟回来跟他们扯备份 说真的 认个妹妹无所谓 认个姑姑 她还是有所谓的 更何况 眼前这小姑娘 好像比他还要小几岁呢 然而 还不等他出言反对呢 宁仙仙便主动地对他当 大侄子 你身上有桃花结 而且 是一连五结 你知道吗 我 我吗 宁仙仙瞪大了眼 一下子就忘了 自己还要计较是 姑姑还是妹妹的事 可我房里都没人啊 哪里来的桃花结 宁仙仙看着他 笑问 房里没有 梦里也没有啊 宁仙芝一下子 瞪大了眼 像是不明白 他为什么知道 自己在梦里 干了什么一般 你 你 你你你你 宁仙仙推开他 指着自己鼻子的手 继续笑眯眯的 嗯 那么 你还记得 自己在梦里 干了什么好事吗 宁仙芝自然是记得 但也不知为何 面对宁仙仙这张 天真无邪的小脸 他突然有些 不好意思起来 我 我什么也没干 就 做梦而已 那你梦到什么了 我 宁仙芝张了张嘴 没了后续 宁仙仙十分耐心地 等着他 可他越是这么 巴巴地等着 宁仙芝就越发地 难以启齿 到最后 竟是一张脸都憋红了 却还是只说了一个我字 宁仙芝觉得 这大折不行啊 怎么说个话都说不清楚 不过 毕竟是自家晚辈 再不行的也得护着呀 还能咋的 算了 你不想说我也不逼你 不过啊 以前就算了 今儿晚上 如果再做梦 你必须得好好地 跟他们做个了结 不然 少则三年 多则五年 身体必然被掏空 最后 话到这里 宁仙芝突然翻起白眼 冲他歪嘴 吐了个舌头 做了个惨死之想 猝不及防的 宁叔之吓得 差点从床上跳起来 同样被吓了一大跳的 还有宁夫人 他这回子 算是全听明白了 儿子的桃花结 在梦里 而这个结 会让他少则活不过三年 多则活不过五年 他吓坏了 一把扯过儿子的手 便焦急地问他 儿啊 难道你真的在梦里 对那五家的女儿下手了 没有 是他们缠着我 但话一出口 宁叔之也愣了 娘 您怎么知道 我在梦里的 是哪五家的女儿 儿子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还有什么不清楚的 宁哥老闭了闭眼 宁夫人苍白着脸 此刻 他心里已经毁成了一片海 他后悔不迭地 看着宁仙仙 是想道歉的 但最后 还是拉不下那张老脸 只能恶狠狠地 宁儿子的耳朵 你这孩子 娘平时看你 最为规矩不过 真的到了梦里 就那般心事不端了 宁叔之都被宁蒙了 要说他娘 平时最是疼惜他 从不敢碰他 一根手指头 结果现在 他捂着耳朵 大呼冤枉 可是娘 做梦这种事情 我也控制不了啊 再说了 也不是我 是他们 是他们主动的呀 且儿子就是为了 摆脱他们的纠缠 才会被他们 关在梦里的 但说着说着 宁叔之突然明白了什么 他猛地回头 看向宁仙仙 脸上的表情 那叫一个精彩分成啊 那些 原来都不是梦吗 是 是真的 说完 他也不知道 是想到梦里的什么 瞬间 一张脸 便扫得通红通红的 儿子这个反应 宁夫人的心 顿时凉了大半截子 他继续搅帕子 偷看宁仙仙 宁仙仙像是 没注意到他的视线 正在跟宁叔之解释呢 不算是真的 但也不算是普通的梦 你也听说过的吧 就有那么一些人 是在睡梦中去世的 虽然有些是因为生病 但有些 和你情况差不多 这可越说越吓人了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再下期等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七十一集 您夫人急得眼睛都红了 想问宁仙仙怎么办 但又觉得没脸分 只能推了儿子一下 所以你到底梦到了什么 快跟你姑姑说呀 宁仙仙这才看了 宁夫人一眼 嫂子不错呀 能屈能伸的 这就连姑姑都帮着叫着了 我 宁书芝还是说不出口 宁夫人见状 气得又拧了儿子一下 哎呀 命都快没了 你还瞒什么 还不快赶紧给我说 宁书芝不想死 当然还是什么都说了 但其实事情 也远没有宁夫人 以为的那么夸张 儿子在梦里 也没有对那五家小姐 做过什么 真正出格的事 也不过就是 拉了个小手 紧了个小嘴 抱了个小腰什么的 只不过 在这个男女 受受不亲的时代 这样的行为 完全够格 让那五个姑娘 去进猪笼了 可宁书芝也很委屈呀 可 可那是做梦啊 我以为是做梦啊 谁还在梦里 没干点什么荒唐事呢 这话 其实也没错 说什么发乎情 只乎理 但这都是人钱 然后干了什么 都多了去了 更何况 他还是在梦里 对所有人而言 梦不就是假的吗 况且 您说之再怎么斯文端整 那也是个 有七情六欲的青年 他这个年纪 又正是血气方刚的 好在 他呀 已经算是克制的了 不然 这种梦一做 就是三年 估计在梦里 那娃都生意若狂了 可后来他才发现 所谓的妻妾成群 并非真如表面 以为的那么舒坦 他在梦里 就受够了 争风吃醋的苦 最近呢 甚至都有些 不愿意沾他们了 可他越是这样呢 那五位小姐 就越是黏他 无福消瘦 宁淑之即便在梦里 并没有真正和他们 发生什么实际上的关系 可精力 也还是废去了许多 特别是 晚上睡不好 白天 也无法好好学习 他可是要立志 走科举之路的人呢 虽说以宁格老 在朝中势力 随随便便 都能给他弄个官来的 可宁格老却觉得 长远来看 还是得有功名傍身 更能在朝中立足啊 宁淑之很是认可这一点 所以 一直在埋头苦读着 当然 这三年来 他其实也知道 自己再没能进步 他意识到 再这么下去 他就完了 不想再这样 他跟那五位小姐 也都把话说清楚了 可他们口口声声 说着理解 但暗中呢 又奇迹发力 逼他在五个人里面挑一个 他天真的以为 挑一个就挑一个吧 结果 他挑这个 那个就哭 挑那个呢 这个就哭 这便导致 他反而需要花费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哄人 于是 宁淑之就更加的精神不济了 每日醒来 都是一脸的颓嗓 家里人以为他生病了 分他怎么回事 他说不出来 看来大夫呢 也只让他注意休息 可他如何能休息啊 只要一闭眼 就会做梦 只要一做梦 就会进入五位美娇娘的世界 说他真是个登徒子 银棍老色批 每日对着五位娇滴滴的大美人 可能会觉得人生已到达巅峰了 可对他这样 还有些上进心的有志青年来说 这确实再苦也不过了 他终于受不了 发脾气 让他们别再缠着他 结果那五位小姐 因爱生恨 同时爆发了 他们把他绑了起来 还商量好了 以后也不争 也不抢 就五个人一起陪他 在梦里做神仙圈里 宁叔之简直不敢相信啊 他们居然会这样对自己 但他一开始 也并不算恐慌 毕竟他始终觉得 自己正在经历的一切 都只是做梦 等梦醒了 他就能摆脱这五个女人 但这一次的梦 过分地长了些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时候的他 在格老府众人眼中 就是昏迷不醒的状态 说实话 这要不是宁仙仙正好过来了 以他这种状态 没办法正常进食 是撑不了多久的 有些机缘正是如此 宁叔之命不该绝 所以老天爷赏他一个好姑姑 对于宁仙仙 这个新上任的新鲜姑姑来说 宁叔之这个状态 其实并不算有多麻烦 毕竟 他只是中了桃花结 把他这些桃花都解了 他自然就恢复正常了 但宁哥老 听完儿子所说的一切 脸已经黑得不能再看了 至于宁夫人 那真更是磨牙切齿啊 太不要脸了 什么大甲闺秀 这般座态 跟他窑子里的姐儿 有什么区别 亏我当初还想着 要不就算了 就从他们五家里面 随便挑一个给阿淑做媳妇 这得亏什么有药 这样的姑娘家 简直有辱门风 他身边的容嬷嬷 也是气得不轻 脸上的表情 更是说不尽的嘲讽 不过 他到底是比自家主子 还存了些理智的 便小声地提醒您夫人 夫人 要不 还是先问问大公子 这个情况 可有法子能解呀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再下期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七十二集 宁夫人立刻扭头 看向宁仙仙 然后 她老脸一红 想起了自己这两天干的蠢事 真想回到两天前 打死那个 有眼不识泰山的自己啊 好在 宁夫人 虽然确实小家子气了点 但有些方面 还是识得轻重的 她一抬手 挥退了屋子里所有下人 然后果断转身 竟是对着宁仙仙 湿湿然的一服 宁仙啊 嫂子 这想给你赔礼了 宁仙仙一双大眼 瞪得圆溜溜的 贼意外 原本呢 她对这个嫂子的印象 是很差的 觉得 像她这种人 大约就是那种 画本子里面的 恶毒女配吧 可没想到的是 她居然能当着自己的面 亲自抱歉 虽然是挥退了下人 但也能理解 谁还不要面子的 宁仙仙也不是那般 小家子气的人 再加上原本呢 就没算跟对方计较太多 便抬手扶了她一把 嫂子客气了 都是小事 我也没放在心上 你也千万不要客气了 一家人嘛 我怎么也是 不会不管大侄子的 虽说是客套话 但她能这么说 宁夫人确实 安心了许多 语气也更加真诚了 是我的错 所以该赔的罪 还得赔 但是仙仙啊 嫂子知道错了 日后 定会带你 如亲闺女一般好的 你信我 宁仙仙也不傻 知道宁夫人会如此 完全是因为担心儿子 不过 她身为当朝阁老的夫人 能有这么一个 正面认错的态度 其实也很不容易了 更何况 宁仙仙本也没打算 不管宁淑芝 至于亲不亲闺女什么的 这个她真的不强求 只是 她看了宁淑芝一眼 但见她虽然一脸憔悴 三庭五眼 却都生得十分好 鼻相端正 眉头宽大 双眼寒情 嘴唇红润而饱满 一看 就是一个命惹桃花之相啊 也怪不得 她会同时 犯上五个桃花结了 只是 宁仙仙越看她的眉眼 越发觉得 这事啊 看似简单 处理起来 会比一般人要更麻烦 主要是 宁淑芝 仅从命相上来看 确实是要娶五个老婆的 而且 她还是个天生 多子多孙的名 想想之前海管师曾说过 宁各老之随挑来挑去挑中了自己 并不是因为她有多优秀 而是宁氏一族 人定凋零 能找得到的狄小姐 只有她一位 因此 若宁淑芝能多生几个孩子 那她对宁氏一族而言 说是拯救家族的大功臣 那也不为过呀 宁仙仙掐起指头算了算 一二三四五六七 好家伙 大侄子看起来文文弱弱的 没想到甚是真不弱啊 最后居然要生七子八女 她几乎可以想象 要是她将这个好消息 告诉宁各老和宁夫人 他们得高兴成什么样子 但就是 若这些孩子 皆是由那五位小姐所出的 嗯 其实这个还不能肯定 毕竟 宁仙仙一没亲眼看到 那五位的长相 二呢 没拿到对方的生辰八字 无法推算 不过 既然这五家 当年都有意 与宁格老府结亲 说不定啊 宁夫人当年收到过 庚帖之类的东西 庚帖 也称八字帖 在这个时代 男女婚配 不会直接见面 均由父母和媚人 代位挑选 事宁 相亲之后啊 如双方都满意这门婚事 便会交换庚帖 是一个上面 写有双方姓名 籍贯 生辰八字 以及祖宗三代姓名的 红色简铁 但交换庚帖的前提是 双方都同意这门婚事 宁夫人可一个都没同意啊 看庚帖 怕是不行了 那就只剩下 另外一种办法 我要怎么样 才能同时看到 那五家小姐呢 为什么要看他们呀 宁夫人下意识地 就反分了一句 我自有我的道理 不过 宁仙仙一双妙目 扫过整间屋子 先让他搬出这间屋子吧 坏虽未明说 但宁夫人一下子就听懂了 这屋子有问题 大有问题 不然 他怎么可能夜夜入梦 幽惠他们呀 宁仙仙说吧 也打眼绕了一圈四周 仅从肉眼来看呢 这屋子没有任何不同 但是 当他左眼梳得一黑 这原本再普通的屋子里 便瞬间化为了一片粉红色的海洋 果然是桃花节呀 这浓浓的粉红色 刺得宁仙仙眼睛都快瞎了 他眨了眨眼 白手 快点快点 赶快点 快把他抬出去 最好这院子暂时也别住了 得等我彻底进化了 才能再住人 宁夫人一听 吓得立刻着人 抬走了儿子 只是 宁书之事抬走了 宁格老和宁夫人 却都留了下来 宁格老沉着一张老脸 眼泪皆是狠色 这屋子 到底有何不妥 宁仙仙也不多言 只甩手两条黄服 贴上了宁格老夫妇的额头上 宁夫人胆子小 吓得又是一惊 这 这又是作甚 然而 他话音刚落 眼前便被一股浓郁的 粉色雾气所遮掩 那浓浓的粉色 直接溢满了整个卧室 宁夫人心口骤然一跳 腿都差点软了 还是宁格老眼睛手快 及时拉了老气一把 若不然 他一把老骨头 非得跌出个毛病不可 这时 仙仙开了口 大哥大嫂 你们还是出去吧 那个 短期已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再下期等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 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七十三集 宁夫人确实不敢在这待下去了 她看了丈夫一眼 得她手肯之后 终于抖着两条棉花似的腿 慢慢挪出了屋子 宁格网面上倒是镇定 她仍旧沉着一张脸 我就不走了 宁仙仙也不阻止她 只从怀中掏出了一只 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八卦罗盘 但见到罗盘上的指针 此刻正飞快地转动着 可就是一会儿向左 一会儿向右 一会儿向上 一会儿向下 怎么都顶不下来 宁仙仙眉头微动 意识到这屋子里的问题 远比她想象中的要大 毕竟 这罗盘她从小就戴在身上 跟了她十几年了 从未只错过方向 但这一次 若非罗盘坏了 就只能证明 这屋子里的邪物 不止一件呢 五道桃花节 所以 此间邪物是有五件吗 宁仙仙收起罗盘 从怀里又掏出了一张黄符纸 也不用笔 抬起食指直接咬破 便在上面画起了符 她动作很快 一笔成符 那符已经成形 竟直接浮空着 开始飘向了房门口 宁夫人原本是因为害怕 才从儿子房间出去的 但出去之后啊 又觉得就那么走了 也不放心 所以便站在门口 敲摸摸地朝里头看 谁曾想 她才在那站了没一会儿 就看见一张黄符 破开那重重的粉雾 朝她飞了过来 她吓得大叫了一声 看着那张毫无依托 就会自动向她飘来的黄符 宁夫人的内心除了震撼 还是震撼呢 之前海管师就提醒过她 说宁仙仙是有大本事的人 让她不要轻视 可她怎么也没想到 宁仙仙的厉害 能这般夸张 像她当初花了重金起来的 那位雪山大师 都不曾这般玄乎地 在她面前做过法 难道宁仙仙比那雪山大师 还要厉害不成 宁夫人此刻 心里七上八下地 累着苦 宁仙仙见她如此 还以为她是害怕呢 联盟道 别怕别怕 不是冲你去的 是在帮我找东西呢 宁夫人其实一点都不怕 不过宁仙仙这句话 也提醒了她 用黄符飞着找的东西 肯定与儿子 这个桃花结有关 之前 她以为有问题的 只是儿子的房间 可能黄符飞出来看呢 却直接飘上了屋顶 她这时也顾不上害怕了 一直紧盯着那张符 就见黄符飘上屋顶之后 很快找到了第一个 燃满粉红的物件 那是一方再普通不过的丝帕 粉色的 上面绣着桃花 但丝帕的中间 却包裹着 一男一女两个人偶 用红线紧紧地捆绑着 部作的人偶没有五官 但无论是谁 都能一眼瞧出 那个男人偶身上穿的 正是平素 宁淑芝最爱的 长符款式 宁仙仙拎起那丝帕 轻轻甩了甩 很快 她便在丝帕上 看到了隐约泛红的一串符文 是隐魂咒 受此影响 宁淑芝的魂魄 才会被拉入 那个桃花梦境 不过 只有一对吗 宁仙仙再度 催动黄符继续找 之后 果然又在院中的花盆里 鱼塘边 回廊下 以及屏风后 分别又找到了四对 同样被手帕包在一起的人偶 男的人偶 全都是一样的打扮 一看 就是宁淑芝 女的人偶 却分别各异 普避想 自是那五家小姐 看到这样的东西 宁夫人还有什么 是不明白的 她这会儿脸都是青的了 这 这 是简直了 宁歌老 亦是面沉如水 当初未能与这五家之一 结亲 我还暗中后悔过几次 如今看来 这样的儿媳妇 我们宁家 确实是无福消瘦 和宁淑芝 本就不熟 宁仙仙自然不至于 像他们一样生气 但他呢 却紧盯着那五对人偶 看了很久 注意到他的反应 宁哥老忍不住问 你在看什么 也没什么 既然找到了这些 大折的桃花结 我肯定能帮他结 只不过 您不觉得 这五对人偶 都太像了吗 既是一样的咒术 相似也很正常吧 说得不错 一样的咒术 做法自然也是一样的 但是 这五对人偶 应该分别来自五家人 可是你看 无论是人偶的做法 还是绑红绳的手法 特别是这个男人偶的衣衫 连缝制的针脚 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就只能证明 这五对人偶 全都是出自一人之手 可这不会太巧了吧 这五家人 刚好都看见了大侄子 还刚好都找了 同一位大师做法 宁哥老立刻明白了 宁仙仙的暗示 他分析的 虽说 会师此等邪术之人 经中肯定不多 但再不多 也不至于只有一位 而这五家同时找上 一位大师的可能性 并不高 又或者 应该反过来想 是那位大师 主动找到了这五家 这话的对策暂先不提 明显先撇了撇嘴 大什么事啊 会下这种缺德咒术的人 都是盗门败类 毕竟 你想啊 若朕有本事 随便帮哪位王孙贵族 看看祖坟的风水 那都够他们吃上 十好几年的了 哪还需要干 这等阴损之事 说完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问道 哥 那个缺大德的 不会和你有仇吧 什么 有仇 对啊 这种邪恶的咒术 本就是有损阴德的 他帮一家人 算计大侄子 就已经很缺德了 可他呢 却连帮着武家 这还不明显 这武家的小姐啊 可能是真的看上大侄子了 但那个人 绝对是想把大侄子 搞死搞残呢 那个 本集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 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 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七十四集 宁歌老沉默了 宁夫人却已经上前一步 害怕的拉住了宁仙仙的手 宁仙啊 你能帮着解决吗 只要你愿意帮忙 你要你嫂子做什么 我都答应你 宁仙仙并不需要她做什么 不过 她突然鬼鬼祟祟的 看了眼四周 确定没有下人可以听到 才小小声的 跟宁夫人打商量 不过 要是我能帮大侄子解决这个麻烦的话 可以让我底下债吗 你欠债了 宁夫人一听 心肝都是一斗啊 心想 这果然是个来讨债的呀 估计欠的还不少 不过为了儿子 她咬咬牙 说吧 你欠了多少 只要家里的银钱够 我们肯定帮你还上 那倒是不用 因为是我还你嘛 就 我师父欠的那一万两银子 不是大哥先帮着还了吗 我现在没有银子补 能不能用这些来抵债 宁夫人愣了 啊 不是要我再拿银子出来 是你还给我 对啊 不过大嫂你放心 一家人绝对不坑你 不过大侄子这回的事 确实是比较难搞 所以呢 我得收多一点 就 一百八十两 怎么样 宁夫人起初还不敢相信 还认认真真地 看了她好一会儿 发现她眼神认真 不像是在开玩笑的时候 她终于连连摆手 不用了不用了 只要你愿意帮阿叔 把她的屋子 和咱们家的宅子 都弄干净 那一万两 就一笔勾销了 还有这等好事 您信心两眼发光 差点直接点头 但最后 还是没能昧着那个良心 不行不行不行 我也不能坏了规矩 就一百八十两吧 您个儿这时也开了口 一百八十两还是太少了 我说个数 就 一千八百两吧 什么 一千 八百两 您先先双眼 顿时又开始直冒金光啊 好好好 那就一千八百两吧 她在心里疯狂地点头 表面上却还是客套 这 不好吧 虽然一百八十两 是我打过的折扣架 但是 一千八百两 像是有点太多了 您夫人这时 竟也十分支持您哥老的提议 哎呀 不多不多 一点都不多 你要是还当我们是一家人 就莫要再推迟了 这 真的不好吧 您先先露出一脸为难之色 像是有多么纠结一般 不过 既然 大哥大嫂这么坚持 那我也只好 恭敬 不如 从命了 这说完 还忍不住发出了黑黑的傻笑声 只是笑了一下 赶紧又忍住了 负债一万两 赚回一千八 上鱼八千二百两 不错不错 认个有钱的大哥 那就是爽啊 然后 这价钱都谈好了 接下来 那就是要动真格的了 不只是屋子 连院子里也有问题 所以 您先先索性呢 就直接在院子里 开谈做法 他先是让人 抬了一张八仙珠 在上面分别摆上 两只香烛 一碗珠沙 一个香炉 一碗糯米 还有一个八卦镜 一把 用旧的铜钱 为何要用旧的铜钱呢 首先 铜钱 是人人都会用的东西 对吧 所以这上面呢 就沾满了人气 且又因为铜钱 人人都爱 所以 会自动凝聚上 类似于信仰之力的东西 而旧的铜钱上面呢 沾的人气最多 所以 对悬门众人来说 铜钱 是可以用来曲鞋的 摊开两张空白的黄符纸 您先先用中纸 沾上珠沙 再直接用手指 在上面画起了镇宅符 画完了一张 再用中纸 沾上珠沙 又画了一张 曲鞋臂煞符 两幅皆是一笔而成 画吧 他双手并指 贴在曲鞋臂煞符之上 两手搅动着轻轻的一转 便将那张符纸 卷成了直筒状 双手 平抬着 举到额头 您先先闭着眼睛 口中默念咒语 天纲地灵七星照顶 太极阴阳 化作二神 听我差遣 积极如律令 丑霸 您先先双眸 骤然张开 两只卷着那张曲鞋 臂煞符 下压至胸前 对着他轻轻地 吹了口气 瞬间 那黄符便 无火自燃 夹着符火的手指 再那么轻轻地一甩 那符 便直直地 落入正前方的 朱砂碗里 哼地一下 红彤彤的火光 直窜而起 几乎在同时 宁格老和宁夫人 便同时看见 朱砂碗中 突然窜出了一股 似黑似灰的 鸟鸟烟气 那烟气迅速地 一分为二 一股打着旋 盘旋直上 一股呢 却仿佛长了眼睛一般 弯弯绕绕地 飘进了 宁书之所住的 那间屋子 宁夫人 一下子捂住了嘴 因为 那屡烟气所过之处 就像一只贪吃的舌头 一口一口 吃掉了 屋内所有的 桃色之气 而这时 宁仙先将 准备好的 那把旧铜钱 全都撒在了 面前的八卦盘上 明明是随手撒的 可宁夫人却瞧见 那些铜钱 正好是八枚 且分别占据着 八卦盘的 八个风味 那个 短期已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再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 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 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 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七十五集 这时的宁仙仙 正要双手飞快地结印 她再度闭谋 低声念证 手霸 只见左手 用了一排八卦盘 在那上面的铜钱 都被震飞的铜石 右手里 不知何时 多了一只 黄铜色的长钉 那被震飞的铜钱 仿佛一枚一枚 都长了眼睛似的 落下的时候 静怡各个精准地 串进了那枚铜钉里 最后一枚铜钱落下 宁仙仙飞快地 再念起咒语 晴天一柱穿金钱 灵符一到 镇家园 几乎在同时 她手中铜钉 串着铜钱 直飞开去 稳稳扎在了房梁上 那张她提前 画好的镇宅服 也稳稳地 贴在了铜钉的正下方 一切完毕 宁仙仙有模有样地 做了个收拾的动作 然后 微笑着 看向了宁夫人 好了 这里面的桃色之气啊 已经被禁述除境了 房子再住人呢 就没问题了 不过 大折的身体 应该还很虚弱 最好让她在别处 静养一段时间 再重新住回来 宁夫人立刻的 家里又不缺房间 这间就空着吧 暂时不住人呢 宁仙仙想说 空着倒也没有 那个必要 只要场上几天 透透风换换气 也就没什么问题了 不过 阁老府上 想必确实不缺房间 再加上心理作用 给大侄子换个环境 也挺好的 但是 宁仙仙看了脸 摆在八仙桌 另一边的五对人偶 有些犹豫 这屋内的桃色之气已除 现在要做的 就是让大侄子 顺利地和这五位小姐解绑 而诅咒术 既被列为邪术之一 失败之后啊 必然会有反噬 但宁仙仙以前 破解过的咒术 都只是针对某一个人 虽然现在 仍旧是针对某个人 但却是同时 被五位针对啊 所以 如果她强行 将这五对人偶 同时解绑 那么反噬的效果 到底会谈回到 哪位的身上 失咒之人 还是那五位小姐 其实 宁仙仙并不同情那五位 天作孽有可恕 自作孽她不可活啊 就算他们真被反噬 也是他们咎由自取 但想想大侄 未来的妻子八女 她又觉得 这事还得跟宁仙老夫妇 交个底 那都到这份上了 拐弯抹角 也没什么必要了 她直接看向宁仙老 刚才 我顺便给大侄子 看脸面相 她其实命挺好的 七子八女 而且 会有五个老婆 这个消息 一下子就把宁仙老夫妇 给砸懵了 他们老两口 先是一愣 之后狂喜 我 我会有那么多 孙子孙女吗 宁夫人一开始 也在想 但后来笑着笑着 脸色就变了 等等 先告诉我 阿淑 有五个老婆 是什么意思 该不会 就是这 这五位吧 其实 我也不能肯定 但大侄儿的命中呢 确实是有五个老婆 而且都出身名门 然后也是那五个老婆 一起给她生的 妻子八女 这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但这又真是个天大的坏消息 宁可 夫妇你看看我 我望望你 一时间 竟也不知他们究竟是该哭呢 还是该笑 儿孙满堂当然好啊 但 如果儿媳是那般不守规矩的 还一取五个的话 他们宁家的清白门风 还能守得住吗 宁仙仙知道 他们一定会纠结 但 是有轻重缓急 该说的 他还得继续啊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必须要提前跟你们说说 是这样的 若 我要帮大侄子 与这五位小姐 结绑红绳的话 他们呢 必将被反噬 虽然 这也是他们咎由自取 不值得同情 可但凡是反噬 定然是数倍反噬的 因此 这时候呢 他们就算不死 也得取代半条性命 肯定会伤及身体的 所以 所以 之后的话 宁仙仙没有明说 但言外之意 宁夫人是听懂了的 要是那五位小姐 被反噬了 身体就坏了 是会影响生孩子的 不过 宁夫人的态度 却十分地强硬 当然解了 虽然你刚才说 阿淑命中 会有五个老婆 但也并不一定 就是指这五位吧 宁仙仙点头 确实不能肯定 不是他们五个 但 是他们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高的 宁夫人一听 又咬了唇 但最后还是肯定的 就算是这样 也要解 哪有人做错了事 不必受到惩罚的 如果就这样 放过了他们 下次他们肯定还敢 我是想要孙子 但比起还不知道 猴年马月 才能生出来的 孙子孙女 我还是更心疼 就在我跟前的儿子 要是我儿子都不好了 我要孙子孙女干什么 宁夫人的想法 可以说是一片慈母心 但宁哥老身为一家之主 这考虑的东西啊 显然是不太一样的 宁家这几代 都人定担保 他这一生 也仅得宁叔之一个独子 年轻的时候 他也不是没想过 要努力多生几个 可妻子还给他 生了个儿子 妾室那边呢 不是怀不上 就是生不下来 就算是生下了 也养不了几天 就会夭折 而且更要命的是 不止他们长房如此 宁氏一族皆是如此 所以 当他听说 儿子热后会给宁家 生下妻子八女的时候 他的心情有多激动 就可想而知了 但宁哥老 也还算得上是理智 他问道 那又如何才能确定 阿淑的五个妻子 是不是那五家的小姐 把他的生成八字 给我看一看 算一算 又或者 带我 去见见他们本人 那个 本集已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 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的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七十六集 女儿家的生辰八字 一般是不外泄的 不过 若真想弄到 也并非难事 只不过 您哥老觉得 比起用见不得光的手段 去获取那些 让您先先亲眼看一看 那五位小姐的面相 倒是容易很多啊 只需打听一下 那几位小姐出行的时间 制造几次偶遇即可 但这种方式较为耗时 您哥老现在焦心如焚 根本就等不了 于是 他又问 如果不结绑的话 我儿会怎样 会 您先先才回了一个字 您夫人却大声地 冲着您哥老哭道 哎 老爷 您怎么能这样啊 不结绑的话 万一对阿淑有影响怎么办 你不能因为想要儿孙满堂 就不顾他的死活呀 胡说八道什么 妈 我几世不顾儿子的死活了 只不过想问问 有没有两全其美的法子吗 怎么会有那样的法子 若真有 先先早就说了 哪还会等到你来问 您哥老一噎 难得的没再出声 但一双老眼 却求助似的 朝您先先身上瞥 贼溜溜的 您先先摇头 大哥 嫂子说得对 我若真有好的法子 岂会不告诉你 再说了 有舍才有德 有德必有失 冥冥之中 一切皆有定数 那就 就 宁哥老终归难以抉择 但最后 他还是咬了咬牙 那就结绑吧 就算我能放过 那五家的丫头 也放不过 那个背后 助纣为虐之人 言极此处 宁哥老所有的怒气值 都冲着那人去了 他狠声道 那个在背后使坏的小人 可以帮我找到吗 直接找到 估计有点难 不过 您先先的目光 傅又落在那五对人偶身上 斟酌道 等那五位小姐受到反噬 必然也会找那位大师 寻求帮助 到那个时候 咱们只需要派人跟着 就一定能找到 他们背后之人 好 只要你帮我找到他 还是一千八百两 一听到银子 您先先立刻精神大振 好的老板 谢谢老板 什么老板 我是你大哥 好的大哥 谢谢大哥 也谢谢大嫂 您先先嘴甜 好听的话不要钱的往外说 这时 别说是宁哥老了 就连之前对他成见颇深的宁夫人 对他的印象也大为改观 宁夫人突然觉得 有这么一个可爱的妖闷 其实也不错呀 宁先先当然不知道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 他已经当场收服了宁夫人 他忙着呢 正准备结绑五对人偶 他四模四样 先燃上三柱香 轻轻地举过头顶 前程三拜之后插入香炉 再用左手的两指 夹起一支黄铜酒杯 右手食指进入杯中 让这烈酒的食指 轻曲着一弹 便将酒水 撒在了绑住人偶的红线上 五对人偶 这个动作他重复了五次 一边坐 他口中还一边默念着咒语 八方神威 使我自然 灵宝扶命 普告九天 凶会消散 盗气长存 急急如律令 咒语吧 人偶身上的红绳 便无火自然 瞬间化为了灰溅 而与此同时 京城五大师家的小姐们 突然痴痛般地揪住了心口 当然了 比起小姐们的反应 更为严重的是 成风罐的石道长 他正在打坐 凸得感觉胸口剧烈地一痛 他嘴一张 便喷出了一大口鲜血 旁边他的弟子健壮 猛地扑了过来 师父 您怎么了 石道长睁开细长的双眸 对自己的反应心中有数 可他却只是一抬手 抹去了唇边的血子 那怪事 可仿佛就是为了打他这两个字的脸 在石道长说出无碍的同时 他的胸口又涌起一股子闷灶之气 噗的一声 石道长吐出第二口鲜血 但那口血刚吐出来的时候 还是鲜红的颜色 但现在一沾地面之后啊 就瞬间变得乌黑乌黑的 石道长的徒弟大惊失色 师父 您到底怎么了 不会中毒了吧 石道长摇摇头 刚想再说一声无碍 磕嘴一张 又是一口黑血涌得出来 这一次 吐出来的竟都是大团大团 黑色的血块 师父 你 余下的话 那徒弟到底是没有机会再说出口 因为他敬重的师父 此刻正双目赤红地盯着他 的脖子 徒弟咽了下口水 猴头的滚动带动了猴杰 他刚想再问一声 师父怎么了 可猜一张嘴 石道长突然发出了一声怪叫 紧跟着徒弟被扑挡了 石道长骑在徒弟身上 一低头竟死死地咬住了他的脖子 鲜血喷了出来 急速地涌入石道长的口腔 他却因此而更加地兴奋 甚至大口大口地吸食起来 且越吸 他的双眼就越红 表情越疯狂 那个粉级已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的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七十七集 十字 徒弟的喊叫声终于还是戛然而止了 他的嘴被死死地捂住了 只能瞪大着双眼不停地挣扎 可明明看起来比他瘦小很多的石道长 此刻却犹如一座大山压在了他身上 身体的血液疯狂地流失着 徒弟的手指也疯狂地抠着地面 一下又一下 地面被他抠出一道道的痕迹 手指甲都一一地翻起 断裂 肾血 当他用带血的手指 在地上抠出五道血痕的时候 他终于再也无法动弹 只是就连咽了气也还是不敢相信地瞪大着双眼 死不瞑目 师父 有客来 放 小弟子的话还来不及说完 他只觉得眼前一花 一个精瘦的身影已然扑了过来 被暗倒在地的时候 他的脸被一只枯稿的大手紧紧地抓住了 几乎在同时 大手上的指甲就开始疯狂地暴涨 那指甲长得快极了 五根同时扎穿了他的脑袋 脑血慎勇而出的同时 他的脖子也被一口咬穿了 血液被吸干的感觉 是身体一点一点地发凉 而自己却毫无对策 小弟子的修为不及师兄 几乎没怎么挣扎 就直接死去了 石道长浮在他身上疯狂地吸着血 直至将他体内最后一滴血都彻底地吸干 才意犹未尽地放开 肚子一个收缩 他居然打了个腥臭的宝格 但也就是这么一下 石道长眼中的血红颜色 已经尽数退去 双眼恢复清明的同时 神智意在瞬间回了笼 只是此时此刻 当看清禅房里的惨况时 他反倒希望自己干脆就那么糊涂地死去 也好过现在啊 清醒时才发现 他杀了自己最满意的两个弟子 而且是用这种连他自己都难以接受的方式 我的情况又严重了吗 难不成是因为 已连破了五次咒术 他抖着双手 似是想伸去试一试小弟子的鼻息 可手指才刚刚碰到对方的鼻梁 缠房外突然传来砰砰的敲门声 石师叔 您在吗 师父长 许是心虚 许是不愿让任何人看到他这个样子 石道长突然转身 就朝禅房的窗户处跑去 只见他精瘦的身体 此刻快如猎豹 急走奔越之间 人已是翻窗而出了 门外的道童见无人应声 本都要走了 这时却听到内里传来关窗的声音 他便又敲了敲门 石师叔 您在吗 我听到里面有动静 石 余夏的话 不等小道童说完 突然一个胖吞吞的身影 出现在他身侧 只见那道长 穿着一身再普通不过的青色道袍 头上戴了个方形的帽子 人很胖 看起来慈眉善目的 皮肤几百 松高一般 此人正是鼎鼎大名的雪山大师 不过 他虽然生着一张菩萨脸 那行为上 就完全对不上他那份慈眉善目了 雪山大师一抬起 便踹开了湿地的蝉房门 几乎在同时 一股血腥之气 从内而外 直涌而出 之前叫门的小道童 甚至下意识地 拿出绣袍 掩住了口鼻 但他能掩住口鼻 却挡不住眼睛啊 当他终于看清 那里的情况 他瞪大了眼 失声叫道 师父 也为师兄他们 他们 雪山大师此刻 亦是面如土色 他毫不犹豫地冲了进去 但只看了地上的两名尸职一眼 原本还微寒希望的双眸 便彻底暗了下去 死了 与此同时 乘风灌到后山 一个满身鲜血的男人 正奔走藤越于山林之间 他身形矫健 有若凌缘 一个砍柴的乔夫 听到动静回转过身来 恰对上一个满身鲜血的人影 乔夫被吓了一大跳 刚要惊叫出声呢 人却被他直接扑倒了 山林间 飞鸟扑地下 展翅惊飞 过大的动静 直接引起了一对人马的注意 有四人 几乎是立刻拔刀 护在了为首之人的身前 手里小心 一行十五人 全部进发墨山 身板笔直 不像是江湖中人 倒像是训练有素的军中将士 为首的一人 同样穿着黑衣 但普通的玄黑镜衫 穿在他的身上 却有一股无形的风锐质感 男人周身的气流凛冽 再配一脸上那副 黑绿交织的鬼面 衬得他整个人 如同一把未出窍的刀 十七 去看看 男人生现冷感 带着些非词的好听 但语调平静 听不出任何的情绪 随着他一声令下 拔刀立于他右侧的少年 飞翼汉手 人便已如疾风之狼般 飞绿而去 他去得快 回得更快 只是回来的时候 面色沉入锅底 死了个人 看起来 是附近山下的乔夫 不过 此相很诡异 像是被什么东西 吸干了血而死 大陆 回首之人再度开了口 那少年觉得 这 首领 还是别去了 属下感觉那边 有危险 没有危险又何去去看 说吧 他再度吩咐 大陆 实际无法 只得蔫蔫地带他过去 只是 当一行人终于看到 那名被吸血而死的 乔夫时 才发现 刚死的男人 此刻已仅剩下一架 黑瘦的皮包骨 那感觉 不只是血被吸干了 竟仿佛是连全身的精气 都被吸干了似的 几乎在同时 之前护在他身侧的四个人 一再度拔刀上前 将他紧紧地护在了正中间 手里小心 此处 你有危险 花音方落 另一处吐得又传来一声惨叫 紧跟着 飞鸟再度被惊起 而除了紧紧护在男人身周的四人 其他人 已飞快地做出了反应 同时掠向了惨叫声传来的方向 那个 本集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再下集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夜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七十八节 已经半晚 山间光线灰暗 四下里静悄悄的 仿佛除了几人的呼吸 再也听不到其他的灯景 太安静了 这不正常 护着首领的四人 心中皆生出了些异感 他们摒弃宁神 双眼如惧地观察着四周 今日 他们奉旨入山林 皆是因为皇上 不知听信了何处的传言 说京郊的这一座 阳明山上 有白虎出没 京郊有虎 本就是无稽之谈 更何况是白虎了 可皇上经口预言 他说有虎 那便是有虎 好端端的皇城禁卫军 都被他调了一队出来捕虎 捕了数月不见成果 皇上还大发雷霆 要砍了禁卫军统领的脑袋 恰逢此刻 明玄夜奉旨回京 便帮着禁军统领 求了几句情 起了 正是这一求 便撞到了皇上的枪口上 于是 堂堂第一大将军 就这么地 被皇上儿戏般地 打发过来捉老虎了 皇上还打趣他的 捉不着虎啊 不许成秦 堂堂一国之君 行为如此荒唐 除了明玄夜本人 他手下的任何一万大将 都压不住火器 恨不得冲入皇宫 求皇上收回成名 倒是明玄夜 自己反应淡淡的 二话不说 带了一队人马 就上山来捉虎了 其实他也清楚 山中无虎 那消息呢 就是有心之人 故意放给皇上听的 偏偏咱们的皇上 耳根子软 又爱玩 只想着捉到了白虎 便在宫中圈养起来 带得有他国来史 朝外觐见 他就着人牵出来 溜一溜 一显天朝之危 却全无考虑过 若是山中真有老虎 这京郊的百姓 又岂能过上 安稳的日子呢 可还是那句话 皇上说有虎 这山中便有虎 他若不上山呢 便是抗制 他若上了山 便是山无虎 他也能在日后 想办法 变出一只真虎进攻 只不过 皇朝第一大将军的身份 过于招摇了 他出门呢 只能带上鬼面 还领手下人 统一称他为首领 他们入山啊 也有两日了 将这阳明山 前前后后 左左右右 全都翻了个遍 却是半根虎毛 也没瞧见 山中无虎 他们再次 遁守了多久 都不会有任何收获的 可就在他决定 打道回府的时候 却撞上了 这等诡异之事 拖了之前 去接宁仙仙 那一路经历的福 匪夷所思的事情 见多了 如今他看着什么呀 都见怪不怪 倒是护在他 山前的慕容语 也就石榴 仍是一脸 怕鬼的惶恐 至于其他的三人嘛 十四斩梨 和十五莫言语 尚算是淡定 小石七军迁 则是如同遇见危险的猫咪 正乍着满身的毛发 如林大笛地四下张望着 呜呜的风声再起 隐约间 四海加裹着一些 不一样的声音 像是沙沙的树叶摇响 又像是时有时无的古典声 游远极近 再游近 再远 时而在耳畔 又时而在天边 可当你竖起耳朵 认真的倾听又仿佛什么声音都听不见 首领 这不太对见 你还是 十四花音未落 山林间 呼呼地卷起了一股怪风 怪风冷冷 盘旋着 在地上打起了一小圈龙卷 那小龙卷 起初还只有脸盆般大小 渐渐地 越旋越大 越旋越大 待旋得近了 还能闻见那风里 加裹着的浓重的血腥之气 围在明玄月深周的四人 下意识地绷紧了下河线 长刀紧握 十七本能的大脚 保护我首领 却已然来不及了 电光火石之间 原以为空无一物的小龙卷内 竟突地悬出来一道金色的人影 那人身着道袍 冰发散乱 双目赤红 特别是一张嘴 仿佛是吃过人一般 连牙齿缝里都是血 而他此刻 深周四夹裹着无形的电流 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素 呲牙咧嘴地扑向了明玄夜 保护我首领 又是小石七一声大叫 情急之下 他甚至真拿自己的身体 去挡对方的袭击 可就在那带着闪电的青袍道长 逼近他面门时 小石七的后脖梗 突然被一只大手低连着扯住了 紧跟着 一股劲道由上往下 将他拔萝卜一般拔起 然后直接扔着了身后老远 几乎在他被扔开的同时 明玄夜长腿青苔 他逐渐看似轻轻了一点 可着力处 却似带起了一股钢风 那钢风直冲向那道长的肚腹 咔嚓的一声 道长的腰腹处传来骨折之声 同时 他口中哇的一下 又吐出了一团黑乌乌的血墨子 明玄夜侧身闪避 腐朽之间 掌风已经轻轻地扫开了那飞溅而来的点点血子 而被他所伤之人 此刻一砰的一声 撞在了不远处的参天骨心上 那一人合抱的松树 从中间轰然折断 轻袍的道长一如死人一般 横躺在那折断的松树裂口上 习惯之下 胸腹之间再无起伏 竟像是被一脚给直接踹去了西天了 明玄夜向前一步 正要亲自去查看 莫言玉却一把拦住了他 首领不可 或许有危险 不妨 再简单不过的两个字 明玄夜却丝毫不惧地大步向前 待行至那道人跟前 却见他蹊跷流血 瞳孔放大 已是彻底死绝之下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七十九集 这般大动静 之前直奔着惨叫声而去的那群手下 已全员归来了 他们看清这边情况的时候 虽然一个个神经大变 但也立刻双拳轻抱着 上前禀报 首领 鼠塞们还是去完了 那边情况与之前一样 也只剩一句干事 明玄夜俊挺的眉头轻轻一勾 两久 吩咐莫言遇到 十五 带几个人把那两具尸体抬下山去 问问附近的农户 是哪家之人 再打听打听 今日是否还有类似的事件发生 若无也便罢了 若有 即刻向本帅禀报 是 莫言欲领命 顺手点的四人便飞快地去了 这时 被扔开的小石漆 突然又大叫一声 首领 那人又不见了 魂声回首 明玄夜 几乎立刻望向了那处折断的静松 火箭原本应该死狗般瘫在那处的道人 竟已消失无踪了 大意了 他心中暗寸 但恋养到命令 已是连声齐发 十四 苏八大理寺 让他们捉人封山 要快 是 十六十七 随本帅搜山 是 山 搜了 死而消失的道人没能寻见 道是分别从五个不同的山间小道上 寻得了另五句干尸 加上之前让十五带下山的两句啊 这已经是七条人命了 山山来迟的大理寺卿贺崇林 一边抹着额边的冷汗 一边去着明玄夜那张青面獠牙的鬼面 像是想认又不太敢认的样子 毕竟 朝堂上的明玄夜 随理于武将之首 但生得风光济月 是个娇如玉树临风前的角色美男子啊 只不过将在外 过好的皮囊 不足以震慑三军 因而 统帅三军的时候 他脸上便会戴上一副 吓人的夜叉鬼面 可鬼面再熟悉 仍旧是格力层 看不到脸 贺崇林便也无从判断 对方是否是真正的明玄夜 直到鬼面突然发生 贺大人来得好快啊 这是在挖苦他吗 贺崇林确实猴肩发苦 不是他有一耽搁 是他都五十有二了 那腰腿还有毛病 骑不得马 来得自然就慢些 不过 听着这声音冰冷 且不给任何长辈留情面的口吻 却是那位年轻的铁血战神无疑了 贺崇林心下坠坠 上前拱手 明帅 胆情责罚 明玄夜轻沈一声 贺大人何出此言 你有何错之友 下官来迟 自然有错 态度尚算不错 明玄夜呢 也便不予过度追究 只是一个眼神示下 十七便快步上前 揭开了一排五具尸体上的白布 贺崇领顿时惊得 阿压了一声 连退了三大步 哎呀 这 这这这 这是何物啊 明玄夜宁没瞧他 暗如星子的黑毛里 有幽冷的不悦在游历着 被他用那般眼神一瞧 贺崇领哪里还敢再退啊 只能白着一张老脸 镇定了挥手 五座何在 还不快快验尸 大人 下官在此 五座小跑着应声而来 那是个看起来精受干练的男子 四十出头 十分有经验的样子 他放下背着的工具 套上杨长志的手套 便快速地检查起了尸体 一开始 五座尚算是淡定 毕竟就算是干尸 他也多次见过呀 只是这一次 面对的干尸 到底是与之前不一样的 越验到最后 五座的表情便越是凝重 死者年龄在三十岁左右 男子 致命伤在驳岗 他说着 又轻轻推遍那具男尸的头颅 让众人能清晰地 看到死者脖子上的一圈牙印 以及那深深的两个牙洞 牙印深深 伤口周围发污 带青 像是中毒 但是还是不能肯定 还有 这两个牙洞 只有野兽 全尺才会造成这样的伤口 但下官确定 以及肯定 这是人的牙 贺中领吸了口气 这人 怎么会长 如此深长的全尺啊 五座的疑惑 也正是在此 但他并不能回答 自己不知道的内容 只能继续检验尸体 他是被吸干血液而死的 死后尸体应该是极速风干 才能保存得如此完好 五座唯唯到来 语气十分轻缓 确实极有经验的样子 他用戴着阳长手套的手指 摸了摸尸体那肝黄发映的皮肤 再抬手到鼻尖处秀了秀 继继续检验尸体 从死亡到风干 应该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之事 下官认为 这个时间应当不超过一盏茶的功夫 慕容于嘴快 这时忍不住接了一嘴 哪还用得着一盏茶那么久 我亲眼所见 那腰道吸食干人血后 尸体边一点点逐步化为干尸 中间间隔不过几句话的功夫 这么快 怎么可能 武座心惊 下一时地出言反驳 但不完之后 又忍不住去看那干尸 竟是越看越觉得正是如此 瞧着武座的反应 贺崇陵腿都下软了 他表情惊骇难易 若是拱手败向了明玄夜 明帅 属下官直言 这 这不像是普通的案子呀 大理斯 恐怕半不得 冰冷的男子一挑眉 雨带冰封 半不得 贺崇陵咽了咽口水 不敢点头 他硬着头皮道 案件既然已经发生了 大理斯自然也是半得的 只是 此案蹊跷 下官觉得 最好再请一位大师来 好好瞧瞧 比如 成风观那位 雪山大师就很好 明玄夜并不回答 只沉沉地 又盯着对方的眼睛许久 那个 本集已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八十集 明玄夜那双眼睛 冷实 犹如寒潭 狠实 又利如猛兽 虽隔着面具 贺崇岭仍是被震到瞳孔地震 不敢与其对视 好在 那般刀扎的目光并未持续很久 明玄夜便大发慈悲地放过了他 改而问起了身边的慕容宇 你怎么看 慕容宇那那的 他能怎么看呢 又不敢说 他觉得贺大人的建议很不错 就该马上去找大师来做法 驱邪 但想想这作案之人 仿佛就是位妖道啊 于是 慕容宇小声地跟他摇耳朵 要不 我去问问那位 他没有明说 只是用手指 暗绰绰地比了个二 明玄夜自是看懂了 一边的贺崇岭 却盯着慕容宇那两根手指头 很久很久 啥意思啊 可惜 无人跟他解惑 到最后呢 贺崇岭也只能带着一脑门问号 和七具干尸 回了大理寺 只不过 他一回到衙门 便立刻着人去乘风观请人了 那曾想 这雪山大师没能请下来不说 手底下的人 却带回来一个更坏的消息 大人 属下到乘风观后 发现那里气氛有益 人心惶惶 便拉了位小道童 叹问了两句 没想到 他竟说冠里闹鬼 什么 贺崇岭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道冠里还能闹鬼 属下也觉得此事离谱 便又多问了几句 那小童竟不敢再多言一句 直说是师父不许 属下无法 只能在求见雪山大师时 直接发问 可当属下将去意表明 雪山大师却是一脸震惊 后来属下才知 雪山大师的两位师侄 也成了这样的干尸 且是他亲眼瞧见 他们从一具新鲜的尸体 眨眼间化为干尸的 啊 还有 雪山大师的师弟不见了 也就是那两句干尸的师父 人称石道长 听说他入贯十年 一直是个老实本分的道士 但事发后 他便不知所踪 彻底消失了 贺崇领越听 表情越凝重 到最后 脸部的表情僵得 已然不能动了 他想 那人本不本分 他是不清楚的 但之前在山上 那明将军 却是实实在在地提到过 吸血杀人的那位 看打扮 是个道士啊 莫非 就是这位石道长 贺崇领顿时心跳如骨 立刻沉声吩咐 去 画像 张榜 悬赏 通缉那个石道长 阁老府这边 帮宁淑芝和那五位小姐 结绑之后啊 按理说 他就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但许是之前的经历 让他有了心理阴影 宁淑芝失眠了 又或者说 他其实是不敢睡觉 怕一睡着 又给拖入那样的梦境 被五个女人关起来 日日夜夜地 要他写情诗 说情话 还得被逼着 亲亲我我 不会的 你要相信我 哪怕宁淑芝 再三地强调 宁淑芝 点头表示相信 可他还是焦虑 到睡不着 没办法了 宁淑芝呢 只好又掏出一把 安神箱 点了一块 他不睡 点了两块 他还不睡 于是 他干脆 直接倒了一堆 全点着之后啊 才总算是 把人给寻着了 唉 就心累啊 就 行了 明天就没事了 不过 大嫂 你要还是不放心的话 就派两个人 收手夜吧 说完 他一抬头 才发现 宁夫人身后 跟着六个大丫头 这 都是来守夜的 宁仙先立刻劝他 大嫂 你听我一句啊 想要儿子好 这些如花似玉的大丫头 都逼这些大侄子吧 您是真不明白 他在怕什么呀 宁夫人也不是 什么鱼目呢 这么一听啊 就全明白了 他一拍额头 立刻挥退那六个丫头 改换了六个小丝过来 是男人就不怕了吧 宁仙先心想 他还能说什么呢 反正啊 看着大侄子床边 围着六个男人 莫名觉得 这画风更不对了 算了 他呢 也懒得再劝 挥了挥手 就挥了自己的 大大大院子 说起来 宁仙先现在住的院子 是格劳府里 第二大的院子 除了宁格劳 和宁夫人的院子 就连宁淑枝的院子 都比他的小 这待遇 怎么样 搞得宁仙先 刚要被带过来的时候 差点还以为 走错了地方了 后来他才知道 这是换过的 之前安排的院子 确实是又小又破 但机缘巧合之下 他救了宁淑枝 宁夫人心生感激 便立刻让容莫莫 给他重新收拾了一个院落 也就是现在这个 报下院 这个院落 是格劳府扩建时新修的 离主屋呢 有点远 不过 也正因如此 所以很大 连院中的绿植 都是新灾的 院中有花有草 有甲山 有池塘 还有水泻小亭子 宁仙先以前哪住过 这样的好宅子呀 那一搬进来 就对着那片种着花花草草的绿地 跃跃欲试的 这白天的时候呢 人多他不好意思 这到了晚上嘛 这么肥的地 种什么花啊 真浪费 所以 我是种菜呢 还是种药呢 还是种果子呢 他双手插了会儿腰 就开始在月光下刨土 坑吃坑吃的 那刨得可带劲了 那个 本集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 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 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八十一集 你在做什么 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 宁仙仙一回头 看见院墙下 立着一个纯黑的身影 要不是一张脸 还算是白镜 十三的身形 几乎是完全融入了夜色的 宁仙仙的第一个反应 他属猫的吗 怎么完全没有声啊 他第二个反应 面露欣喜 十三哥 哎 你不是回将军府了吗 嗯什么嗯啊 我是问你 怎么三更半夜跑这儿来了 哎 你怎么知道 我住这间院子 我大哥跟你说的 宁价老怎么可能 跟他说这个呀 是他把整个阁老府 都搜了一遍 才找到他这儿的 但这没法说明 只能不好意思地 摸了摸鼻头 来看看你 一听这话 宁仙仙还握着 铲子的小手一紧 他警惕地四下看了看 确定月下无人 才鬼鬼祟祟地 把人拉到里边叹气 十三哥 你以后别来了 十三脸上 闪过一抹 不算明显的诧异 为何 因为 可还不等宁仙仙说出理由呢 院门口突然传了一阵老大的动静 是宁夫人带这几个丫鬟婆子过来了 坏了 她想起来了 宁夫人说呀 她进入了阁老府 就是真正的二小姐 身边怎么能被人伺候呢 所以 这是给她带人过来了 宁仙仙按道一声 果然是怕什么来什么呀 这要让宁夫人看到 她和十三在月下相会 纵使她有蛇灿莲花千百张嘴 怕也是解释不尽了 但此时 再让十三哥跳墙走人 又怕墙外还有人 只能一不做二不休地 拖着她就朝屋里走 十三全程猛圈啊 怕一个轻弓就能跃上屋顶 再一个轻弓就能消失不见 可这丫头呢 死死拉着她的手 虽然 她随便一甩就能甩开 但也不知为何 有点舍不得甩 然后 她就第一次 进入了女儿家的闺房 虽然宁仙仙也是头一晚住这 算不得什么 正正经经的她的闺房 可十三的心里 还是荡起了层层的春水 就在她荡着荡着 把自己脸都给荡红的时候 宁仙仙又是一通好催眼 快快快快 快上上 快上床 快上床 什么 她的声音有点大 吓得宁仙仙 赶紧捂死了她的嘴 哎呀 你别叫你让人听见了 怎么办 被她这么一碰 她手下的软肉 死死地贴在她唇上 十三顿时心跳如骨 宁仙仙说了什么 她一个字也没听清楚 就感觉唇上那只小手 好软好软 软得她的心尖尖都在痒 只不过 这样的痒 倒也没有持续很久 主要是 这丫头的指尖上似乎还散发着泥土的芬芳呢 宁仙仙完全没有注意到她的反应 只是很焦急地继续推她朝床边走 这屋子虽然大 可毕竟是刚收拾出来的 又是头一回住人 所以这里面呢 空得很 完全不好藏人 她是没有办法 才把人朝床上推的 结果这货呢 还不配合 就很心累 没办法了 宁仙仙只好上满里 别看她个子娇小 几乎要矮十三一个头 可动起真格的来 那也绝不含糊 于是 十三只感觉眼前一花 她再回过神呢 人就被掀翻到了床榻上 再再再回神啊 宁仙仙也翻身上了床 还在飞快地扯床帘呢 不是 她想干嘛呀 十三心跳如骨 但人呢 却跟失了定身术一般 就那么平躺在床上 完全不记得自己的手脚健全 可以动弹这件事 粉色的床帘打了下来 遮住床上的她和她 这氛围感一下子就拉满了 虽然十三知道 她和她早晚有一天 要经历这个 但突然就提前了 她这一点思想准备 都没有好吗 遭不住啊 就在十三神部首射 心园一马 胡思乱想地 开始酱酱酿酿的 各种脑补的时候 房门口 终于传来了清而浅的敲门声 仙仙啊 你睡了吗 宁夫人的声音温柔 还含着笑 宁仙仙是大气都不敢出一声啊 假装自己睡死了 外面 宁夫人等了一小会儿 没有得到回应 她将耳朵贴在门上又听了听 疑惑 这刚才过来的时候 像是还看见灯光的 怎么这么快就睡着了 仙仙 你睡了吗 宁仙仙当然还是继续装死啊 这是容嬷嬷小声的 夫人 二小姐这都忙了一天了 许是太累已经睡下了 不如我别叫了 就把伺候她的婆子丫鬟都留下来 其他的 明儿个再跟二小姐说 也是一样 宁夫人似是考虑了一小会儿 道 好吧 就让她好好睡一觉 准儿又吩咐几个下人 你们几个好好守着二小姐 若她夜里醒了 要水要吃的 都仔细些伺候 是 夫人 那些丫鬟和婆子齐声应试 之后呢 就都被留了下来 可这留下就留下吧 他们居然一个都不走 全都守在宁仙仙的房门外头 这下子 宁仙仙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 他们都守在门口 那十三哥待会儿 要怎么走啊 那个 短期已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的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的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八十二集 黑暗中 他尴尬而不失礼貌地 冲着十三笑 我觉得吧 他们呢 也不可能守一晚上 心血等一会儿就走了 谁还能不睡觉 守我一夜呢 不是 是 十三沉默不语 只用一双深不见底的眼眸 定定地放着宁仙仙 屋里没有灯 但两人离得近 十三的眼睛 夜视能力又极好 是已 他能清清楚楚地看到 宁仙仙脸上 飞飞窘迫的神情 敢把男人 朝自己床上藏 还以为这丫头 没长那根筋呢 原来 也是会害羞的 大抵 全天下的男人 都是有那些臭毛病的 哪怕再证人君子 在面对在意的姑娘的时候 也总是想逗一逗 比如 现在 十三就很手痒 他自问 不是什么好色之人 但是 眼前这丫头 毕竟和旁的人不一样 他是他的 他的 十三垂在床侧的手指 轻轻地动了动 有股想捏捏他小脸的中动 可还不等他真正做点什么呢 宁仙仙突然凑近了他 在他耳边低问 十三哥 你跑得快吗 许是怕外面的丫鬟听见 宁仙仙的声音压得很低 但是 他靠得太近了 说话间 热热地呼吸 直喷十三敏感的耳垂 哪怕还隔着一层人皮面具 他的脸 也一下子热透了 侧头 他手指不由紧紧抓着床檐 好一会儿 才轻轻地 嗡了一声 宁仙仙的眼睛 一下子亮了 仿佛看到了希望 那我等一下 假装睡醒了要喝水什么的 把他们几个都给支开 然后你就 你就 朝那边 环顾四周 宁仙仙一直熄灭那个窗户 看见那个窗户没有 我待会儿先过去 把那个打开 然后 再去支走他们 你就趁这个机会 从窗户跳出去 你赶紧抱知道吗 抱快些 床下有人 哈 宁仙仙一愣 定睛再看过去 果然发现 窗户上面 投影着一个身影 看身形是个小丫鬟 在窗户前走来走去 就跟巡逻似的 他顿时小脸一垮 又泄了气 怎么搞的 又不是侍卫 你说他们大半夜都不睡觉 都跟我这干嘛呀 没办法了 叹了口气 林仙仙一伸手 从兜里摸出来一个布袋子 是他们逼我出卷招的 十三看着他从里头 摸出一个拳头大的黑丸子 忍不住问他 你这又是什么 这个 叫寒笑万物倒 我就不希望腰不晕他们 等他们全都倒下去了 你就可以想怎么倒 就怎么倒 那你想好 要怎么让他们吃下去吗 这么大丸子呢 对此 林仙仙极有想法的倒 我把它挂在水里啊 让他们每个人都喝一杯 直接让他们喝 你确定他们肯 我会齐心 不管 他们现在分来伺候我 那就得听我的 我要他们喝 他们敢不喝 再说了 不喝 我就灌给他们喝 灌到一个十一 见他无语 林仙仙还安慰地拍拍他的肩膀 放心吧 十三哥 你信我 我一定把他们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再安安全全地把你弄出去 绝不让我大哥抓到 就算被抓到也没什么呀 什么叫被抓到也没什么呀 很有什么的好码 你不怕我大哥知道 也不怕你们家将军知道 和将军有何关系 当然有关了 我是他媳妇 虽然还没过门 那也是他的人呢 但是 你和我 现在这样 虽然咱们俩是 清清白白日月可见 那啥也没有 可你三更半夜地进我归房 这要怎么跟将军解释得清楚啊 十三瞄了他一眼 提醒他 我本来只是在院子里 是你硬拉我进来的 你还说 宁仙仙控诉他 要是你不来找我 不知道什么事都没了吗 所以我才说 让你以后都别过来吗 男女受手不亲的 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咱们现在越来越不受规矩了 十三哥 你学坏了 是不是沐浩宇教你的 你以后别跟他玩 那小子你要坏你要坏的 竟不教你好 和他没关系 是我自己要来的 那你为什么要来啊 宁仙仙眨眨眨眼 先开始一脸的不解 之后呢 突然像被打通了任督二脉 哦 你好大的胆子 不行的不行的 我是将军的人 你不可以喜欢我 我没有 十三本想变一句说 我才没有喜欢你呢 可那句话 明明都生滚到喉咙口了 不知为何 他居然犹豫着 不肯说出口 他这个反应啊 让宁仙仙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猜测 他夸张地又瞪原来漂亮的大眼睛 双手交叉在胸口 摇头 用力地摇头 不行 绝对 绝对不行 我生是将军的人 死是将军的魂 虽然他嘴里的将军就是他自己 但十三还是有些酸呢 你千都没见过将军本人 怎么就这般对他死心塌地了 哪有什么办法 不是皇上赐的魂吗 那再说了 自古一女不是二夫 不然是要进猪笼的 我还年轻了 我不想死 十三无语了 那个 本集已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十三的眼神明显暗了下去 他不出声 明显仙呢 有一些良心不安 真是罪过呀 十三哥这么好的人 他就注定要辜负他 刚想安慰他几句呢 这时门口突然又传来了 嘻嘻嘻嘻的声音 有人敲着门 轻声问 二小姐 您是醒了吗 奴婢好像听到您说话了 宁仙仙立刻捂紧了嘴 他觉得这样不行了 再不把十三哥送走 肯定是要被抓奸在床的 于是 他又垫了垫手里的含笑半步倒 刚打算撩开帘子下床 手臂一紧 人就被身后的男人给扯了回去 你敢 话一出口 就被十三捂住了嘴 几乎在同时 房门口传来吱鸭的一声 门 开了 有个胖胖的丫鬟伸了个头进来 正探头探脑地朝床边看呢 二小 姐子还没叫出口呢 胖丫头脑门上突然咚的一响 紧跟着 他便大头朝下直接栽了下去 二小 有人低呼一声 立刻过来拉他 但手才刚碰到那个胖丫头 他的脑门也是一通 之后 另外一个也栽了下去 接下来 就是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栽下去的时候 房门已大开 他们就排排地倒地趴在门槛上 一个个晕得无知无觉的 您先先都看傻了 不是 这是什么骚操作呀 他的嘴还被十三捂着呢 就急急忙忙的扭头 在他手细里发问 十三哪里知道他会这样啊 手细一咬 他就跟被烫到了似的 直接收了回去 半嗓 嗡了一声 算是回答 宁仙仙立刻双眼发光 双手鼓掌 好棒 十三哥 你真的好棒啊 十三被他夸得耳朵尖都红了 他也不吭声 直接逃下了床 宁仙仙也跟着跳了下去 嘴里还在不停地催促 快走快走快走 但是门被堵了 最后两个人呢 都是翻窗户出去的 将人送着墙边 宁仙仙 先是做贼式的四下放了 又将耳朵贴在墙上 听了听外面的动静 确定没人之后啊 他再道 快 趁现在外面没有人 你赶紧走 是没有人 但是 有狗 啊 仿佛是为了验证他所说的 墙外 这时突然响起了狗叫声 宁仙仙的脑子一下子就麻了 他倒抽了个冷气 我肚子 要被发现怎么办 怎么办 人呢 他那么大一十三哥呢 刚刚还站在墙边上跟他说话呢 怎么就不见了呀 就在他发猛之时 头顶上 突然飘下了一张字条 宁仙仙下一时地伸手捉住 月光下 就见那纸上 赫然写着六个大字 小院 明日 正是 不得不说啊 十三哥的风格 当真是严谨一概呀 他收好字条 这样往回走 拖得又想到 十三哥那么好伸手 来去自如的 根本就不需要他操心的好吗 结果呢 他还上蹿下跳 生怕别人抓住他 唉 小丑竟是他自己 宁仙仙无脸 十三哥刚才看着自己 一定觉得像个猴子 还是个傻猴子 但这也不能全怪他呀 谁让十三哥好好一个人 就是不长嘴 那提醒他一家会死吗 恨哪 磨着牙 宁仙仙又去月光下跑土了 刚才那地呢 刨了一半 还没种东西呢 他都想好了 这么肥的地不能浪费呀 但现在他手上没什么种子 就种几个 从白仙那得的鸡腿果试试吧 种完果子 宁仙仙打算回房休息 到了门口呢 又看见那倒在地上的 丫鬟和婆子 他一拍脑门 我怎么把他们给忘了 那现在怎么搞啊 招式放着不管 他明天早上醒过来 得吓死吧 不过 他转念又一想 这挺好的呀 我本来就不喜欢别人伺候 郑仙没办法 倦了大嫂的好意呢 要是让这些人 自己害怕我 不伺候我的话 那不就好了吗 完美 于是 宁仙仙真的不管他们 自顾自地回屋睡了 一日 宁仙仙的房门口 最早醒来的是 那个胖胖的 叫阿珠的丫鬟 她因为是第一个 倒下去的 所以被压在最下面 憋不过气才睁得眼 醒来的第一个感觉 那是全身都快散架了 毕竟被压了一晚上 现在全身都是麻的 又疼又难受 她哎呦哎呦地叫了起来 这一叫啊 直接就给其他的几人 都给吵醒了 大家一个个 腰酸背痛地坐了起来 总算弄清楚状态之后 几人的脸色都变了 呀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大家都睡在门口呀 你的额头上 怎么有个包啊 你还说我呢 你的额头上 也有一个包啊 红红的 像是长了个枣 于是 大家互相看了看 这才惊恐地发现 他们六人的头上 都多了一个红红的包 大小如枣 又红又肿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咱们莫不识 生了什么重病 哪有这样的重病啊 我看 是重邪差不多 那丫鬟本是嘴快 谁知道 他说出来之后 其他的几人 面色都变了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再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 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 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 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八十四集 是啊 昨晚的事情呢 大家都还记得一些 可不就跟中邪了一样吗 先是阿珠叫了一声 之后倒下了 后来大家来拉他 人没拉起来 大家也一个一个倒下了 有个小丫鬟 瑟瑟发抖地说 会不会 是大公子那件事 昨儿跟我可听说了一些 大公子没病 是叫人给下了咒 二小姐会一些术法 却给大公子去了鞋 除了咒 这 莫不是 家里的鞋屋 没有除干净 她说完 还四下看了看 结果 二小姐的床上 怎么没人啊 这么一说 立刻提醒了大家 众丫鬟婆子 赶紧跑到床边一看 这一看呢 大家的脸色 便更为惶恐了 二小姐的床上 果然没人不说 被子还乱乱的 床铺上 还有一些 土 肯定出事了 有经验老道的婆子 立刻断言 有胆小怕事的小丫鬟 白着脸 就朝夫人的院子跑 一边跑 还一边嚎 夫人 大事不好了 二小姐被土里的妖怪 吃掉了 二小姐当然没有被吃掉 她在小院那边呢 这不和十三哥约好了吗 不过 字条上面 也没写个时辰什么的 没办法 她只好一起床 就来了这边 进院之后啊 十三哥是没见着 直接就要被苏月威 哭倒长城的架势 给烦死了 您先先套了套耳朵 砸嘴 哎哟 你烦不烦呢 你吵死了都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我 说好了不会不管你的 那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呢 而且 困着你的心龙 不是解了吗 你现在想上哪 就能上哪 那我不在的时候 你也可以自己 回正国公府 走走逛逛 瞧瞧的嘛 你以为我没去过吗 可是我进不去 进不去 为什么 我就飘到门口 就被一股金光 给弹开了 摔都摔得我疼死了 您先先明白了 他啊了一声 看来你那个外甥 确实不是个蠢货 他应该啊 是知道自己做的缺德 是太多 他抱了 所以呢 就请了大师在家里 弄了镇宅的东西 所以你才进不去 所以我只能等你回来啊 结果你一去那么久 看你说的 我也没去多久啊 而且 我得管你 也得救我家大侄子嘛 那咱一个一个来嘛 我又不能把自己 分成两半 不过 你是说 你已经去过 正国公府了 是不是 我说了 进不去门了吗 您先先关心的 不是这个 他直接问 那 郑国公府 四方的那家人 你了解多少 你问他们干什么 我要报复苏世贾 不是四方的 哎呀 亏你还是做过 国公夫人的人 怎么眼皮子这么浅 这一笔 写不出两个正字 不管是长房 还是四方 那不都是 郑国公府的人吗 他们又没有分家 苏约维撇了撇嘴 狠狠唧唧的 我嫁过去 没多久就死了 四方那边 表面上 对我是客气的 师则也是瞧不上 又没有多少身交 不过呢 四方我那位弟妹 不是个好相遇的 可她肚子挺争气 一气儿生了四个儿子 直到我死的那一年 好像是又怀了 听说呀 想生个女儿 是生了个女儿 郑家四方的迪小姐 郑爷妈 就是她 第一个对我大侄子 下手的姑娘 你说什么 苏约维起初没听懂 但宁仙仙的表情 很好等 她虽不算精明 但也不是蠢货呀 你是说 那丫头看上了 宁阁老家的儿子 那何止是看上了 她还 巴拉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巴拉 宁仙仙恐莫其妃 手无阻挡地 将这事情的前因后果 都跟苏约维说了 她听得也是两眼发光啊 她毕竟是个好八卦的 多少年没有听到 这么有意思 又不要脸的事了 顿时激动的 连自己要报仇的事情 都给忘了 后来呢 哎呀 后来呢 那后来 我不就来你这儿了吗 哎呀 你这孩子 怎么主次不分呢 当然是那个事情 更重要 赶紧处理完了 跑回来跟我讲后续啊 宁仙仙不说话 只一脸无语地瞅着她 苏约维似乎也意识到 自己说走了嘴 干干一笑 那个 我是说啊 我 我反正要等了这么些年了嘛 不在乎多等几天 你就不想一起解决掉吗 一起 怎么一起 宁仙仙立刻复耳于她 然后就这样这样 那样那样地说了起来 两人正说得激动呢 突然宁仙仙一扭头 十三个来了 她说完就朝外面跑 外面阳光那么大 苏约为一只鬼 又见不得光 只得在屋内干跺脚 哎 我带你这样的呀 话说一半怎么跑了 你给我回来 回来 才不回去呢 宁仙仙笑嘻嘻地 奔向了院中的十三和慕容宇 十三还是那一脸淡然的慕 慕容宇却是惊讶 不是说你已经被接回阁老府了吗 十三哥约我过来的 说是有证事要说 他说完 突然皱起眉头 看了慕容宇一眼 你刚从山上下来 慕容宇又吃了一惊 这你也能知道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八十五集 宁仙仙哼哼一笑 顺促回答 然后又将目光转至了十三 十三哥 你找我到底什么事 阳明山上 找到了九具干尸 是血被吸干而死的 但死后精气也被全部吸干了 尸体呈干尸状 不腹不坏 十分诡异 宁仙仙脸上的笑意渐收 都装干尸了 你怎么知道那些人 是被吸干血而死的 正好撞上了一次现场 一个身着道袍的风道士 吸干调服的血之后 瞧服就肉眼可见的 精气全尸 化为了干尸 宁仙仙认真听完 突然上前一步 靠近了十三 还皱起了小鼻子 在她身上闻了闻 你干嘛 实在有些紧张的必然 这丫头怎么回事啊 总是搞得她措手不及的 宁仙仙却抬起左手 轻轻地掐了掐 认真地问她 才九具吗 我这闻着 怎么像是有二十九具啊 二十九具 不可能 这回是慕容于抢先回答的 那座山 我已经上上下下都已翻遍 不可能遗漏的 就只有九具尸体 我敢拿头担保 不是 等等 你就只是闻 就能闻出来 嗯 宁仙仙点点头 闻得到一些尸气 应该是那个商人的道士身上粘的 后来 你俩接触过它 便顺带着粘了些在身上 其实三哥可能呢 是与那几具尸体 待一起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他身上的湿气 要轻一点 慕容你身上的味 就很厚重 是 什么 只这一句 吓得慕容已立刻 抬起了袖子 闻了闻 我身上沾那种鬼东西 我怎么闻不到 他当然闻不到了 他又不是悬门中人 宁仙仙也不废话 伸手又摸了一只 拳头大小的丸子 递给了他 那 吃了吧 慕容已表情一僵 不吃什么场 这么大的药丸 你是想噎死我吗 那更重要的是苦啊 也不知道 它是哪里弄来的药丸 更不知道 是用什么东西做的 那叫一个苦啊 还酸 这一粒啊 就能去掉人的半条命 让你吃你就吃 哪来那么多费 话 他话还没说完呢 自己面前也多了一大碗 宁仙仙同样一脸 认真地看着他 十三哥 这个是你的 十三不肯煎的丸子 满脸都是 我也要吃妈的抗拒 宁仙仙用力地点头 当然要啊 不然这湿气百日不散的 你不吃 想臭死你们家将军啊 十三眉心一抖 你为何总是提到我家将军 你很在意他 这话问的 林仙仙还未回答呢 慕容宇已经不敢置信地 看向了他 十三无视了他的视线 只紧紧地 瞪着林仙仙的小脸 那这儿呢 我未来夫君呢 不在意他 要在意谁啊 十三又沉默了 之后 他强抑着越扬越高的嘴角 默默地接过了那颗拳头大的黑丸子 见他都接了 慕容宇还能说什么呢 行吧 不就嗑药吗 他嗑 眼一闭 大大的丸子塞进了嘴里 只是 他才刚刚含泪咽下去 宁仙仙却自想起来什么似的 提醒他 对了十三哥 你别学他 一口吃不下的话 可以咬小一点的 或者搓成个小丸子 再一个一个吃 被叶得直翻白眼的慕容宇 直接气死了 你怎么不早说 这还要我说啊 不是有脑子的人都能想得到吗 怪我 十三哥 你看他 你看他 快管管他 十三没有管 只是很认真的按宁仙仙的说法 将那拳头大小的丸子 直接掰成了十几小块 慕容宇 这就叫嫁出去的将军 泼出去的舍样 没碍了 一个丸子 就把慕容宇搞得要自闭 宁仙仙呢 却全然无视 他先是催着十三 把掰碎的药丸都吃了 之后才问他 嗯 你来找我 是想让我帮你们破这个案子 只想听听你的意见 以前 你有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吗 宁仙仙摇头 但又大 听说过 十三 斜眸看他 等待下文 你刚才说 亲眼看到是个风道士 在吸人血是吗 吸完 人就干了 是 宁仙仙认真回忆了一番 我很小的时候啊 师父出过一趟远门 回来之后就大病了一场 人差点就没了 后来他老人家 足足养了小半年才好起来 我也问过他 是遇到了什么样的凶鬼恶煞 才将他老人家伤成这样的 师父却说 视为同道众人所伤 师父说啊 就算都是修道 若道心不够坚定纯粹 也会起邪念 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 心魔 这人呢 若为心魔所困 什么事都是做得出来的 而伤我师父的那位道长 原本是一个十分老实的前辈 可正因为 他这也平平 那也平平的 常常被人取笑 心生自卑之后 就迫切地想要变强 然后啊 他便偷偷练了某种邪术 师父没有跟我说过 那位前辈练的是什么邪术 我只是隐约地记得 也是靠吸食人血变得强大 而被他吸过血的人 都会精气全无 化为干尸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 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八十六集 慕容宇听得出神 这时赶忙凑上来发问 所以 那个石道掌 也很有可能是练了邪术才会如此 这只是我的猜测 具体是不是 还得我亲自去看看才行 对了 你们方便带我去看看吗 那九句干尸 这回慕容宇直接拒绝了 不是很方便 你以为大理寺是随便 什么人想进都能进的吗 宁仙仙反问他 那你们是随便什么人吗 我们当然不是 什么随便的人了 但你还记得 你现在是阁老府的千金吗 京城的那些大家小姐 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卖的 你还想去衙门 宁仙仙懂了 哦 明白了 不能明着去 只能偷着去 那你俩晚上有空吗 偷偷带我去看看呗 十三不语 慕容宇不语 宁仙仙于是又懂了 好吧 我知道了 去衙门不行 那带我去山里转转 总行的吧 你想进山 嗯 你不是说 你亲眼看到那人 咬死一个乔夫吗 那就带我去那看看呗 说不定我能在那儿 找到点线索 此事本就与你无关 你可以不管的 嗯 不行的 宁仙仙摇头 认真地道 那人啊 若不尽快捉住 日日都会吸食人血 被他吸死的人越多 他就会越来越强大 到时候 就控制不住了 就像我师父那次 他老人家之所以 被伤得那么重 是因为伤他那个前辈 前前后后 吸死了一百多个人呢 十三一听 又不说话了 见他沉默 宁仙先问道 十三哥 你是不是不想带我上山啊 太危险了 你一个姑娘家的 我又不是一般的姑娘 再说了 不是还有你和慕容吗 你俩身手那么厉害 肯定能护下我的对吧 可十三还是不愿 他说 刚才你也讲了 你师父 被那个前辈所伤 差点没命 你觉得你比起你师父 如何 那自然是比不得的 虽然他师父呢 是个咸鱼之王 但毕竟多吃了 好几十年的饭呢 不过 十三摆了摆手 突然认真 你若出事了 我们要如何 向将军交代 呃 宁仙先一抬眸 对上他深入骨颈的眼 那些不过之后的话 愣是一句都没能说出口 一边的慕容宇 看到这一幕 又又又一次惊掉了下巴 他家十三哥 什么时候脸皮这么厚了 居然自己拿自己 当挡箭牌 行了他 就在这时 小院外哭得传来一阵 急促的脚步声 紧跟着 是海管师 在焦急地拍门 二小姐 您在吗 在的话 应老奴一声吧 老奴是海归啊 海管师 宁仙先一了一声 赶紧过去 给他开了门 看见宁仙先 安然无恙地 站在门口时 海管师这提了一路的心呢 总算是 安安稳稳地 落回了肚子里 哎哟 我的二小姐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你快跟老奴回府吧 府里因您失踪 都快乱套了 嗯 怎么了 您还问呢 一大早的不见人影 床上还堆着一捧黄土 丫鬟们都给吓坏了 说您定是 被妖怪给吃了 哥老正在责怪夫人 夫人在您院子里哭呢 这 我只是出大门啊 那也得说一声啊 海管师语重心长 府里谁都不知道 您的行踪 能不担心吗 得亏是老奴 见您回来的这一路 也算是习惯了 您的行事风格 这才自请出来找人的 还好是找到了 要是连老奴也找不到啊 就麻烦了 您先先扎门了一下嘴 觉得 这大户人家的小姐 也太难了 出个门 还得跟这个报备 跟那个报备的 忒麻烦了些啊 不过 海管师都这么说了 他自然还是先回去 你等我一下 我跟十三哥他们说一声 就跟你回 说吧 他也不等海管师 有所反应 扭声就回了院里 海管师的声音那么大 十三和慕容宇 都听得清楚 特他一回来 慕容宇直接就问了 你早上出门 没有跟家里讲 我就出来一会会儿 马上就回去 以为不用讲了 十三却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有人记得你才会担心你 至少 不要让关心你的人害怕 嗯 我知道了 下次会注意的 我也不知道他们真能关心我 毕竟 一开始都不欢迎我不睡 他嘀嘀咕咕地说着 但说完了 又感觉自己有点不识好歹 就闭了嘴 转而道 那 我先回去了 十三哥 案子 我是帮不了你了 反正你们也不肯带我去大理厕 见他抱怨自己 十三下意识地解释了一句 我不是不愿带你 只是 算了 你赶紧回去 省得宁哥老担心 嗯 那 我先走了 宁先先对他俩摆了摆手 转身走了 可他人都快走到大门口了 忽而又折了回去 十三以为他还有什么话 要跟自己说 正一脸期待地看着 却见他直接冲进了屋子里 还顺手掏出了一把 就算盘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再下集等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绝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八十七集 慕容宇认的那个算盘 那不是在仪庄时 那个瞎眼老头送他的破算盘吗 他居然随身带着呀 十三没有出声 只定定地望着宁仙仙的背影 就见他手握算盘晃了晃 进来吧 我以后可能没办法随时来看你 怕你单独待着会胡思乱想 就 还是跟我回戈老府吧 不过 先说好 我不让你出来 你就不许出来 要是你胡乱出来吓人 我会立马把你扔回来 且以后再也不管你 还以为又要被撇下的苏月威 立刻激动地扑了过去 好好好 我保证不再乱吓人 这个算盘呢 确实是从义桩带过来的 而且 虽不知是出自哪位高人之手 但这个算盘上是有进制的 死者的魂魄可以附着在上面 可进去之后再想出来 就必须经过主人的同意 宁仙仙现在啊 就是这算盘的主人 所以 苏月威被骗进去之后 除非他允许 否则他自己出不来 可苏月威不知道这一点呢 还以为自己终于可以 跟在宁仙仙身边听八卦了 他高高兴兴地就进来了 只是进去之后才发现 里面居然一胖一兽 还有两只魂 他吓得大叫一声 立刻便被胖胖的女人捂住了嘴 宁仙仙听到动静 问了一句 怎么了 苏月威试图发出求助的声音 可除了嗡嗡的声音 什么都发不出来 宁仙仙听到这奇怪的声音 隐约意识到了什么 他其实呢 心知肚明的 但什么也没问 只轻轻地一抖手 收了算盘 这才转身 跟着海管市走了 他那边一走 这边十三的眼神 便冷了下来 只有慕容宇在的时候 他不必再扮木讷的十三 明明还是那张 再普通不过的雀斑脸 但周身的气质 已骤然大变 便只是简简单单地 站在那儿 便有股不怒自威的沉沉压迫感 慕容宇这又问上了 但称呼已经变了 主帅 您方才怎么不同意 带他去看看啊 就算大理寺不行 带他进山还是可以的吧 大理寺的案子 就让大理寺好好查 把他叫进去做什么 可大理寺根本就破不了 这样的神秘案件啊 破不了就不会想办法 难不成这世间没有一个叫宁仙仙的姑娘 大理寺的案子就都不办了 倒也不是 只是 有能更快更好解决问题的办法 自然是 慕容宇画到一半 一双眼凸得贼溜溜地转了起来 主帅 您 您不会 真看上他了吧 只这一问 明璇夜居然沉默了 须于他道 有什么看得上看不上 皇上赐了魂 本帅还能抗旨不成 那不一样 就算不能抗旨 可您现在的表现 明璇夜微凉的眸光 冷冷地扫了过来 没说话 但眼神里明晃晃地写着一句 本事的表现怎么了 慕容宇冷汗一下就出来了 赶紧认怂 没 没什么 没什么 是数一下想多了 明璇夜收回目光 诞生的 走吧 走 走哪儿啊 男人不语 只抬手便是一张鬼面 扣在了脸上 明璇夜刚一回府 明管家就急切地上前通报道 大帅啊 您总算是回来了 大理寺那位贺大人 已经在书房恭候多时了 微微汗手 对贺重领的来意 明璇夜心知肚明 也不多问 直接朝书房走去了 慕容宇自是跟上不提 明管家则在他俩身后 一步一驱离 直到慕送两人进入书房 这才松了口气板 转身泡茶去了 书房内 早已敬候多时的贺重领 拱手起立 啊 明帅 踏入书房的男人并不看待 只随意行至主位 坐下车后随口问他 贺大人不在大理寺督促办案 来此坐身 贺重领极具弹的目光 不由又低下头去 便是说话都心绪地接吧 昨夜 又找到四具尸身 皆是那般被吸成了人杆状 明帅啊 这案子邪乎 如此短的时间都死了十三人了 便是连那乘风惯的雪山道长都说无能为力 下官实在 实在 他话还没说完呢 明玄夜突得抬头 才找到十三具嘛 骤然对上他那优弱夜空的黑毛 贺重领的心口又是一紧 这 什么 还有十六具 一便找出来 只这一句 贺重领整个人都不好了 连死十三人就已是大案中的要案了 再来十六个 这 这是要他苟命啊这是 明帅 这 这 贺重领的额头冒汗 哆嗦着发问 敢问 您这消息从何而来啊 明玄夜一挑眉 你这是 不信本帅 信 信信信 下官岂敢不信 只是想问清楚一些 好看看 还有没有其他的线索可寻 这本只是慌乱中随意找的托词 其量 此言一出 竟得到了回应 其他的线索 倒也不是没有 明玄夜淡而冷然 语气里却听不出轻视来 仿佛只是陈述一个事实 那个石道长练了禁术 吸血只是他提高修为的一种手法 你去问问他那个师兄 是叫 雪山道长 是 是叫雪山道长 贺重领回得很快 但内心却惊涛骇浪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爆笑灵异有生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八十八集 石道长是练了禁术才会杀人 这倒也说得过去 毕竟那些人皆非正常死亡 个个死相诡异 若是禁术所致 倒也合情合理 但问题是 明帅这又是如何得知的呀 贺重领想问 但他不敢多问 好在明玄夜的下一个指示 很快给出来了 武功非一日所能成 尽数一人 最好问问那位雪山道长 他师弟最近有何异常 去过什么地方 接触过什么人 干过什么事情 事物巨细 查清楚了 案子说不得就破了 贺重领觉得 这案子可没有 这么容易就能破呀 便得了确定的指示 他应得十分痛快 是 下官 这就去办 贺重领不敢耽搁 躬身就要离去 他走得匆忙 出门时 差点被门槛绊倒 闲闲一个猎脚 转了两个圈 才总算是稳住没倒下 慕容宇将这一切 探在了眼里 眉心执咒地小声吐槽 什么样的人 也能见大理事 皇上真是 住口 慕容宇撇撇嘴 眼中的不屑 几乎要满意 他像是想忍住 最后又实在没忍住 他向头愤怒的小狼 突然就爆发了 十三哥 我是替你布置 布置是我 大家伙谁还看不出来 是咋的 皇上这回召你回京 明面上说是要赐婚 实则是要将你软禁在京城 分走你的兵权 架空你的铁骑 我让你住口 不想要脑袋了 住口就能留下脑袋吗 慕容宇红着眼睛 是真的被气得要命啊 别的不说 就说这回抓虎之事 让你堂堂第一战神干那个 简直划天下之大吉 还有刚才那个贺崇领 他要不是皇后娘娘家的 十六 历生再贺 明玄也如墨的身谋幽幽 吐出的字眼 一个比一个冰冷 本帅的话 被你已经不管用了是吗 每当十三哥认真了 或是生气了 在兄弟们的面前 才会自称本帅 慕容宇一个机灵 终于意识到 自己确实是有些口无遮拦 他怂得很快 不是啊 主帅 属下不是不想听你的 属下就是气 见他服软 明玄也的语气 这才软了下去 我都不气你气什么 我帮你气啊 憋着 我 我憋不住 可看着明玄也面具下 清敏的薄唇 他终还是识趣地闭上了嘴 只在心中暗暗地发誓 哼 总有一天 我要让宫里那些妖魔鬼怪 都为如今的所作所为而后悔 另一边 明仙先跟着海管室乘车回府 途径一处时 他突然感应到了什么似的 身子突然朝后一仰 几乎在同时 并有什么东西急速地 从马车的左窗 直接飞过他面门 再从右窗飞了出去 马车外 随行的海管室 AU了一声 是哪个不长眼的 扔石头砸我呀 宁仙先掀开帘子一看 哇 好家伙 海管室的鹅脚 直接鼓起了一个大青包 虽说没有流血 但肿得油亮油亮的 吓得宁仙先赶紧也摸了下自己的头 好险好险 这要是刚才躲得不及时 石头本是要砸他的吧 虽然他不怕破相 但是他怕疼啊 可是谁呢 什么仇什么愿 要拿石头砸自己啊 宁仙先立刻掀开了另外一边的帘子 回身看去 就近不远的地方 站着一个衣着滑跪的小胖子 小胖子对上他的眼 居然不闪不闭 还冲着他吐舌头 别别别别 这谁家熊孩子啊 看我不收拾鸭的 说罢 宁仙先顺势一伸手 对海管室的 行 海管室顶着一头大青包 也不懂宁仙先是个啥意思 可还是老老实实地脱了一只鞋子给他 就见宁仙先刚接过鞋子 便精准无误地扔了出去 海管室傻了 哎我的鞋 那边的小胖子呢 似乎也没想到宁仙先的反击来得这样快 又或者说 他压根就没想到会遭到反击 所以 发现一只鞋正对他的脸飞来的时候 他还灵活地闪了一下 可明明那鞋子是朝左边飞来的 快到小胖子跟前的时候 又拐到了一下右边 最后又稳又狠地 抽在了小胖子的鹅脚上 那被抽的地方 立刻肉眼可见地种了一个大青包 和海管是被砸的地方一毛一样的 小胖子捂着脑袋倒在了地上 惨叫一声 立马有随行的侍卫过去扶人 那侍卫似乎是瞧了宁仙先的马车眼 但瞧过之后就收回了目光 也不知是不是自知理亏吧 总之人家没有再追上来吵架 宁仙先这才满意地翘了翘嘴 之后大度地对身边的海管师说 不用谢我 海管师心想 我谢你个鬼啊 我邪没了 宁仙先完全不看海管师 爱怨的小眼神 还欢快地吩咐车夫道 跑快的 赶着回府红嫂子呢 车夫一听 哪敢怠慢呢 立马扬鞭抽马 嘚嘚地载着他回了府 下了马车 宁仙先脚下一池 抬眸 他看向那两扇全新的珠漆大门 一条眉 门都换了 这么快 海管师笑了笑 毕竟是大门 坑坑洞洞实在不像个样子 事宜 昨夜公布就来了人 别也给换了新的 宁仙先长长地嗡了一声 目光停在那两扇大门上 认真地看了很久很久 那个 本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再下集的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八十九集 大门乃是富贵之家的脸面 无论是攀亲交友 还是谈婚论嫁 都讲求一个门当户对 这门地如何呀 看眼大门便知一二了 关这宁哥老这样的人家 大门那字是更加讲究了 光是构件 就有门窗 门框 门簪 门拔 门枕 门钉等等 还有这门上的珠漆 普通人家 是不能用这样的正红之色的 但也正因为门上 涂了这么厚厚的一层 因此 七下之门 为和睦所致 一般人都看不出来 当然 木匠除外 宁仙仙也除外 他的左眼 天生与众不同 都不必细看一二 就能感觉出异样来 还管是见他 一直盯着大门桥 眼神也有些不对 立刻警惕道 二小姐 这门 可是有何不妥呀 三树不上梁 槐树不下堂 虽不是坐的门槛 但槐木坐门 也挺不吉利的 还是让大哥换了吧 只这一句 还管是脸色大变呢 别的且不提 这两句俗语 他自是听过的 不说是富贵人家 便是农户家中盖房 也会讲究这个境界啊 桑字同桑 若房梁为桑木所致 家中人便是头顶上 整天顶着桑木 如同孝子顶桑一般 那是大不及的 而槐字呢 与槐字同音 若家里的门槛 用了槐木 每天都要从槐木上经过 便如同预言一出门 就会遇见坏事 因此便有了槐木 不下堂的说法 且槐树属性最阴 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来 一个木加一个鬼 用槐木做门 同样大不及啊 海管是越想越心惊 这一晃神的功夫 冷汗都冒了出来 等他终于回过神来 宁仙仙却已经走了老远了 海管是指的 又急急火火地追了上去 二小姐 您等等老奴啊 那个门 您再看看 还有法子救的吗 槐木做门 那有什么法子救啊 换了就最为干净 所以他不理不理 静止回了自己的大院子 跨进院门的时候 远远瞧见一群人 正围着园中的一排绿植 在指指点点呢 夫人您瞧这个 昨日还没有的 奴婢们只是睡了一觉 就见这野草都长了这么高了 可这说是野草吧 上面还接着果子 但是您瞧瞧 这果子长得如此之丑 一看就是有毒啊 就是就是 您再瞧瞧这个 这土的颜色 一看就是这儿的呀 可是 这可是奴婢从二小姐的床上找到的 可是好端端的 床上怎么会有土啊 一看就不对劲 所以 奴婢们就寻思着 莫不是昨夜那邪气没除干净 所以大公子没事了 二小姐又给掩着了 是的夫人 肯定是那邪屋没除尽 若不然 奴婢们不可能 昨夜睡得那般死的 而且醒来时 都躺在二小姐的门槛上 还有还有 您看我们的额头 全都肿了吧 一定是被鬼打的 大家七嘴八舌 你一言我一语的 说得好不吓人 宁阁老夫妇全都摆着脸 宁阁老这时是自责 宁夫人却是心惊肉跳啊 特想 若真是邪气未除尽 连宁仙仙都会出事 她儿子还能逃得过吗 宁夫人正慌得一批呢 这时一抬头 看到老远 跑来一个鹅黄的身影 她觉得有点眼熟 待在定睛一瞧啊 哎 仙仙回来了 宁阁老立马回了神 果见宁仙仙正飞快地 朝他们跑过来 哎 真不错 这么快就长出来了 我还以为 至少得个三五天 才能发芽呢 这说的 自是哪片绿植 说完 她还顺手耗了只果子 在身上随便擦一擦 就放进嘴里咬了一口 瞬间 一股烤鸡腿的香味 便直钻众人的鼻腔 所有人都惊了 宁夫人大惊失色 哎呀 你这孩子 瞎吃什么东西呢 有毒的 会死的 有毒 谁说的 宁仙仙眨眨眨眨眨眨眼 又咬了口果子 不可能啊 我之前就吃过的 这不活得好好的吗 宁夫人也眨眨眨眨眼 可是 她长成这样 说没毒都不合适呀 慢着看着点 但这是白鲜送的 主要是让人强身健体 力大无比 瞅就瞅点呗 口感好就行 宁夫人再次瞪大了眼 什么 白鲜送你的 对 他又想起来 白鲜讨风的事啊 海管师之前提过 他那会儿正愁着儿子的病 根本就没当回事 没想到 这还有后续呢 对 回来路上 日下个讨风的白鲜 我帮了他一招吧 他呢 送了我一堆果子 我吃不完 就带了些回来 这果子太香了 明星星吃得停不下来 一边吃 一边含糊不清地说 我看这地啊 肥得狠 纸种花也太浪费了 这形式叫 种点青菜 炒药什么的 可是我手上 没有现成的种子 就算我把这种了 我想着 要是能长成的话 就给大侄子 补补身子 没想到 吃一碗汉就熟了 说曹操 曹操就到啊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再下期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的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九十集 这有些人呢 就是不经念 这不 正说着宁淑之大公子呢 他人呢 就病病歪歪地 被丫鬟们扶着过来了 比起昨日啊 他现在的气色 已经好了许多 但唇色还是发白 且手脚发软 浑身无力 这正壤 可不就得吃个鸡腿果吗 于是 宁淑淑顺手又耗了个果子给他 啊 把这个吃了 宁淑之一脸嫌弃 这玩意儿能吃吗 你真不是想毒死我 宁淑淑不说话 当着他的面 张嘴又咬了口果子 嗯 香 说实话 这么丑的果子 就算没毒 也肯定不好吃啊 宁淑之是万万不想试的 可他的老父亲老母亲 都眼巴巴地看着他 宁淑公子双眼一闭 心如死灰地想 不就吃个果子吗 他吃 哎 没想到这入口的果子 居然是肉味的 宁淑公子疑心自己的舌头 出了问题 忍不住又吃了一口 然后 一口一口又一口 吃完一个果子 效果立竿尽影 宁淑公子发现 自己腰不酸了 腿不疼了 手脚有力气了 就连白白的嘴唇 都变得红嘟嘟的了 这效果呀 杠杠的呀 宁夫人惊呆了 他不敢置信地 盯着儿子 百里透红的脸 又去看那 丑得不能再丑的果子 哟 这到底是什么果子呀 效果怎会如此之好 宁格老呢 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而且 他觉得只是问或者看 已经满足不了 他对这种果子的好奇心了 于是老人家二话不说 直接上了手 摘了果子就放嘴里咬 宁夫人惊叫 哎呀老爷 没洗呢 洗什么洗 他俩不都这么吃的吗 宁格老还阵阵有词的 只是果子一入嘴 他呜了一声 之后呢 又呜呜了好几声 嗯 鸡腿味的呀 好吃 老爷 您别说笑了 什么果子 能有鸡腿味啊 宁格老爷不解释了 直接将手里的果子 朝老气的嘴里 那么一塞 你尝尝 没洗呢 宁夫人的内心 再度尖叫啊 他虽然没有洁癖 但还是有些难以接受 而且 这么多人看着呢 老爷这是干什么呀 他想避开不吃 可他家老爷 已经多年不曾 这般轻迷地喂食自己了 他一半是娇羞 一半是不好意思地扭了扭 最后 还是张开了嘴 就 咬一小口吧 宁夫人咬了一小口 然后 嗯 咦 啊 真是鸡腿味的 这是什么果子 怎么吃到嘴里 全是肉呀 而且 还很香 香的宁夫人都后悔了 为什么只咬了一小口 好在 宁大公子是孝顺的 给自己摘第二个果子的时候 他顺手也给母亲摘了一个 相信母亲的一句没有喜 他让丫鬟用尸帕子 给擦了三遍 才给了母亲 宁夫人拿着果子 内心纠结不已 他是吃呢 还是吃呢 还是吃呢 就他纠结的那会儿功夫啊 宁哥老已经干完一个了 还想要 但是 宁先先昨天晚上 也就种了五棵草 每颗上面结了一个果子 现在最后的两颗 已经在老七和儿子的手里了 儿子呢 已经啃上了 宁哥老的目光 就静止落在了老七的手上 夫人 你是不是不想吃这个 那我 不等他把话说完 宁夫人已经果断地 拿起果子大咬一口 嗯 真香啊 是真的真的香啊 谁能想到 一个果子 能吃出这样的味来 而且 一家四口吃完之后 更加神奇的事情也发生了 先说这宁大公子吧 本来宁先先种这些呢 就是为了给他补身子的 这一气补了两个 顿时身清如燕 红光满面 再说这宁哥老 都六十出头的人了 哪儿还能没点什么老毛病啊 之前就老是心口痛啊 闷啊什么的 这一个果子下去 也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 他居然觉得自己好多了 特别是那老胳膊老腿的 跺一脚下去 都感觉更有劲了 他甚至觉得 自己现在就是立刻跑趟宫里 都能来回不太喘气的 宁夫人身体上的感觉 虽不如他们父子明显 但他别的地方显呢 一开始 是容嬷嬷惊呼一声 哦 妇人 您好白呀 啊 白 您夫人下意识地摸了把自己的脸 觉得容嬷嬷是不是疯了 她活了五六十岁了 还是第一次被人夸白呢 半点不夸张啊 您夫人虽然出身高门 打小呢 也没吃过什么苦 可天生就遗传了娘家的肝黄皮 年轻时还不明显 这到了老年呢 不敷粉 她都不敢出门 不过 今儿她一早 就接到您先先不见的消息 哪里还顾得上这些呀 就随便弄了弄就过来了 结果容嬷嬷说她白 宁大公子这时也放了过来 丑恋老母亲那张脸 顿时惊喜的 娘 您真的变得好白啊 气色也好 年轻了十多岁似的 一听这话 宁夫人的小心肝 也秃秃地跳了起来 她疑心儿子 也是在哄自己开心 结果 宁哥老这个老直男 听了容嬷嬷和儿子的话之后 也伸脸过来瞧了瞧 但她却说 哪儿白了呀 你娘平时不都这么白吗 话重点啊 话重点 她现在跟平时一样白 可平时她脸上 至少要敷半斤粉呢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 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 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九十一集 宁夫人不淡定了 立刻想要照镜子 容默默果不愧是 宁夫人身边最得用的老人呢 居然真从袖带里 摸出了一面琉璃镜 这琉璃镜 可比铜镜 要照得清楚得多 平时宁夫人 是不爱用的 毕竟 照个铜镜 还能算是物理看花 照这琉璃镜嘛 那就照一次 虐一次心呐 但是今天不虐呀 宁夫人摸着自己 那白了不止一点点的脸 简直都不敢 认镜子中的人 这 这是我 我怎么 这么白呀 宁老直男 又伸头过来 觉得就是和平时 一样白呀 只不过 这肤质确实看起来不错 像是年轻那会儿 宁哥心念一动 居然伸手在老七的脸上 摸了一把 只这一把 宁夫人立刻 闹了个大红脸 宁哥老却还在惊叹 好嫩啊 夫人 跟你年轻那会儿的手感 一模一样呢 哎呀 老爷 您说什么呢 大家都还听着呢 宁夫人的脸 越来越红了 可这心里 却是美得很 试问 哪个女人 不害怕人老珠黄啊 虽说宁府家风很正 宁哥老呢 也没有妻械成群 但年老色衰之后 恩爱什么的 虽不说全无 但也肯定不复当初 就只是简单的 一个摸脸的动作 宁夫人都不记得 上一次是多少年前了 可是 她怎么突然就白了 宁仙仙的声音 这时传了过来 可能这果子的效果吧 兴许 男人吃了这个呢 能强壮 女人吃了 能漂亮 容嬷嬷一听 立刻拍手道 是啊 夫人 您刚才没吃果子前 确实没这么白呢 宁夫人忍不住 又看了看 镜中的自己 果然 她发现自己 不只是白了 这肤质也变好了 整个人都容光焕发 她像是高兴到 不知所措 居然就开始赶人了 哎呀 你们都站在这儿干嘛 快让开让开 别给果子挡了阳光 这都不好长大了 说完 她又满眼期待地 看着宁仙仙 哎呀 仙仙啊 这 这几株仙草 什么时候能再结果呀 哎 这就交上仙草了 宁仙仙暗自觉得好笑 但也没有明着 伯宁夫人的面子 只摇了摇头说 我也不知道 第一次种 不过这几株呢 是我昨晚种的 今天就结了 兴许 明天又能结上呢 这不 边上还打着花苞呢 明天就能结呀 哎呦 那太好了 哎呀 太好了 宁夫人立刻挥袖一扬 用一副 这就是朕 为你打下江山的口吻 对吓人的 呃 仙仙说得对啊 这么好的地儿 种什么花啊 来人呐 给我把这些花花草草的 全扯了 种菜 种药 种鲜果 啊 呃 倒也不必如此 不过 既然宁夫人兴致这么高 她也不好扑人家冷水 只明说了这东西是白仙所赠 没有多余的种子 宁夫人顿时就萎靡了 啊 这就种不成了 倒也不是种不成 宁仙仙指的指刚才他们吃完果子剩下的糊 这个或许可以试试 宁夫人立刻又笑了 对呀 这不就是种子吗 赶紧的赶紧的 赶紧种上 然后 便又种了五 啊不是 是四种 最后一粒果核 被宁夫人小心翼翼 甄枝种枝的捧在了帕子里 宁仙啊 嫂子最近新得了一个景泰兰的花盆 可好看了 种这个刚刚好 要不我种在那盆子里 改天端来给你瞧瞧 好啊 宁仙仙用得十分痛快 宁夫人顿时一阵心安 这心安的同时 对这个加入他们小家庭的 第四者的排斥感 也尽数地抹出了 他们在这边种果子 海管事则悄悄地 跟林阁老说了大门的事 海管事是个人精啊 知道这是难得 在阁老面前露脸的事 别提有多上心了 他几眉弄眼 十分有狗腿子气氛地说 大人哪 二小姐说 咱新安的大门有问题 用不得 有何问题 海管事便凑耳过去 叽叽咕咕地说了一通 先是提了 桑树不上梁 槐树不下糖的严重性 后来呢 又一脸凝重地提了公布 大人哪 这个 不是小的危言耸听 但此事确实蹊跷 只要说咱们府上坏了门 这也是昨日临时出的事 可您一通知公布 他们就派人来修 他们就送了新门过来 是不是也太过巧合了些呀 既然他们提过 是公布前年翻修行宫时余下的 一直放在库房里 但行宫的门又怎么会是 怀目所致啊 可若他们所说属实 岂非行宫的门也都大有问题 那可就是天大的事了呀 大人 您哥老是何许人也 这些弯弯绕绕 哪还用得着一个小小的管事 来跟他强调啊 而且 这海龟还说漏了一点 若公布那边真的说了谎 这说了谎 此怀目门并非是翻修行宫时余下的 那此门又是从何而来呀 又是何时混入公布库房的 公布是难可知否 他若不知 又是他手底下何人指使 这渐渐庄庄 哪一件查出来都是要掉脑袋的事啊 您哥老不由地深深吸了口气 他是万万没想到 不过是府里换个门 竟还能换出此等大事来 那个 本集已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九十二集 您哥老能上至如今的高位 除去他确实满腹经纶 有治国良策以外 最重要的还是脑子活泛 正所谓半君如半虎 这脑子不太好使的 或者秉性过于刚直的 在皇帝跟前都是落不着好的 现成的例子便是他的死对头 那位明明才高八斗 却处处被自己压一头的右相大人 再比如 马上就要成为他的媚婿 却因为太过年轻有为 有功高震助 以至于名声暗将 还被强销了军权的名大帅 总之 您哥老自问不如这二位 但他呢 在皇帝跟前 却是真正的宠臣 虽说最近 也被皇帝借着酒意涮了一次 但皇帝的乱点鸳鸯谱 真是酒后失心 还是暗中试探 您哥老却是心知肚明的 虽说天子惊口欲言 但 那不也得分事吗 他格老府唯一的嫡子 被许给了一个男人 这叫什么事啊 可话说回来 他格老府上既无女儿 此事 皇帝完全可以就此作罢呀 偏皇帝不但不肯收回成命 还半开玩笑地说什么 啊 明帅不小了 是该娶妻了 既是错了 就干脆将错就错 反正 全天下配得上 明将军的姑娘 也没几位 您哥老没有女儿 养一个聪慧可人的便是啊 又说 这您是一族 师叔传家 还家风清正 便族中旁支的嫡女 给明帅做妻子 当也是家园一桩 个屁呀 那嫡出的和旁支能一样吗 想那明将军何许人物啊 连京都勋贵世家的嫡长女 都不敢说 能配得上他的身份 他皇帝心血来朝 指一次婚 还指了个旁支家的嫡女 这哪里是 配不配得上的问题啊 这简直是变相的侮辱 偏着皇帝呢 揣着明白装糊涂 明帅那边呢 也是有苦说不出 只能硬着头皮 接下了纸 想是他也明白 皇帝指婚是假 断他结党银丝的后路是真的 毕竟 无论将军府的姻亲是哪一家 都势必要成为他的助理 皇帝不敢冒这个险呢 所以只能让他不娶 可明帅二十有六 拖不下去了 这才给他指了一门好亲事 假若宁哥老有亲生的嫡女 这亲事啊 也断然落不到他家头上了 正是因为没有 所以 皇帝才放心地将这个烫手的山羽 扔给了他 毕竟 嫁去将军府的 又不是宁哥老的亲生女儿 又能与格老府有多亲近呢 不亲近 就会有猜忌 有猜忌 就不可能对彼此放心 这么一来 将军府像是与格老府结了亲 又像是完全没有 这 才是皇帝真正想要的局面 宁哥老活得通透啊 自也看得明白 名帅功高震主 皇帝是怕他再进一步封侯都不够 便只能封王了呀 异姓王啊 这大越皇朝的太祖皇帝 便是前朝的异姓王 后来黄袍加身 自己当了皇帝 皇帝不想要个异姓王来威胁自己的地位 就想方设法把人弄回了京城 在薛军夺权 又亲自帮着指了看似门当户队 却处处都是深坑的金事 这一箭三雕之策呀 真是一把好算计 心思急转 宁哥老果断的 此事 切不可声张 还管是立刻问 大人的意思是 这门不换了 换 当然要换 但不能明着换 找几个手脚利索的 趁夜把门换下 至于那两扇有问题的门 宁哥老的目光一转 之后 精明地落在了宁仙仙的身上 宁仙仙冷不丁地打了个机灵 感觉自己被什么东西给盯上了 下一时地回头 对上的可不就是 他家老大哥那双精明的眼吗 然后 他就被抓到了一边 问起了大门的事 当宁哥老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地 跟他把自己的安排说了之后 他立刻摇起了头 嗯 趁夜换门不会打草惊蛇吗 若是有心害人 总部制约害过之后就不管了 至少得守个几天 看看害人的效果不是 这一说 还真就提醒了宁哥老 你是说 有人在暗中盯着 先头回来的时候 看到路边有两个乞丐 明明衣衫蓝绿 可脸色却是不错 身板乔治也结实 一点都不想讨饭的人 只这一句 宁哥老编什么都明白了 那些就是盯梢的 他老人家面尘如水 一时间语气都变了 看来这门是冲着老夫来的呀 没把握的事 宁仙仙也不能多说呀 便当 那也不一定啊大哥 在事情水落石出之前 什么都可能会有 不如 你把那两人抓回来审审 二话不说 先暴打一顿 估计什么都着了 宁哥老沉默了 他觉得宁仙仙的法子 过于简单粗暴 完全不符合他平时的 儒雅作风啊 但老人家也仅仅只 犹豫了一个眨眼的功夫 就果断地让海管室 把人给逮进了府 之后就是暴打 折磨 挨个审讯 当然 这个过程 宁仙仙是不肯参与的 他寻了个 要去上贡的借口 便溜了 这话都放出来了 不干 也是不成的呀 那个 本集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前前 倔强的小红等 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九十三集 于是 回房之后啊 宁仙仙便找出了自己 从虚中罐里 款过来的小包袱 再从里头 翻出了他要供的牌位 说起来 这别的罐里供的 都是什么三清啊 真武大帝 太上老君之类的 虚中罐的 就很不一样了 他们供的 是玉皇大帝 嗯 这丫鬟婆子们呢 谁也不敢问 谁也不敢说 反正二小姐让供 大家就好好地供就是了 于是 凤了果 燃了香 倒了酒 最后啊 还摆上了一个 大猪头 宁仙仙就总感觉 有哪儿不对 但下人们的一番好意 他也不好说什么 只能在自己 上香叩手的时候 暗暗地 在心里 跟玉帝大大 告了个罪 其实 这猪头肉挺好吃的 玉帝大大 您不妨也试试吧 若真的不喜欢 改名个 托个梦给我 我再给您供别的 其实 他也就那么随口一说 没想到晚上啊 就真的梦到了 玉帝大大 虽然看不清 对方的脸吧 但那一身 玉带黄袍 神光灿灿的 他是想认错都难 梦里 玉帝大大 倒也没怎么训斥他 只隔着一层 看不清的雾气 一直热情过头地 坠着他问 鲜鲜 你觉得猪头好吃吗 好吃吗 好吃吗 啊 啊 鲜鲜一个机灵 大汗淋漓地 被吓醒了 他后怕地按着心口 那一声 玉帝大大求放过 我再也不给您 供猪头了 的承诺 还来不及出口呢 他便隐约在屋子里 嗅到了一股臭味 那臭味隐隐约约 一开始还不算明显 渐渐地 竟是越来越浓郁了 是那种尸体腐烂之后 发出来的恶臭 感觉到有什么东西 在靠近 他一双漂亮的大眼睛 一下子瞪得老圆老圆的 人躺在床上 却半点都没有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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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喘息声 滴滴地 像是人在要断气之前 辛苦地将空气吸入肺内 又艰难挤压出来的感觉 那声音 自屋顶传来 先是在左 后是在右 之后 缓缓停在了 宁仙仙床铺的正上方 又是那种像是要断气的声音 但这一次 那声音更大 也更近了 仿佛环绕在床铺的四周 明仙仙始终一动不动地躺着 暗色中 她的左眼再度变得漆黑一片 而透过重重叠叠的杖帘和瓦片 她看见了一个人形的东西 那东西长着双手双脚 可是没有头 其实是有的 只不过石道掌的头 现在已经垂在了胸口 她的脖子像是被什么东西 给暴力拉扯过 所以变得又长又细 以至于完全撑不起她的头来 于是那颗头呢 便像个大铁球一样 挂在了胸口晃来晃去的 还发出了哈哈的断气声 她是来寻仇的 因为宁仙仙坏了她的好事 让她变成了如此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 反正她如今不喝人血 也活不下去了 那为何不先喝了这丫头的血呢 看她灵根不错 修为也不错 喝了她的血后 自己的修为 也定能多翻一倍吧 想象着那样的未来 石道掌恨不得现在 就咬开宁仙仙的脖梗 然而 这个死丫头不但在屋子里贴满了符咒 甚至供起了玉皇大帝来 道门虽不归这位管 可这位却管着道门的各路大神呢 石道掌气得又哈哈的传起了气来 她寻思 自己不能牵引进去 只能把她引出来了 只要宁仙仙离开了这个屋子 她就能立刻洗干她的血 可是 她明明已经在这屋顶上 从左到右 从右到左 从上到下 再从下到上 都晃荡大半夜了 这死丫头呢 也明明都醒了 却怎么都不肯出来 她是故意的 她一定是故意的 石道掌气得哈哈的喘气声 都更响了 难不成 只能这么放过她 不行 绝对不行 死也不行 她要吸干她 她一定要吸干她 不然难解她心头之恨呢 于是 石道掌疯魔了 也不管这屋子里 够没够玉地了 她开始疯狂地扒了瓦片 当瓦片一片片地被扔开 当她终于扒出了一个 可一人钻下的入口之后 她兴奋地搓了搓手 甩着大头便跳了下去 然而 她甩起的大头 却被一只毛茸茸的巨爪 一把扯住 硬生生地又给她拽了出来 石道掌恶狠狠地一扭身子 哪个不长眼呢 还不放手 这狠话呢 才放到一半 她赤红的双眼 便被吓得猛地急突出来 月光之下 她眼底映出了巨瘦的高大身形 同时映出的 还有对方大张的血盆大口 那是一只巨大的白色的老虎 借着月光 能看清她身形 比只普通的老虎 要大上数倍 以至于她只用了半个身子 就几乎站满了整个屋顶 那屋顶 承受了如此不堪承受之重 居然也没有她 白虎张开她的血盆大口 一口就咬下了石道掌的脑袋 咯吱咯吱地咀嚼声中 她还嫌弃地吐槽 真难吃 将嘴里的人头咽下 白虎爪子里 低令着的身体 被垃圾一般地朝地上一扔 有个女生道 顺子也吃了啊 别挑嘴 白虎确实不肯 还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 然后胡尾甩动着 喵的一声 变成了一只 正舔着粉红脚垫的大白猫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再下期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九十四级 宁仙仙这会儿啊 还躺在床上按兵不动呢 因为不清楚屋顶上 那个没有头的东西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所以小心为上 他在床的四周 以及整个屋子里面 都贴满了驱邪镇宅的符咒 只要这个鬼玩意敢进来 他就能来个瓮中捉鞭 然而 他漆黑的左眼 明明都看到他扒了开瓦片 往下跳了 结果 那东西突然就不见了 嗯 什么情况啊 那东西是猜到自己这底下设了陷阱 所以不肯往里跳了 那麻烦了 明明没有头 他居然还有脑子吗 这不玄学呀 不能冲动 保险起见 他且再等一等 然后 他就等到了一声猫叫 不好 大喵在屋顶 不会被那个鬼东西给吃到了吧 哎呀 这还怎么忍呢 宁仙仙再也躺不平了 蹭了一下 就从床上跳了起来 拉开房门 就 就看到了一具无头尸身 还有正摊在地上瑟瑟发抖的 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的两个倒霉丫头 是这样的 他昨天晚上出事之后呢 宁夫人对这边院里的安全就更加上心了 不但把之前的丫鬟脖子都留了下来 还特意呢 又指派了自己用得极好的两个大丫头 拨给了仙仙用 这俩丫头为表忠心呢 晚上就坚持要替宁仙仙守夜 然后就 受了惊的两个丫头魂魄不稳 隐喻有什么要从他们头顶上钻出来 宁仙仙反手就是两张锁魂符 直接将两人的魂魄锁回了身体后 才安抚的道 别怕别怕 只是个死人而已 两个丫头这才神思回笼地哭了起来 宁仙仙也不擅长安慰人 索性就道 你俩要是害怕的话 就到我房里躲着 里面贴了许多符咒 一般的鬼怪是进不去的 就算是大丫头 那也是下人哪 哪有下人躲起来 让主子顶在前头的道理啊 可他俩实在是怕极了 就一边不好意思 一边隐隐地挪进了屋子 进了屋 两人果然看到了一屋子的符咒 顿时心安了不少 想着二小姐还在外头呢 两个人呢 也不敢关门 只躲在门边偷偷地放着门外 然后他俩就瞧见 屋顶上突然掉下了一团白白的东西 定睛一看 不是二小姐带回来的那只白猫吗 那肥猫虽一身是肉 但不太优雅 凌仙仙激动地蹲下身子 一边揽头 一边倒 还以为你被怪物吃掉了呢 还好还好 吓坏了吧 不过 你大半夜地上屋顶干什么呀 嗯 也是 你们猫的习性嘛 好像就是喜欢半夜里到处跳来跳去地爬屋顶 这会知道害怕了吧 屋顶上可是有怪物的 过 说到这儿 凌仙仙又扭头看了眼那个无头的尸体 确定不是个怪物 是个人 而且 那人身上还穿着一件满是鲜血的旧道袍 凌仙仙立刻猜出了他的身份 该死的 这不会就是那个害我大侄子的石道账吧 他为什么会死在这儿 你知道吗 哦 你也不知道 嗯 只是正好在屋顶上睡觉 就看到他了 想跟我通往报信的时候 他就被怪物咬掉了头 哎 什么怪物这么凶残 给他头都咬了吃了 还嫌弃不好吃 你是说大老虎 真的假的 经常卷有老虎啊 啊 还是白色的 跟房子一般大的老虎 他怎么感觉不信呢 不过 大喵呢 也没有必要骗自己 于是 宁鲜鲜的目光 又重新落到了那个无头的道长身上 这 这都搞出人命了 是不是得先通知大哥大嫂啊 屋里 两个大丫头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你看见了吗 二小姐 她是在跟猫说话吗 是啊 是在跟猫说话 可是 人怎么能听得懂猫话呢 二小姐她该不会是个妖精吧 削你个头啊 二小姐不是才帮咱们大公子治好了病吗 她肯定是个 是个 对 二小姐是个半仙 小石头说的 银翠这会儿啊 也想起来了 是 我想起来了 海管事好像跟夫人提过 二小姐的眼睛能看见鬼 还会捉妖的 八成是仙人转世 两个丫头从一开始的害怕 到现在越说越激动 到最后 两眼都放起了光 觉得有二小姐在府里 真是太好了 娘亲再也不用担心 他们撞鬼中邪了 然而 当她俩激动完毕 想看看仙人转世的二小姐 接下来会怎么施罚的时候 她俩突然发现 二小姐又又又不见了 二小姐找宁格老去了 这个时辰已经很晚了 但宁格老居然不在主屋 还在书房那边审饭人呢 其实 也审得差不多了 只是那两人招出的线索 不够明朗 她需得好好地理一理 便在书房这边多待了一会儿 没想到 宁仙仙 却找了过来 那个 本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九十五集 房门一开 就见着抱着一只猫的宁仙仙正站在门外 也不知是不是错觉 宁格老居然觉得 他的左眼黑得不正常 像是没有眼白 但等他眨眨眼再看过去 又发现 他的眼睛就是正常的 怎么啦 这大半夜的 你那儿不会又出事了吧 下意识的 宁格老就是这么一问 问完他本还觉得 自己这么问是不是不太好 没想到 宁仙仙直接点了头 是啊大哥 我那院里死了个人 你要不要跟我去看看 宁格老心口一致 只觉得太阳穴又一凸一凸地开始跳了 他也就随口问问那位 这都什么破事啊 先是儿子出了事 后来是家里大门被动了手脚 现在还多了个死人 死人呐 宁格老神色大变的同时 当下便带着几个得用的府兵 去了宁仙仙的院子 尸体被府兵们抬到一边的时候 上面还盖了一层白色的布 主要是怕吓到府里的其他下人们 不过下人们知道家里死了个人 哪有不惊恐的呀 一个个的明明怕得要死 却还是身头身脑的在远处张望着 天呐 府里最近怎么老出事啊 是啊是啊 以前是大公子 现在是二小姐 提到二小姐 她这院子里也太邪乎了吧 我记得 昨晚阿珠他们就在这里出了事了 早上醒来时 发现全倒在二小姐房门口 人撂人的睡着 而且每个人额头上都顶着一个大红包 就像啊跟那个被鬼咬了似的 呸呸呸呸 别瞎说 从来只听说鬼吓人 没听说鬼咬人的 你怎么就不信呢 真的 他们的头上是真的都有包 又红又肿的 抹力药还都火辣辣的疼 肯定是邪气入体 普通药物啊 才不管用的 我信 真的 我觉得自打二小姐进入了咱们府 那府里就大不一样了 总出怪事 而且 接人回来前 不是说要任养给夫人做女儿的吗 可她一回来 居然做了葛老大人的妹子 葛老她老人家都能当她爷爷了 哎 对对对 且二小姐脾气也很古怪 非要把好好的鲜花拔了种上草 那是夫人让拔的 这你可不能冤枉了二小姐 八卦总是热闹的 下人们你一言我一语的 说这的也有 说那的也有 宁仙仙呢 其实全都听见了 修行的原因呢 她的五感比一般人要敏锐 不过 她也没做解释 只催着身边的宁哥了 大哥 你看看 你快看看 宁哥了 又不是什么好看的东西 催什么催 宁哥老深深地叹了口气 一个点头示意 立刻有府兵蹲下 替她掀开了那盖着尸体的那块布 宁哥老就这火把映出的火光 看了那尸体一眼 就是一眼 饶是见多识广的她 也给吓了一大跳啊 哎呦 怎么没有头啊 且比起没有头 更叫人恐怖的是 这个人的脖子太细了 细的就跟一条麻绳似的 她脖子怎会如此 这真的是人吗 嗯 我确定 这是个人 而且 她好像是那个 乘风罐的石道长 只是头没了 我无法确定她是不是 所以让您来看一看 要不 您找人去乘风罐 请个小道士过来认认识 说完 她又想起来 宁哥老可能不知道 石道长是何许人也 便凑过她耳边 神秘兮兮兮地提醒她 大客 这个石道长 好像就是替那武家小姐 绑大侄子的那个 只这一句 宁哥老神情顿时大变 你确定 不确定 宁仙仙坦率的 毕竟她头没了 宁哥老再一次看下 那无头的尸体 确实 因为没有头 连长相都不知道 谁要能确定什么呢 但乘风罐 之前夫人请回家 给儿子看看的那位雪山道长 好像就是乘风罐的罐主啊 司机此处 仿佛有什么不算明显的东西 在脑中慢慢地连成了一条线 宁哥老这心里七上八下 一时想起最近府里发生的各种怪事 一时又想起 近日抓进府里的两个假乞丐 顿时 各种阴谋论皆于心中浮起 说起那两个乞丐 一开始 两人还死不松口 后来按照宁仙仙的法子 暴打了一顿 果然就老实了 据那两人交代 他们呢 是收人钱财 替人办事的该溜子 有人出银子 让他们盯一阵子 格老府的动向 大小动静都得盯 包括 但不限于 格老府夫妇出行的时间 来没来客人 来的是什么客人 以及府上的采买购进 和所有大小事物等等等等 这听起来呢 很像是宁格老 被什么人给针对了 但他呀 是个精明的老头 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觉得此二人 早来不盯 晚来不盯的 偏就是在大门 被换下来之后才过来 就很是能说明问题了 那幕后之人真正要盯的 应该还是大门的消息 只不过 出银子让人盯一个大门 就太过目标明显了 所以 才让别人连着其他的一起盯 可是 这怀目大门到底有何玄机呢 只是想陷害一下自己 还是说 真与公布 翻修行宫的事情有关 是有人摊没了银子 在翻修行宫的材料上 做了手脚 但公布翻修的事情 与自己又有何干系呢 为何要害他呢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再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 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 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九十六集 宁格老想不通 此中关巧 但直觉 最近这所有的事情 应该隐约有着 某种说不清 道不明的联系 吐的 他脑中灵光一闪 那五家里面 不就有两家人 正好在公布当差吗 会是其中的一家 在搞鬼吗 宁格老越想越觉得 此事水深 但此时 他脑中线索 杂乱无章的 一时竟 怎么也理不清个头绪来 磨了把额头上 冒出的冷汗 宁格老最后决定 还是走一步看一步 先静观其变吧 于是 他差人先去报了大理寺 说是府上啊 出了无头命案 请贺大人速速前来 贺大人果然速速来了 但来的路上 他就感觉自己要疯了 之前那个吸血干湿的案子 都还悬着没有解决呢 这又来一桩大案 且出事的还是阁老府 贺大人觉得 他是不是该辞官了呀 虽说他也明白 自己站着这个大理寺卿的位置 是德不配位 可几年干下来 虽说无功吧 但也无故呀 怎么今年就这样了呢 而且京城出了命案 这第一要报的不是京兆尹吗 为何一个名帅要找他 一个宁格老还是要找他 他大理寺本就是个刑法机构 主刑法司法 不是主督办查案的呀 可官大一级压死个人呢 他们要找自己 自己还能真不理啊 这贺大人是有苦难言的 进了格老府之后 连口气都没敢多喘 就去看了那无头死尸 这一看啊 塌了个气 那么细的脖子 怎么能说是人呢 他见过的人可没有长这样的 偏生宁格老还坚称 这个像是人 但又不像是人的东西 他极有可能是乘风罐的石道长 让他赶紧拆人到罐里 找个小道来认人 贺大人无法呀 只好又派人去罐里 请了那雪山道长来认诗 雪山道长来得很快 身边还带着一个 看起来十三四岁的小道士 认诗这种事 自然得身边最亲近 或者最了解的人来做 这小道士据说 是石道长最小的徒弟 另外两个啊 已经被石道长吸成人杆了 小道士之前听说师父入魔 还吸死了两个师兄之后 他一直就很害怕 总觉得师父那么疼他 说不定哪天就得回来 把他也一起吸死了呢 所以 当他听说师父可能死了 大理寺来找人去认诗之后 便主动请婴 要过来看看师父最后一眼 其实 他是过来确认一下 师父是不是真死了 虽然这想法上有些大不敬 但他实在是害怕呀 雪山道长不知内情 还感念他一片孝心呢 就真把人给带来了 只是来了之后吧 狮子俩都傻眼了 没有头的狮身 这要怎么认呢 且如果单开那个脖子 就不可能是石道长了 最后 还是小道士灵机一动 主动拉起了无头狮的衣袖 很快 他就在尸体左上壁处 找到了三个红色的小痣 要说这人身上长痣啊 不奇怪 别说是长三个了 就是长三十个 那都不奇怪 可红色的小痣 且长的位置都是一模一样的话 那就不能说是巧合了 小道士指着那里 激动的道 这个人就是师父 不会错的 关注师伯 您看 师父这儿 就是长了三个小红痣的 师父以前说过 这是三颗极致了 这儿 极致 这话要是平时听着 说不得还会惹人羡慕呢 可现在听来就很打脸 毕竟 长了三个极致的人 最后成了魔 还死无全尸 成风灌交出这样的弟子 真是颜面无存啊 雪山道长脸色不好 不悦地瞪了那个小道士一眼 不过 这么多人还看着呢 他也没好意思 当面训练小道士 不会说话 只上前看了看那三颗小痣 像是认真地回忆了一番 最后 他也肯定地点了点头 是啊 这三颗极 平道以前也见过 此人 却是时时地无疑了 只是他的脖子 为何会如此 闻声 贺大人在心中 默默地翻了个白眼 不是号称大师吗 大师你都不知道 问我看什么 不过 范外白眼的贺大人 还是将请教的目光 投向了宁阁老 阁老大人当然也不知道啊 于是 他又抬眸 望向了宁仙仙 宁仙仙毕竟还是个 未出阁的闺秀呢 虽然这个闺秀二字 要打上重重的双引号 但外难入府 还要入他的院子 他自然也得避嫌呢 可他毕竟是受害人 兼第一目击证人 阁老也就没让他避太远 只让他戴了一点大大的围帽 就是帽边上垂着薄纱的那种帽子 站在不远处等 这果然就等到了他老人家求助的目光 宁仙仙大大方方地走了过来 宁阁老便意思意思地替他介绍他 这位是大理私心 贺终林大人 宁仙仙扶了个身 小女仙仙见过贺大人 这第一次当关小姐没有经验 这个请安的姿势啊 还是临时让金桓和银翠教他的 反悔得不好 一扶身下去 别别扭扭的差点没摔着 得亏宁仙仙虽然没有淑女底子 但还有功夫底子 这才勉强稳住了身形 没有倒下 那个 本集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的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九十七节 宁哥这时又跟贺大人介绍道 这是老夫的小妹 宁仙仙 贺崇领满脑门问号地看着宁哥了 好一会儿都没能反应过来 可是他的老天鹅呀 宁仙仙这个名字他记得呀 那不是之前皇上赐婚给明帅的那位宁小姐吗 但 但那不是宁哥老任养的闺女吗 这怎么就成小妹了呢 宁哥老如何看不懂贺崇领的疑惑呀 他只是假装什么也没看见 只扭头去问宁仙仙 贺大人方才问 死人的脖子因何如此 你可知道 宁仙仙摇头 这我也不知 但是他的头应该是被老虎吃掉的 此言一出 贺大人立刻惊问 京都怎会有虎啊 我也不知道 但我们家大喵亲眼看见的 他不会说谎 宁仙仙双手将白色的肥猫朝前那么一送 就是他 今夜他正好在屋顶睡觉 恰好看见那白虎吃人头的一幕 差点给他吓死了呢 贺大人贺其他人 这先前他说有虎出没还吃了人头 大家是真的被吓了一大跳 那毕竟 最近室友传言说京郊有虎 还在山里伤了人 后来这事啊 不知怎么的还传进了宫里 皇上居然大感兴致 还派了进军统领上山捕虎 当然 最后抓了一个月 这毛都没抓着一根 众人便心知肚明 这虎怕是无中生有 别说是一个月了 恐是一辈子那也抓不着啊 结果 宁仙仙突然说 有虎在格劳府出没 这便立刻引起了贺重领的重视 他刚想再仔细问问情况 宁仙仙这一改口 便又成了白虎 嗯 就连宁哥老此刻都尴尬地摸起了鼻子 他干咳了一声的 宁仙啊 你是说 是这只猫跟你说的 可是 它只是一只猫啊 难不成 它还能说人话 当然不能 但我听得懂它的话 宁哥老大为震惊啊 你还能听懂猫语 不止是猫 很多小动物的话 我都听得懂 宁仙仙实话实说 但它的大实话 却又一次令在场的众人 鸦雀无声了 宁哥老动了动嘴 欲言又止 那位贺代呢 居然已经遍开了头 跟与它同来的某个差异 说起了别的话 宁仙仙明白 人家这是不信的 不过 听得懂兽语这种事 对它来说 虽是极寻常的小本事 可于常人而言 大约确实难以理解 它想了想 只能说 要不 你们随便找一只小动物 来跟我对对话 贺宠令觉得没有必要 别的就算了 但能听懂兽语什么的 它就算相信 这世间有人做得到 也不信 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丫头 能做得到啊 更何况 这可是格老府的千金啊 好好地大家闺秀 不学绣花 学兽语 是哪家的父母 如此不做人呢 贺大人是不信的 所以他连连摇头 但又恐上了 人家格老千金的颜面 便委婉得到 啊 那就不必了吧 若是动物所言 日后也当不得 呈堂正宫 不如 不如 把你们大理寺的 镇牙之犬 牵一条过来试试 您格老打断了他的话 直接的 听说一只叫灰大狼 一只叫红大狼 后来还生了一只狗仔仔 叫笑天狼 就把那只小的笑天狼牵来吧 贺宠领一听 顿时神容大变 哎 使不得啊 格老 小天太凶了 恐会 吓到二小姐 若您真要找条狗来的话 不如随便拉条 砍门的狗来试试啊 您格老却白白手 随便找一条 怕是不能让你这位 大理寺金 心服口服啊 就那条吧 着人去见 搞快点 相较于贺宠领 您格老自是更信宁仙仙 毕竟 这两人府里发生的一切 他都亲眼所见 对宁仙仙的本事 也是有所信服的 但贺宠领却不知啊 他一想到那只 重达二百斤 一顿要吃四斤生肉的熬犬 就冷汗直冒 哎呀 不行啊格老 小天真的很凶 会吓着二小姐的 不会 我不怕狗 他说的实话 可人家却不敢信呢 只以为他是生在规格 没怎么见识过 世间的狗子有多黑啊 哎 不一样 不一样的 那只小天狼的父母 都乃纯种熬犬 他更是生的高大凶猛 冲进狼群都能咬死一大片 若是将他前来 跟二小姐对话 不不不 真不能牵来 真不能 翱犬呢 是那种在雪山地区放牧之人所养的那种 体型巨大 全身长矛的那种吗 何大人心中一松 是 所以啊 真 那也没事 狼我也不怕 到底是何种心大的父母 竟养出了这般天不怕地不怕的傻丫头啊 那个 本集已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九十八集 何大人本是一片好意 怕吓着人家小姑娘 更怕因为吓着她 导致与格老府生出嫌弃 奈何人家出生牛犊不怕虎 完全心里没有B数啊 那还能咋的啊 是他自己找下 那他就只能成全了呗 何大人咬牙 柳神对身边的差异 小声地吩咐 去 把萧天牵过来 那差异却提醒他 大人 萧天在咱们衙门里 都是拿双道铁链锁着的 若真带来格老府 万一伤着这位二小姐 咱们怕是 吃不了兜着走啊 你当我不知道吗 可我有什么办法 何大人磨着牙 那就 多夹两条铁链拴着它 看紧点 别让他真赏着人就好 那差异听了 仍是满脸为难 真不是他危言耸听啊 是他们大理寺的 这三条铁犬 那在京都都是出了名的 据说 最初是某个猎户徒新鲜 从雪山上带下来 一公一母两只小狗 但这种狗呢 小时候有多可爱 这长大了 就有多凶猛 铁犬体型巨大 咬合力强 只一条就能与群狼搏斗 还不落下风 于是猎户给他们取了个名字 灰大狼和红大狼 凹犬身形大 饭量自然也大呀 每只一顿呢 就要吃两三斤生肉 等闲人家根本就养不起 猎户这才脱了门路 将这两只卖入了关甲吃黄粮去了 要说这两条狗呢 倒也争气 来到大理寺之后啊 真的帮忙破了许多的悬案 后来又下了一只小狗仔 取名孝天狼 正所谓虎腹无犬子 两条幽质的鳄犬 生下的纯种鳄犬 自然是胸上加胸了 小孝天狼才半岁 便被带出去破了桩大案 那之后啊 衙门里几乎将它供起来呀 还都是朝着凶狠残暴的方向养的 他一成年 就差点将再逃的三名重犯 活活给咬死 如此鹤犬 后来就被当成了镇牙之犬 轻易都不会带出去 但真要带出去了 得的必然是凶犯要犯 是咬死了也不用担责的那种 结果 现在却要送到格老府 跟那位娇滴滴的千金小姐对话 柴玉觉得 会提出这种要求的宁儿小姐 那就是个疯的 由着他发疯的宁阁老那也是个疯的 偏上他的吩咐呢 他不得不听从 于是便老老实实地回去牵狗去了 大理寺这边 负责养狗的阿丽听说了前因后果 他吓得说话都结巴了 可 可是 哪怕是带红大狼呢 这只魔犬性子还好把控一点 小天的话 没四条链子是拴不住的呀 我不知道嘛 可是宁阁老坚持 他家的那位二小姐又不知道天高地厚 咱们还能怎么办 哎呀赶紧的赶紧的 再找两条铁链子来 把阿强阿壮和阿胖都叫上 这去晚了也是要挨骂的 阿丽只好将其他三人一起叫了过来 却说呀 这孝天原本睡得好好的 突然就被他的铲屎官给叫醒了 还有出门 孝天很是不爽 张嘴就是一口咬向阿丽 当然他只是假咬 可还是吓得阿丽脸色发青 阿丽嘴里不停地哄着劝着 哎呦我的狗祖宗 您行行好跟我们走一趟吧 都完事了 回来我给您买新鲜野兔吃 买两只 不买四只行不行 狗子天生爱追兔子 就算是熬犬也不例外 一听说有兔肉吃 孝天这才不情不愿地起来跟他们走 只是平素他呢都是威风惯了的 上哪儿都是一路尾巴翘得老高 一晃一晃的摇 这种嚣张的态度 直到他进入阁牢府 才骤然收了钱 待他入宁鲜鲜的院子 只远远地瞧了那边一眼 孝天突然抽动鼻翼 小心翼翼地闻了闻 一闻之下 他一双狗眼突然打张 然后望的一声 撒腿就往回跑啊 一两百斤的狗子 可怜扯着他那四个力强壮胖 连吃奶劲都使上了 还差点没拉住呢 而被拉着跑不掉的啸天 神经惊恐 狗脸惊慌 汪汪地直叫完 天哪 这是什么地方 为何会有如此强的杀气 我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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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杀狗了 大妈 快来救救你的狗儿子吧 大理寺妹 灰大狼和红大狼 突然各自打了个喷嚏 对啊 这狗呢 也是会打喷嚏的 只不过 今儿他呀 一起打了 就还觉得挺新奇 红大狼道 老公啊 我怎么感觉 听到咱儿子的声音了 咋可能呢 老婆 你一定是听错了 他不是被带出去执行公务了吗 早就走远了 可能吧 可我怎么总觉得 咱儿子在叫我呀 他不会被谁欺负了吧 看你说的 咱儿子不欺负别人就行了 谁还能欺负他呀 那也是 那咱继续睡吧 于是 红大狼便朝灰大狼那边凑了凑 两个狗子很快就又挨在了一起 呼呼地睡去了 那个 本集已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的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九十九集 格朗府这边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叫爸妈也完全没有什么 卵用的笑天狼 差点瞎尿了 他四条腿一直都在抖 动物的直觉 原本就比人类灵敏 所以 往往在有天灾大获发生之前 很多动物都会有很激烈的反应 比如此刻吧 笑天虽然什么都没看到 但却强烈地感受到了 那股异常的气息 有大妖在此 岂是那种 他连直视都不敢的上股大妖啊 笑天狼惊恐万分 救命 救命啊 谁来救救狗子啊 他狂叫着 那副明明很恐惧 在别人看来 却是凶神恶煞的模样 不止吓到了格朗府的下人们 就连拉着他的力强撞胖 也快招架不住了 阿丽快哭了呀 我的狗祖宗哎呦 你醒醒好吧 别闹了 你就别闹了 我们快拉不住你了呀 阿强也哭 他这是咋的了 他这是受了什么惊吓吗 怎么叫成这样啊 阿强平时挺憨的一个人 没想到 这一次居然说对了 可惜没人信他的话 咋可能是受惊了呀 咱们小天只有惊到别人的份 哪有别人惊到他的份 你看看他那猙獰的表情 再看看他那封叫的劲 我觉得他是兴奋的 肯定是这儿真有中犯 他迫不及待的要冲上去 帮咱们抓人呢 阿胖觉得有理 是 我也这么觉得 格老府上肯定有问题 还是大问题 但是小天这么疯 咱们也不敢撒手让他冲啊 这万一犯人没咬着 咬着这府里的什么金贵人 咱们可就吃不了 得兜着走了 立强壮胖纷纷点头 顿时一个个的更加咬紧了牙关 死死地扯着铁链子 小天平时那么猛的一条狗 这时被他们四个拉得都快站不住了 他狂甩着舌头 撕心裂肺地叫了 这些愚蠢的人来 快放开我 这里有大妖啊 我马上又被吃掉了 你们快点放开我 然而 立强壮胖都听不懂狗语 以为小天叫得这么凶啊 是想挣脱铁链 于是 他们手上用的力道就更大了 不远处 将这一幕看到眼里的格老府下人们 一个个的都被笑吞的模样给吓坏了 原本过来迎接他们的下人 也是远远的不敢上前 有一个胆小的 甚至都爬到了树上在抖腿 天哪 这就是大理寺那条恶犬吗 真的好饿呀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样凶暗的狗 这哪像是狗了 这么大 这有两三百斤了吧 怪不得说可以与狼相搏 太吓人了吧 对呀对呀 你瞅瞅他那个胸壳的表情 你再看看他那长长的毛发 听听他的声音呀 哎呦 这是真的狗吗 这是狼吧 哎呀别扯了 狼不是这么叫的 哎哎哎好可怕好可怕 哎真的好可怕 同样在心里疯狂叫着好可怕的笑天 已经放弃了挣扎 他看着面前不知打哪儿飞下来的一只花母鸡 四肢一软 直接就趴倒在了地上 也不敢狂吹了 只委屈巴巴的低着头 不敢看大佬的样子 还怂怂的发出了普通小奶狗 才会发出的呜呜的声音 他突然一停 倒是把力强撞胖四个 给搞了个措手不及 他们收力不及时 四个人齐齐地撞在了一起 瞬间摔成了一堆啊 可这回子谁也顾不上形象了 赶紧一个个趴在地上 狠狠地拽着链子 生怕笑天又出个什么幺蛾子来 真的窜出去 把普通人给咬死了 然而 他们的担心呢 显然是有些多余的 恶犬笑天 现在哪里还有半分平时的气势 乖得简直啊 就跟个狗孙子似的 而让它变得如此乖巧的 居然是一只 老母鸡 虽然这只母鸡看起来 不太像是正经的家鸡 五颜六色的羽毛 比这山里的野鸡啊 还要灿烂 但很快的 立强壮胖又警惕了起来 哎呀 笑天那样流着口水 一定是想吃了这只鸡啊 这可是格老府的鸡啊 其实他们大理寺的狗能吃的呀 四人一个眼神对视 赶紧又各自地拽进了铁链 可怜的笑天现在已经不挣扎了 却被他们四个人拽得直直往后滑 他怎么不动了 笑天那个表情怎么像是在害怕呀 别扯了 一只老母鸡而已 人都不怕 笑天怎么会怕呀 可是笑天心里苦啊 因为他是真的怕呀 这些愚蠢的人类 根本就不知道眼前站的并不是什么花母鸡 而是一只上古大妖啊 虽然笑天是只普通的狗子 根本就看不出对方的本体是什么 但他哪怕闭着狗眼 也可以感觉到对方身上源源不断 正涌出来的强大的妖气 他又呜了两声 害怕地把狗头捶得低低的 就像在给对方磕头求饶似的 别吃我 我肉很老的 一点也不好讲 对于笑天的反应 阿花很是受用 他迈着高贵的鸡脚 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笑天 笑天瑟瑟发抖 狗头都不敢抬一下 眼看着阿花就要走到笑天的跟前了 阿力突然撕心裂肺地叫了一声 别过去 他会把你吃了的 果然 几乎在他叫出声的同时 笑天已经张开了他的血盆大嘴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期等你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一百集 立强壮胖同时窒息 心想 玩哩玩哩玩哩 玩犊子溜 这笑天要是吃了格老府的鸡 估计他们四个也得一起被炖了 然而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让他们四人的眼珠子都差点掉出来 因为 那只他们平时在衙门里当成祖宗供养 只要带出去就是趾高济阳 狂放嚣张 见谁都要吼一嗓子 凶恶无比的笑天狼 虽然张开了他大大的嘴 却只是伸出舌头 舔了舔那只老母鸡的脚 笑天乖乖的 软软的 甜甜的 叫了一声 那个声音谄媚的 立强壮胖四个人的寒毛 都快竖了起来 这还是他们家那笑天吗 不会是被哪家屠狗给穿了吧 几人魂不守舍地看着这一幕 一个个开始怀起人生来 因为大受刺激啊 以至于手里的铁链 都抓得没有那么紧了 然而 就算他们不拽铁链了 笑天呢 也还是乖乖地趴在那 跟只怂怂的狗腿子一般 再讨好地跟那只花母鸡 友好的交流 狗子 算你识相 本尊就布置你了 待会儿乖一点知道吗 配合着我们家小主子点 一听说不吃它 笑天立刻激动了 啊 敢问大佬 您家小主子是谁啊 葛老府的二小姐 宁仙仙 就是他们要带你来见的人 好的呢 大佬 狗子等一下 肯定好好配合您的小主子 嗯 那就这样吧 一会儿 急得机灵点 对了 小主子不知道本尊是谁 你也不许多言 好的大佬 狗子知道了 感恩大佬 叩谢大佬 西童狗讲了一阵子 阿花终于迈着 六亲不认的步伐离开了 不过离开之前 她还施舍般地 用她的鸡爪子 揉了揉笑天的头 就跟揉那些小鸡崽子似的 笑天瑟瑟发抖 一动都不敢动啊 任机揉搓 之后才阴阴窃窃地 目送着大佬离开 而拽着铁链的四位 力强撞胖 这时啊 已经彻底被这一幕给惊呆了 他们看到什么了 这是现实中会发生的事情吗 他们家笑天到底怎么了 那只老母鸡 为何可以用鸡脚踩她的头啊 这是狗性的缺失 还是道德的沦丧 笑天为什么不反抗啊 笑天哪里敢反抗啊 她现在正吐着舌头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庆幸自己好险好险 终于捡回了一条狗命啊 但是 笑天一回头 狠狠地用忧怨的眼神 瞪着面前这四位 都怪他们 要不是他们带她来这儿 她岂会受到如此惊吓 力强撞胖哪里懂得 一条狗的眼神呢 只觉得 刚才还软软的小怂狗 现在又圆形毕露 成了人间恶犬 好家伙 这一条狗还有两副面孔呢 好在 笑天呢 也就看了看他们 没有真的扑上来咬人 力强撞胖四人 松了口气的同时 就见笑天高傲的一扬头 哄了一声 示意他们带路 可这力强撞胖是真听不懂狗语啊 哪里知道她这什么意思呀 还是阿力平时跟笑天待的时间长 最懂她的情绪了 这时间她似乎彻底平静了下来 便讨好地跟她打商量 笑天啊 那我们现在带你去见见大人 笑天十分不愿 但还是勉强地点了点头 她这个头一点呢 差点又把力强撞胖给吓死 哦 这狗子成精了 她还会点头呢 她 然后 他们就在这种晕乎乎的 以后可不能再把这狗子当狗的复杂情绪中 带着笑天去了贺大人 大人 笑天带到 阿力手完铁链上前禀报 可还不等她把话说完呢 笑天突然嗖了一下 直接窜出去了 她窜的方向 正是宁仙仙所立之处 可怜那阿力完全没有防到会有这么样突发的情况 话材禀到一半 就被笑天拖拽在地 之后啊 一路拖向了宁仙仙 贺崇领大惊失色 哎呀 不好 快拉住她 别让她伤了二小姐 然而 她话还没说完呢 就见宁仙仙十分淡定地对着笑天竖了根手指 噓 安静 笑天果然安静了 站在她跟前十分狗腿地吐舌头 小主子 是我是我就是我 我奉了大佬之命来配合你的 要我怎么配合 你快说 什么大佬 什么小主子 原本还在疯狂吐舌头卖萌的笑天一下子震住了 她苟远瞪得圆圆的 难以置信地望着宁仙仙 等等 小主子 这是能听懂她的话吗 笑天兴奋地将尾巴摇成了大风车呀 小主子 你是能听懂我的话吗 真的吗 真的吗 你真的听得懂我说的话吗 对啊 我听得懂你说话 所以你先冷静一下 不要这么激动 你看 你都把他们拽翻了 那个 本集已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101集 笑天回头看了一眼 那四个不中用的蝉屎官 嫌弃得一撇嘴 是他们没用 小主子你别管他们了 赶紧吩咐我要怎么做吧 虽然宁仙仙也不明白 这条狗怎么就这么自来熟 还一口一个小主子的叫他 不过 这么给面子的狗子 他也是喜欢的 他隔着帽帽 笑眯眯地看着他 还伸手摸他的头 是这样的 我说我听得懂兽语 赫大人不太相信 你就配合我一下 证明一下 我确实听得懂 你说的话就行 笑天弯弯叫 疯狂点头 疯狂摇尾巴 然后宁仙仙就开始了 他的表演 坐 笑天立刻后腿弯曲 前腿直立 坐在了地上 立 笑天立刻站直了身体 转圈 笑天立刻乖乖地转圈圈 跳 跳 咬尾巴 最后一个指令下达 笑天已经果断地咬住了自己毛茸茸的大尾巴 宁仙仙十分满意地又伸手揉了揉他的头 笑天顿时眯了眯眼 又伸出舌头 哈哈地喘起了气 赫大人瞠目结舌 一时间竟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 这是 这是笑天 这 这就是你们传说中的镇压之犬 不是说很凶的吗 这看起来很乖的呀 让做就做 让站就站 还给随便摸 这个随便啊 就用得很是灵性啊 赫大人心情复杂 想他亲眼看着笑天出生 第一次出去办公差 也是他亲自带的 可他 还从来没有摸过笑天的头呢 他忍不住看了看自己的手 是他不配吗 不 是他不敢 可是别人怎么敢的 赫大人也想摸一 不 就瞅瞅笑天那张凶神恶煞的脸啊 他其实也并不是很想摸 不过这会儿 他倒是对宁仙仙有些刮目相看了 所以 宁阁老府上的这位二小姐 居然真的能听懂授语吗 那么 赫大人突然惊恐 哥老 二小姐所言不虚 那岂非 京都真的有虎 这一问 宁阁老也沉默了 是啊 若京都真的有虎 那问题可就大条了 两个老狐狸 心中都各自有自己的小九九 宁阁老担心的是 此事远比想象中的要复杂得多 他们府上就这般被牵连进去 之后呢 是福是祸实在是难以预料 他必须要趁早筹谋 而赫大人想的则是 这两个大悬案直接变成了一个 还是有着千丝万缕各种关联的 他到底要如何才能破得了这样的案呢 是不是干脆也得使出关大一击压死人 和拖人下水的大招 直接把球踢给其他的人呢 虽然说这么做是有点缺德 但死倒有不死贫道啊 那别人掉脑袋总好过他自己掉脑袋不是 顾不上那么多了 于是贺崇领双手一抱拳一脸谨慎 阁老 此案内情复杂 牵连甚广 空还与妖务有关 下官觉得 还是得交给更有经验的人 来与下官一同联手 查办比较好 比如 京兆尹的苏大人 大院皇朝的京兆尹 乃是同管京城治安的最高行政长官 能在京都坐稳京兆府尹的人 除了能力卓绝 口才出众之外 还得有力压权贵的强大背景 郑国公府的苏氏甲 现任京兆府尹 就是一个最好的人选 且此人手底下 有两名特别能干的不良帅 京都的治安 在此二人管辖之下 已有八年废友大乱了 所以 与其说贺崇领 是想拉京兆尹下水 不如说 他是想用苏氏甲手底下 那两位能力来办案的 宁歌老是何等精明的一个老头啊 还能不明白 他打的什么如意算盘吗 要说宁歌老不叫苏氏甲过来 本也是有意维护的 众所周知啊 京兆尹是个很不好干的官 京都人多 高官权贵更多 若京兆尹阮事 预案不敢强办 也不敢得罪那些权臣熏贵 那京都的社会秩序迟早要大乱 皇帝会震怒 甚至会罢了金兆尹的官 但若金兆尹强势吧 来个天子犯法与树名同罪 便会得罪京都那些王侯将相 皇亲国戚们 而这些人 全都是直达天庭的大牢 得罪了他们呢 今天这个弹劾 明天那个弹劾 皇帝听得多了呢 一样会震怒 金兆尹的下场 大概也只剩下沙头了 宁歌老与镇国公府已故的老国公是顾交 示意 向来对镇国公府的人多有照顾 他明知此案难解 便不想让苏世甲来趟这趟浑水 不曾想 这贺崇领却主动提及要与那边合力侦办 京都的治安说到底啊 也归金兆尹所管 贺崇领若不提及 暗自吃了这哑巴亏也便罢了 现今他提都提了 宁歌老也断没有拒绝之理啊 毕竟 除了这老虎咬死了人 还有他家大门的事呢 贺大人这边见宁歌老由于半晌 却不接话 还以为他老人家要拒绝自己 连忙将之前的干事案 也一并跟他提了提 他严谨一概只提重点 这一提 宁歌老又大吃了一惊 你是说 那些干事皆是这位石道长所为 正是 且此事明帅可谓下官作证 他乃亲眼所见 作不得假 怎得又扯上了明帅 贺崇领心说 自己也不想扯上他呀 可这不是您犹豫着不让自己拖别人下水来一起顶锅的吗 那他还能怎么办呢 拖一个是一个 那再两个算一双呗 是不是 于是 贺大人又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的将案情的另一个细节 又与宁歌老详细的说了一遍 那重点说到的 便是明帅奉旨补虎 虎没补到 却撞上了吸血道长这桩神秘事儿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再下期等你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102集 补虎啊 宁歌老隐约眉头一跳 心道 那既是与虎有关的 此案也确实越不过明帅那边 毕竟 那皇上要的虎 还得明帅捉不是啊 只是 先前大家都以为 京郊根本无虎 只是皇帝为了给明帅找点事做 才特意整的这一出 可我一曾想 还真有虎 且是白虎 宁歌思量再三之后啊 直接的 既如此 让明帅也一起过来吧 哈 哈什么哈 让你着人去通知明帅 请他明日过牙一叙 宁歌老说着 还催促的 还不快去 贺大人苦着脸 他不想去啊 为什么苦差都找他呢 偏这会儿呢 宁歌老还没完呢 他又说 对了 贺大人 能否借你大理四点人手一用 老夫的家将身手虽也不弱 但毕竟不多 若再遇上这等入魔级别的恶徒 怕是也难以抵御 更何况 府上之前还有猛虎出没 你看 贺大人一听立刻的 应该的 应该的 只是 您若真想借些人手 保护福利周全 这找下官 不如找明帅呀 您想想看 他手底下的家将 可不比下官手中这些杂兵 那个个骁勇善战 以一当使啊 这一说 宁歌老还真是有些心动了 但 这 不大好吧 怎会不好 明帅不是您 未来的成龙 快 妹夫吗 那贵府 有威 他派几个家将过来帮一帮 不也是 应该的吗 宁歌老觉得是这么个理 于是 便顺势道 那便劳烦贺大人了 不知自己怎么又要被劳烦的贺大人 满脸的问号 不是 这怎么又成他的事了 可还是那句话呀 那官大一击压死人呢 人家宁歌老乃当朝首府 正一品 他小小大理四卿 不过正三品的官员 还能腻了人家咋的 于是乎啊 离了格老府的贺大人 又愁眉苦脸地直奔了将军府 可将军府好来 明玄夜却不那么好见 福利的管家告诉他 明帅进宫了 皇上召他去问话 至于问什么话 管家自也是不知道的 贺大人不由暗暗松了口气 赶紧留下一封手书 便匆匆地告了词 待明玄夜从宫中回来 已经晌午 他身份特殊 脸又生得过于俊美 为了保持对外的神秘 与威仪 便是入宫 他脸上呢 也会代付鬼面 只不过 进宫面圣时的鬼面 只有半截 竟挡住上半张脸 留出下半张 好教皇帝 分辨是不是他本人 扮回了将军府 这东西自然也是不带的 顺手接下 露出他那张 精雕细琢的脸 便是北方的寒天冰雪 也未曾吹损他半分的好颜色 他是个男人 还是个沙场上杀伐决断的将军 偏伤他的五官 却遗传自他的母亲 眉是那种斜飞入病的眉 眼是那种杏和琉璃般的眼 从眼角到眼尾 每一段的线条 都仿若公笔白描的墨线 若非一身黑衫蟒袍 换上公子长服 那绝对是世间男友的 翩翩家公子啊 可惜 他身份特殊 常年不是玄色 便是一身盔甲 有时候还故意把自己 弄得又糙又野的 可纵是如此 每当明玄业露出真言 看过之人 一接会纷纷败倒 这也是他为何 常年鬼面照脸的 另外一个原因 不过 饶是再好的颜色 那看得多了 也变习惯了 明管家就是 在他看来啊 他们家公子 就是他们家公子 那张脸好不好看什么的 他一个老头子 那有什么感觉 管家一手 接过他取下的鬼面 一手将贺大人的手术 赶紧称上 公子 贺大人说 宁格老妖宁明日 到大理寺衙门一叙 还想问咱们府上 这些人手 您看 将军府的管家 在府上待了几十年了 是看着明玄业长大的 所以 他向来不换他主帅 只像儿时一般叫他公子 明玄也望向管家 你说 格老要跟本帅借兵 他的眼睛很大 但并无女性的水光炼眼 只是每每认真看人的时候 那乌漆漆的眼瞳 便仿佛能把人生生地吸进去 明管家最是不敢看他家公子的眼 只好低着头 不是借兵啊公子 是借几个身手好的家将 过去去护一下格老府的安全 哦对了 说是主要护那位 刚接回府的宁家二小姐 提到宁二小姐 明管家忍不住 悄悄拿眼 缩了他们家公子一眼 说起来呀 他家公子什么都好 就是性情寡淡 对男女情势呢 也从不热衷 嗯 好吧 岂止是不热衷啊 那几乎是到了冷淡的地步 明明的二十有六了 房里却一个伺候床前的丫头都没有 更别说是妾室了 在将军府众人眼里啊 他们家公子 那就是一个忘情绝爱的典范呢 这么些年 老夫人是一直担心 他这好大孙 怕不是要孤独终老 没想到 皇帝突然给赐了婚 虽然说皇帝 也不见得就存了什么好心思 但只要他们家公子 肯娶清生子 他们就能闭着眼睛 假装皇帝是干了件好事的 而这会儿呢 总算有关于这位 宁儿小姐的消息了 民管家自然会比较在意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在下集等你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 爆笑灵异有声精品多人剧 算命吗 战神夫人超准的 作者洛兰 冷月浅浅 倔强的小红等为你演播 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第103集 民管家深深地看了眼他们家公子 继续的 据说昨夜格劳府发生了命案 有个妖道 死在了宁儿小姐的院子里 只这一句 原本正在拆手术的明悬夜 突然又抬头看了民管家一眼 民管家不由后背都挺得更直了些 赶紧补充道 不过公子您放心 二小姐没事 那倒是已经死了 据说是被一只白虎咬到了头而死 白虎 男人长长的眼睛一颤 碎黑的眸铜间 闪过明显的压色 何重领说的 是 贺大人也只是随口提了提 多得也位于老奴讲 公子若想知道更多 可派人去请贺大人 或者直接派人去格劳府上问问 宁玄也摇了摇头表示不必 他轻轻抖开手书 一行一行地看了起来 虽说这贺重领本事不大 但毕竟也做了几年大理寺卿 那主审的案子再不多 写这些案情汇报之类的 仍十分有经验 信中他严谨意该地交代了几个重点 大意呢 也就跟管家说得差不多 明日宁格老约他去大理寺府衙一续 似乎还会叫上金赵颖的苏氏甲 以及刑部尚书展鹏林 这白虎的事 他在信中亦有提及 顺势还严明此事极有可能与妖道有关 事宜 宁格老府上需得派人保护 且因宁儿小姐身份特殊 所以这保护的人手 他觉得还是由将军府派几位去最合适了 明玄夜将手术看完 顺手递给了旁边的斩梨 斩梨在看到他爹的名字时 眉头不由轻轻扯了扯 但也只是扯了扯 之后 将默不作声地将信又顺手递给了默炎玉 默炎玉看完就是慕容宇 之后是小石七军签 大家轮流看完之后 最先发问的是斩梨 他问得直接 主帅 此事您怎么看 这人手咱们借吗 默炎玉却摇了摇头 属赛倒是觉得 此事不妥 皇上现在对主帅 本就处处提防 事事猜忌 若此时借皇于阁老府 恐生事端呢 可若不借 阁老府那边又如何推妥 更何况若信中所言属实 阁老府当真是被什么人给盯上了 那么宁二小姐是真会有危险的 她毕竟是 斩梨画到一半 眸光又斜了斜看似全部在意 实则竖着耳朵在听的明玄夜脸上 明玄夜假装没听 指右手的钟指倾扣着桌面 这时慕容宇说话了 借 当然得借 别的借不说 就那位石道长 咱们不都亲眼见过 那可不是什么普通的道长 是妖邪 他竟跑去了阁老府 这里头肯定大有文章 就算不必保护那位二小姐 也得着人过去瞧瞧 这不正好 名正言顺的 都不用偷摸着去查了 莫言玉闻声不语 只拿眼去瞧明宣言 恰听她道 再等一日 四位复将并不知她所指的 再等一日是何用意 但既然主帅都发话了 那自然就是乖乖地再等一日了 于是 一日之后 廖氏如神的明帅 便等来了皇帝的一纸圣照 他们几个担心的 明玄业又岂会想不到呢 可同样的 相较于他们这些武将 明格老那种心思多的 山路十八万的文臣之首 又岂会想不到啊 他只会比他们想得更多更深 而正是因为明白这一点 才有了明玄业所说的 再等一日这句话 这一日 他们大可以什么都不做 但是 明格老和贺崇礼 甚至是他在信中所提的 经兆尹苏大人 还有刑部尚书展大人 应该都会行动起来 能集合这些人一起办案 还是重案要案 又岂能没有皇上的圣誉呢 所以 他不慌不忙 不疾不徐 只等皇帝来找他 却不 皇帝的圣旨就来了 有了这道圣旨 也就不是他明玄业 私自借兵给明格老 那些猜忌自然也就没了 不过 皇帝的圣旨虽是下了 但却同时下了两道 一道让他借人给明格老 另一道 却是要他务必 一定且必须抓到那头伤人的白虎 望着这第二道圣旨 四名副将全都犯起了愁碗 之前说要抓老虎也就罢了 说京郊抓不到 大不了我们到其他山头去猎一头 可现在要白虎 战离忧心的 别说是京都了 就是整个大越皇朝有没有白虎 咱们都无法保证啊 这要如何猎 莫言玉倒是神情淡淡 他说 何必忧心 皇上又不是真心想要这头白虎 不过是希望咱们主帅 永远都猎不着罢了 猎不着 主帅就得一直猎 他这一时半会儿的 你就别回边关了 这一说 展离的脸色就更加难看了 君谦还小 听不太懂这里头的弯弯绕 就只是乖乖地站在一边 听着几个哥哥说着担心的话 只有他们的主帅 神色依旧如常 还用一种今晚吃什么的 寻常口吻分他们 那宁阁老府上 你们觉得派多少人过去比较好 那个 短期一播完 记得订阅好评 我再下集